11月2日,周五,孟畅来到慈行工作室,准备调研一下《房产中介模拟器》,这款游戏目前的情况,为接下来的宣传工作做准备。 其实慈行工作室一直是一家独立运作的公司,腾达集团和神华集团虽然出资了,但都不会对它的运作进行任何的干预。 当然,裴总隔三差五还是会给出个点子什么的,但这也不算是干预,毕竟临晚有用或者不用的自由。 不想用裴总的点子,完全可以自己原创嘛。 至于宣传经费的事情,双方在之前也进行过一次的扯皮。 简单的来说,就是裴总希望宣传的钱由腾达来出,但临晚说什么都不同意。 现在慈行工作室已经赚钱了,动物海岛、VR和DeltVR眼镜已经大获成功,裴总再想出钱就更不可能了。 不仅如此,慈行工作室的盈利还会源源不断地给腾达集团分钱。 以DeltVR和动物海岛的火爆程度,以及由此带来的一系列连锁反应,比如摸鱼网咖和星秒健身等部门的额外盈利。 腾达当初投给持行工作室的钱都已经收回来大半了,再做成纳摩一两款爆款游戏,之后就是纯赚了。 当然,如果遇到一些投入特别巨大的游戏,持行工作室遇到资金周转不变的情况,裴总也是非常愿意伸出援手的。 这次的宣传方案还是梦畅来做,一方面是因为裴总很信任他,另一方面是因为林婉现在也比较信任他。 虽说这俩人的信任不在同一个频道上,但确实都是信任。 对于能不能做成这次的宣传,梦畅心里还是有点莫底的。 一方面,在听说游戏名字是《房产中介模拟器》之后,梦畅自然的有些担心。 虽说裴总做的游戏就没有不成功的,但这个游戏本身的题材还是让梦畅觉得有点悬。 如果没有一个好的产品,那再怎么卖力的宣传都会变成无缘之水,无本之木。 这是梦畅从裴氏宣传法中学到的一个核心观点。 万一这游戏很小众,引发不了足够的关注,那宣传方案就很难办了。 另一方面,梦畅又怕游戏太成功了,太受关注了,自己提升就飞了。 既然是要用培氏宣传法做宣传,那魔最后火了也不一定就算成功,必须得是先扬后翼再扬。 这一套完整操作后达成完美的宣传效果,才算是成功。 很多事情成功的标准不能单纯看结果。 而是要结合过程一起来看。 一个穷人从身无分文赚一百万很难,但有一亿资产的富豪赚一百万简直就像是吃饭喝水一样简单。 这两件事的结果看起来一样,实则过程不同,难度也不同。 如果要比的话,富豪至少要让资产翻个几倍,这难度才有可比性。 所以,孟畅一方面是有些忐忑,有些紧张,另一方面又觉得这是一个高难度的挑战,可以很好的验证自己对培氏宣传法的理解。 来到持行工作室之后,孟畅竟只找到主设计师蔡家栋。 他这次来,主要是了解一下游戏的细节内容。 这种小事,就莫必要劳烦临婉了。 孟兄,别来无恙啊。 这次宣传工作,又要劳烦你了。 蔡家栋对孟畅的态度,还是比较热情的。 之前很多腾达的老员工对孟畅多多少少有点偏见,但在孟畅做出纳摩多优秀的宣传方案之后,这种偏见也早就改观很多了。 更何况,蔡家栋不是老员工,没有这种偏见,上次WR眼镜的宣传片就是孟畅拍的,宣传效果很好,这也让蔡家栋对孟畅的印象不错。 孟畅笑了笑,关键还是你们产品做得好,我只不过是在锦上添花而已。 俩人简单地寒暄了两句,就直接进入正题。 蔡家栋带着孟畅来到一处相对空旷的体验区,递过来一个ZR眼镜。 房产中介模拟器,现在还剩最后的收尾工作,不过主要的游戏内容都有了,不影响游戏体验。 回头你可以把这个ZR眼镜带回去,慢慢体验。 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随时问我。 孟畅伸手接过。 好,多谢了。 光是一天时间肯定是不够的。 裴总设计的游戏内涵都比较丰富。 玩得不够,深入的话,很容易只搞懂一点皮毛,跟实际的内核相去甚远。 孟畅要做宣传方案,必须得深入了解,否则就很容易出现偏差。 今天来的目的,主要是跟蔡家栋这个设计师聊聊,把比较大的疑惑和问题给解决掉。 孟畅戴上ZR眼镜。 跟动物海岛一样,房产中介模拟器,作为实行工作室的官方游戏,自然也在初始的登陆界面流了入口。 DELT VR眼镜刚发售时,就有专属的登陆场景,三选一,默认是动物海岛的场景。 此外也有,使命与抉择的指挥舰太空场景,和回头是暗,长满彼岸花的三图核场景。 当然这段时间,开发部门也默闲着,又加进去了两个新场景。 一个是,房产中介模拟器的拟针场景,另一个是,健身大作战的卡通健身房场景。 风格各有不同。 玩家可以自行选择,自己喜欢的场景。 凡是持行工作室开发的VR游戏,都在DELT VR眼镜的初始场景中留了专门的入口,跟游戏场景完美地融合在一起。 比如在,房产中介模拟器主题的拟针场景中,整个场景是一处套房,其中一扇门,就是游戏的入口。 而在其他的场景中,入口则是各不相同。 比如,使命与抉择场景中换成了一处全息投影设备。 在《动物海岛》发售以后,有不少游戏公司都开始制作VR游戏,并登陆了DELT VR眼镜。 但这些VR游戏就没有这种待遇了,全都一股脑地扔到游戏市场中,让玩家自行下载。 这些VR游戏的品质肯定不如持行工作室的游戏,但多少也能起到充实游戏库的作用,对VR眼镜的销量提升很有帮助。 孟畅先是四下打量这个默认的登陆场景。 不得不说,真实感还是挺降的。 它默认站立的位置是一个宽敞的客厅,外面阳光明媚,鸟语花香。 客厅中的沙发、电视等各种家具家电一应俱全。 给大家发红包! 现在到微信公众号,书有大本营,可以领红包。 尺寸巨大的电视是可以交互的界面,在上面可以调出VR眼镜的一些基础设置功能。 此外,这个界面还可以进行各种自定义、改编布局、家具的样式等等。 蔡家栋解释道,你现在看到的这个客厅有一个初始形象,各种自定义的内容是需要在房产中介模拟器这款游戏中逐步解锁的。 玩家在游戏中解锁了新沙发、新道具等等,都可以搬到这个登陆场景中来,打造一个独属于自己的登陆场景。 当然,登陆场景也要照顾其他不玩这游戏的玩家,所以,他初始的装饰水平就是比较高的,不会让人觉得寒酸。 换言之,就是把房产中介模拟器中的房屋升级玩法也简单地拿到了登陆界面中。 但不是100%地照搬,房产中介模拟器,初始的房子是很破的,家具破旧,家电老旧,墙面不干净,窗户落风等等问题都存在,玩家需要一步一步地去升级。 但初始场景的房子则是从一开始就处于一种比较高档的状态。 这一方面是为了照顾不玩房产中介模拟器。 这款游戏的玩家,另一方面也是因为VR眼镜本身的性能有限,没办法拿出那么多的容量去运行登陆场景。 推开一扇门,就进入了房产中介模拟器的游戏中。 这款游戏的配置要求还是比较高的,因为所有的人物都是高清建模,画面表现的精细度也很高,所以单纯靠VR眼镜的性能是带不动的。 跟《动物海岛》一样是采用了电脑运行游戏,投屏到VR眼镜上的方案。 之前硬玩过《动物海岛》,所以在玩VR游戏的梦畅也没有第一次接触的那种震撼感了。 但《房产中介模拟器》毕竟是一款非常拟真的游戏,跟《动物海岛》那种可爱的卡通画风还是有明显区别的。 梦畅的第一感觉是,真实感更降了,似乎真的身临其境,穿越到了另一个真实的世界中。 当然,缺点还是有的,就是这个分辨率。 目前,VR眼镜的分辨率还是比较堪忧的,即便是Delta VR眼镜已经做到了4K,但依旧是存在颗粒感的。 《动物海岛》用了特殊的卡通画风,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分辨率不够的问题,但《房产中介模拟器》是写实画风,就没办法了。 技术问题在短期内是无法解决的。 所以,说VR这一领域其实是非常特殊的,喜欢的人特别热衷。 而不喜欢的人会认为它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局,一无是处。 那些晕三地的,无法接受VR眼镜诈格化效应的,对各种操作和细节要求很高的玩家,都不是目前VR游戏的受众,也完全无法感受到VR游戏的乐趣。 但除开这些人之外,还有一些玩家是可以忍受这些缺点的,他们更享受VR游戏所带来的沉浸感和代入感。 这批玩家才是VR游戏市场的消费主力。 梦畅玩到的并不是最终完整版的游戏,所以一些过场的衔接还有些生硬,基本上还是黑屏、loading、跳转这样的模式。 蔡家栋解释道,我们专门做了一些过场的场景,但还没有更新到这个demo里面。 其实也没什么特别的,就是一个卫星镜头。 出门之后,镜头先拉升到城市上空,转移到目的地所在的区域之后,再快速下降,加点模糊效果之后,来到目的地门口。 一方面是让转场更加自然,另一方面也可以让玩家更熟悉整个城市的布局,知道自己的房子大概在哪个区域。 梦畅点了点头,他大概能挠不出这个感觉。 这倒也不是什么特别关键的环节,体验不体验的问题都不大。 梦畅已经置身于一家中介门店的内部。 给大家发红包? 现在到微信公众号,书有大本营,可以领红包。 游戏的基础操作方式显然是研习了动物海岛的标准操作模式。 移动有推摇杆移动和顺移等不同的移动模式, 与场景中道具和物品的交互逻辑,也都是用手指去点触,抓取。 梦畅也听说了,之前裴总通过动物海岛,为VR游戏, 确定了一整套完整的操作规范。 房产中介模拟器,显然是沿袭了这一套规范,省事了。 梦畅私下打量,这家门店的空间不大,结构也相当简单, 就只有一个类似于前台的办公区域,一个茶几和两个单人沙发的咨询区域, 此外,还有一些简单的陈设。 所以,玩家扮演的,其实是这家小中介公司的老板。 梦畅问道,蔡家动点头,没错,其实刚开始,我们也考虑过, 是不是让玩家从一家中介门店的普通员工做起, 等到了游戏的中期,再自己开门店。 但是这个方案,在反复讨论之后,被否掉了。 一方面,是因为在门店做普通员工,可能无法避免的, 会出现大量和其他同事的互动,都是一些不太必须的内容, 投入与产出不成正比。 另一方面,也可能会导致玩家的不耐烦。 应该跳过这些不必要的内容,直接让玩家体验这个玩法的核心乐趣。 所以,直接将主角设定成了一家小中介门店的老板。 当然,条件比较简陋,需要玩家一点点地存钱, 解锁门店的新装饰,也可以租下新的,更宽敞的门店。 玩家的住处和门店是两套独立的系统, 玩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有所侧重。 梦畅明白了,其实,房产中介模拟器, 显然没有完全真实的模拟现实中的房产中介, 而是做出了一些艺术性的美化和加工。 这也很正常,毕竟游戏玩法总得有所取舍, 莫必要展现的内容就得舍弃。 就像很多其他的模拟类游戏一样, 也只是挑出最精髓的部分进行模拟, 那些无关紧要的内容就自然省掉了。 而,房产中介模拟器, 这款游戏跟现实的主要不同就在于, 主角是一个自己说了算的小中介公司老板, 可以自由决定公司的发展方向和发展战略。 前台上面有一台电脑, 有个高脚椅, 站着看电脑角度也正合适。 这显然是为了照顾战略体验游戏的玩家。 电脑是触屏的, 直接点按就可以打开上面的文件和程序。 基础的玩法就是通过电脑程序查看房源, 接受委托, 给房子和租客牵线搭桥, 去房子那边实地考察, 了解情况, 等租客上门给租客介绍, 成功之后拿提成。 在网上只能简单地看到房龄, 房屋平面图等资料, 同一时间可以接到好几份委托, 可以在电脑上进行初步筛选, 然后再到实地考察。 实地考察没有次数限制, 但毕竟玩家的目标是, 尽快完成高级委托提升等级, 所以纠结于这些低等级的房子, 没石膜太大的意义, 还是需要认真筛选, 甄别一番的。 等实地考察之后, 就是约租客见面, 回答租客的问题等正常流程。 孟畅简单地体验了大概一个小时左右, 然后摘下了VR眼镜。 说实话, 有点莫泰理解这游戏的乐趣在哪。 孟畅说话也是比较含蓄, 没有直接说这游戏比较无聊。 蔡家栋笑了笑, 正常, 类似的模拟经营类游戏都是挺挑玩家的, 对有些玩家来说可能特别好玩。 而另外一些玩家就感受不到乐趣, 你不是模拟经营类游戏的玩家, 可能在这方面的感受会比较弱一些。 而且, 模拟经营类游戏本身也是比较慢热的类型, 前期入门比较难, 可一旦感受到乐趣之后, 就可以玩得很久。 游戏的乐趣是因人而异的, 很多时候也不能强求。 孟畅有些惆怅, 但是感受不到乐趣, 怎么做宣传方案呢? 蔡家洞, 哦, 也对。 没事, 你可以多体验体验, 感受感受, 说不定突然就有了灵感。 实在不行, 你也可以问问一些比较重度的模拟经营类游戏爱好者, 从他们那里取取经。 蔡家洞作为设计师当然也懂, 但他的视角毕竟是设计师的视角, 跟玩家的视角还是有一些隔阂的, 说了怕孟畅仍旧无法理解。 所以, 最好还是找个玩家探讨一下, 从玩家的视角来体会乐趣, 相对更好理解一点。 孟畅点点头, 好, 我明白了。 他不认识喜欢模拟经营类游戏的玩家, 但他认识乔老师。 实在不行, 就去问乔老师。 反正乔老师作为一个职业玩家, 大部分游戏的乐趣他都是可以get到的。 而且他也不需要真正地去感受到这种乐趣, 只要了解就够了。 下午, 孟畅回到自己的宫位, 开始考虑宣传方案的事情。 他没有第一时间去找乔老师, 主要是想先凭借自己的力量, 想出一个雏形, 不能被乔老师的观念影响太多, 导致方案发生了跑偏。 换言之, 乔老师那边要模不用, 要模就是直接作为点睛之笔, 不能让乔老师的说法影响孟畅本来的方案。 之前我只是总结出了, 陪式宣传法, 羊, 羊的基本流程。 但对这个流程的掌握, 还不是特别的熟练。 仔细分析一下, 其实关键在于中间的这一步。 最后一步的羊很好办, 因为腾达的产品本来就是过硬的, 只要让产品获得应有的评价就可以了。 第一步的羊也相对好办, 只要是有所保留地, 给出一个相对不错的宣传起步就可以。 关键就在于中间的 E, 如何在引发争议的前提下, 既不对消费者造成真正的困扰, 又不对产品造成实际的伤害, 为之后留下反转的余地, 这是关键中的关键。 所以, 其实不妨从这一步入手。 可以知道的是, 裴总在于用裴式宣传法的时候, E的这一步都是非常克制的, 都是恰到好处的, 这背后一定是有非常长时间的思考和周密的准备。 怎么去意呢? 继续用我的坏名声? 不太行, 我的坏名声已经有点不顶用了。 梦常发现, 自己的坏名声还真就是裴总第一次用的时候 比较好使, 后面一次不如一次。 主要是好几次宣传方案成功了之后, 不少人对梦常的印象已经有了一定的改观。 虽然还是讨厌, 但这种讨厌已经不足以对产品本身产生什么致命影响了。 所以他的坏名声倒不至于完全不能用, 只是作用已然不大了, 这就很令人悲伤。 要不就利用别人的坏名声。 在中介这个领域, 有什么坏名声魔? 住家集团? 不太行, 裴总似乎很不喜欢这家公司。 梦常本来想的是, 可以蹭一蹭住家集团的坏名声, 但转念一想不合适, 住家集团的理念跟裴总有着本质上的冲突, 就算要一、一下, 也犯不着往自己身上泼脏水啊。 再说了, 裴氏宣传法的终极目标, 是通过这种争议和误解, 达到最佳的宣传效果。 跟住家集团合作, 很容易一不小心就洗不白了, 那岂不是出了大问题? 梦常只是动了一下念头就放弃了, 转而去想别的办法。 其实也不需要用住家集团的坏名声, 只需要利用一下, 大家对房产中介这个行业的成见就可以了。 嗯, 这倒是一个不错的切入点, 只是如何巧妙地跟游戏本身结合起来, 还需要再仔细考虑一番。 梦常一边努力将自己带入裴总, 考虑如果是裴总的话会如何设计宣传方案, 一边体验游戏的细节内容, 仔细品味。 11月5日, 周一, 裴谦照常来到办公室, 准备简单地翻一翻各部门的工作报告, 顺便重点关注一下这次招聘的情况。 有了那本小册子的影响, 这次招聘进来的员工会不会有一些不同? 当然, 裴谦也知道, 这种想法可能过于乐观了, 但期待着一些改变总是没问题的。 而且, 吴斌被雄了一通之后就回去了, 也不知道他反思得怎么样了。 如果能从根本上把人力资源部门这群人的思想给扭转过来是最好的, 如果不能, 那也只能是在想别的办法。 裴谦开始琢磨着, 具体要如何纠正一下大家对腾达精神的认识, 把跑偏的方向再给矫正回来。 只是这是似乎急不得, 毕竟万一用力过猛的话, 可能会歪得更厉害。 具体怎么做, 还是得从长计议。 正琢磨着, 外面传来了敲门声。 裴谦抬头一看, 来的人竟然是赵旭明。 咦? 裴谦不由得有点惊讶。 因为他非常清楚, 赵旭明这个人习惯于努力降低自己的存在感。 汇报工作或者请示问题一般都是让艾瑞克顶上的, 他自己上的时候并不多。 而且, 这次的汇报显然不是例行公事。 在这种情况下, 主动找上门来, 可以说是挺稀奇的。 赵旭明显然也有点局促。 这也是他加入腾达以来, 第一次跟裴总一对一的汇报工作, 所以难免紧张。 以前, 都有艾瑞克在场, 有艾瑞克承担压力, 他狗在后面, 安安心心打辅助, 比较惬意。 但现在, 他要自己直面裴总, 难免有点心理打鼓, 生怕说错了话, 被裴总带倒。 有事吗? 裴谦问道。 赵旭明点点头, 裴总, 关于Dog全球邀请赛的直播方案, 我已经发到您的邮箱了, 但是一直没有回复, 所以就想来请示一下, 您看这个方案可行吗? 裴谦听得一头雾水。 全球总决赛? 直播方案? 哦, 对了, 从时间上来看, 确实也又到了全球邀请赛的时候了。 裴谦还真就没有关注这些事情, 因为他要关注的部门太多了, 完全顾不过来。 当然, 严格来说, 裴谦如果真要挤出时间, 把所有部门的情况全都了解一遍的话, 还是可以做到的。 但是他不想那么做, 因为太累了, 我的目标明明只是赔点钱而已, 干嘛要累死累活的工作? 累出点毛病, 来那不是血亏吗? 所以, 裴谦从一开始, 就在努力打造各个部门的独立性, 让这些部门, 在完全没有自己指示的情况下, 也能正常运转下去。 即使这些部门的负责人犯了错误, 裴谦也从不去批评, 反而大家赞扬。 裴谦认为的最佳状态是, 各部门负责人, 放心大胆地去作死, 不要事事, 都来请教。 但自己想要干预的时候, 这些负责人会, 严格按照自己的要求来办。 久而久之, 各个部门已经习惯了, 在裴总没有指示的情况下, 安排工作。 总不能裴总不点头, 这事就不办了, 否则那不叫负责人, 干脆叫传声统德了。 现在嘛, 裴谦最初的目标倒是达到了, 只是跟原本预想的情况, 有比较大的偏差。 裴谦在电脑上, 简单翻了翻之前的邮件, 发现, GARC第二届全球邀请赛的事情, 很早之前, 就已经开始筹备了。 主要是张元那边的电竞事业部在筹备, 敏京超这边, 给到一些配合。 在艾瑞克和赵旭明, 加入腾达集团之后, 一些工作, 自然顺理成章地, 转移到了他们这边。 到现在这个时间点, 该订的事情, 早都已经订完了。 也就是, 最后还剩一些细枝末节的东西, 需要最后拍板。 内容很多, 看得有点头疼。 陪迁单纯不看了, 还是让赵旭明直接汇报比较方便。 全球邀请赛的事情怎么样了? 我没太关注这个事情, 你先简单讲讲。 陪迁理直气壮。 赵旭明有点意外。 啊? 陪总压根就没再关注这个事情。 不对啊。 不是说陪总一向是眼观六路, 耳听八方, 对整个腾达集团上上下下的事情, 料如指掌吗? 更何况, 这可是, DARG全球邀请赛啊, 直接决定着明年GARG和IOI竞争的走势。 这摩大的事情, 陪总莫关注。 是不对劲吧? 哦, 明白了。 只能有两种可能性, 一种可能性是陪总认为, DARG全球邀请赛是稳赢的, 把握十足, 所以根本不需要太多地关注, 应该把注意力放到其他更值得关注的部门上, 所以, 只是粗略地了解, 没有深究。 另一种可能性就是, 陪总知道我刚接手, 想故意考考我, 看看我对这方面工作的掌握情况, 尤其是借此机会, 听一听我对DARG电竞方面业务的理解。 这两种可能性显然后者的可能性更高一些, 也有可能是二者皆有。 赵旭明不敢大意, 陪总说莫关注, 那不一定是真的莫关注。 陪总说让他简单说说, 可不是简单说说就完事了。 他稍微斟酌了一下之后说道, 陪总, 在我理解中, DARG第二届全球邀请赛, 显然是巩固并进一步扩展市场占有率的关键环节。 电竞事业部那边, 显然也对此非常重视。 所以, 今年的全球邀请赛不再是稳固阵地, 而是选择了主动出击, 从第一届赛事的举办地荆州, 换到了欧洲。 这次, 我们将会在欧洲的三座城市举行比赛。 小组赛在巴黎, 淘汰赛在伦敦, 决赛在柏林。 这次的全球邀请赛, 是在当地运营方的强烈要求和大力支持下举办的。 电竞事业部那边, 也全程参与了赛事的筹划和前期准备, 应该能给全球玩家带来一场盛宴。 比较凑巧的是, 指头公司也将IOI全球总决赛的比赛场地定在了欧洲。 显然双方都认为欧洲市场是必争之地。 我觉得电竞事业部的这个决定非常正确。 也算是为之后, GAG进一步拓展海外市场,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接下来, GAG的首要目标就是在巩固国内市场的前提下, 加速向海外市场扩张, 争取早日抢占全球MOBA游戏的市场份额, 取得全面胜利。 赵旭明把GAG第二届全球邀请赛的事情, 简单介绍了一下, 稍微加入了一些自己的理解。 宋福利, 去微信公众号书友大本营, 可以领888红包。 在他看来, 现在显然已经到了全面战略反攻的阶段了。 GAG和IOI两款游戏已经进行了长达一年多的旷日持久的拉锯战, 而IOI虽然背后有达亚克集团, 起步足够高, 在G二连三的重创中始终死而不僵, 但现在也已经颓势竞险。 以裴总下手之狠辣, 绝对不可能放过这种千载难逢的机会, 所以才要一将胜勇追穷扣, 一炸而鼎定乾坤。 当然, 裴总可能并没有参与全球邀请赛实际的规则制定, 但大方针肯定是裴总定的。 电竞事业部和敏镜超他们, 肯定是在裴总的大方针之下, 出了这样一期全球邀请赛的企划。 说完之后, 赵旭明有些忐忑地看向裴总, 他也不知道自己说的对不对, 视野站得够不够高, 还有没有什么遗漏。 而裴谦则是陷入了沉默。 比赛放到欧洲办, 乍一听是个好事, 毕竟在国外办, 花钱应该会更多。 第一届全球邀请赛是在荆州办的, 而且还是在GPL常规赛的那个场馆打的, 这才能花多少钱。 到欧洲去办, 怎么也得租一些大型的体育馆, 这花钱绝对少不了。 可关键问题在于, 按照赵旭明的说法, 这次的全球邀请赛, 是在当地运营方的强烈要求和大力支持下举办的。 Gal'给国外各个屈服, 都是跟当地运营商合作的, 而且都是当地一些比较有实力的运营商。 既然是欧洲那边的运营方强烈要求和大力支持, 那就说明这次的比赛不仅会声势浩大, 而且多半是力大于弊的。 欧洲的运营商当然希望全球邀请赛这样的超大型赛事在自家主场举办, 这对于Dog进一步开拓欧洲市场有着巨大的意义。 到时候铺天盖地的宣传材料洒出去, 欧洲不知道有多少新玩家会被吸引入坑。 而更让裴谦感到担忧的是赵旭明后边的用词, 尤其是全面胜利这四个字让裴谦感到有些不适。 可不能全面胜利啊! 这哪是全面胜利? 明明就是唇亡齿寒! 如果挨欧挨墨了, 还有谁能挡着Dog赚钱? 裴谦一想到这个, 就感觉一阵头大, 彭腹看到了死亡倒计时。 沉默片刻之后, 裴谦也知道是到如今没有太好的办法, 毕竟这些方案提前好几个月就已经在筹备了, 不可能更改, 没有恰当的理由。 嗯, 我知道了, 那说说你的问题吧, 什么直播方案? 裴谦决定不再纠结全球邀请赛的细节问题, 反正爱办成什么样就办成什么样吧? 指头公司也不傻, 他们办IOI全球总决赛应该也会卖力办, 应该不至于差得太多。 赵旭明心中有些疑惑, 裴总对我刚才说的, 是满意啊, 还是不满意啊? 我到底有没有说出裴总心中的完美答案? 应该是没有, 否则裴总至少该点点头, 夸我两句吧。 但应该也没石磨大毛病, 否则裴总应该会出言纠正。 也就是说, 没大问题, 但说的也不算出彩。 行吧, 这差不多也就是我追求的目标了。 赵旭明也莫太纠结这个事情, 反正他来说及格就行了, 中庸之道的关键, 就是不出风头, 但也不背锅。 我跟艾瑞克这不是刚接手, GARG这边的工作, 艾瑞克对欧洲那边业务比较熟, 所以, 全球邀请赛的事情, 就让他去忙了。 按照您之前的要求, 我也多承担了一些工作, 主要就是国内这边运营推广的相关工作。 这次GARG全球邀请赛, 有好几家直播平台都在抢国内的独家转播权, 其中, YY直播和狼牙直播出钱最多, 已经有破亿的趋势了。 所以, 国内转播权这块, 其实有三种方案。 第一种, 是从YY直播和狼牙直播这两家大直播平台中, 选一家卖独播, 独播权应该能破亿。 第二种是把转播权多卖几家, 每家收个三四千万, 最后的钱, 可能也差不太多。 第三种, 就是考虑兔尾直播那边的情况。 如果您想给兔尾直播多转化点用户, 这个独播权也可以不卖, 直接让自家平台独播, 就是不知道能不能吃得下这么多的热度。 而且, 兔尾直播跟其他直播平台的情况都不一样, 不是点开就能看的, 还得在学习区看够一定的时间, 如果独播的话, 会不会挨骂? 这是个问题。 这种事情, 赵旭明肯定是不敢自己做主的, 毕竟事关兔尾直播。 陪迁再度陷入沉默。 这三个选项, 都有点直击灵魂啊。 高奥全球总决赛的独播权, 已经这么贵了。 陪迁印象中, 还停留在, GPL春季赛的转播权报价, 那会直播平台给出的转播权是每家1200万左右, 但那是转播, 不是独播。 高奥全球邀请赛, 不论是规模还是关注度, 都远胜GPL春季赛。 而且, YY直播和狼牙直播, 是当初很多家直播平台里幸存下来的。 几轮融资下来, 都是不差钱的主。 这两家直播平台, 为了进一步扩大自身的影响力, 对于, 高奥全球邀请赛这种大型赛事, 肯定是势在必得。 能抢到独播权最好, 如果抢不到, 最少也要买到转播权。 而且, 他们还真就对价格不是很敏感, 哪怕贵一点多半, 也会照买不误。 毕竟你没买, 别人买了, 岂不是显得, 你这家平台没时摸钱, 马上就要黄了。 这就跟很多富商一样, 可能今年的经济状况确实不好, 但该有的排场还是要有, 否则就会给外界传达一种不太好的信息。 陪迁随便掐指一算, 要是让这两家平台竞价, 不管是卖独播权还是转播权, 这可都不是小数字啊。 赵旭明倒是提出了第三种方案, 就是压根别卖, 让兔伟直播来独播。 听起来是个挺不错的方案, 因为肯定挨骂。 而且, 为了应付这么大的流量, 肯定得花大价钱增加平台的贷宽。 但问题在于, 兔伟直播现在挺好的, 陪迁对他挺满意的。 万一全球总决赛, 强行给兔伟直播带飞了, 那岂不是陪了夫人又折兵? 这着实让人有些纠结。 眼瞅着陪总, 似乎陷入了思考, 赵旭明也没敢多问, 耐心等着。 显然, 这件事情非同小可, 一定是牵扯到了腾达集团某些其他的产业, 还有整体的布局。 否则单纯一个独播权的事, 直接抬抬价卖掉, 不就行了吗? 以陪总的聪明才智, 肯定不至于思考这么久。 赵旭明再度庆幸, 看来自己来请示问题的选择是正确的。 现在这个棘手的问题抛给陪总, 让陪总拿主意就好, 美滋滋。 然而陪总沉默, 片刻之后问道, 赵总, 我问你个问题, 你畅所欲言。 赵旭明愣了一下, 啊? 说好的陪总拿主意, 我只需要配合一下就行了。 怎么陪总还要考我啊? 他愣了一下之后, 也只好点头。 好的陪总, 您说, 陪千妈撒着下巴, 沉思着说道, 赵总, 你说, 有没有可能存在这样的一种办法? 把转播权很便宜, 很廉价的, 甚至是半卖半送的, 给这些直播平台, 同时看起来又要合情合理, 有理有据。 陪千仔细思考的结果是, 这三种办法都不稳。 钱两种就不说了, 赚钱太多。 抢读播权, 有可能拍出天价, 卖转播权的话, 倒是不至于出天价。 但这摩多平台出的钱全都加起来, 那也不是一个小的数字。 第三种办法看起来不错, 但陪千长久以来养成的嗅觉告诉他, 这个办法风险最大, 很可能赚的钱全都在后镜上了。 兔尾直播, 好不容易在自己英明神武的指导, 和老马的坐镇之下, 初见成效, 才刚长成一棵烧钱树的幼苗, 就让他去镇Dog全球邀请赛的这团火。 万一火没镇住, 还把这棵小幼苗给烧了那半呢? 这个后果, 可是承受不起啊。 毕竟转播全卖的价格再怎么高, 它也只是一锤子买卖, 可烧钱树要是没了, 那可是后患无穷。 烧钱树变成摇钱树, 那更是一失足成千股恨了。 所以, 这三种办法, 裴迁都不乐意选。 他最希望的还是, 尽可能很便宜, 很廉价的, 把转播全送出去, 赚得越少越好。 可问题就在于, 这模值钱的东西, 白送那些直播平台。 且不提大家会不会怀疑, 会不会有意见, 系统那边也是通不过的。 裴迁自己想不出太好的办法, 所以就近问一下赵总, 看看能不能在合情合理, 有理有据的情况下, 尽可能地给转播全卖便宜一点, 少赚一点。 最好是所有平台都在转播gog全球邀请赛, 还都没花什么钱, 那摩腾达赚不到太多钱, 吐尾直播也赚不到太多热度, 这就完美了。 赵旭明愣了一下, 随即大脑快速运转。 怎么? 看裴总这意思, 似乎是对我给出的三个方案都不满意。 裴总这语气听起来是在大胆假设, 是在向我征求意见, 似乎在暗示这种方法不一定存在, 没有就没有, 有的话更好。 但怎么可能? 领导问你能不能行, 其实只期待从你口中听到一种答案。 赵旭明又不蠢, 肯定不可能觉得裴总这事随口一问。 裴总这意思, 明显就是已经有了大致的想法, 在考验我呢? 这是一种暗示, 要是连这个都听不出来。 那我这个负责人, 怕是也快潜到头了。 赵旭明不敢怠慢, 在认定了裴总已经想出更好方案的前提下, 开始仔细分析裴总的这番话。 显然, 那三重方案, 裴总都不太满意。 赵旭明反思了一下, 可能是因为这三重方案都太普通了, 完全就是一家平庸公司的做法, 不符合腾达做事出人意表的设定。 所以, 裴总才向我暗示一种更特别的方式。 是什么方式呢? 裴总说了, 要把转播权很便宜, 很廉价的, 甚至是半卖半送的, 给到这些直播平台, 同时看起来又要合情合理, 有理有据。 这个要求, 表面上看起来是挺不合理的。 哪有主动要求, 借卖自家转播权呢? 裴总说出这话, 显然是在暗示, 钱不是需要考虑的第一目标, 而是应该将目光放得更加长远。 这笔交易, 本身是绝对不能亏的。 只不过交易的内容, 需要从前换成别的东西。 什么东西比钱更重要呢? 那显然是热度, 或者说是更长远的钱。 换言之, 裴总是在暗示, 放弃眼前卖独播权的这些钱, 想办法获得更高热度, 或者更广泛的影响, 从而在未来赚到更多的钱。 而未来的钱, 可能是来自于GOG市场的扩张, 可能是来自于兔尾直播的火爆, 也有可能是来自于其他的一些产业。 赵旭明的大脑快速运转, 瞬间很多方案的雏形涌上心头。 他在出方案这方面, 本身还是相当可以的。 之前有不少方案都是他来提出, 只不过拍板的是艾瑞克。 现在裴总这么一起发, 他在稍微一发散思维, 立刻想出了一些点子。 裴总, 您看这样行不行? 要想达到您说的这个效果, 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要明码标价, 而是给一个动态的价格区间, 赔千厅的眼前一亮。 确实, 如果明码标价的话, 收入其实是非常稳定的, 可预期的, 这些直播平台不论大小, 买得起就是买得起, 买不起就是买不起, 统一定价, 定低了, 系统也不答应。 但如果把规则复杂化, 模糊化, 定一个动态的价格区间, 那在规则之内, 往下忽悠忽悠, 岂不是很正常? 系统也不会多说什么。 一旦规则复杂了, 就好做手脚了。 裴千点点头, 继续说, 得到裴总肯定的赵旭明, 信心倍增, 继续说道, 这个动态的价格区间, 最后达到的效果肯定是大平台出钱多, 小平台出钱少, 否则就不符合您说的合情合理, 有理有据这一点了。 我的想法是这样的, 咱们根据各家平台的观赛人数来收费, 观赛多的平台多收点, 观赛少的平台少收点, 当然得有一个具体的转化公式, 确保这个系数比较合理。 赵旭明的意思是说, 大平台本身资源多, 从GOG全球邀请赛, 这块获得的热度也多, 所以多出点钱没毛病, 小平台资源少, 只能是少出钱。 但也不能完全按照热度来, 毕竟大平台的热度天然就高, 万一大平台花天价, 才能拿到转播权。 而小平台出很少的钱, 同样也拿到了转播权, 这就会显得很不公平。 所以, 收费方面虽然是动态的, 但也得给一个相对公平的公式。 此外, 我们还可以根据这些数据, 来要求这些直播平台, 给到相应的宣传资源配合。 这方面可以用来折价。 这样就能满足您之前, 把转播权相对低廉的, 给到这些直播平台的要求。 赔迁不由地微微点头。 可以啊, 赵总。 这个说法, 似乎可行。 其实, 赵旭明的这个方案, 关键在于两点。 第一是将官赛人数, 计入收费标准之中, 第二是将钱折换成宣传资源。 这两点, 恰好能满足赔迁的要求。 首先, 赵旭明的本意, 是跟直播平台的真实人数挂钩, 但赔迁觉得, 改成热度更好。 因为官赛人数这个东西, 各个平台都是虚的, 赔迁也不想去问这些平台要真实人数, 只按热度的数字来。 而热度嘛, 明显都是可以调的。 各家直播平台想少花钱, 直播间页面上的那个热度指数调低一点就可以了, 又不会对平台产生什么实质的影响。 直播平台按戳戳的一改, 腾达这边不就少拿钱了吗? 给大家发红包? 现在到微信公众号, 书有大本营, 可以领红包。 而且这个办法, 还把那些之前莫能力竞拍转播权的小平台 因为他们给GAUK全球邀请赛砸资源, 等于是在给自己导流。 那么, 腾达再去要这些资源, 显然就重负了。 这就相当于去买东西, 商家本来就已经打算买一送一了, 然后你多给五块钱, 说让商家买一送一? 那不是白亏五块钱吗? 但这个说法呢, 本身有理有据, 令人信服。 似乎是比之前的三众方案都更令人满意的方案。 裴谦对此非常满意, 干得好啊赵总, 这个方案不错。 不过有个细节需要改一改, 收费不要按照实际的观赛人数, 而是按照各家平台的热度数据。 目前, 国内几乎所有的直播平台, 直播间已经, 全都不显示实际人数了, 都清一色地改成了热度数据。 除了兔尾直播, 但兔尾直播情况特殊, 本来也是自家产业, 除非卖了独播权, 合同里黑纸白纸的写上兔尾直播不能播, 否则这转播权肯定是少不了的。 赵旭明愣了一下, 按照各家平台的热度数据, 那可都是假数据啊。 随便改啊, 这要是哪家公司把数据掉低了, 岂不是就可以少掏钱了? 裴总连这个都想不到, 那不能够, 肯定是想到了的。 但为什么还要特意点出来, 一定要这么改呢? 赵旭明有些困惑, 但他莫多问, 因为问了, 显得自己理解能力不行, 还是先答应下来, 回去仔细研究研究, 实在不行问问艾瑞克, 问问敏靖超。 就算直到最后, 还是研究不懂, 那也没关系, 毕竟这个决定是裴总做的, 他也不需要背过。 想到这里, 赵旭明点了点头, 好的裴总, 那我这就回去你一份方案, 就按您说的办。 从裴总那边回来之后, 赵旭明立刻回到自己的办公室, 着手拟定方案。 这个方案拖的时间比较长, 主要是赵旭明一直在纠结, 没办法彻底敲定大方向, 一些细节问题更是无从谈起。 现在既然裴总拍板了, 那摸这些细节完善起来, 就很简单了。 整个方案都是赵旭明提议的, 裴总只是对方案做出了一些小的改动, 所以写起来很快。 赵旭明一边快速地捋顺方案, 一边深挖裴总这种改动的深意。 裴总没有对方案的内容进行大改, 就说明我的理解很正确, 裴总对此相当认同。 只不过, 我的方案存在一些小瑕疵, 被裴总给指出来了。 我得好好分析一下。 赵旭明开始从自己这个方案最原本的目的入手, 结合裴总给出的调整方案, 综合分析。 首先, 这个方案的目的, 肯定是为了放弃一些短期的利益, 而换取更加长远的利益。 更准确地说, 就是用短期内卖转播权的一部分钱, 换取GOT比赛的热度。 如果兔尾直播那边也能分到一些热度, 那就更好了。 赵旭明就是本着这个思路来做的。 从长远来看, 热度怎样才能更高呢? 显然, 播的直播平台越多, 能看到, 比赛的人数自然也就越多。 由于小部分观众习惯了在某个平台观赛, 一旦换了平台, 他们可能会不太习惯。 而且, 有些观众可能单纯忘了比赛正式开赛的日期, 或者之前没太关注, 但在自己常用的平台上看到了, 自然也会点进去。 所以, 为了让GOT全球邀请赛的热度最大化, 最好是所有直播平台上都有直播, 而且都放在首页, 那才最好。 如果真卖了独播权, 只有一家平台能播, 那抹短期来看, 赚钱肯定多, 但热度方面, 会稍微有些影响。 当然, 这也无所谓对错, 毕竟对很多观众来说看这个世界赛是刚需, 换个平台而已, 多大点事。 就算卖了独播, 也不一定就会降很多热度。 这个热度和前具体如何取舍, 是个比较复杂的问题, 每家公司都有不同的答案。 而且, 这些答案可能都算不上错, 只是个选择的问题。 但对于看问题一向长远的陪总而言, 未来的热度显然全面优先于短期的盈利。 所以, 赵旭明才提出了这个方案。 这个方案的中心思想就是, 尽可能地降低门槛, 让小平台也能以相对可以承受的价格拿到赛事的转播权。 在保证一个最低值的前提下, 小平台少花点, 大平台多花点, 价格在大家可承受的范围之内。 而且, 让各家平台用宣传资源来折价, 也是用短期收益, 换长期热度。 很多人觉得, 直播平台已经花大价钱买了比赛的转播权, 肯定会把最好的宣传资源全都砸上去吧。 这还真不一定。 因为直播平台在推荐位的考量方面也是比较复杂的, 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 比赛的热度虽然高, 但它给平台带来的是热度, 不一定是实实在在的收入。 给推荐位, 性价比不一定会高。 如果同样的资源给到一个平台想要捧的, 很能带动观众冲前的主播, 说不定养这样一个主播, 能给平台带来更多的价值。 而且推荐这个东西, 它是有编辑递减效应的, 比如, 首页有三个大推荐, 第一个大推荐给了Gaug的比赛, 可能效果很不错, 但再给第二个, 第三个, 效果可能就直线下滑。 而这些资源, 如果给别的赛事, 或者一些大主播, 可能综合起来, 效益更好。 所以, 直播平台买了比赛转播权之后, 也不一定会推荐资源全都拉满, 而是会结合平台的实际情况做出调整。 有些平台甚至会故意压推荐资源, 因为他们觉得赛事的观赛玩家都是刚需, 就像商场里买家电的那群人一样, 既然进来了, 就算再顶楼, 他们也是一定会去的。 观赛的玩家也是一样, 已经到这个平台上了, 随便在首页的边角放一个入口, 只要让大家能找到Gaug全球邀请赛在哪, 那大家都会点进去的。 所以, 最好的推荐为给Gaug全球邀请赛, 反而有些多余, 直接给一个滚动的条幅就够了。 其他的推荐为, 正好借此机会给到其他的主播, 给网站拉一拉营收, 捧一下自己的人。 如果, Gaug一家独大那还好, 但现在毕竟还有IOI, 而且, 两款游戏的世界赛是同期在打的。 在直播平台上面, 必然存在一些竞争, 导致Gaug能拿到的推荐资源无法最大化。 现在的这个方案, 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把要求的推荐位写在合同里, 毕竟表面上腾达以金对钱的问题有所让步了。 如果是明码标价的一锤子买卖, 再朝这些平台要推荐位, 稍微就有点名, 不正言不顺。 赵旭明把整个方案的思路给捋顺了一遍, 感到非常的满意。 能在这磨短的时间内, 想出这个方案的我, 简直太棒了。 当然, 他也没有忘记, 这归根到底, 还是因为裴总的提示。 刚开始的时候, 赵旭明的思路完全没有打开, 提出的三个方案, 也全都是比较保守, 中规中矩的方案。 而在裴总给了一点启发之后, 赵旭明的思路, 一下子被打开了, 这才想出这磨特别的方案。 现在赵旭明有点理解, 腾达的负责人, 维神魔一个个都那磨生猛了。 因为每做一个方案, 都能得到裴总的指点, 这可都是言传身教啊。 日积月累下来, 这种提升, 可不是闹着玩的。 当然, 现在整个方案, 还有一个赵旭明暂时不太理解的地方, 就是裴总指出的那点改动, 要求把收费的规则改一改, 从根据平台观赛的实际人数收费, 改为根据平台赛事, 直播间的热度收费。 这魔改, 必然会出现一个漏洞, 某些平台可能故意把热度掉低一点, 这样就能少掏钱。 也许是裴总算准了, 这些直播平台都会打肿脸充胖子, 宁可多掏钱, 也一定要把热度掉上去。 嗯, 有这个可能。 毕竟这些大的, 直播平台最要面子, 热度越高, 财报越好看, 才显得自家平台现在蒸蒸日上。 我建了个微信公众号, 书有大本营, 给大家发年终福利, 可以去看看。 谁要是主动把热度掉低了, 丢的面子, 基本上可以等同于实际的损失, 因为传递给, 外界一个比较消极的信号, 会有很多负面影响。 但仅仅如此魔, 那些大平台可能会很要面子, 但小平台可就不一定了。 赵旭明觉得, 这可能是其中一个理由, 但应该不是全部的理由。 因为这一条对大平台有一定的约束力, 但对小平台就不一定了。 小平台本来热度就不高了, 破罐子破摔一下又如何? 反正先白嫖了GOT全球邀请赛的转播权再说, 裴总没想到这一点, 或者不在乎小平台的白嫖, 那应该不会。 裴总对竞争对手, 一向是毫不手软的, 不会因为对方是小平台, 就网开一面, 手下留情。 明白了。 这次的要求, 不仅是对那些有头有脸的大平台有约束力, 对那些不纳膜, 看重名声的小平台, 也有约束力。 这个事情, 不应该具体到某个小平台来看, 而是应该扩展到全局来看。 如果只是从某个小平台的角度来看, 无非就是, 不要脸一点, 改低一点热度, 白嫖一下, GOT给转播权, 少给腾达点钱, 这怎么看, 都是无法避免的情况。 但如果把视角拉高, 从全局来看, 那情况就不一样了。 因为这次的转播权给得太广泛了, 几乎每个平台都有份, 那么平台和平台之间自然就会存在一定的竞争关系。 小平台改低了热度数据, 可不仅仅是会丢面子, 更重要的是会引发连锁反应。 首先, 大家肯定会借此机会, 通过GOT给全球邀请赛的热度, 对各家平台的情况, 进行一个横向对比。 之前大家都热度造假, 都穿着底裤, 但现在主动掉低热度, 那就相当于是主动扒掉了自己的底裤啊。 你这边的比赛热度低, 那就说明, 你的整个网站热度低, 在直播圈里排不上号。 这会直接影响观众和主播们对这个平台的第一印象。 其次, 这个热度反过来会引发观众对其他直播间热度的质疑。 如果平台把GOT邀请赛的热度掉低了, 再把其他直播间的热度掉高, 那这数据造假就太明显了。 大家对其他直播间的热度本来就不信, 现在就更不信了。 甚至怀疑整个平台都已经凉了, 热度全都是造假出来的。 也就是说, 这不仅仅是一个面子问题, 它还会对本平台的其他直播间, 以及与其他平台的排名中产生重大影响。 大平台压自己热度, 等于有热转量。 小平台压自己热度, 等于量上加量。 赵旭明顺着这个思路继续深挖, 突然发现裴总甩给这些平台的, 实际上是一个两难的局面。 而这个两难局面的选择, 所凸显出的信息, 也是有价值的。 除此之外, 应该还有另外的目的, 那就是试探。 裴总应该是借此机会, 试探这些直播平台的形式风格。 将来吐尾直播发力的时候, 就可以针对这些直播平台的风格, 进行有针对性的进攻。 如果直播平台选择打肿脸充胖子, 宁可多掏钱, 也要多造热度。 那就说明这个平台对热度看得很重。 而如果直播平台为了白嫖转播权, 而故意把热度掉低, 那就说明这家平台目光比较短浅, 或者经济状况确实非常堪忧。 这都是非常宝贵的数据。 一般情况下, 直播平台不会做出这种艰难的决定。 甚至在这种事情真正发生之前, 平台自己也不清楚具体会如何做出决定。 这些信息, 腾达自然也无法获取。 但面对这重关于前的抉择时, 直播平台做出的选择绝对是最真实的。 等真的跟某个平台敌对起来的时候, 这些就可以作为战术的参考。 这就相当于是给所有的直播平台进行了一次形象测写。 就像裴总之前跟IOI竞争的时候, 为什么抓着IOI的软肋不放? 一直搞各种促销活动, 打价格战? 就是因为看准了IOI背后的达亚克集团是钱如命, 内部意见不统一, 烧钱的毅力和决心远不如腾达。 而这次的方案, 可以说是对所有直播平台的一个摸底。 根据他们在这次活动中的行为, 可以确定这些直播平台的脾气秉性, 将他们对兔尾直播的威胁程度化分出个三六九等, 为以后做准备。 赵旭明并不知道裴总具体留了怎样的后手去对付这些直播平台, 但想到这里, 他已经有点不含力。 他的眼前莫名地浮现出一幅画面。 丛林中,一只狮子,一只老虎, 正在一边舔视着身上的伤口, 一边对视着随时准备向对方发起攻击。 而在他们身边是猎豹, 豺狼和各种其他动物的尸体。 更远处是一些小动物在瑟瑟发抖, 他们或者身上带着伤, 或者天生幼小, 根本无力参与这场残酷的角逐。 但在一种瑟瑟发抖的小动物之中, 有一只看起来人畜无害的小兔子, 背后却是一个隐藏在树丛中的枪口反射着寒光的老猎人。 裴总这招, 有点狠啊。 可能这就是裴总的强大之处。 想要做出这样的决断, 首先就是要下定决心放弃很多的眼前利益。 一般人做不到, 恰恰是因为被眼前利益蒙蔽了, 被惯性思维控制了。 而裴总却能做到完全不受任何影响。 头脑之清醒, 决策之果断, 都是我见所未见的。 赵旭明越想, 越觉得裴总真是太可怕了。 看似什么都不在乎, 什么都不在意, 但实际上心里什么都懂, 甚至一早就已经想好了对策。 那摩问题来了, 这次的方案到底是裴总早有准备, 还是临时起义? 不管是哪种, 都很可怕。 赵旭明有点庆幸, 幸亏自己现在是在腾达这边了。 这要是还继续留在龙宇集团, IoI全球总决赛之后, 自己怕是又有一口大黑锅要呗。 赵旭明只能默默感慨, 老同事们可千万别怪我下手中啊。 我这也是身不由己。 几个小时之后, 赵旭明的方案完成了。 虽然还没有跟这些直播平台去谈, 但赵旭明常年跟这些直播平台打交道, 对技嘉平台高层的性格都非常了解。 他很清楚, 这个方案很完美, 大多数直播平台都没有理由拒绝。 因为从表面上来看, 采用这个方案之后, 这些平台实际上是占了便宜的。 当然, 实际上占不占便宜, 这不好说。 反正不论如何, 腾达都是赚的那个, 即使双赢, 腾达也一定赢得更多。 再度把方案发给裴总, 这次很快就得到了肯定的答复。 答复之快, 让赵旭明很是怀疑, 裴总到底有没有认真看方案中的那些细节。 不过考虑到裴总天赋过人, 这个方案的大框架, 又是之前就去订好的。 裴总一目十行地看完, 倒也不奇怪。 赵旭明肯定也犯不着让裴总再多看一遍, 看看细节, 那不是脑子进水了吗? 他看了看时间, 还有一个多小时下班。 事不宜迟, 赶紧趁着这个机会, 先跟机家直播平台管事的副总沟通一下, 把这次合作的大框架给敲定了, 免得节外生枝。 据赵旭明所知, 机家直播平台明面上都在疯狂争抢 告给全球邀请赛的转播权, 甚至在谋求独播, 但背地里也都做了两手准备, 早就有拿不到GAG全球邀请赛转播权的预案。 毕竟这些平台抢得实在太激烈了, 万一有哪家平台真的很杂钱买了独播权, 那其他平台怎么办? 当然是要做好两手准备, 到时候才不至于抓下。 这个两手准备, 其实就是拿不到DAG全球邀请赛转播权之后的无奈之举, 只能是拿出一些资源给IOI那边的比赛。 两头总的顾一头, 这些直播平台要是连这个都不懂, 也很难搞到现在。 本来转播权如果正常卖的话, 这些平台做两手准备也就罢了, 赵旭明也管不着, 但现在方案已经发生了变化, 裴总的态度明显是我全都要。 赵旭明在具体推进方案时的手法, 自然也要发生一些变化。 他首先给狼牙直播的副总朱岩打了个电话, 赵总好啊, 转播权的事是不是有着落了? 朱岩的态度相当热情, 俩人很早就有合作, 只不过那时候赵旭明是在极力推销ICL联赛的国内转播权。 现在赵旭明的身份摇身一变, 变成了God的国父负责人, 对朱岩而言更是需要出好关系了。 虽说对赵总的高升很是费解, 但对于朱岩而言, 继续跟赵总打交道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毕竟俩人比较熟了, 跟赵总打交道, 总比跟裴总打交道让人心里踏实一点。 狼牙直播作为国内激烈竞争之后, 杀出来的两大平台之一, 又是以游戏业务起家的, 对God全球邀请赛的独播权自然是非常渴求的, 也是目前机家平台中最舍得出高价的。 狼牙直播的最高目标是拿到独播, 但这个难度有点高, 毕竟他们虽然有钱, 但也难以开出一个让腾达都无法拒绝的价码。 所以, 朱颜觉得更现实的情况是实现最低目标, 也就是拿到转播权就可以了。 但在拿到转播权的前提下, 如何能少花钱, 这是问题的关键。 赵旭明笑了笑, 朱总, 新的方案我已经发给你了, 这是裴总已经点头的方案, 如果你们那边莫问题, 那咱们就可以按这个来办了。 一听说是裴总点头的方案, 朱颜当时就打起精神来了。 裴总点头了, 这方案基本上八九不离十了, 不会再改。 没问题, 赵总明稍等。 朱颜立刻在手头的电脑上打开方案, 快速地扫了一眼。 而后, 朱颜的双眼睁圆了, 露出了惊讶的表情。 原本朱颜对于GOG全球邀请赛转播权的报价, 有一个很高的心理预期, 因为他就该值这魔多钱。 如果是一个不知名的小赛事, 那转播权其实有很大的弹性和可操作空间, 但GOG全球邀请赛可不一样。 不仅仅是因为去年的全球邀请赛非常成功, 也是因为GPL联赛以及世界各地的GOG联赛已经积累了大量的热度, 而这些热度都会在GOG全球邀请赛上爆发出来。 这个火爆程度, 完全是可预期的。 如果GOG的运营方不是腾达, 而是其他的公司, 此时应该会尽可能的抬价, 抬到各家直播平台所能承受的极限为止。 而这些直播平台还没有太好的办法, 只能砸锅卖铁地接受。 可现在看到的这个方案, 却让朱妍有些大跌眼镜, 深感意外。 首先是约定了一个极低的保底金额, 仅仅一千万而已。 这个保底金额, 别说是财大气粗的狼牙直播了, 随便拉出来一个小平台, 想挤出这个钱都不会很难。 毕竟GPL春季赛的转播权就已经一千二百万网上了。 当然, 有额外要求, 就是在保底之外, 还需要按照直播间的热度来额外算钱, 热度越高, 给钱就越多, 有一个具体的计算公式。 但热度这个东西, 它是会浮动变化的。 朱妍根据想中的热度估算了一下, 折出来的金额大概在三千五百万左右。 而朱妍的心理预期, 是转播权三千万到四千万, 独播权过亿。 而且她的心理预期, 是可以在稍微向上浮动一下的。 甚至还有更不要脸的选择, 就是自己降热度, 那抹给的钱也会相应减少。 因为方案上只看直播间最终展示给所有观众的热度, 对于直播平台自己改热度的事情, 只字未提。 在合同里没写清楚, 那就是留下了扯皮的空间。 赵总跟裴总肯定都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 那这意思, 其实就是在暗示, 这个不重要。 当然, 如果为了面子问题, 把热度搞得太高了, 那就得多花钱。 但不管怎么说, 决定权是在直播平台自己手里的, 想多花点, 想少花点, 自己是可以控制的。 不仅如此, 方案里还规定了, 可以用平台的推荐资源, 来折算这笔钱。 比如说, 原本按照热度算出来, 要给四千万, 一个首页, 推荐位置多少钱, 挂了几天, 这些钱都可以直接从四千万中抵扣掉。 当然, 这些推荐位的价值, 是由腾达那边说了算的, 是根据各家平台的流量热度, 大致推算出来的, 与这些推荐位真实的价值, 不会差很多。 但不管怎么说, 对朱妍来说, 自家平台的推荐位, 那都根本不算钱啊。 当然, 推荐位会影响整体的推荐资源安排, 推不好就等于损失了。 可在怎么说, 他也不如真金白银值钱。 朱妍把这个方案反复看了好几遍, 怎么看都觉得自己赚大发了, 有点难以理解。 裴总摇身, 已变成了戴善人。 这不能够啊, 不符合裴总的人设啊。 赵总自作主张, 那更不可能啊, 赵总更不是这样的人了。 而且, 赵总一开始就说了, 这是裴总点投过的。 朱妍有些惊讶地说道, 赵总, 这方案够敞亮啊。 我都有点不敢相信了。 这方案, 有什么讲究吗? 还请赵总明示。 方案太优渥, 以至于朱妍担心, 是不是有坑。 赵旭明笑了笑, 倒是没什么特别的意思。 这个方案呢, 一个, 是让大家在热度这块, 可以自由把握。 全球邀请赛, 毕竟是个很热闹的事情, 大家都能与陆君瞻, 一起沾沾喜气嘛。 另一个就是在推荐资源这块, 裴总是很重视的, 尤其是在对上IOI那边的时候。 你懂我意思吧? 赵旭明说的比较隐晦, 但朱妍还是很快就转过弯来了。 什么叫让大家都沾沾喜气? 其实就是说, 用这种办法, 把告给的转播全都卖给几家平台, 要拿到更多的热度。 维时摩提了一嘴IOI。 显然是在说, 裴总希望在各家直播平台拿到的推荐资源, 都能全面压过IOI那边。 综上所述, 裴总的意思其实很明确, 转播全这个钱, 我可以少收, 但Dog全球邀请赛的热度一定要拉满, 尤其是一定要碾压IOI全球总决赛那边的热度。 什么? 你说本来就碾压? 那怎么才能更碾压? 就得看大家的表现了。 朱妍心里有底了。 如果裴总别无所求, 就只是降价, 那会让朱妍觉得很奇怪。 但现在不奇怪了, 因为裴总放弃了一部分利益, 其实是有所求的, 只不过求的是热度, 求的是全面碾压IOI的全球总决赛, 给IOI最后一击中击。 那就好办了。 朱妍还真怕得罪了裴总, 毕竟他们这些直播平台都得指着裴总的游戏, 而且裴总这个人性格比较古怪, 谁也猜不透他的想法, 很多时候想合作也合作不到一起去。 像这种人, 能不得罪就不得罪, 处好关系是最重要的。 朱妍很快就有了决定。 宋福利, 去微信公众号书友大本营, 可以领888红包。 Gaog这边要推荐位, 给就是了。 反正IOI那边的转播权已经敲定下来了, 是明码标价买来的, 对推荐位方面没有任何的要求。 这些推荐位既然在Gaog这里能折钱, 那就多给Gaog堆一些。 对于直播平台来说, 这显然是个利益最大化的选择。 虽说莫买到独播, 而且其他平台也都能用白菜价买到转播权, 但对狼牙直播而言, 只要价格低, 那就一切好伤了。 裴总给到的这个价格, 是一个足以打消他们大部分不满情绪的价格, 甚至还得心存感激。 至于IOI那边会不会有意见? 首先, 直播平台跟IOI那边的转播权, 可没这磨多弯弯绕绕, 都是明码标价, 钱都给过了, 我安排什么推荐位, 你管得着吗? 其次, 龙宇集团那边对IOI国父的态度, 明显没有以前那么积极了, 听说龙宇集团在跟腾达合作开发游戏, 那边到底会不会因为这是生气, 这还不好说呢? 从腾达集团, 到各大直播平台, 再到龙宇集团, 估计对这件事情都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反应。 有反应的, 可能就是指头公司和达亚克集团了。 但那又如何? 这些直播平台, 也不会直接跟他们打交道。 所以, 根本没人在乎, IOI那边会不会有意见, 在热度和钱的双重因素之下, 多给Gog全球邀请赛推荐位, 这是一个必然的选择。 朱颜立刻说道, 明白了赵总, 推荐资源这款, 一定拉满。 别的平台我管不着, 但在我们狼牙直播, 保证观众第一眼看到的, 全都是Gog。 11月6日, 周二, 摩都, 龙宇集团。 克雷蒂安和金勇两个人, 也在忙着准备IOI全球总决赛的事情。 虽说这次IOI全球总决赛是在欧洲办, 但国内这边也还是有不少工作的, 比如国福开运营活动, 举办线下观赛活动, 跟各家直播平台沟通好赛事直播的事宜等等。 相对而言, 他们其实比艾瑞克和赵旭明更累。 因为赵旭明是直接向裴总汇报的, 很多事情可以自己拍板, 省掉了很多低效沟通的时间。 克雷蒂安和金勇这两个人则是要分别向指头公司、 龙宇集团乃至于达亚克集团汇报。 很多正常的方案也要走了流程才能通过。 有些方案只能稳妥地处理, 有些方案必须尽早完成。 此时, 俩人才刚刚忙完了手头的事情, 有机会稍微碰一碰。 克雷蒂安问道, 高克那边有没有什么新的消息? 金勇摇了摇头, 没听说。 克雷蒂安感慨道, 裴总是真沉得住气啊。 都到这个时候了, 还滴水不漏的, 漠一点消息传出来, 甚至听说连转播权的事情都还没有最终敲定。 总觉得, 这背后肯定有什么阴谋。 金勇宽慰道, 不一定也可能是裴总要忙的事情太多了, 暂时没顾得上高克的全球邀请赛。 克雷蒂安全然不幸, 那绝不可能。 谁忙不过来, 裴总也不可能忙不过来。 在任何情况下, 都绝对不能低估裴总, 否则就会承受最严重的后果。 这次我100%确定, 裴总会针对我们有大动作。 从高克全球邀请赛的这个时间安排上, 就能看得出来了。 去年, 高克全球邀请赛和IOI全球总决赛的时间是错开的。 高克是在9月开赛, 9月底就打完了。 而IOI则是在12月底开打, 打到1月底结束。 这两个大型赛事, 整整差了近三个月的时间。 其实原本纸托公司也是打算再久, 10月份左右半世界赛的, 但当时根本没考虑大操大半, 只是想着再找个一般的场馆随便搞搞。 万万没想到, GOG竟然搞出了这么大的阵仗。 于是指托公司这边将原本的规划全部推翻, 推迟之后将时间定在了12月底。 一方面, 准备时间更加充分才能办出更大的场面, 盖过GOG。 另一方面, 也是为了和GOG的全球邀请赛, 尽可能地错开时间, 避开后续热度的余温, 做出差异化。 事实证明, IOI的全球总决赛, 也确实达到了预期中的热度, 只不过大部分热度都被FV战队给, 最终引走了。 而今年的情况, 又不一样了。 对指托公司来说, 全球总决赛放到12月底, 才打, 实在是有点太晚了, 都打到明年1月份了。 这到底算是哪一年的全球总决赛啊? 所以, 今年的时间, 一定得提前。 9月, 10月, 11月, 这三个月是比较合适的, 最晚也不能拖到12月底。 他们倒是想快, 但毕竟全球总决赛之前, 还有各种地区赛事。 GAUK和IOI的情况差不多, 都是今年才开始布局全世界的其他地区, 所以, 各个赛区的起步时间参差不齐。 有些赛区开赛比较晚, 总不能把赛程砍掉一半吧。 强行压缩的话, 也不太好。 所以, 综合了一下各个赛区的时间, 最终将全球总决赛的时间定在了11月份。 等到了明年, 这个时间肯定还得努力往前掉, 掉到10月份左右, 是最佳的。 让指头公司感到意外的是, GAUK的全球邀请赛, 竟然也拖到这个时间了。 从表面上看, GAUK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就是需要等其他赛区的赛程。 但克雷蒂安觉得, 事情绝对没有这么简单。 故意排期排在一起, 这就是想让IoI死啊。 看起来裴总对GAUK和自家的全球邀请赛, 信心十足, 肯定是憋足了劲, 准备搞小动作。 所以, 克雷蒂安不敢怠慢, 一直观察。 但是观察了半天, 那边似乎也没有什么大动静, 尤其是国内这块的业务, 一直是风平浪静, 水波不星的。 从各家直播平台那边传来的消息来看, 竟然连GAUK世界赛的转播权 怎么卖都还没敲定。 这就有点迷幻了, 毕竟IoI这边早就已经跟各家直播平台谈妥了条件, 把IoI世界赛的转播权给卖了。 裴总到底是在等什么呢? 搞不清楚这一点, 克雷蒂安简直是寝食难安。 去年世界赛是他主办的, 裴总那些神出鬼没的手段, 让他现在想起来, 还觉得心有余悸。 今年世界赛虽然不是他主办了, 但却又让他回忆起了, 当初被裴总全面智商压制的恐惧。 一遇到稍微有点反常的事情, 就担心是不是裴总又在酝酿什么坏点子。 俩人正聊着, 突然, 金勇的手机响了, 他脸色稍微发生点变化, 起身到外面接了个电话。 过了一会儿之后, 金勇急匆匆地回来了。 出招了, 裴总出招了。 从直播平台那边传来的消息, 说是赵总昨天到今天一天的时间, 一口气跟国内十几家直播平台签了合同, 大大小小的直播平台全都算上了, 无意遗漏。 克雷蒂安一听, 眉头瞬间骤起。 看到没有, 这个就是腾达的笑脸。 连赵总这种人, 到了腾达, 竟然也变得如此高效。 实在是让人惊讶。 这也更加坐实了之前克雷蒂安等人的想法。 腾达一直拖着, 显然不是因为裴总忙得顾不过来了, 而是在暗戳戳地酝酿着什么, 等待着合适的时机。 否则, 不会这么雷厉风行。 金勇继续说道, 更可怕的是, 腾达跟这些直播平台的签约条件很奇怪, 是允许这些直播平台用平台上的推荐资源来折算转播全收费的。 克雷蒂安愣住了, 还能这样? 他没去, 多问消息来源是否准确, 因为大概率不会错。 龙语集团在国内还是有一定影响力的, 有自己的消息渠道。 而且, 这次腾达大张旗鼓的找这么多家直播平台签约, 没法保密, 也明显没打算保密。 当然, 合同内容本身是保密的, 金勇和克雷蒂安看不到合同的具体细节, 但大致的内容只要口述一下就能了解个大概。 克雷蒂安有点坐不住了, 站起身来走了两圈。 裴总这招, 还是一如既往的阴险啊。 后果可以想见, 肯定是其他平台会把大部分的平台、 宣传资源全都砸给GOG, 在各大平台首页上。 这两个世界赛所占的版面一定会出现巨大的差异。 这是杀人诛心啊。 关键是我们似乎什么都做不了。 我们跟各家直播平台的合同已经签了, 签的事情都已经说好了, 压根媒体推荐位的事情。 现在想要补充协议, 怕是也很难了。 克雷蒂安跟金勇俩人全都束手无策, 因为IOI跟各家直播平台早就签了, 而签的时候, 他们压根就没考虑过推荐位的事情。 这些直播平台的直播权都是花钱买的, 怎么也得给点差不多的推荐位吧? 否则那不是花钱买寂寞吗? 虽说有GOG的全球邀请赛, 但直播平台上的推荐位有那么多呢? 克雷蒂安当时想的是, 这么多推荐位, 哪怕最好的全都给到GOG那边, 给IOI留一些刺意等等, 也就差不多了。 就比如首页的滚动横幅, 你一页我一页, 虽说你在前面略胜一筹, 但总体来说, 我们面子上也算是过得去。 给大家发红包? 现在到微信公众号, 书有大本营, 可以领红包。 但裴总这么一搞, 可就不是你一页我一页的事情了。 到时候, 滚动横幅直接取消, 全都放GOG全球邀请赛的宣传物料都有可能。 毕竟推荐力度越大, 折钱就越多。 这些直播平台虽然也花钱买了IOI的转播权, 可钱毕竟已经花出去了, 那像GOG这边一样, 还能再把钱抠出来点。 金勇说道, 裴总这, 显然是一直在等, 等我们跟其他直播平台, 全都签约完成, 没法再改了之后, 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跟这些平台签这个合约, 直接堵死了我们的后路啊。 俩人一顿分析之后, 相顾无言。 克雷蒂安试探着问道, 能不能去跟这些直播平台谈一谈? 腾达跟他们的协议里, 不是也莫强制要求, 必须要多少推荐位吗? 金勇摇了摇头, 够枪? 确实没强制要求, 但多少推荐位换多少钱, 这可都是明码标价的。 在这方面, 裴总肯定不可能吝啬。 而IOI跟直播平台的合同已经签了, 给不给推荐位, 虽然对直播平台而言会有一定的影响, 但怎么想都跟真金白银没法比。 总不能由IOI这边贴钱给直播平台, 让他们放弃裴总承诺的这笔钱吧。 这钱谁出? 龙宇集团出, 还是达亚克集团出? 谁出都不现实啊。 关键是, IOI转播权已经卖出去了, 拿到手的钱, 就因为裴总振磨一狗, 就要再吐出来。 怕是想太多。 关键这是, 克雷迪安跟金勇说了都不算。 而且, 他们也很清楚, 哪怕汇报了这个情况, 给出了建议, 多半也是石沉大海, 高层绝对不会采纳。 涉及到花冤望前的事情, 高层要是能通过, 那才有鬼了。 裴总这一出手, 又是准确地打在IOI的死穴。 11月7日, 周三, 孟畅坐在自己的工位上, 正在绞尽脑汁地想宣传方案的事情。 之前他已经大致找到了方向, 但具体的细节捋了一天多, 还是没有捋清楚。 关键还是对这一行不大了解。 孟畅从刚毕业开始, 就比较顺风顺水, 起薪很高, 所以租房子, 也都是直接找那重价格很高的高档小区, 基本上莫被中介坑过。 遇到不靠谱的中介, 毕竟是个概率事件, 钱越多的人越不容易遇到。 而且, 即使是被中介坑过的人, 也不见得就能满足孟畅现在的要求。 所谓的被坑, 无非就是被中介巧舌如簧地忽悠着, 租了一套自己并不满意的房子, 或者是中介之前满嘴跑火车给出的承诺, 签了合同, 就全都不认了, 或者是房子租到一半, 出现问题, 互相扯皮等等。 光是这些, 还不足以支撑孟畅拍出来这个宣传片。 孟畅要的效果是, 从表面上来看, 这个宣传片一切正常, 但细品味道不对劲。 可要说味道不对吧? 等过段时间回过头来一看, 又觉得这个片子莫问题。 只有这样, 才能完成陪世轩传法的要求。 但很显然, 这个难度还是有的。 如果没有深刻理解的话, 这其中的度, 是很难把握的。 孟畅自己肯定是不行, 他又问了问广告营销部的几个同事, 基本上也都没有得到想要的答案。 因为腾达的员工福利待遇太好了, 刚入职的新员工, 有树栏公寓的员工宿舍可以住, 入职一段时间的, 经济条件也都变好了, 大部分都选择了自己买房子。 顶多就是在入职腾达之前, 可能被其他不靠谱的小中介, 坑过纳摹一两次。 但这, 显然是远远不够的。 孟畅需要这样一个人, 他必须对这一行业, 了解比较深入, 能深挖出这一行业被人讨厌的本质, 并且对一些细节非常熟悉。 只有这样, 宣传片拍出来, 才能达到孟畅想要的效果。 在本部门寻找畏果之后, 孟畅将目标投向了负责人群。 在腾达, 如果遇到了自己部门解决不了的问题, 那就向其他部门寻求帮助, 往往都能得到其他部门的权利配合和大力支持。 只要部门联动, 就很少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孟畅也是深谙辞道, 立刻在部门负责人群里面发了条消息。 各位, 广告营销部这边的新方案遇到一点困难, 需要大家的帮忙。 大家帮忙打听一下, 部门里有没有对租房中介这个职业特别了解, 或者曾经亲自从事租房中介之类工作的人。 如果有的话, 我希望能深入地聊一聊。 这个非常重要, 感谢大家的帮忙。 不得不说, 腾达的这个部门负责人群还是很活跃的, 大家也都很热心肠。 孟畅这条消息发出后不久, 就收到了不少的回复。 张元, 问了, 我们部门没有。 马一群, 我们这边大部分都是直接叫招的, 没有。 于非, 我们这倒是有曾经租房被坑过的, 但要说深入了解, 甚至是在中介这一行干过的, 没有。 梁清帆, 树懒公寓这边倒是有类似的职务, 但跟你的需求应该完全对不上。 给大家发红包? 现在到微信公众号, 书有大本营, 可以领红包。 负责人们纷纷回复, 全都给出了否定的答案。 要单纯说是租房被坑过的, 那可能还比较多, 但深入了解, 那就太难了。 因为腾达这家公司整体的发展是比较顺风顺水的, 前期进来的老员工就不说了, 后期进来的大部分都是经过考试和层层选拔, 能力都很强, 跟梦畅需求的这类人没有什么交集。 树懒公寓跟租房沾边, 但谁都知道, 树懒公寓的模式跟传统的租房中介, 那完全是两回事。 还有一些负责人末发话, 是部门的代理负责人回复的。 毕竟这些负责人们还在神农架受苦, 没法回复。 梦畅有点忧伤, 他没想到竟然在这一步给卡住了。 难不成到公司外边, 找个租房中介了解了解情况? 但公司外边的人不一定信得过, 配合不一定默契, 保密工作可能也是个问题。 最好还是从公司内部找到这个人选。 正纠结着, 有人回复了。 田墨, 我倒是干过一段时间的租房中介, 只不过, 我觉得自己算不上是个称职的中介, 不知道符不符合你的需求。 梦畅不由的眼前一亮。 田墨, 这好像是销售部门的负责人啊。 广告营销部和销售部门, 这俩部门的性质有些类似, 倒是可以多清净清净, 以后才好配合。 田墨之前在租房中介干过, 那可太好了。 能在腾达当上销售部门负责人, 怎么可能会是一个不称职的中介呢? 这肯定合适啊。 孟畅立刻回复, 莫问铁, 你现在在哪儿? 我过去找你。 群里有人问道, 田墨似乎是在魔都吧? 田墨, 前天刚回到荆州, 这边有点事情需要处理一下, 现在就在体验店里。 孟畅很高兴, 那正好啊, 你稍等一会儿, 我马上过去。 半个多小时之后, 孟畅来到腾达体验店, 找到田墨。 田墨之前从裴总那边接到命令, 要把体验店开到全国的超一线城市, 帝都, 魔都, 阳城各开一家。 要求很宽松, 到明年二月份之前, 开起来一家店就行了。 其实, 田墨可以选择两家店一起准备, 但又觉得那样比较冒险, 所以, 还是先选择了魔都。 毕竟魔都算是经济中心, 经济发达, 也有摸鱼网咖, 逆风物流, 托管健身房等实体产业的前期铺垫, 筹建这个体验店可以从其他部门那边获得一定的支持。 田墨的态度是积极筹备, 留足提前量, 不求很快地把店给开起来, 但求稳妥。 而荆州这边的体验店虽然交给庄栋负责了, 但田墨对自己这个好兄弟还是有点不放心的, 隔三差五地就回荆州一趟, 确保荆州这边体验店不出问题, 顺便也回家看看父母。 毕竟荆州这边的体验店才是大本营, 以后的销售人员全都得从这边抽掉。 这次回荆州, 正好赶上孟畅这个市了。 孟畅跟田墨两个人并没有到体验店里, 而是选择在对面的远大天地商场里找了个咖啡厅, 选了个靠窗的位置边喝咖啡边聊。 因为体验店的人太多了, 很难安静地聊事。 孟畅不由地感慨, 体验店开了这磨长时间了, 竟然还这磨火爆。 按理说, 体验店不可能一直火爆, 顶多也就是出新品的时候火爆一下。 平时的人流量应该逐渐趋于平稳才对。 可近期, 腾达并没有什么新品推出, 各个部门都处于憋大招的状态, 体验店竟然还是继续爆满, 这就有点离谱了。 到底是多受欢迎? 田墨笑了笑, 这主要是因为选址的问题了。 因为体验店对面就是GPL比赛的场馆, 从全国各地来看比赛的观众, 看比赛之余都会到体验店里转一转, 所以, 人流量一直维持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 孟畅问道, 但是最近应该没有GPL的比赛了吧? 全球邀请赛, 似乎快要开打了。 田墨点点头, 确实没有GPL的比赛了, 但有线下观赛活动啊。 这次电竞事业部那边提前打过招呼了, 在很多地方都安排了线下观赛活动, 让去不了欧洲的观众也能感受到这种现场观赛的氛围。 GPL场馆, 体验店外面的大屏幕, 还有包括神华影视的电影院在内的一些院线, 全都组织了线下观赛活动。 这块屏最大, 外面的广场能容纳的人也很多, 当然是线下观赛的重要地点。 孟畅点点头, 再次认识到了腾达各部门联动的威力。 Gog即使是到国外去办全球邀请赛, 在国内的热度也丝毫不减, 这都得归功于裴总打下的深厚基础。 简单寒暄了几句之后, 双方进入正题。 孟畅把自己的需求简单介绍一番, 大意就是, 需要了解一下租房中介最讨人烦的地方到底在哪。 他要想办法把这些内容融入到宣传片里面。 要拍出明包暗扁的效果, 还得留下另外的解读角度, 方便以后反转。 这个要求其实很复杂, 可以说是一波三折, 任何一个细节出了问题, 都会导致整个宣传方案的彻底跑偏。 跑偏了, 这宣传方案自然也就失败了。 听完了孟畅的要求, 甜莫不由的眉头微皱, 面色凝重。 要求竟然这么高? 我之前只能算是一个最别角的租房中介, 一共就弹成了俩单子。 其中一个单子是运气好, 另一个单子是别人让给我的。 孟畅有点意外, 啊? 不能够吧? 你不是腾达销售部门的负责人吗? 堂堂销售部门负责人, 之前做租房中介的时候, 只弹成了两个单子。 你该不会只干了半天就走人了吧? 孟畅问道, 甜莫有些惭愧地摇了摇头, 不, 实际上我干了一个多月。 我很内向, 当时连说话都说不利索, 当然谈不成单子。 我之所以现在能坐这个位置, 全靠裴总的发掘和培养。 要是没有裴总, 我现在多半还在大街上发传单。 嗯, 也有可能因为传单发不出去, 被吵了。 孟畅听得一愣一愣的。 好家伙, 发传单还能被吵? 那得是多离谱的事情。 他第一反应, 是甜莫在谦虚, 但看甜莫这个表情, 似乎也不像啊。 说得真心实意的。 更何况这种事情, 有什么谦虚的必要吗? 这事要是真的, 那可不得了。 按照甜莫所说, 他之前是在大街上发传单的, 而且坐过一个月中介, 一共签了两个单, 一个是运气, 另一个是别人帮忙。 这种人, 裴总竟然都能发掘出来, 应给培养成销售部门负责人。 要么就是裴总会掩食人, 一眼就看到了他的潜力。 要么就是裴总教导友方, 硬生生把石头打磨成了蒲玉。 不管是哪种可能性, 这可都够吓人的。 孟昌并没有因为甜莫说的话而轻视他, 反而更重视了。 不管甜莫之前怎么样, 但能被裴总亲自发掘的人才, 那肯定是有不同反响的地方。 而且, 甜莫对租房中介这个职业的了解, 到底深不深刻, 能不能给到孟昌想要的答案, 还得聊了之后才知道。 孟昌决定进入正题, 那么, 你对租房中介这个职业, 有什么看法吗? 比如说, 现在大家普遍对这个职业存在一定的成见, 你觉得到底是人的问题, 还是公司的问题, 或者说是整个行业的问题? 甜莫喝了口咖啡, 考虑片刻之后说道, 其实, 如果你是在我做中介的时候, 问我这个问题, 我肯定是答不上来的。 因为那时候, 我什么都不懂, 很多事情哪怕看到了, 也没法去分析。 但是, 在腾达这边做了一段时间销售部门的负责人之后, 在裴总的言传身教之下, 我突然有了一些感悟。 在回首看我之前做中介的那段经历, 突然有了一些新的看法。 梦畅不由的眼前一亮, 这是什么? 这就是一通百通啊! 原本的甜莫, 只能算是一个很别角的租房中介。 一个月只签了两个单子, 要说这不是能力不行, 而是太有良心, 那也不可能啊。 看到此消息的, 都能领现金。 方法, 关注微信公众号, 书友大本营。 但现在, 甜莫能在腾达的销售部门 做得风生水起, 备受好评, 显然是得到了裴总的真传, 开悟了。 销售部门的工作性质都是差不多的。 已经开悟的甜莫 在回首去看自己之前的经历, 自然会获得一些新的启发。 尤其是把在腾达工作的经历 和当初在中介门店工作的经历一对比, 自然就会看出区别。 梦畅突然很期待 甜莫接下来要说的内容了。 甜莫稍微斟酌了一下之后说道, 裴总传授给我的销售方法, 其实是最理想状态下的方法。 腾达有最优秀的产品, 而我作为销售, 只要如实地向顾客介绍产品, 以成代人, 自然就会给顾客留下一个很好的印象。 无形中建立一种信任。 对销售的信任, 加上产品本身的优秀, 自然不愁销路, 以成代人, 忠心服务。 这是裴总传授给我的销售之道。 但我将这种销售的办法, 带入到之前从事的中介工作中, 却发现根本就行不通, 甚至是格格不入的。 现在回想起来, 一些租房中介之所以招人烦, 既有从业人员素质参差不齐的原因, 也有中介公司逐利的原因, 还有整个行业特殊性的原因。 梦畅高兴地点点头, 一边拿小本子记录, 一边说道, 我们有的是时间, 不着急, 你慢慢说。 田莫继续说道, 大部分人对各种销售和中介留下的坏印象, 都是跟具体的某个人打交道时留下的。 类似职业的招聘要求比较低, 尤其是一些小黑中介的从业人员, 素质更是参差不齐, 所以很容易给人留下坏印象。 但究其根源, 我觉得还是从上到下, 从行业到公司的问题, 最后才反映在某个具体的人身上。 招聘要求比较低, 不一定招到的人, 素质就不高。 我学历也很低, 在普通的中介公司混不下去, 但到了腾达, 却也做得不错。 可见很多时候不是人的问题, 而是行业, 是公司的问题。 环境对人造成了错误的诱导, 个体又难以改变整个大环境, 久而久之, 就变成了现在的状态, 一滩浑水, 没有人能独善其身。 梦畅点点头, 那你觉得, 大家对这个行业有偏见的根源是什么呢? 田莫想了想, 是他的运作模式。 刚开始, 我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但跟腾达对比了一下, 我明白了, 腾达的销售, 跟一些小中介公司的中介, 表面上看起来是同一种性质的工作, 实际上, 压根没有共性。 腾达的销售, 是服务性质的, 是锦上添花。 我们的工作, 是在产品过硬的前提下, 向顾客客观地介绍产品的优缺点, 而顾客是否要购买, 完全取决于顾客的自主意愿。 但其他公司的中介, 销售, 则不是这样。 他们的工作是诱导性质的, 是雪中送善。 不是雪中送炭, 是雪中送善。 他们是努力地诱导, 扭曲顾客的需求, 在顾客急需某种东西的时候, 通过话术和一些其他的办法, 让顾客相信, 眼前的这种东西, 就是他们需要的东西, 从而促成交易。 顾客需要的是雪中送炭, 但销售却努力把扇子卖给顾客。 就像很多房产中介会在网上挂假照片, 或者挂实际上不存在的房源信息。 顾客看到之后, 觉得这个房子不错, 打电话问, 中介会说, 这个房源还在, 你来我带你看房子。 等顾客来了, 中介就把他带到另一处房子, 说之前, 看的那套房子刚被订走了, 但正好有一套差不多的。 顾客来都来了, 也只能跟着去看。 所谓的差不多, 实际上却差了十万八千里。 很多中介就是用这种办法促成交易, 想办法把那些装修破的, 环境差的房子, 推销给顾客。 这是一种相当常见的办法, 甚至都快变成主流, 顾客根本无法确定, 自己在网站上看到的照片, 是不是真是房源的照片, 甚至大概率不是。 通过隐瞒, 欺骗的方式促成交易, 顾客被坑一次之后, 自然就会常记性, 不想再被坑第二次, 坏印象自然也就形成了。 梦唱点点头, 嗯, 这个说法我听过, 确实很欺人。 那这一点, 到底应该归结到员工头上, 还是该归结到公司头上, 还是该归结到行业头上。 田莫说道, 我觉得, 还是应该归结到行业和公司头上。 在裴总看来, 中介和销售, 应该是服务性质的行业。 很多的租房中介公司, 主要的工作内容, 应该是服务租客, 满足租客的需求, 向他们提供优质的房源, 和良好的保障服务, 由此抽取用金。 但现在的很多公司, 比如住家集团, 他们的工作性质, 已经不再是服务提供商, 而是中间商。 通过铺门店的方式, 垄断周围的房源, 房东挂了信息, 就让中介不停打电话, 把房源抢到自己手上。 普通的租客联系不到房东, 只能被迫找到中介公司, 从中介手里租房子。 然后, 中介公司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 或哄或骗地跟租客签合同。 从服务者, 摇身已变成了租客的主人。 甚至对房东压价, 对租客涨价, 最大化地赚取利润。 表面上是在服务, 实际上提供的服务, 跟实际的价值根本不成正比。 本质上是用行业垄断, 人为制造的信息差, 隔绝开真正的需求方, 也就是房东与租客, 从而让自己变成两头翅的中间商。 而一旦发生了这种性质上的变化, 从服务性质变成了中间商性质。 纳摩这些公司为了更多的赚钱, 自然而然地, 就会催生出各种各样的骚操作。 就像我之前说的, 通过假房源把顾客骗来, 给房子打隔断, 租给很多人, 用劣质材料装修高价出租, 甚至对尝试绕开中介的顾客进行恐吓, 勒索, 各种手段层出不穷。 虽然因公司的不同, 手段也有差别, 大公司相对顾及脸面, 而小公司毫无底线, 但归根结底, 都是因为他们的性质, 早就不再是服务行业, 而变成了不择手段垄断渠道的中间商。 而这些骚操作归根结底, 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无所不用其极地多赚钱, 甚至连忽悠租客去签贷款协议, 再用贷款去垄断房源, 完全不顾后果的这种绝户计, 都想出来了, 也做出来了。 很多人为什么都说这些公司吸血, 就是因为他们提供的服务, 完全配不上他们实际攫取的利润。 行业如此, 公司如此, 底下的员工, 自然也只能无所不用其极地追求利润, 追求提成, 于是就变成了现在的这个样子。 要说真正的始作俑者, 应该就是最早将中介业务的性质, 从服务, 转变成中间商的那位商业奇才。 很多人钱的事情, 表面上是在开创新的商业模式, 实际上却是在往锅里掺老鼠时, 把整个行业给搅的乌烟瘴气, 赚黑心钱。 而裴总一直在做的事情, 则恰好相反, 他一直在努力地, 用一种新的商业模式, 取代目前占据主流的, 畸形的, 扭曲的商业模式, 让这些行业回到他们本来就应有的状态。 孟畅一边快速记录, 一边频频点头, 听完田莫的这番话, 他觉得自己真是找对人了。 编辟入里, 一针见血。 确实, 很多人对中介的坏印象, 可能是来自于某个素质不高的中介。 但这种现象的源头, 实际上是整个大型公司, 乃至于整个行业从根子上就出了问题。 当一家公司的性质, 从根本上发生改变的时候, 他的每一名员工, 不论自愿与否, 不论是迫不得已, 还是因为提成而主动去做这些事情, 结果都不会有什么区别了。 甚至很多时候, 会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 公司要的是不择手段赚取利益的工具人, 连房东和租客都在想办法压榨, 更别说自己手下的员工了。 而在这种情况下, 很多人干不来这种工作, 不断换血之后, 留下来的人自然也都被同化了。 孟昌又问道, 长久来看, 这种模式一直持续下去, 肯定会因为负面口碑的过度积累, 对公司造成伤害吧? 难道这些公司, 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 田莫说道, 当然考虑过, 但他们是绝对不会放弃这种商业模式的, 他们会采用另外的一种办法。 孟昌, 什么办法? 田莫没有直接回答, 而是反问道, 你知不知道快递公司和外卖平台的做法? 四个字, 转移矛盾。 孟昌想了想, 我隐约能猜到一点。 田莫解释道, 其实快递公司和外卖平台, 实际上也在从服务方向中间商靠拢, 只不过相对而言, 比租房中介这个行业的情况要好一些, 收敛一些。 很多时候, 为了赚取利润, 快递公司和外卖平台也会去缩减服务。 比如, 让快递员不要把每一件快递都送货上门, 而是全都扔到小区的快递柜。 原本三个人都活现在, 两个人就能干完, 这样就能省掉一个人的工资。 外卖平台也是一样, 给外卖员多派单, 各种单子强行堆上去, 让这些外卖员不得不闯红灯, 赶时间的送, 一边提高快递费, 一边降低每单外卖给快递员的提成, 从中挤出利润。 他们的行为, 自然会造成服务的下降, 造成顾客的不满。 而这时候, 他们就会用一种叫做转移矛盾的做法。 让顾客投诉快递员, 或者外卖员, 投诉之后, 就重罚, 扣钱。 很多快递员和外卖员, 就会因此把怒火发现到顾客头上, 会觉得我每天辛辛苦苦的工作。 结果因为你的一个举报, 我一天的工钱就没了, 由此计划顾客和快递员或外卖员的矛盾。 然后再去舆论造势, 说快递员和外卖员每天工作多么辛苦, 多么不容易, 让大家多多体谅。 呼吁顾客, 外卖送晚了, 也不要生气, 多等等, 尽量别投诉。 因为一投诉, 小哥可能一天就白干了。 快递没送到家门口, 也多体谅, 自己去快递跪取一下。 很多人心一软, 也就不会在这个问题上叫真了。 但这其实正中了圈套。 顾客投诉的根本原因在于服务变差, 花了钱没有买到相应的服务。 而服务变差的根本原因在于平台在榨取利润。 可平台却通过重罚快递员或者外卖员, 将这种矛盾转移到了顾客和底层员工身上, 自己反而能抽身离开, 置身室外。 在呼吁大家对快递员和外卖员多多体谅的同时, 完全隐去了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是平台的剥削这一事实。 孟畅频频点头, 申表赞同。 这些事情他虽然了解不深, 但也早就有所耳闻。 孟畅是个聪明人, 很多道理一点就透, 更何况这并不是什么复杂的道理, 早就有很多人讨论过, 只不过无论讨论多少遍, 也无法改变现实而已。 他想了想, 说道, 所以, 中介公司用的是差不多的办法。 通过不断宣传中介们多么辛苦, 强调中介实际上东跑西跑, 为顾客提供了价值, 实际上, 租客就应该为服务掏钱。 实际上却完全回避了自己作为中间商垄断房源, 垄断市场的事实将矛盾转移到租客, 房东和中介的身上, 从而让自己能够置身事外。 很多新闻都在说, 租客奇葩在房子里面乱搞, 房东奇葩为了多收房租频繁涨价, 中介奇葩素质参差不齐, 乱象丛生。 可最奇葩的, 恰恰是中介公司, 只不过公司把自己摘干净了, 用一些极端的个例, 把目光全都引导到了租客, 房东和中介的身上。 田墨点点头, 这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但却可以巧妙地化解舆论危机。 被误导的人, 往往会有两种反应。 第一种, 是将怒火转移到做房产中介的这群人身上, 认为是他们素质不行, 坑蒙拐骗, 无恶不作。 而另一种, 则是对辛苦谋生的中介充满同情, 认为他们, 这魔作也是为了生计, 迫不得已, 选择体谅。 可他们恰恰忽略了, 实际上造成这一切的罪魁祸首, 就是那些呼吁给快递小哥, 外卖小哥, 中介多一点体谅的平台, 他们一边两头吃, 疯狂压榨, 一边又呼吁双方互相体谅, 因为, 只要双方互相体谅了, 平台的压榨, 就不会有人再提起了。 梦畅快速计下, 然后不由地感慨, 说得太好了。 我现在怀疑, 你之前一个月, 做成两单的真实性了。 你根本一点都不笨, 反而非常聪明啊。 一般人能想到这些, 就你这个脑子, 怎么会沦落到区发传单? 梦畅确定了, 裴总的眼光, 果然是墨问题的, 这个田墨完全配得上销售部门负责人的位置。 不说别的, 他对这种传统商业模式的理解, 以及对裴总精神的把握, 就足够负责人的级别。 但这也让他感到有些奇怪, 这样的人才, 怎么会在发传单的时候, 被裴总发掘出来呢? 有这个脑子, 钱点什么不能糊口? 至于去发传单吗? 田墨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哎, 说起来你可能不信, 我这也算是在裴总的引导下, 开悟了。 当然, 我也不是一下子悟到这些道理的。 本来我是处于一种浑浑噩噩的状态, 我去做中介, 也是别人说什么, 我就听什么。 那些老员工告诉我, 应该这模作, 应该那模作, 把他们工作中的一些窍门告诉我, 让我学着满嘴跑火车, 学着用这些窍门去签单子。 我学了, 但怎么都学不会。 我知道说谎话, 也许能把单子签了, 可我就是开不了口。 我一直很羞愧, 觉得这是我自己的问题, 是我太笨了, 干时模都干不好。 明明是这模简单的工作, 明明别人都已经告诉我, 应该怎么做了。 我却连照做都做不到。 我告诉自己, 工作就是这样的, 潜规则就是这样的, 也许他们, 就是这个社会运作的规律, 我得去适应, 可不论我怎么努力, 就是适应不了, 也接受不了。 我不断地被打击, 一直在怀疑自己, 根本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但就在这个时候, 裴总出现了。 裴总不仅仅是, 给我提供了一份工作, 通过这种认可, 让我树立了自信心。 更重要的是, 裴总向我展示了什么, 才是正确的销售。 腾达体验点的透明服务, 大获成功, 让我意识到了, 可能我没问题。 有问题的是他们, 是这个行业。 我之前有多羞愧, 有多自责, 之后回想起来, 就有多不敢。 于是我就反复地想, 问题到底在哪? 我在网上看了很多专业大佬, 对这些行业的分析, 也将这些行业的情况, 跟腾达的情况, 做了反复地对比。 我不是个聪明人, 口才也不好, 但我这个人比较较真, 想不通的问题就一直想, 总有一天会想通。 梦畅点点头, 确实, 如果换他是田墨, 他还真不见得, 能想通这些问题。 倒不是说他笨, 关键是他没有这个机会和动机去想。 首先, 他不可能沦落到, 去做中介和发传单。 宋福利, 去微信公众号, 书有大本营, 可以领888红包。 其次, 就算他真的去做中介, 也会很快认可并, 接受这种工作模式, 融入进去, 甚至成为中介门店的销冠。 如果不是田墨恰好性格如此, 恰好在找工作的时候, 处处碰壁, 又恰好遇到了裴总, 获得了正确的引导, 他也不可能去想这些问题。 难道说, 这也是在裴总计划之内的? 裴总从田墨身上看到了这种一根筋的特质, 看出了他不适合传统意义上的销售, 却完全符合腾达对销售职位的要求, 所以才破格提拔, 让他担任销售部门的负责人, 并将自己在销售方面的爵士武功, 倾囊相授。 嗯, 有这种可能。 裴总对人性的洞悉, 可不是一般人能理解的。 孟畅总有种被裴总从里到外完全看穿的感觉, 连他这种心思深沉的演技派都能被裴总看穿, 更何况是田墨这种心思单纯的人呢。 而且, 裴总选中田墨, 从表面上看是一种偶然, 实则却是一种必然。 像田墨这样的人, 肯定不止一个, 裴总没有发掘出田墨, 自然也会发掘出另一个人将自己的理念传递下去。 甚至, 孟畅有一种感觉, 自己在某些方面, 是远不如田墨的。 这种想法, 在他自己看来都觉得很荒诞, 因为孟畅不论是做打工人, 还是片投资人。 哦不, 创业都认为自己是最顶尖的。 但也可能正是因为他什么都能做好, 也一直为成功论。 所以有时候自然而然的就走到错误的道路上去了。 也许, 第一个想出把服务商变成中间商的那位商业奇才, 就是孟畅这种人呢。 人聪明, 当然是好事。 可如果聪明用错了地方, 走的路走错了, 那聪明也只会让人越走越远, 越走越歪。 孟畅看着小本子上记录的内容, 心情复杂, 甚至莫名地感到了有些羞愧。 太感谢了。 这些内容对我非常有启发, 我大概已经想好这个宣传方案, 应该怎么去做了。 孟畅的这个方案, 实际上是要在普通的中介公司, 以及真正正确的行业标准之间, 反复横跳, 引发争议, 引发重视, 最终才能完成陪式宣传法, 在为自己拿到提成的同时, 也为房产中介模拟器的宣传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 而这种反复横跳, 必须建立在对双方深入了解的基础上, 否则就很容易跳出问题, 引火烧身。 田墨的这一通分析, 实际上为孟畅提供了理论支持, 也让他想到了一个很完美的切入点。 田墨赶忙摆了摆手, 这都是举手之劳, 在腾达就是要互相帮助吗? 其实我也是偶然间有一些感悟, 跟你分享一下, 能帮上忙当然好。 孟畅, 咱俩一个是广告营销部, 一个是销售部, 以后免不了有合作的机会, 以后得多聊聊。 田墨点点头, 当然, 没问题。 孟畅有些感慨, 原本他这种聪明人和田墨这种笨人之间, 是不应该有任何交集的。 但在腾达, 孟畅却觉得, 田墨身上有很多值得自己学习的地方, 甚至裴总的某些理念, 是他自己学不到, 而田墨可以学到的。 俩人聊完了, 各自站起身来, 准备离开。 孟畅突然想到一件事情, 赶忙说道, 稍等, 还有一件事情。 我突然想起来, 宣传片的主角还默定。 田墨有些意外, 有点不懂, 孟畅为什么要跟自己说这个事, 宣传片的主角。 请个明星啥的吧? 这我肯定帮不上忙了。 孟畅摇了摇头, 刚开始我确实是打算请个明星的, 但跟你聊完了之后, 突然意识到, 不合适。 具体解释起来比较麻烦, 但明星在很多方面, 都不符合我的需求。 我现在需要一个形象气质上架的人, 但又到不了明星那种程度, 最好是普通人中比较接地气的形象, 但看起来又比较积极, 阳光, 正面, 男女均可。 如果真的有过类似行业的从业经验, 能够在拍摄过程中把握一些情绪上细节, 努力地表现出一种真实感, 那就更好了。 用明星拍这个宣传片, 那绝对是不符合孟畅要求的。 因为, 孟畅要的是争议, 是真实感, 还要给以后留下足够反转的余地。 用明星, 一来是初期热度太高, 二来后期反转也难。 因为用了明星, 自然给人留下一种, 这是一个非常正经的商业宣传片的印象。 以后再想从多重角度解释这个宣传片的内涵, 就很难了。 孟畅需要的是真实感, 是接地气, 这样拍出来的片子才能更接近现实的情况, 未来才能用很多的角度去解读, 陪逝宣传法完成起来才圆满。 而且, 形象不能太好, 演技也不能太好。 如果形象好, 演技好, 那很容易真的把观众给感动了。 孟畅要达到的结果是, 让观众的感动留有余地, 这样才会有人质疑, 才会看出这种感动背后的问题。 所以, 这宣传片得七分针, 三分假, 演技不能太优秀, 否则会让平衡被打破, 导致方向跑偏。 但这些不太好跟田墨解释, 即使解释了, 田墨估计也不懂。 毕竟陪适宣传法是一门非常特别, 又非常深奥的学问, 可不是三言两语就能概括的。 孟畅自己学了这么久, 尚且只是学了一个皮毛, 更何况是田墨。 不过还好, 田墨并没有刨根问底的习惯, 而是按照孟畅的要求, 认真思考起来。 要这么说的话, 我这还真有一个人选, 似乎符合你的要求。 你选记不记得我之前在中介门店的时候, 有两单生意, 其中一单是同事让给我的。 之前有个姐姐在那边给我很多照顾, 尝得虽然算不上特别漂亮, 但也是阳光, 开朗, 可爱型的。 最近我才刚跟她联系上, 她现在, 也不在那家中介门店干了。 我正想着, 把她挖到销售部门来。 田墨一边说着, 一边找出照片, 来给孟畅看。 孟畅扫了一眼照片, 立刻点头, 可以啊。 我回去准备准备, 立刻安排开派。 田墨把联系方式发给孟畅, 她叫丁熙遥, 我跟她说一声, 回头你, 直接联系她就好了。 销售部这边, 还没有正式给她安排工作。 其实田墨一直记着丁熙遥, 之所以直到现在才想着联系, 主要是之前, 没有太好的机会。 刚开始的时候, 她自己这个销售部负责人, 干得都有点玄乎, 感觉随时可能被炒鱿鱼, 每天的工作都充满着不真实感。 所以, 也不太好去拉别人下水。 她那些好哥们钱的工作都很差, 所以田墨去拉人, 完全没有任何的负担。 但丁熙遥在房产中介这一行干得还挺好的, 比较受欢迎, 田墨也不好贸然地去挖人。 后来田墨自己手头的工作也很多, 一直在忙田店那边的工作, 也莫腾出手。 直到最近, 工作稍微安稳下来, 再加上裴总特意强调了销售部门情况特殊, 可以从身边的朋友, 亲戚入手扩展队伍。 而不需要走正常的招聘流程, 田墨才开始非常小心地筛选身边的人, 把觉得符合裴总要求的人招进来。 他生怕招来的人不符合裴总的要求, 所以得精挑细选。 前段时间才下定决心, 把丁熙遥也拉进销售部门。 结果疑问才知道, 原来丁熙遥也厌倦了在那个门店的工作, 正准备换工作。 俩人的需求正好对上了, 丁熙遥立刻开开心心地入职腾达。 梦畅挺高兴, 这不是正好赶上了吗? 拍宣传片正好需要这某个人啊。 行, 那你跟他说一声, 我这就回去安排拍摄。 拍的内容很简单, 没多少台词, 就几个简单的镜头, 本色出演就行。 回到广告营销部之后, 梦畅开始进入高速工作状态。 先是快速地写了一个简单的剧本, 然后又找了几个合适的场地作为外景。 梦畅选的场景都是比较有代表性的, 有一个小的, 专门的中介门店, 还出租屋内的场景。 除此之外, 还得再找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群演。 出租屋的事情很好解决, 直接用树揽公寓的样板间来拍就可以, 群演的事情也好办, 之前合作过的演员有不少, 或者直接让内部员工客串一下, 也没有大问题。 唯独是这个中介门店, 需要布置一下。 导演好办, 按照房产中介模拟器, 离那个门店的样子, 直接搭一个内景就行了, 无非是一个前台桌, 两把高脚椅, 电脑, 茶几, 沙发等等, 都是很常见的东西。 也不求完美复现, 神似就行。 孟畅先是安排于要去选人, 安排布景, 然后自己又在电脑前, 把整个宣传片的剧本, 给从头到尾捋了一遍, 确保每一幕的剧情, 都符合自己的需求, 并且仔细地埋下了许多伏笔。 一直忙活到下午, 剧本捋得差不多了。 因为孟畅跟田莫聊的时候, 就已经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想法, 现在只是把这个想法给写出来而已, 所以效率很高。 他从头到尾检查了一遍, 对这个剧本相当满意。 当然, 拍出来的东西是不是能完美地表达剧本中想要表达的内容, 这还不好说, 得边拍边看。 宋福利, 去微信公众号, 书友大本营, 可以领888红包。 也可能, 现场还得对宣传片的内容做出一些调整。 孟畅给予要打来的电话, 得知树览公寓那边的布景已经安排好了, 其他的布景还在安排, 那个门店的布景还在搭着, 可以先拍一部分, 等树览公寓这边的镜头拍完了, 再去拍其他部分, 最后剪辑一下就可以了。 孟畅感觉自己充满了动力, 在电话里对于要说道, 好, 布景和拍摄的事情, 你继续推进, 我联系一下演员, 明天上午, 咱们就正式开拍。 11月8日, 周四, 丁夕瑶按照孟畅发来的地址, 来到这次拍摄所在的树览公寓样板间。 整个样板间已经被重新布置过了, 布置成了梦畅要求的样子, 摄像机, 灯光等设备已经全部就位, 很多工作人员正在忙碌着进进出出, 看起来效率很高。 丁夕瑶稍微有点慌, 刚在电话里听田墨讲完前因后果的时候, 丁夕瑶完全不敢相信。 做销售也就算了, 还做主角拍宣传片? 这也太奇怪了。 丁夕瑶对自己的条件很清楚, 他的长相只能算是个普通人, 跟明星那是根本没法比。 很多人在现实中看到, 觉得长得很漂亮, 可镜头一拍, 就完全不行了。 这也就是很多人说的, 不上镜。 很多明明很瘦, 脸很小的人, 上了镜头也可能被拉宽, 至少瞅三分。 就自己这个条件, 竟然能拍宣传片? 这让丁夕瑶觉得特别不真实。 但田墨信誓旦旦地说这是绝对靠谱。 丁夕瑶又接到了广告营销部负责人孟畅的电话, 这才姜姓姜姨的来了。 丁夕瑶? 我是孟畅。 欢迎欢迎。 来, 我给你讲讲剧本。 孟畅把丁夕瑶叫到一边, 顺便打量了他一下。 长得说不上特别漂亮, 但原脸淡, 短发, 五官端正, 眼睛很大, 脸颊稍微有些肉嘟嘟的, 自然地给人一种亲切的感觉。 身上穿着职业装, 这是孟畅昨天特意叮嘱的, 毕竟要凸显出中介的身份。 孟畅之前看过照片, 原本也有点担心照片是屁出来的, 现在看到真人, 发现跟照片的区别并不大, 稍微松了口气。 长相这个事情, 还是挺重要的。 虽说孟畅明确了不要明星, 只要接地气的普通人, 但这普通人的形象也是有要求的, 要是让观众一眼看到, 就特别讨厌, 那陪式宣传法, 从一开始就崩了, 玩不下去了。 俩人来到树懒公寓样板间旁边的沙发上坐下, 孟畅把剧本递给丁熙遥。 这剧本很薄, 只有几页而已, 而且绝大部分内容都是在讲不紧, 动作, 表情, 几乎没有台词, 只有旁白。 丁熙遥快速地扫过剧本, 这些场景对他而言, 还挺熟悉的, 在工位上认真工作, 筛选房源, 穿越宅巷, 走遍鸡脚嘎啦, 去看房子, 跟客户认真介绍房子的特点, 但客户转身, 却去租了其他的地方, 挂了电话, 一脸失落, 不被客户理解, 甚至被指着鼻子骂, 只能低头道歉, 回到家里暗自抹泪。 从表面上来看, 这似乎是一个在强调中介, 有多么辛苦, 多么不容易的宣传片, 走温情路线, 希望用这些生活化的片段, 唤起人们的宽容和理解。 唯一让丁熙遥觉得, 跟现实有些出入的地方, 是在关于门店和宫位相关布景的方面, 剧本上并没有写得很详细, 但配了一张图。 图上是一个很小的门店, 并不像其他的中介门店一样, 有很多个宫位, 中介门来来往往, 而是只有一个比较高的前台, 两张高脚椅, 还有茶几和单人沙发组成的会客区。 从各方面来看, 这个小门店都只能容得下一个人, 现实中是绝对不会存在这样的中介门店的。 但丁熙遥也莫多想, 他觉得, 这毕竟是宣传片, 而宣传片必然对现实的情况存在一些美化。 就像很多电影, 电视剧一样, 拍职场, 肯定不能跟真正的职场一模一样。 各种宫位挤成一团, 上班的人睡眼惺忪, 精神不振的, 拍出来倒是真实了, 但观众可不买账。 这个宣传片, 多半是考虑到如实拍摄的话, 其他的同事会显得比较多余, 场面也比较乱, 所以, 干脆全都砍掉, 只保留主角一个人的镜头。 丁细瑶不太懂这些, 但简单推测一下, 应该是这某个原因。 毕竟宣传片嘛, 无非就是宣传, 美化一下, 还能有什么复杂的套路呢? 孟畅说道, 有个事情, 一定得说在前面, 这个宣传片拍出来之后, 你可能会挨骂。 不过也只是有可能, 这种可能性比较小, 而且即使挨骂, 很快也会洗白。 我只是提醒你, 这样的风险虽然不大, 但确实存在。 丁细瑶有些费解, 挨骂。 不至于吧, 我看这个宣传片上的内容, 都是挺正常的内容啊。 而且, 我只是个演员, 应该没理由波及到我吧。 孟畅笑了笑, 所以我说风险不大, 可能会有个别比较极端的人攻击你。 微博有没有? 有的话, 安全起见, 先把私信关了。 宋福利, 去微信公众号 输有大本盈, 可以领888红包。 丁细瑶也稍微放心了一点, 我觉得没石膜问题。 这支宣传片给到主演的钱, 还是不少的。 丁细瑶觉得, 这也算不上是什么魅良心的事情。 就算有人因为对中介的刻板印象而骂这个宣传片, 也不至于波及到自己身上。 即使真有那种比较极端的人, 也不会有什么大的影响。 他做房产中介的时候, 也莫少经历成见和冷艳, 这点承受能力, 还是有的。 那, 孟总, 这个宣传片, 有什么比较深刻的内涵吗? 我怕自己理解不到位。 您能不能简单给我讲讲? 没吃过猪肉, 总也看过猪跑。 丁细瑶虽然之前从没拍过宣传片, 但拍宣传片和拍电影, 应该是差不多的道理。 细致是表象, 整个片子还有一些深层内涵, 这个是由导演和编剧把握的。 作为一个非专业演员, 一个彻底的门外汉, 丁细瑶完全不懂这个, 所以问问梦畅, 好让自己能够更好地把握剧本。 演的符合要求。 梦畅摇了摇头, 没湿磨内涵。 哦, 不, 应该说, 即使有内涵, 也跟你的表演没有关系。 对于你的演技, 我就一个要求, 本色出演。 争取把你之前工作中的感觉演出来, 真实就好。 其他的东西, 你都不用操心。 丁细瑶点点头。 好, 那我感受感受, 酝酿一下。 梦畅让丁细瑶拿着剧本酿酿情绪, 自己则是又去检查了一下现场的布置。 过了大概半个小时之后, 回来了。 行, 那咱们就正式开始拍吧。 梦畅看了看时间, 也差不多了。 丁细瑶有点慌, 啊? 我剧本都还莫被熟呢。 梦畅微微一笑, 没事, 拍就行了, 我心里有数。 各部门注意, 各就各位, 准备开拍了呀。 与此同时, 招录游戏平台, 严奇正在维新的游戏做什么而发愁。 在经历过最初的一系列波折之后, 招录游戏平台, 已经算是完全站稳了脚跟, 在国内的游戏渠道中, 占据了一席之地。 平台游戏无bug, 玩家做主, 游戏品鉴家, 这些全都是招录游戏平台带给玩家们的独特记忆点, 跟其他的游戏渠道有了非常明确的区分。 如果说刚开始还存在着争议, 那么现在, 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玩家和开发商认可招录游戏平台了。 严奇最开始还担心招录游戏平台凉了, 做好了另寻他处的准备, 但现在却完全没了这样的想法。 因为他发现, 招录游戏平台在稳定下来之后, 不仅是个相当安逸的地方, 发展前景也相当不错。 前段时间, 穷途计划的一批优秀独立游戏上架, 更加充实了招录游戏平台的游戏库。 其他的一些优秀厂商也开始来寻求合作。 唯一让严奇觉得有些可惜的是, 招录游戏平台似乎从来不去主动找那些大厂寻求合作, 几乎莫迁到任何超级大作的独占或者首发, 完全是一种被动等待的态度。 这也就让招录游戏平台暂时止不于一个小众的平台。 虽说平台上的玩家对平台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很强, 但没有足够有分量的现象及大作, 终究是一种遗憾。 很多游戏平台迅速火爆, 其实就是因为签了某个超级爆款的游戏, 从某某游戏启动期开始, 一步步发展起来的。 而没有超级爆款游戏作为支持, 平台就总是缺少一些底气。 按理说, 以招录游戏平台现在的体量和财力, 跟一些大厂谈合作, 主动做出一些让步, 应该是能谈成的。 但招录游戏平台却一直都没有这么做。 严齐稍微觉得有点可惜, 因为招录游戏平台如果更火的话, 他的游戏自然也能更沾光。 但转念一想, 可能这就是招录游戏平台的特殊之处吧, 总是会做出一些出人意料的事情。 如果真按他想的去联系那些大厂谈合作, 那招录游戏平台肯定要做出一些妥协, 说不定就没法保持现在的这种状态了。 像现在这样稳扎稳打, 倒也不错。 招录游戏平台趁着游戏品建家火了一把之后, 并没有趁热打铁的加大宣传力度, 融资或者跟其他大厂合作, 没有搞大动作, 反而是继续深耕平台的内容。 上架的游戏越来越多, 审核的难度也越来越大, 为了确保无bug的口碑, 自然要更加仔细地筛选。 当然, 所谓的无bug只是这么一说, 实际上只是没有那种严重影响游戏运行的恶性bug, 一心半点的小错误, 还是难以完全杜绝的。 但不管怎么说, 跟其他的游戏平台相比, 已经有本质区别了。 延期之前一直在因为上什么平台而忙得焦头烂额, 因为《帝国之刃》这款游戏就像是他的轻生骨肉一样, 不能锁托飞人, 这在某种程度上也严重影响了他开发游戏的经历。 但现在, 他已经打定主意, 只上招录游戏平台和官方平台就够了, 其他平台的话, 能上就上, 不能上也不强求。 有招录游戏平台作为保底, 就可以没有后顾之忧的构思新游戏了。 《帝国之刃》虽然也还在更新, 还在赚钱, 但延期不想无限地续下去。 因为《帝国之刃》这款游戏归根到底还是一款课金手游, 哪怕他收费良心一点, 但也算不上是延期最想做的。 这段时间, 看着一款又一款的独立游戏上架了招录游戏平台, 延期突然觉得自己应该做点更有意义的游戏。 之前做课金游戏赚钱, 那是为了养活公司实在没有更好的办法。 但现在靠着《帝国之刃》能赚钱了, 能养活公司了, 又有一个很好的平台, 为什么不做点自己更喜欢的游戏呢? 延期决定开始构思自己的下一款游戏。 当然, 做一个成熟的游戏制作人, 做游戏这种事情不能儿戏, 不能一拍脑门就来。 毕竟游戏制作人做游戏可不全是为了自己, 也是为了公司上上下下所有的员工, 也是为了玩家们。 如果脑袋一热开了的项目, 结果大家累死累活地加班做出来了, 最后游戏却爆死, 亏得血本无归, 这怎么对得起大家的努力? 要是延期很有钱, 给大家各种福利待遇拉满, 加班费和各种奖金也拉满, 那游戏失败就是失败了, 他也不会太愧疚, 毕竟在物质这块给大家的补偿足够了。 可关键是延期又没石磨钱。 帝国之刃这款游戏赚来的钱不算少, 但想要开发一款新游戏, 尤其是单机游戏的话, 这点钱估计全都得砸进去, 还不一定够。 在这种情况下, 什么福利拉满, 什么加班费和各种奖金, 那肯定是不用想。 只有下一款游戏成了, 大卖了, 才能指望。 所以, 得慎重, 得深思熟虑。 延期新建了个文档, 先积累灵感, 屡顺思路, 确定这款游戏的基本形态。 目前它其实就一个比较明确的大方向, 动作类单机游戏, 3A品质可能达不到, 但算得上是一个努力奋斗的目标。 除此之外, 它没石磨头绪。 之前做《帝国之刃》的时候, 完全是按照手游玩家的口味来的, 做的是稀幻题材。 可单机游戏完全不是一码事。 一方面, 单机游戏玩家的口味跟手游玩家的口味差得太多了。 另一方面, 两种游戏的开发难度也不一样。 简单来说, 手游要求的美术素材品质比较低, 手机屏幕小, 细节上稍微差点, 动作稍微僵一点, 在小屏幕上也看不出来, 手游玩家也不挑剑。 可如果拿到电脑屏幕上, 让那些玩过很多3A动作游戏, 口味挑剔的玩家来玩, 这就是另一回事了。 所以, 延期有点抓瞎。 不着急, 慢慢捋。 动作类游戏可以说是开发难度最高的游戏类型之一, 任何地方出现短板都有可能导致游戏的失败。 目前来看, 哪个地方都能缩, 唯独战斗系统和基础的画面品质不能缩。 手感, 打击感, 动作流畅度, 特效, 这些只要有地方做得不到位, 都会导致评分大打折扣。 好在现在的技术水平比较高了, 也不是完全做不了。 游戏时长和内容可以稍微缩一点, 或者用可重负游玩的内容来填充。 只要游戏售价也相应调低就可以了。 关键是得让玩家眼前一亮, 让他们觉得这款游戏非常特别, 不可替代。 话说回来, 回头是暗, 跟勇舵轮回 不就是完美的答案模? 看到此消息的都能领现金。 方法 关注微信公众号 书友大本营 果然还是裴总厉害 早在开发回头是暗的时候 就已经看穿了这一切 研究出来了国产单机动作类游戏的唯一标准答案 直到现在也都不过时。 勇舵轮回的战斗系统多新颖 要是我也能想出这种点子该多好。 延期越想 越是对裴总佩服的五体投递 他本身就是动作类游戏的狂热爱好者 也是回头是暗和 勇舵轮回的忠实玩家 琢磨了半天之后发现 回头是暗这个模式 简直就是国内公司 尤其是他们这种小公司 做动作类游戏的最优解 因为是小公司 所以资金不多 承受风险能力弱 所以削减一些游戏时长和游戏容量 用可重负游玩的内容来填充 是控制成本和风险的好办法 而要在一众优秀的动作类游戏中脱颖而出 必须具备两点 第一是游戏品质过硬 手感和画面达标 越高越好 第二就是有独特的记忆点和特质 回头是暗的高难度 和打破次元壁的深刻剧情 还有永舵轮回独特的战斗系统 这都是独特的记忆点和特质 两点全都做到 才能成功 否则游戏品质不达标 玩家不会买账 而没有记忆点 就无法配合宣发破圈爆火 最后多半还是收不回成本 要不怎么说裴总是天才游戏制作人呢 不服不行 我还是得好好学习一个 延期的思路 不自觉地就拐到 回头是暗 上面去了 看起来 裴总在狠掌一段时间 都不打算再做动作类游戏了 毕竟她是一个喜欢挑战自我的人 喜欢突破 从不沉溺于过去的成功 像永舵轮回的战斗系统 完全可以拿来做 回头是暗2 或者另一款新的动作类游戏 但裴总却只是 做了一个DLC 显然是觉得 创新程度 还没到做一款新游戏的程度 这对于我来说 倒是个好消息 毕竟国内的这块市场 相对处于空缺状态 回头是暗 和 永舵轮回 之后 已经没再出现特别优秀的作品了 虽说国外的动作类3A大作也有 但国产游戏是天然加分的 毕竟因为文化隔阂的原因 有时候只有国人设计师 才最懂国人玩家 就像 回头是暗的这种文化底蕴 国外的设计师 应该是很难做出来的 所以 往这个方向努力 应该是个不错的选择 做一个类 回头是暗的游戏 嗯 回头是暗 已经培养 出来一批死忠的动作类游戏玩家 高难度 受苦这种标签 已经不会劝退玩家了 反而逐渐成为一种流行的游戏类型 在动作游戏里 如果难度不够高 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 如果我也做一款难度比较高的动作类游戏 再结合一点华夏传统文化的底蕴 品质又还可以的话 应该还是会有销量的 那么 游戏背景该用什么呢 严祺一边捋顺思路 一边在文档上记录 捋着捋着发现 其实供他选择的方向并不多 回头是暗 似乎就是一份最为正确的标准答案 甚至让他觉得 这游戏哪都挺好 哪都改不得 似乎最好就是保留 回头是暗的内核 改改包装 改改关卡 虽说这样有点不思进取 但他毕竟还肩负着整个工作室 上上下下所有员工的生计问题 稳妥一点 没石膜不好 只要游戏品质尚可 能赚到钱 那就算成功 想要突破的话 可以下一款游戏再来 转型之作 还是尽可能地稳 可是写着写着 又感觉总是云山雾罩的 脑子里的想法不够透彻 没有那种突然一拍大腿 大喊这个绝对没问题的激动 这让延期感到非常纠结 文档写写停停 也下意识地长须短叹 怎么 游戏遇到什么问题了吗 有人问到 延期一直沉浸在自己的想法中 并没有意识到身边有人 这时候才转头一看 发现是招录游戏平台的 一位工作人员 李亚达 之所以 说是工作人员 是因为延期并不知道 李亚达在平台里具体的职位是什么 招录游戏平台 包括唐总监在内 所有人的职位都是比较明确的 延期虽然不知道 他们具体的职位名称 但打过交道之后 也能大概知道 某个部门是干嘛的 唯独李亚达这个人 比较特殊 他是招录游戏平台 跟各位制作人沟通群的群主 直接负责跟这些制作人的沟通工作 而且招录游戏平台内部的事情 不论哪个方面 他似乎也都有参与 而且 不论是唐总监还是其他人 都对他尊敬有加 非常重视他的意见 地位有点类似于 顾问 延期觉得 这绝对不是一般人 平时在群里 李亚达也偶尔冒泡 跟制作人们聊天 延期跟招录游戏平台的合作 又比较密切 所以 一来二去俩人 也算是比较熟了 哦 李姐 我正在维新游戏发愁呢 做游戏真的啊 简直是毫无头绪 延期也不清楚 自己跟李亚达谁大 但招录游戏平台那边 所有人都管李亚达喊李姐 他也就跟着这摸喊了 只是一种尊称 嗯 做游戏很难吗 我觉得其实还好 你新游戏 打算做什么 动作类游戏 李亚达问道 延期点点头 对 大概想做一款 和 回头是按 差不多的动作类游戏 文档上是我捋顺的一些想法 还不是特别成熟 要是感兴趣的话可以看看 给我提提意见 李亚达微微点头 动作类游戏 尤其是 回头是按的话 我还是懂一点的 其实他哪是懂一点 回头是按 就是他做的 永舵轮回 在狐显兵被抓走之后 也是他接手了一段时间 然后才交给于飞的 正好招录游戏 平台那边也没事模式 李亚达转优一圈 正好听到延期在长须短叹 就顺路过来看看 随便聊聊 从旁边随便拉过来 一把椅子坐下 李亚达把延期写出来的 这些内容 快速地扫了一眼 这就是换了个皮的 回头是按 啊 李亚达一眼就看出来了 延期稍微有点不好意思 嗨嗨 初稿 初稿 还有很大的可改动空间 主要是我觉得 回头是按 已经是国产动作类游戏的 标准答案了 真的是一点都改不动 李亚达微微摇头 这怎么行呢 倒不是说模仿的问题 其实游戏玩法就这么多 有相似之处很正常 关键是没有创新 没有突破 没有改变的勇气 连自己都征服不了 又如何征服玩家呢 李亚达的这番话 让延期有点羞愧 虽然是一盆凉水当头浇下 非常打击人 但客观上 也有让他的大脑清醒了不少 确实是这样 对于这款游戏 他自己都没有一个很强烈的 想要做出来的冲动 都只是觉得几个万岁 又如何去征服玩家 让玩家觉得欲罢不能呢 但是转念间 延期又觉得 李亚达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 说创新就能创新 创新要是像街边卖的大白菜 至于每年都有这摩多拉机游戏出来吗 真以为那些 做垃圾游戏的制作人 都是因为心眼坏啊 当然 有些制作人或者投资人 可能确实是不懂 或者确实就是一门心思想捞钱 但也有很多人单纯就是能力不行 做不出好游戏 能怎么办呢 我要是有裴总那个脑子 我也每款游戏都做不同类型 完事之后 玩家们还嗷嗷着要买报 那多爽 谁不想做独属于自己的游戏 谁不想开山立派 谁想借鉴别人 关键不还是没这个能力吗 毕竟担负着全工作室 上上下下几十口人的生计 失败的代价太大 确实承受不起 颜奇觉得 李亚达虽然也是游戏圈内人 但毕竟是做渠道的 渠道跟开发 那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事件 按照目前的关系来说 渠道相当于甲方 在一堆游戏里挑挑拣拣 选自己满意的游戏就行了 如果遇到不满意的地方 还可以让游戏 开发商去改 而开发相当于乙方 就比较惨了 除了少数研发能力特别强 也有话语权的公司之外 其他大部分小公司 都是不允许有自己主建的 毕竟按照渠道的要求 改了 才有推荐和宣传资源 招录游戏平台 确实是占着挣钱的平台 有这个资格硬气 李亚达作为游戏平台的工作人员 这个性格倒也可以理解 我建了个微信公众号 书有大本营 给大家发年终福利 可以去看看 可关键是得考虑 延期这边的客观情况 否则那不就是犯了 何不识肉迷的错误了吗 延期倾渴两声 理解 我也想做出划时代的创新 可也得考虑客观条件不是吗 帝国之刃 就是一款普普通通的手游 我打算转型动作类单机游戏 这已经是冒了很大风险了 再不稳一点 一味地追求创新 追求标新利益 我怕步子卖得太大 容易扯着蛋 哪有一点积累都没有 就强行做动作类游戏的 不得有个过渡吗 李雅达推了一下眼镜 回头是按 做之前 团队也完全没有 做动作类游戏的惊讶 前一款游戏是 游戏制作人 根本一点不挨着 延期一时语色 这 理解 你拿我跟裴总比 是不是太瞧得起我了 我要有裴总那种脑子 那我也敢冒险 但是我没有啊 李雅达沉默片刻之后说道 你有没有考虑过 也可能是你搞错了因果关系呢 你以为的裴总 是先有了想法 才有了改变的勇气 但也许裴总是 先有了勇气 才有了改变的想法呢 到底是能力决定心态 还是心态决定能力 你觉得一个人 是先有正确的心态呢 还是有成熟的能力呢 李雅达的这番话 显然是他在腾达工作 这抹酒 跟裴总学习 游戏设计这抹酒 总结出来的肺腑之言 裴总是不是游戏设计天才 当然是 但要说裴总的成功 完全是因为他的能力 这显然不客观 事实上 裴总最让人惊叹的 不是他的游戏设计能力 而是决心和胆量 就拿回头是暗来说 裴总对游戏的设计细节 其实并没有太多的插手干预 唯独是一再强调 把游戏难度调高 再调高 原因很简单 完善游戏设计细节 这是每一个主设计师 甚至开发组的普通功能设计师 都能做的工作 而调高游戏难度 冒着大批玩家被劝退的风险 坚持这种设计理念 却是只有裴总才能做到的事情 只有裴总有这种决心和大局观 也只有裴总能承担这样的责任 不仅仅是回头是暗 其实腾达的大多数游戏 都是在玩火 都是冒着扑接的风险 反复横跳 可如果没有这种决心 这些游戏压根都不会诞生 连设计稿都不会有 而且在日常工作中 裴总对下属的培养 也是鼓励多于指教 裴总很少手把手地去教下属 应该怎么做 怎么设计 怎么思考问题 而是鼓励下属去独立思考 去用自己的方式 解决这个问题 顶多就是给点提示 让下属自己悟 对于那些不自信的下属 裴总会一直反复地告诉他 放心 你完全没问题 而腾达游戏的利刃主设计师 都是在这种鼓励下 不断成长的 所以 这其实是李亚达的肺腑之言 他觉得 自己能获得这样的成长 主要是因为 在裴总的带领下 获得了这种改变的勇气 先是不被那些 求稳的条条框框给束缚住 之后才有资格去谈设计 谈创新 李亚达这番话 确实让颜旗愣住了 他细品了一下之后觉得 似乎确实有些道理 从表面上看 能力和心态同样重要 缺一不可 但一个没有好心态的人 不可能有能力 因为能力是培养 锻炼出来的 不是凭空产生的 一个人如果心态不好 连最基本的能力 培养都做不到 又如何和谈成功 下定决心改变不一定能成功 但如果瞻前顾后 那结果必然失败 延期沉默许久 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 咦 李姐 听你这话说的 怎么好像对腾达的情况 特别了解呢 虽说没透露腾达内部的具体情况 但这种笃定的语气 就像是很清楚内情一样 李亚达愣了一下 我也是有朋友在腾达工作 听他讲过一些内部的事情 尤其是回头是岸 开发时的故事 哦 是吗 那能不能给我讲讲 我也想听 延期瞬间来精神了 他之前是在魔都工作 之后才辞职创办工作室 来了荆州 而据他所知 李亚达一直在荆州工作 整个荆州的游戏圈子也不算大 他认识在腾达工作的朋友 一点也不奇怪 回头是岸 开发时的故事太吸引人了 李亚达自己开的这个话头 也没法推脱了 只好点点头 好吧 那我就简单讲一个 据说当时开发 回头是岸的时候 做出了demo 当时的设计师去拿给裴总看 裴总都还没开始玩 直接让他把怪物的攻击力 加到三倍 然后裴总才上手的 原本游戏的定位就是高难度 初始村落 小怪打玩家一下 本来是两成左右的血量 大家都觉得 这已经很高了 结果莫想到 直接被裴总改成了六成 延期瞬间来兴趣了 原来如此 回头是岸的高难度 是这模来的 是裴总看到demo之后 才临时改的 也对 我记得初始小怪 砍玩家一刀 是八成写来着 那之后呢 裴总是不是一通操作之后 把怪物耍得团团转 然后觉得难度还是太低 所以 又把伤害掉高了 延期早就看过很多大佬无伤通关 回头是岸的视频 他自己作为一个老玩家 虽然做到无伤通关很难 但虐一虐新手村的小怪 还是很轻松的 毕竟新手村的小怪动作迟缓 招式僵硬 伤害高是高 但稍微熟练一点的玩家 都不会被摸到 裴总作为设计师 玩起来 不说很轻松 至少也该有老手的水平吧 李亚达摇了摇头 嗯 结果跟你想的差不多 但是过程不太一样 裴总一上手 光速被小怪杀了两次 然后才给小怪的伤害 成了个1.3的倍数 延期愣了一下 啊 裴总被小怪血虐可还行 就这样 裴总还坚决 要给小怪加难度 要这么说的话 那确实 裴总的决心和胆量 令人叹服 延期自问 如果自己做了一款游戏 结果一出门 就被新手村 小怪给二连杀 那肯定是要去掉低难度的 不仅不掉低难度 反而还给小怪加伤害 这种事 一般人还真干不出来 裴总果然是个奇才 李亚达讲的这个故事 确实从侧面 佐证了他之前的说法 虽然听起来稍微有点离奇 但延期觉得 李亚达挺靠谱的 应该也不至于骗自己 好吧 我认同你的说法 勇气确实比能力更重要 勇气是做出改变的第一步 但问题是 光有勇气还不够吧 我就算想创新 也没有一个合适的方向 李亚达沉默片刻之后说道 这个吗 其实也是有一定规律和窍门的 他说的规律和窍门 其实就是从裴总那里学到的一些游戏设计理念 跟着裴总这种游戏大师 做了很多成功项目 自然而然的会有心得 有收获 刚开始 李亚达还比较犹豫 把这种理念透露给延期 会不会不太好 但转念一想 裴总从来都不是一个封闭的人 旧社会有教会徒弟饿死师父的说法 很多手艺人都藏私 一些武学世家 也都是家传功夫 从不外传 但那毕竟是过去的老皇历了 在游戏领域 裴总一向是达则奸济天下的态度 比如穷途计划 比如招路游戏平台 又比如外派敏金钞 去跟天火工作室 共同开发游戏 裴总一直都在努力地影响国内游戏行业 凭一己之力改变整个大环境 像延期这样比较靠谱的制作人 应该得到一点帮助 如果是裴总的话 肯定也会不令指点 现在自己带裴总传授 无非是相当于在传弟子嘛 都是为了践行腾达精神 为了让游戏环境能变得更好的 再说了 裴总的设计理念是比较高深的 就像内功心法 延期能不能悟透 能悟透多少 得看他自己 延期不由得眉头微皱 规律和窍门 他很是费解 我在游戏行业 也干了这么多年了 怎么没听说过有这种东西 游戏行业跟小说 电影这种行业一样 严格来说 它算是一个创意行业 创意很重要 而创意这东西 有什么规律和窍门可言呢 不是全靠灵光一闪吗 如果创意可以批量复制的话 那文化产业的创作反而简单了 无非就是围绕着一个个创意 不断堆人工吗 事实是 人工永远是不缺的 而创意永远都是稀缺的 不可复制的 所以 在游戏这个行业里 那些真正的游戏设计大佬 才备受尊重 这正是他们的稀缺性 和不可替代性 所以 对于李亚达的话 严奇本能的就有点不幸 李亚达看出了严奇的怀疑 也知道他的这种怀疑 其实很正常 大部分外界的设计师 在没有跟裴总合作之前 都会觉得 创意是靠一拍脑门 靠灵光一闪 完全是靠运气碰出来的 但凡是裴总带出来的设计师 看问题的角度 都会发生变化 确实 创意是不可量产的 但这并不代表 没有规律和窍门 裴总的设计方法 其实就是在顺应游戏 设计规律的前提下 换一种看待问题的角度 在搭配上丰富的经验 强大的游戏设计能力 和对玩家心态的精确把控 奇迹就出现了 李亚达知道 如果自己直接跟严奇说的话 他肯定不信 毕竟李亚达现在的人设是 招录游戏平台的一名普通员工 说出来的话没实磨说服力 只能继续请那位在腾达工作的朋友帮忙了 李亚达推了推眼镜 其实 这也是我听那个在腾达工作的朋友说的 他参加过腾达的新游戏讨论会 参与了好几款成功游戏的设计流程 这些规律和窍门是他根据裴总的设计过程自己总结出来的 当然 这在腾达内部其实也不算什么秘密 游戏部门的设计师们基本都懂 延期的表情瞬间变了 从刚才的将信将疑变得十分期待 这是裴总的设计方法 那没错了 如果别人说掌握了游戏设计的规律和窍门 那延期肯定不信 因为这些人自己都不能稳定地产出优秀的游戏 这种话有什么说服力呢 就像有个人跟你说 他对股市料如指掌 结果仔细一问 他自己在股市里的收益还不如银行存款的利息 这不是骗子是什么 而在整个国内的游戏圈子里 延期就只服一个人 那就是裴总 因为裴总可不只是专进某一种游戏类型 而是全能 什么游戏都做 而且做了还都爆火 如果说裴总掌握了游戏设计的规律和窍门 那延期是信的 因为裴总在这个行业里 做出的成就和贡献 已经足以证明这一点 理解你快给我讲讲 是什么规律和窍门 延期展现出了强烈的好奇心 看到延期的表情 李雅达知道 铺垫得差不多了 就算延期听完之后还是不信 但至少也会去仔细思考 如此一来 李雅达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至少不会对牛弹琴 在腾达 裴总每决定做一款新游戏的时候 都会给出几个特别不合理的要求 让设计师们根据这几点要求 去复现这款游戏的全貌 设计师们就是根据对这几条要求的反复思考 推敲 来最终确定 这款游戏在裴总心中的最终形态 并设计出来 延期愣了一下 特别不合理的要求 李雅达点点头 就以回头是暗为例 裴总又调了一下竖直难度 并加入了普渡这把武器 说到这一段 李雅达记忆犹新 回头是暗 刚立项的时候 吕明亮还在 李雅达是作为普通设计师 参与这个会议的 当时他听完了裴总的这几条要求 整个人一头雾水 完全想不出 这游戏活起来的可能性 万万没想到 没过多久 自己就成了主设计师 亲自接手了这款游戏 更没想到 现在自己竟然来到招路游戏平台 给延期用回头是暗 做例子 讲解裴总的设计之法 延期眉头微醋 认真听着 表情非常严肃 似乎不愿意错过任何一个字 他的大脑快速运转 思考这五条要求背后的含义 当时吕明亮跟李雅达两个人 听得一脸猛逼 完全不懂裴总的设计意图 甚至就这样迷迷糊糊的开发了下去 直到游戏demo出来之后 才分析清楚了 裴总的设计意图 延期虽然没有掌握裴总意图的标准分析方法 但他玩过 回头是暗 也深入分析过 对这款游戏的细节 乃至刚发售时的一系列事件 全都料如指掌 用成品去对照这几条要求 相当于是 先看标准答案 再看题目内容 解读起来自然比李雅达当时要容易得多 华夏背景和古文撰写的剧情内容 是为了凸显文化内涵 力助国产动作游戏的标签 超高难度 一方面是为了让玩家挑战自我 让游戏更有辨识度 另一方面则是为了打破次元壁 延期从头到尾屡顺了一遍 发现裴总的这五点要求还真是缺一不可 从游戏设计到初期宣传 竟然全都有关联 而在demo出来之后的难度调整 和普渡这把武器的加入 更是起到了画龙点睛的效果 让回头是暗的从优秀之作变成了神作级别 但是分析完之后 延期更疑惑了 理解 我大概能猜到这几条要求的原因 但 这显然是裴总从一开始 就已经把游戏的最终形态给规划好了吧 只能说裴总天纵奇才 太降了 腾达其他的设计师们 都是靠裴总的点子 才做出来的这些游戏 你刚才说的规律和窍门 哪有啊 李亚达微微一笑 在刚开始的时候 我也是跟你差不多的想法 但后来仔细想了一下 觉得不是这样 我问你两个问题 第一 裴总只提了这样几点要求 但对于游戏设计的一些细节 从来都不会过问 那么 裴总如何确定 游戏做出来之后 跟自己预想中一样呢 第二 这几点要求 裴总是怎么想出来的呢 延期表情茫然 陷入了沉思 是啊 裴总怎么确定 游戏做出来之后 会跟自己预想中的一样 延期之前确实根据 回头是按 游戏的成品 推断出了裴总几个条件的意图 但那相当于是马后炮 事实上 光是从这几个条件入手 大方向是定了 但细节上是可以有很多种做法的 裴总给出这几个条件之后就不管了 他怎么知道游戏做出来不会跑偏 只有两重解释 第一 他认为设计师们跟自己心意相通 必然可以通过这几个条件做出自己心中预想的游戏 第二 他可能觉得细节怎么做都无所谓 只要确保这几个主要的点不跑偏 那么不管细节有什么变化 回头是按 也依旧是回头是按 也可能是两者兼有 而让延期更在意的 是李亚达的第二个问题 宋福利 去微信公众号 书友大本营 可以领888红包 裴总是怎么想出这几个要点的呢 肯定不是一拍脑门凭空产生的 肯定得有个源头 突然 延期灵光一闪 你是说 这几点要求 不仅是裴总对这款游戏大方向的把控 同时也是裴总在设计这款游戏时机时 可以从中分析出裴总的灵感来源 李亚达微笑着点头 对延期的理解力相当满意 没错 延期脸上的表情更加震惊了 原来腾达游戏的 制作过程是这样的 裴总只是给出几点要求 然后负责人根据这几点要求 将整个游戏给完善出来 而这几点要求 既是裴总对游戏大方向的把控 同时也是他根据灵感来源 而推导出来的游戏基石 裴总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显然 一方面是为了培养 锻炼手底下的设计师们 让他们不要变成工具人 而是个个都能成为游戏设计大师 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裴总工作繁忙 要考虑的事情太多了 势必公轻的设计游戏也根本不现实 也难怪腾达游戏如此高产 难怪裴总在处理各个产业的同时 还能如此频繁地 产出各种高质量的游戏 都是因为这种与其他游戏公司 迥异的开发模式造成的 延期之前一直纳闷 自己也是制作人 裴总也是制作人 为什么裴总的好游戏 几个月就一款 没完没了地往外貌 而自己只做一款 还累得焦头烂额 筋疲力尽 显然 俩人不仅仅是在设计能力和管理能力上有差距 从最根本的理念上 就有巨大的差别 确认了这一点 接下来的事情就更关键了 通过逆向分析这几条要求 也就是游戏设计的基石 就可以分析出裴总的灵感来源 而这 正是之前李亚达强调过的规律和窍门 延期非常迫切地问道 理解 那该如何分析裴总的灵感来源 李亚达稍微顿了毒 说道 关于这一点 其实我那个朋友也不能百分之一百的确定 只是一些推测 我听他说完之后 觉得很有道理 你也可以自行甄别一下 延期立刻点头 当然 毕竟是道听途说 隔了好几张嘴 传达的意思 难免会有遗漏 有错误 而且 裴总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 谁也不清楚 即使是跟裴总共事过的设计师 对裴总的真实意图 也只能推测 而只要是推测 必然会有一些偏差 延期肯定也不会什么都信 李亚达说的有道理 那就听一听 说不定能受到一些启发 说的莫道理 不听就是了 延期也不会有什么损失 李亚达先是打好了免责补丁 然后才说道 其实想要推出裴总的灵感来源 主要是从裴总给出的几条 基本要求入手 显然 裴总从事他的灵感来源 推导出这几条要求 这是游戏设计的基石 然后才确认了游戏的终极形态 这个终极形态 内核已经被裴总完全锁死了 就只有外在的表现形式 可以在一定程度内变化 而这种变化 其实对游戏的实质并无影响 裴总在定好了大方向之后 只需要隔一段时间来检查一下工作 确定游戏没有跑偏的太远 就完全没问题了 这就是腾达开发游戏的基本流程 从这几条基本条件 你已推出裴总的灵感来源 当然是有难度的 毕竟灵感来源少 而基本条件多 我们很难确定 到底哪一条基本条件 是从灵感来源直接推导出来的 哪一条是裴总后来 根据游戏的最终形态补充的 这也是困扰了我 那个朋友很久的难点所在 延期点了点头 申表赞同 他疑惑的地方也正在于此 按照推测出来的裴总设计流程 应该是先有少数的几个灵感来源 然后根据灵感来源 去衍生出游戏的基本要求 再去设计出游戏的真实形态 但这之后还有一步 就是根据游戏的真实形态 再补充几条基本要求 因为这些基本要求是给设计师们看的 必须确保游戏不会跑偏 打个比方 裴总要盖一栋楼 先在地上立了几根柱子 然后根据这几根柱子 想出了这栋楼完成之后的样子 但仅有这几根柱子的话 其他设计师可能没办法 做得符合裴总的要求 于是裴总又根据这栋楼完成之后的状态 额外立了几根柱子 前后这两批柱子加起来 就可以完全把整座楼的外形给锁死 而其他的设计师们 根据这些柱子 就能把裴总要的楼给盖出来 现在延期困惑的地方在于 这两批柱子应该如何分辨 必须分辨出 哪些是裴总的灵感来源 哪些是后来补充的 就像盖房子的时候 墙看起来都差不多 但有些是承重墙 是不能拆的 有些不是承重墙 可以打掉 如果找错了 把非承重墙当成了承重墙 或者把承重墙给打掉了 那后果会很严重 李亚达说道 其实这个说难很难 但说简单也简单 如果只有一个设计方案 那确实无法分辨 但如果能把裴总设计的每一款游戏 全都过一遍 把裴总提出的所有要求 全都放到一起 比较 分析 自然就能从中提取出他们的共性 延期不由的恍然大悟 对 是这个道理啊 如果只有一款游戏 那确实不行 但如果能有裴总在设计所有游戏时提出的要求 将这些要求总结起来 筛选一番 自然能找出相对正确的答案 样本越多 推测出来的规律 自然也就越贴近真相 虽然还没有真正得出可用的结论 但延期对李亚达已经相当幸福了 觉得这位还真是深藏不露 彷彿为自己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李亚达继续说道 因为涉及到的游戏太多了 我的那个朋友也没有跟我一一讲清 不过他把自己总结出来的规律 向我透露了一些 延期点点头 这很合理 毕竟裴总做过的游戏那么多 就算李亚达口中的这个朋友 作为设计师 把这些游戏全都捋顺了一遍 但详细的过程 肯定也不会跟李亚达说的 关键还是看最终的结果 李亚达 总结起来 裴总决定制作游戏 确实是有一些出发点的 有些无法参考 无法学习 但有一部分是可以参考的 也反映了游戏设计方面的一些规律 首先 裴总喜欢去做之前从未做过的游戏类型 即使是同样的游戏类型 也要选择一个完全不同的切入点 而在诸多游戏类型中 裴总更偏爱一些冷门的小众游戏 努力将小众游戏做得符合大众口味 从而造成破圈 其次 裴总喜欢与市面上流行的竞品游戏反着来 选择出人意料的做法 但这种不同 前提是 不能违背游戏的核心乐趣和客观规律 达到一种表面上看起来离奇 仔细分析在情理之中的效果 再次 裴总认为 不应该事事都顺应玩家表面上的习惯和想法 而是要努力发掘玩家们更深层次的诉求 也就是努力找寻同一种玩法 可以给玩家带来的更深层次乐趣 最后 在包装上 裴总会选择最能代表华夏传统文化 比较有代表性的故事背景 并加入一些能引发国内玩家共鸣的哲学思考 概括起来就是 裴总非常善于跟市面上流行的做法反着来 表面上看来 这似乎是在跟玩家的口味背道而驰 但实际上 却是打破了千篇一律 已经让玩家玩腻了的思维定势 用另外一种 更深层的乐趣引导玩家 并在一众游戏中脱颖而出 延期一边听着 一边在电脑上快速记录 这些内容听起来比较空 比较像是纯理论的内容 如果没有相应的案例做注视 其实很难理解 延期现在还没法理解得很深刻 但他可以对照着腾达的这些游戏 慢慢理解 记录完毕之后 延期把这几条规律 快速地扫了一眼 若有所误 所以 我之前的想法 完全是错的 我认为 回头是案 已经在国产动作类游戏这个领域 做到完美了 实际上是用一种僵化的 静止的眼光 在看待问题 我看到的 实际上是裴总在两年前 就已经看到的画面 如果让裴总现在 再决定做一款动作类游戏 他做出来的游戏 一定会是跟 回头是案 大相径庭的 而我如果想要让游戏成功 就必须向裴总学习 努力站在裴总的角度 来思考问题 李亚达满意的点点头 没错 就是这个道理 延期之前的想法 被完全推翻了 他眉头紧皱 开始认真思考 回头是案 确实直到现在都没有过时 但他绝对不能做一款 模仿回头是案的游戏 因为裴总的游戏 都是领先于时代 才能成功的 如果延期想要成功 就一定要向裴总学习 设计一款领先于时代的游戏 一定要跟 回头是案 风格 有非常明显的差异 延期很清楚 自己不可能做到 裴总的那种程度 做出来的动作类游戏 也几乎不可能达到 回头是案的那种高度 但有句话叫 求其上得其中 奔着一百分努力 可能最后能得九十分 但奔着六十分努力 最后的结果 很可能是不及格 所以 延期必须得朝着裴总的那个方向努力 这样一来 哪怕不能爆火 至少也能赚到钱 并且为以后的爆款游戏 打下坚实的基础 那 理解 应该如何反着来呢 回头是案 确实跟之前的国产动作类游戏 反着来了 强行加高了难度 如果我要再反着来 把难度降下去了 那不是又回去了吗 似乎也是行不通的吧 李亚达微微一笑 当然不能回去 所谓的反着来 它不是一条直线 而是一个螺旋上升的过程 反着来 不是让你走回头路 而是在对现有规律的巩固之后 继续追求更高的发展 至于具体如何螺旋上升 那就是你要思考的问题了 我就帮不上忙了 其实李亚达可以设计 但他不愿意干涉太多 兽人以鱼 不如兽人以鱼 他已经把方法论传授给了延祺 游戏能不能做出来 最终做到什么程度 都得靠延祺自己了 延祺赶忙说道 太感谢了 给大家发红包 现在到微信公众号 书有大本营 可以领红包 如果不是理解 你把我点醒 我现在 可能还在想着 做一款模仿 回头是暗的游戏 那最终多半是以失败告终 现在虽然新游戏还没有头绪 但大方向已经清晰多了 你把这么珍贵的内容跟我分享 我真不知道 该怎么感谢你了 李亚达笑了笑 不用谢我 要谢就谢裴总吧 让优秀的国产游戏越来越多 是裴总的夙愿 也是裴总一直在推动的事情 你能做出一款优秀的国产动作类游戏 这本身就是一种报答了 在我看来 其实你什么都不缺 缺少的只是正确的方式方法 以及自信和勇气 现在 方式方法你也掌握了 只要始终保持自信和勇气 就一定没问题 李亚达的这番话 让延期信心倍增 虽然是道听途说 延期也无法确定 这种说法的真实性 但不得不承认 这番话 对他而言很有启发 而且 也确实给他提供了一种 设计游戏的思路 完全可以按照这种思路 先尝试一下 如果走不通 那就再说嘛 反正试一试 写个设计稿 又不用花钱 延期把记录了这些内容的文档 仔细保存了下来 生怕搞丢了 而后 他开始 对照着这些内容 开始思考自己的新游戏 到底该怎么做 首先找一个合适的切入点 嗯 应该是游戏难度 对于动作类游戏而言 难度具体定到什么程度很关键 而且 也正好可以用理解说的 螺旋上升的方式来考虑 延期的大脑快速运转 进入了沉思状态 他努力地把自己带入到裴总 想象着 如果裴总是自己 现在决定要做一款动作类游戏 应该如何去做 可以肯定的一点 裴总一定会对 回头是岸的做法 进行大改 而这种大改 并不是推翻和倒退 而是螺旋上升 最初的国产动作类游戏难度过低 对玩家来说 没有挑战性 怪物伤害不够 所以 玩家哪怕挨个几刀也没关系 几乎不会死亡 死亡之后 也没有任何的惩罚机制 而裴总正是针对这一点 做出了 回头是岸的设计 现在延期要跟 回头是岸 反着来 做出创新 肯定不能开到车 如何在不倒退的情况下 跟 回头是岸 做出区别 这是个问题 难度肯定是不能降的 至少不能降的太多 因为在保证一定的难度的前提下 才会强迫玩家 去钻研游戏的战斗系统和关卡设计 如果玩家一路就是单纯的割草 根本不需要躲技能 不需要用道具 按一按攻击键就能通关 那再好的战斗系统和关卡设计 玩家们也根本体会不到 但在保持难度的前提下 又要跟回头是岸 做出区别 嗯 陶客 似乎只有这一种办法了 给大家发红包 现在到微信公众号 书有大本营 可以领红包 但不能随便地逃 要有一定限制 也不需要一直难 越来越难 后期反而可以简单一些 当然 这种简单是建立在一定的手法 和官方给的陶客机制上的 没错 官方陶客 让玩家可以在感受动作游戏 硬核魅力的同时 也可以摸索多种方法通关 而到了后期 这种乐趣就可以变成配装 玩套路的乐趣 相当于提供给玩家 更多元化的通关方式 和游玩方法 延期很快想到了一种解决办法 当然 主要是因为其他的路都被走过了 有回头是岸 在前 为了跟回头是岸 做出区别 他只有这条路可以走 延期想出来的办法是 官方逃客 而这种官方逃客 跟回头是岸 里的普渡不一样 普渡的逃客方法 仍旧没有跳出 回头是岸的战斗系统 它是一种纯数值的逃客 这把武器 在对付特定敌人的时候 就是伤害高 就是出手快 所以能逃客 而普渡这把武器存在的意义 不仅是为了让手残玩家能够通关 更是为了凸显 回头是岸 这款游戏的哲学价值 有优势 自然也有相对应的缺陷 游戏设计并没有十全十美一说 它必然只能满足一部分玩家的口味 牺牲另一部分玩家 回头是岸 实际上是一款不允许逃客的游戏 你可以逃客 但后面全都要补回来 用普渡逃客 就意味着你不可能打出完美结局 但如果由设计者为这款游戏 加入更多复杂的系统 让玩家可以通过法术 远程攻击方式 或者特殊的配装方法 用简单的办法 也可以通关呢 这样一来 最大的问题 就是失去了回头是岸的哲学内涵 但延期做的本来也不是回头是岸 它无法继承这种哲学内涵 更无法达到回头是岸 打破次元壁的层次 而这样带来的好处是 玩家群体拓宽了 对于一些玩家来说 游戏后期的乐趣更强了 回头是岸 这款游戏 强调的 其实是一个玩家自身成长的过程 而游戏内角色成长 是非常有限的 一些大佬 可以用初始武器 打到最终boss 或者全程无伤通关 就是这个原因 如果最终boss的属性 是初始武器攻击力的几万倍 十几万倍 那玩家不可能拿初始武器通关 回头是岸 为了让玩家更好地体会到自身的成长感 刻意压缩了游戏内角色的成长数值 也就是说 升级可以让你少受苦 但不能免于受苦 而你自己的技术成长了之后 拿一把初始武器 也能无伤通关 这是回头是岸的特质 原本颜奇是不敢去否定他的 但现在颜奇意识到 自己必须否定这一点 否则做出来的游戏 就是对回头是岸的拙劣模仿 没有任何存在的意义 颜奇想出的办法是 重新把角色的数值成长加回来 给玩家另外的通关游戏的方式 手藏玩家 一路逃课过关也没关系 他们爱怎么玩就怎么玩 大老玩家依旧可以挑战自我 打出各种无伤战技 受人膜拜 到了后期 玩家的技术到达瓶颈之后 还可以继续去玩角色配装 探索游戏机制 延长游戏寿命 确定了这一点之后 岸奇开始考虑 应该如何官方逃课 游戏的基础战斗系统 可以视为武术 刀枪剑戟 各种武器都有不同的用法 就像回头是岸 离每种武器 都有不同的武器技一样 而除此之外的战斗系统 可以视为官方逃课 也可以视为降低难度 更容易通关游戏的方式 其实逃课的方法很简单 无非就是法术 远程攻击 还有一些类似于重生 短暂无敌等强大效果的游戏机制 而这些内容的包装 结合华夏文化背景 可以做成道术 佛法 儒术 兵法等不同的系统 道术 关键词是炼丹 符咒 通灵 布阵等 佛法 关键词是炼体 修心 手剑 超度等 儒术 关键词是格物置之 克己手心等 兵法 关键词是弓箭 阵型 对各种兵器和铠甲的高效利用等 这四种系统得做出区分 要各有特色 而且玩家不能兼顾 必须针对自己的武器 打法 选择合适的系统做出搭配 这四种系统 其实都是对角色实力 进行辅助与提升 只是侧重点不一样 倒数 炼丹可以给角色提供buff 效果卓越 但有一定的持续时间 并且需要消耗材料 符咒可以给自己加buff 也可以对妖怪敌人进行限制 通灵可以召唤鬼怪 而布阵则是通过符咒的提前布置 在一定范围内战斗时 可以获得特定效果 倒数比较适合那些 喜欢在战前 做足充分准备 追求最大化 提升的玩家 佛法 强调的是对角色本身的修炼 炼体可以加攻击力 减伤 效果比较持久 也不需要消耗材料 但数值不如倒数 在攻击特定的妖怪敌人时 可能佛法也会有额外的伤害加成 佛法应该比较适合那种比较懒的玩家 提供一个常驻的增益效果 不需要复杂的战前准备 也不需要担心 战斗到一半材料 用完 如数 通过格物置之 可以看透boss的弱点 可以把自己的攻击 强化为针对boss弱点的攻击 对玩家角色防御力 不会有任何提升 但对于无伤玩家来说 是速杀boss的最佳选择 如数比较适合大老玩家 因为倒数 佛法和兵法 都存在一定增强自身防御力 和生存能力的手段 但如数没有 在大老玩家精妙的操作下 如数可以更快地达成 对boss的针对速杀 兵法则是让玩家 可以更好地提升弓箭的杀伤力 铠甲的防御力 还可以提升联击 或召唤NPC时的群体增益效果 它也是一个常驻的buff 而且泛用性比较好 兵法比较适合刚入门的玩家 虽然也消耗材料 需要战前准备 但用法相对简单 效果在初期尤其显著 在后期针对一些偏门玩法 比如弓箭流 也有不错的提升作用 玩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 在四重系统中自由选择 不过在点数分配方面要有限制 就像点天赋一样 比如 某个系统必须要100点才能点出终极天赋 而玩家一共只能获得220点左右的点数 可以选择在两个系统中点出终极天赋 也可以选择放弃其中一个终极天赋 把点数用到其他系统的中层技能上 甚至用不到终极天赋的话 还可以四重系统平均点 点法没有标准答案 关键是要和自己的配装打法相匹配 严齐看了一下自己设计出来的这个核心战斗系统的雏形 满意地点了点头 感觉还是挺有意思的 至少跟回头是暗 做出了非常明显的区别 其实在讨论回头是暗 这款游戏的时候 很多人都陷入了误区 认为逃课就一定是错误的 在这款游戏里 确实是这样 因为逃了课 后边还要补 受苦是迟早的事情 但如果放到动作类游戏这个大的品类里 这个说法就不成立了 逃课就一定是错的吗 当然不是 游戏归根到底还是一种娱乐 每个人从游戏中获取乐趣的方式都是不一样的 有些人希望在游戏中不断磨练技术 享受凭借硬实力打赢boss的成就感 而有些人天生守残 反应慢 但通过合理利用游戏机制打赢了boss 这同样也是一种快乐 过度强调某一种乐趣 其实都是片面的 回头是暗 在第一条方面可以说是登峰造极 但也不是说只有这一种做法 延奇觉得 自己可以在第二点上深挖一下 这也完全符合李亚达之前说的 裴总认为 不应该事事都顺应玩家表面上的习惯和想法 而是要努力发掘玩家们更深层次的诉求 陶克 这本身也是玩家深层的诉求之一 把陶克的机制做好了 这也是一种不错的创新 接下来 就是游戏的故事背景了 如果要展现出四众系统的不同特征 就必须让他们可以针对不同的怪物 所以 除了人形敌人之外 也要有妖魔鬼怪 妖 魔 鬼 这是三众不同的怪物 而在捉妖 浮魔 驱鬼等方面 道术 佛法 儒术 兵法 肯定都有不同的手法和侧重 纯粹的架空世界观 可以 选择一个合适的历史阶段 也可以 但整个故事背景 一定是妖怪横行 战乱平人的年代 而且 一定是如是道兵四家都很兴盛 并激烈竞争的年代 嗯 如果说找一个历史原型的话 魏晋南北朝似乎最为合适 延期虽然没有专门研究过历史 但这些历史知识属于常识 魏晋南北朝时期 是历史上一个分裂时间极长 长期持续战乱的阶段 这一阶段的重大事件 包括了五胡乱华 灭佛等一系列标志性事件 与延期构思的如是道兵四家并存的体系 非常契合 而战乱平人的世界 各种妖魔鬼怪横行 也变得非常合理 不过选择这个历史时期 作为故事背景的话 就会面临一个问题 就是切片不好选 有辨识度的人物串联不起故事 而能串联起故事的人物 又没石摸鸣气 这剧情该怎么做呢 还是得原创故事背景 延期很快又遇到了一个新的问题 俗话说乱世出英雄 但有的时候乱世也不出英雄 就是单纯的乱 三国时期的历史 之所以被各种文学作品 和影视作品反复的改编 就是因为 这段历史的故事情节丰富 人物性格鲜明 题材本身就合适 但像是魏晋南北朝 以及五代十国这样的历史阶段 因为本身 没有太多的标志性事件 也没有大量很出名的英雄人物 所以 题材本身就不适合做演绎 延期如果真要选这段历史时期 作为游戏的故事背景 那到底要不要加入这一时期的历史人物呢 如果加入的话 要不要严格按照历史来呢 如果按照历史来 这些人的形象本身就没时摩辨识度 也不太好区分 费了很大的精力去查历史资料 最终的结果可能是白费力气 玩家根本不买账 而且 按照历史来看 战乱年代持续的时间太长了 如果剧情末进行到统一 那就挺奇怪的 显得主角忙活半天 毫无结果 整个故事没头没尾 如果剧情进行到统一 那年代的定位 似乎又会跑偏到隋唐演绎 如果不按照历史来 进行充分的魔改和再创作 那还可能被喷说 不尊重历史 干嘛不直接原创 延期想来想去 觉得还是直接原创一个架空历史更香 当然 这一历史时期也不是毫无用处的 可以作为原创的素材 如果从零开始纯粹原创的话 很多标志事件 游戏中 整个社会环境的一些细节 做起来都会比较麻烦 但对照着这一历史时期 将很多关键元素 融入到游戏中 能让整个故事背景 变得更加丰满 这个故事中的核心矛盾 可以有很多 比如 多个国家分裂割据 战乱平仁 民不聊生 边境一族入侵 烧杀抢掠 内忧外患 战争引发的仇恨和怨气 让妖魔鬼怪横行 佛 道 如 宾四家相争 降服妖魔 参与国家之间的战争 在事件中有深远影响 佛门的过分兴盛 引发了一系列的灭佛运动 在佛道如宾四家中 有真正的得道高人 想要救万民于水火 但也有败类 鼓动战争 攫取力量 达成不可告人的目的 总之就是一个字 乱 而在这种混乱的世界中 主角的定位 是一个立志斩妖除魔的普通人 不断地学会如是道宾四家的战斗能力 不断磨练自己的武学技艺 斩灭妖魔 也参与到国家与国家 与异族的战争之中 卷入到一系列的大事件 而根据玩家在故事中的选择 故事也会走向很多众不同的结局 回头是暗的故事背景相对清晰 所以结局数也比较少 而延期构思的这款游戏 背景复杂 三两个结局肯定是不够的 他考虑 可以将几个不同的方面分开阐释 然后将它们组合起来 首先是国家的统一状态 有三众 贤明的皇帝完成大一统 野心家完成大一统 在统一完成在即的时候失败 整个世界再度陷入分裂 其次是异族的状态 有两众 阻挡异族成功 异族被驱逐 阻挡异族失败 大片土地沦陷 大量平民被屠杀 再次是佛道如宾四家的状态 可能是某一家最为兴盛 占据统治地位 也可能是一部分衰落 一部分共存 最后是主角的结局 有四众 成为皇帝或国家背后的真正统治者 成为云游四方 猎杀妖魔鬼怪的侠士 成为妖魔的化身 黑暗世界的魔王 成为佛道如宾四家的佛陀 道祖 圣人 并将之发扬光大 根据玩家在游戏中的历程 在一些关键节点上的选择 以及是否完成了各流派的终极挑战任务等因素 玩家最后打出来的结局 是这几个结局组合而成的 游戏鼓励玩家打多周目 同时 游戏中也会有不同的装备词条 套装属性 佛道如宾四家的秘传 气韵加深等系统 让玩家后期可以刷装备 进行自由搭配 让玩家在后期也有不同的奋斗目标 当然 为了让玩家能够更好递刷 一个重负 打boss的无尽模式 也是必不可少的 延期一边构思一边记录 默然回首才发现 原来自己已经写了这么多的内容 而且 游戏的大框架 竟然已经全都打好了 从难度入手 试着去对 回头是暗的做法做出改变 走上另一条路之后 延期惊讶地发现 后续衍生的战斗系统 故事背景等内容 竟然都顺理成章地就出来了 而且还挺流畅 挺自然 回头把这个设计方案审视了一番 延期都有点惊讶 有点不敢相信 这是自己设计出来的 因为这款游戏 给他一种眼前一亮的感觉 就像当初看到 回头是暗 和 永舵轮回 时的感觉一样 理解还真莫骗我 这个法子确实有用 换一个角度来看问题 这样捋顺下来 自然就激发了灵感 延期回头一想 其实李亚达也没有告诉他具体的设计方法 但却提供了一个正确的大方向 这个大方向就是 不能模仿 回头是暗 而是要走出一条螺旋式上升的道路 既保留优点 又做出差异 找到不同的切入点 努力挖掘玩家内心的深层乐趣 利用好华夏 传统文化 作为故事背景 李亚达说的这几条 延期一条不落地 全都用到了这款游戏的设计中 而且效果绝佳 延期朝着这个方向 稍微发散了一下思维 游戏的设计稿 自然就出来了 现在延期可以非常笃定地说 这款游戏跟 回头是暗 完全不同 不管它是否成功 至少它都会是一款非常特别的游戏 不过 要开发这样一款游戏 难度也是 可想而知的 不同武器 佛道如宾四众辅助系统 妖魔鬼怪和人类等各种不同的敌人 围绕一些关键事件 而设计的不同场景 这可全都是工作量 跟之前开发的手游 帝国之刃 相比 这难度 不知道翻了多少倍 需要多少人手 需要多少开发经费 这都是延期要 头疼的问题 虽说预见到了这些问题 但延期的态度 却比之前更加坚定了 非常迫切地想把这款游戏做出来 哪怕是杂锅卖铁 也必须做 因为一想到这款游戏完成之后的状态 延期就觉得非常激动 哪怕玩家们并不买账也没关系 他觉得 自己作为一名游戏制作人 能做出这样一款游戏 哪怕赔得杂锅卖铁 那也值了 万一到时候真做不出来怎么办 那就求爷爷告奶奶的去找投资人 反正延期是不可能在写出这某个宣传方案之后 把他搁置一旁 无动于衷 不管了 新游戏就做他了 嗯 还有个问题 这游戏应该叫什么名字比较好呢 延期再度陷入沉思 给这款游戏起名字 比较有难度 因为他的主题不是特别明确 延期设计的这款游戏 他的情感基调应该是乱世的悲凉感 是白骨鹿鱼野 千里无鸡鸣 是宁坐太平犬 莫坐乱世人 是妖魔横行 人命如草芥的感觉 相对而言 不适合以主角的身份或行为来启明 因为在游戏中 玩家可以为主角选择四种不同的身份 最后的结局也各有不同 以主角的身份来命名 很难兼顾四种不同的身份 毕竟如是道兵这四家的理念 有着巨大差距 很难找到共同点 找到了共同点 可能也不够贴切 不够适合 而如果以主角的行为来命名的话 其实也不太好 因为主角的态度 取决于玩家的态度 玩家的态度 有可能是积极的 主动去追求完美结局 拯救这个世界的人鱼水火 也有可能是相对随性的 达到哪算啊 单纯作为一个游侠 在行侠仗义 没想着改变世界 所以 也不太好把主角的行为给定死了 只能以整个文化基调来命名 凸显出这种乱世的感觉 强调玩家在这个乱世中 贯彻自己的道 选择自己的路 除此之外 这个名字 还得有一定的华夏文化底蕴 不能太过直白 否则就容易冲淡游戏的逼格 游戏名字还得好记 还得朗朗上口 不能太过生僻 严其绞尽脑汁的 把自己可怜的古文之时 搜长瓜度一番 最终 还是一无所获 想不出来 他脑海中出现的几个名字 要模式太过直白 逼格不够 要模式不够贴切 有些偏体 严其知道自己的古文水平 也就到这了 再绞尽脑汁的想 也没石磨意义了 只能求助于场外观众 但是往哪去求助呢 这又不像写小说 还能抄抄书评什么的 去玩家群里问 让那群玩 帝国之刃 手游的玩家 干这种计费脑子 技术难度又很高的活 严其表示高度怀疑 突然 他灵光一闪 去吐尾直播怎么样 吐尾直播那边 可是有一大群古文的青年学者 和研究生啊 虽然这群人 也不是天天直播 但有几个甘地是经常在线的 去求助一下 不是正好吗 这毕竟是个技术活 还是得专业人士出马 想到这里 严其立刻打开吐尾直播 选了一个大佬的直播间 此时 大佬正在直播间里 跟观众们闲聊 从诗词歌赋 到历史古文 这些学者 平时直播间的人 数不算很多 毕竟 直播本身就是一种 信息密度很低的事情 再跟学术配合起来 做直播 确实没石磨效果 但他们之前讲课的合集 倒是播放量非常高 而且还在持续的增长中 这些学者 靠着讲课的视频 可以拿钱 做有用APP的内容 也可以拿钱 直播也有点礼物收入 更重要的是 跟学友们聊聊天 分享一下知识 本身也是一件 比较有意思的事情 所以 有机会甘地经常直播 都混脸熟了 这个直播间的学者 网名叫慕容铁栓 从网名就能看出来 人比较恶搞 也比较风趣幽默 讲过古文 也讲过一些历史 也算是兔尾直播平台上的 甘地之一 颇受欢迎 是很多人挂时长的首选 严奇想了想 先送了点小礼物 然后发谈目说 希望大佬能跟自己通个话 有事相求 因为直播间里 本来也没多少人 严奇又送了点小礼物 所以很快就吸引了 慕容铁栓的注意力 私聊发过来了一个电话号码 很快 俩人通了电话 严奇把这款游戏的故事背景 给讲述了一番 着重提出了几点要求 首先要凸显出乱世的悲凉感 其次最好有典故 有一定的逼格和文化抵御 最后要好念好记 不能太过生僻 名字也不宜过长 也就是说要用点 但不能过分拽文 既要体现出一定的文化内涵 又不能太过生僻 慕容铁栓也陷入了沉思 显然这个要求还是挺高的 不过毕竟是专业人士 又在给有用A.D.做内容的时候 对相关题材进行过梳理和总结 所以他很快就有了想法 我现在想到了两个名字 你可以自己选一个 第一个名字叫做 大道寄饮 这个典故是出自于 李济 讲的是社会的两种不同状态 一种是大道之行也 天下为公 另一种是金大道寄饮 天下为家 大道寄饮 就是说当前所处的 并不是理想社会 而是人各为己 自私自利 充满矛盾和斗争的社会 是在逝者去 众以为央的可怕事实 在这重状态下 人们为了权力和财富的争夺 臣逝其君 子逝其父 兄弟相残 殊职向害 就像春秋中所记载的 世君三十六 亡国五十二 诸侯奔走 不得保其设计者 不可胜数 当然 关于这段文章的解读 内涵比较复杂 作为古人的思想 其实他所体现的社会观 也不是完全正确 但可以表现出你 所要表达的意思 第二个名字叫做 蜀梨 这个典故是出自于 诗经中的 王丰 蜀梨 是一首 有感于国家新亡的诗歌 知我者为我心忧 不知我者为我何求 就是出自于 蜀梨 这首诗的背景 是一位远行者 经过西州稿经 陷到宗庙宫市的遗址 没有了都市的繁盛荣华 只有一片玉帽的蜀苗 尽情地生长 于是闽州市之颠覆 彷徨不忍去 作诗抒发自己 对国家新亡的感慨 这首诗流传久远 影响很大 后世的文人 只要写到永史诗 往往都会沿用 比如曹植的 秦诗 向秀的 司旧妇 刘雨昕的 巫衣相 江奎的 扬州曼 怀佐明兜 等等 后来 这种感慨于国家新亡的情感 被称为蜀梨之碑 你觉得这两个名字怎么样 你是原作者 具体哪个名字更贴切 还是要你来拿主意 延祺简直是喜出望外 不愧是大佬 这模块就想好了 而且 还有两个名字可以选择 他考虑了一下之后说道 我觉得 蜀梨更好一点 一方面是因为 大道寄影 讲的是儒家的思想 相对而言有所偏重 而游戏中 是儒师道兵四种体系 不能有明显的倾向 另一方面 大道寄影 是四个字 蜀梨 是两个字 更加简洁一点 而且我突然想到 整个故事是架空的 但历史背景 可以再往前提一些 让人感觉 是在比较久远的古代 更能贴合 蜀梨 这个名字的背景 太感谢了 慕容铁栓笑了笑 没石魔 举手之劳 你决定做一款 华夏背景的游戏 这是好事 我也很期待啊 如果以后有什么问题 可以随时问我 我非常乐于解答 给大家发红包 现在到微信公众号 书有大本营 可以领红包 千恩万谢之后 严琪退出了直播间 之前严琪一直觉得 兔尾直播 是个另类的直播平台 但在这种关键时刻 就发现了 它是真顶用啊 还有跟兔尾直播配套的 那个有用APP 真想干点正事的时候 在特定的专业领域 还真能找到 自己想要的答案 唯一可惜的是 有用APP上内容的填充速度 还是太慢了点 让人有点等不及 毕竟涉及到各行各业的知识 需要专业人士一点一点的往里入入 这是个体力活 名字敲定了 严琪又花了一些时间 把 鼠离的设计概念搞给完成 他甚至想好了 这游戏的宣传图 一个别无所长的普通人 进入乱世中 看到妖魔横行 名不聊生 自然有了一种悲天悯然的情感 主角的背影 在一片藏满了茂盛鼠苗的宫殿废墟 持见前行 而远处是妖魔作祟 硝烟似起的淡红色天幕 很多之前没有确定的细节 也顺便屡通顺了 不过严琪很快就意识到了一个更加严重的问题 就是 这游戏的体量 似乎有点太大了 完全超出了 自己这个小工作室 能承受的范围 当然 如果非要搞极限 操作的话 也不能说完全不可能 在有官方编辑器 而且技术水平 已经有很大进步的前提下 工作室所有人都报干加班 在砸锅卖铁 把之前帝国之刃的所有收入 全都砸进去 或者再抵押一下房子之类的 也许能开发得出来 只是这个时间不太好确定 可能是一年 也可能是两三年 甚至更久 这还是 在有官方编辑器 游戏开发时间大幅缩短的前提下 只不过 这样搞 未免有点太拼了 或者说 太蠢了 一点都没给自己留后路 延琪觉得自己 不能像个愣投轻一样的投铁 得想想别的办法 比如说 拉投资 招人 现在他这边不论是钱 还是人都有点不足 强行开发 万一做出来的游戏品质不达标 那不是浪费了一个好点子吗 这个点子 如果只做一个半成品 那会让延期很痛苦的 招人的事情相对好说 毕竟归根到底还是钱 之前延期创办这个工作室 也是拉的投资 而且也赚钱了 给这家投资公司一定的回报了 按理说 再拉一笔投资 应该不难 可问题在于 这家投资公司 在荆州算不上述一数二 也莫娜魔雄后的财力 之前投资给延期 是因为延期做的 帝国之刃 是他拿手的手游 一步迈到单机动作类游戏了 这磨大的风险 愿意接的投资公司可不多 谁都知道 单机游戏失败的风险很高 大投入 大制作的单机游戏 就更是如此了 国内也就 陪总能保证 单机游戏 做一款火一款 其他公司都不太行 更何况 手游跟单机3A大作 这投入 也不是一个量级的 做个手游 可能几百万就够了 两三千万 那都是相当富裕的了 还能把宣传经费 也涵盖进去一部分 可3A大作 想要保证20小时的标准游戏时长 即使是在现在的技术水平之下 随随便便 也得上亿 就算可以把流程压缩一下 就算可以用一些重负玩法 配装 和其他系统来延长游戏时间 但归根结底 大几千万的研发经费 已经是最底线了 回头是岸的研发经费 相对比较省 那是因为 整个故事比较纯粹 不像 属离 这么复杂 这条路 已经被裴总走过了 延期就只能走另一条路 而这一走 钱就不够了 乃去搞这么多钱 延期再度陷入了迷茫 嗯 你怎么还在纠结呢 玄梅想出来 李雅达出来溜了一圈 恰好又看到延期在座位上 长欲短叹 他心想 悟性不至于这摩刹吧 我都给你 讲得这摩清楚了 就算游戏的细节没做出来 总该也得有个大方向 大框架吧 至于还在这叹气吗 延期有些尴尬地笑了笑 理解 点子是有了 但有遇到一个更加严峻的问题 没钱 李雅达愣了一下 嗯 点子已经有了 我看看 延期侧身让开 李雅达随手拉过来一把椅子 查看 鼠离的设计稿 看完之后 李雅达一条大拇指 可以啊 我觉得这个点子相当不错 至少让我觉得眼前一亮 目前市面上没有这种类型的游戏 给大家发红包 现在到微信公众号 书有大本营 可以领红包 延期苦笑 可是没用啊 想把这个点子不阉割地完整做出来 这研发经费少说 也得一意打底吧 我们这小工作室 肯定是拿不出来的 只能找投资人 可游戏行业毕竟是个高风险行业 谁愿意给一款单机游戏 投资一个亿 投三五百万给个手游 都得掂量掂量 李雅达沉默片刻 说道 也许我可以帮你想想办法 我刚好 认识几个投资人 尤其是跟圆梦创投那边 关系还可以 延期愣住了 表情逐渐变得震惊 好家伙 这也行 理解这可真是深藏不露啊 刚开始还以为他就是招路游戏平台的一个普通员工呢 结果腾达里头也认识人 圆梦创投也认识人 圆梦创投 那不就是腾达的投资公司模 难道说 李雅达是从腾达离职出来创业的 那不可能 腾达那模好的福利待遇 怎么可能有人会主动离职呢 嗯 也有可能是招路游戏平台那边的关系 延期不知道 招路游戏平台背后的出资人到底是谁 这个深层的老板非常神秘 但知道一点 肯定是不差钱 敢向招路游戏平台这模玩 绝对都是不差钱的主 也可能是招路游戏平台背后的老板 认识这些投资人 而李雅达作为平台的骨干员工 也跟这些投资人认识 能说上话 想到这里 延期似乎看到了一线曙光 真的 那太好了 不过 延期还是觉得有点虚 我听说圆梦创投 也是一家非常特立独行的投资公司 有一套规则 想要拿到投资 还得排队 而且 投的钱数 也都是定死的 不可能一下投上亿 更何况 鼠离 这游戏 目前还只是 停留在概念导的阶段 连个demo都没有 就算有你的这层关系 想要拿到投资 也很难吧 对于投资人来说 投资那可是正事 是要讲回报率的 总不可能因为朋友的一句话 上亿的钱 就随便地投出去了 要真是那抹草率 估计这投资人 也早就把自己玩破产了 所以 不是对这层关细性不过 关键这是可不是借个三五百块钱的这种小事 李雅达想了想 嗯 确实地稍微做一些准备 这样吧 你按照圆梦创投那边的格式 简单写一份计划书 我再帮你润色润色 从我的视角介绍一下这款游戏 看看能不能打动 投资人 李雅达差点说成了看看能不能打动裴总 因为他很清楚 像这种大额投资 贺德胜是肯定要跟裴总打报告的 按照裴总的性格 多半是会支持国产优秀游戏的 但作为下属 李雅达也得如实汇报这款游戏存在的风险和问题 让裴总能够做出最正确的决断 如果裴总觉得不行 那就说明这个点子不靠谱 做出来也是失败 那就劝言其 还是别做了 如果裴总认可 愿意投资 那就说明这游戏没问题 也就可以放心开发了 延期点了点头 行 那我写一份计划书 他也没抱太大的希望 但既然有李雅达的这条线 是一事总是没错的 写个计划书 再写个设计出稿 这又废不了什么事 万一真能拉到投资呢 拉不到一个亿 拉到五千万 那也行啊 到时候可以卖一卖抢先试完版 搞搞预购 说不定又能坚持下去了 两人各自忙碌去了 11月10日 周六 GAUK全球邀请赛正式开赛 另外一边 IOI的全球总决赛也是同期进行 毕竟两个比赛都在欧洲 可选的周末就这磨几个 不过这两个比赛虽然都是周六开打 但时间并不相同 GAUK是在欧洲时间的上午九点钟开打 相当于国内时间的下午五点 而IOI是在欧洲时间的下午三点半开打 相当于国内时间的晚上十一点半 显然 这单纯是一个取舍的问题了 因为欧洲和国内差着六至八个小时的时差 所以 两边的观赛时间不可避免地会错开 GAUK是因为腾达作为主办方 刻意要求那边的比赛上午开打 这样一来 虽然对欧洲的观众不算特别友好 但却相对折中很好地照顾了国内的玩家 而且在赛程安排上 国内的队伍的赛程大部分也都往前排了 不愿意熬夜的玩家 看完国内队伍的小组赛 就可以去睡觉 不用熬得太晚 至于IOI那边 显然就不会太照顾国内玩家了 他们要抢占欧洲市场 当然要把比赛安排到欧洲那边的黄金时间 至于国内观众 熬夜就熬夜吧 确实也照顾不到了 下午 精盛广场 腾达体验店大屏幕前面的空地上 已经挤满了观众 这次GAG全球邀请赛的线下观赛 可以说是办得如火如荼 全国各地的很多大型商场 都在一层的大厅中布置了大屏幕 很多电影院也把空出来的影厅用于观赛活动 而线下观赛最热闹的地方 显然是腾达体验店门口的这块空地 一方面是因为这边的屏幕足够大 容纳的人足够多 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对面就是GPL比赛的场馆 GPL常规赛的时候 每天都有大量的人群聚集在这里观赛 已经形成了一种风潮和习惯 现在虽然已经是11月份 天气转冷 但人潮汹涌 观众们依旧非常热情 比赛还有一个多小时才开打 但现场的活动已经安排上了 陈磊登台现场 现场的情况被直播到其他的线下观赛地点 成为国内观众的专享福利 广场中 几个观众正在一边听陈磊的演唱 一边议论 能请到陈磊专门给国内观众唱歌 还专门调了比赛的时间 真不错 感觉在Gog这边国内玩家妥妥的人上人啊 跟IOI那边完全不一样 陈磊当初也是因为裴总裁活起来的 回来唱个歌 在玩家面前刷刷脸 给自己加点人气 这是双赢 跟陈磊合唱的这个嘉宾是谁啊 唱得不咋地 也就是个酒吧歌手的水平 就这样也能登台 还是跟陈磊合唱 那个啊 那是电竞事业部的张总 前任墨语网咖负责人 ROF装机负责人 现DGE俱乐部和电竞事业部的负责人 Gog的比赛这块 理论上都归他管 卧槽 来投这摩大呢 这摩一说 张总太牛逼了 这样的大佬竟然还能唱到这个水平 腾达真是人才积极啊 没错 据小道消息说 张总最早的时候 还在墨语网咖 兼任调酒师和助唱歌手的 陈磊来之前 就是他助唱的 后来呢 后来 后来差点把墨语网咖唱黄了 幸亏陈磊接手 墨语网咖才活过来 静下说 我不许你这摩诋毁我敬爱的张总 就是 张总唱得太好听了 比陈磊唱得都好听 张总 我为你欢呼 张总 DGE全体队员的签名赵能不能安排一下 GPL战队限量周边能不能抽一抽 再 ROF最顶配的机器抽一台 张总 全英雄全皮肤的账号就拜托了 我想打职业 张总 你看看我啊 一听说张元的身份 现场的风评 立刻180度大转弯 大家纷纷表示 张总这样的身份和地位 竟然还到台上唱歌 给大家白嫖 而且唱得还不赖 简直就是写传 又是一曲唱罢 陈磊和张元退场了 现场的观众还在等着下一首 结果陈磊并没有再返回台上 而是走上来GPL联赛的一位主持人 这次GOG全球邀请赛的主场在欧洲 所以GPL联赛的大部分主持人 解说也都去了欧洲 但大家也不是同一时间去的 是分期分批去的 而且也有小部分人因为签证问题 没有去城 没去的主持人 有的被拉来GPL联赛场地客串 有的到全国各地 各大城市去走学 现场解说开辟第二 第三 蒂恩现场 这可以说是一举两得 既让他们有活干 又让各个城市的观众都能被关照到 可以现场听到不同的官方解说 这次舞台上的所有节目 包括陈磊 张元的现场 还有主持人登台 都是在GPL场馆内搞的 同步直播到国内所有的线下观赛点 也有专门的直播间 看到主持人上来 很多观众当场就不乐意了 咦 陈磊呢 让陈磊继续唱啊 还没听过影呢 差不多得了 陈磊唱正摩多首 多累啊 真以为开演唱会呢 我建议 还是让张总上来抽奖吧 全英雄全皮肤账号 先抽他一千个 距离比赛 现在开始还有一个小时呢 陈磊这就下去了 是不是准备开下半场 可别安排什么尴尬的舞蹈表演 或者COS表演啊 观众们还在纳闷 到底是怎么回事 主持人已经揭晓了答案 在主持人的介绍下 实名穿着DGE俱乐部队服的选手 依次上台 向观众打过招呼之后 坐在对战双方的电脑前 这是国内观赛的专属福利 DGE俱乐部两队的暖场赛 这两支队伍已经是 DGE俱乐部培养了DN查的队伍 已经数不清楚 具体是D级查了 因为这两支队伍 一直是老代新的模式 人员来来去去 不是一下子全都被卖空的 反正各家俱乐部只要缺人 就从DGE俱乐部这里买 然后 DGE俱乐部又去清绪那边 继续找好苗子 本来观众们看到陈磊下场 还挺不乐意的 谈目上也纷纷表达不满 但看到DGE来打热场赛了 谈目风向瞬间又变了 这个好 让陈磊休息休息吧 不知道这一届的DGE怎么样 可别给慌望 将换他们这些钱被丢人啊 欢迎收看DGE俱乐部现场推介大会 获得MVP的选手将获得各大俱乐部的垂青 以及千万年薪 各位老板 新一批DGE出品选手已经新鲜出炉了 准备掏钱买了呀 好家伙 这是不是再给参赛队伍压力 到时候世界赛打得不好了 老板当场掏钱买个DGE的新人 老队员们可太有动力了 宋福利 据微信公众号 输有大本营 可以领888红包 刚刚因为陈磊唱歌暖场 而热起来的气氛 又更上一个台阶 作为全国乃至全世界都最奇葩的俱乐部 江湖中一直流传着DGE俱乐部的传说 在GOG还处于草创期的时候 DGE俱乐部的队员们 就凭借着强大的实力和健瘦的肌肉 征服了观众 10名队员拆分到各支队伍中 直接让整个GPL联赛的水平突飞猛进 很多人本来以为 DGE俱乐部在第一批的10名明星选手 被买空之后会逐渐陷入沉寂 逐渐沦落 但事实却恰好相反 DGE俱乐部反而一直保持着这种高水平 因为 DGE俱乐部已经变成了一处绝佳的跳板 成为国内最有天分的年轻选手 都挤破头想要进入的地方 大家都知道 进入 DGE可以跟最优秀的年轻选手做队友 而且培养一段时间之后 只要表现优秀 就会直接被各大平台高价牵走 不必担心 因为同工合同导致巅峰期低价给俱乐部打工 而对于其他的俱乐部来说 一来 DGE俱乐部是裴总的产业 有官方背景 要适当照顾 二来 DGE的培养 筛选 也让他们能够少承担挖掘选手失败的风险 反正只要是在DGE打出名堂的选手 一般而言 闭着眼睛买 都不会错 种种因素结合起来 导致新一代最出彩的年轻选手 大部分都在DGE俱乐部度过精 现在也很难说 到底是DGE俱乐部培训友方呢 还是因为DGE俱乐部太出名了 导致声援实在太好 招来的轻逊选手都是天赋爆棚 随便打打就能崭露头角呢 反正大部分俱乐部和观众 只要想要挖掘有潜力的新人 那就把目光投向DGE俱乐部 准没错 这次给DGE俱乐部安排打暖场赛 可以说是一举多得 对观众而言 提前暖场 让观众能提前进入观赛状态 有比赛看 总比解说尬聊有意思 对DGE的队员们而言 可以让他们上大赛锻炼锻炼心态 为之后正式打职业 做好铺垫 对各大俱乐部而言 可以借此机会 看一看新一批DGE队员的成色 看到里面的优秀选手 准备掏钱购买 对于电竞比赛来说 安排暖场节目 确实挺难的 因为电竞比赛的观众 喜欢的东西真不多 搞个cosplay 或者女团跳舞 真不见得受欢迎 稍微好点的活动是唱歌 算是一个普世性和接受度都比较高的活动 但唱歌唱一个多小时的话 观众们也会腻的 大家最想看的 还真就是比赛 所以最好是安排一个暖场赛 而且这个暖场赛的比赛双方还得有一定的分量 才能最大限度的调动起现场情绪 现在看来 这个安排可以说是相当成功 引得国内观众一致好评 在现场的欢呼声中 DGE12队的比赛正式开始 两边的小伙子们为了这一天都已经卯足了劲 努力把平时训练中的东西都打出来 完全不输给职业队的操作和执行力 尤其是年轻人特有的那种冲劲 让现场的呐喊声一浪高过一浪 偶尔也有因为紧张导致的下饭操作 让现场哄堂大笑 嘘声一片 而每次打出精彩镜头 或者下饭镜头 直播间里总是会有谭目飘过 这个上单塔下反杀两人 身价直接翻倍 这个辅助怎么闪现撞墙了 身价清零 一对这打也可以啊 预估身价500万一年 有没有更高的了 谭目开始纷纷估算身价 让直播间磅扶变成了菜市场 节目效果拉满 在世界其他赛区还在看赛事极景 听解说BB的时候 国内观众已经提前进入到了观赛的状态中 GPL场馆的后台 张元正在翻着论坛 看观众们对自己登台现场的评价 评价竟然相当正面 只不过催他抽奖的人稍微有点多 显然大家的动机都不太单纯 陈磊调侃道 张哥宝刀不老啊 有没有兴趣来我下一场演唱会做助唱嘉宾 张元呵呵一笑 算了 我还是很清楚自己有几斤几两的 其实 实话跟你说了 张元压低了声音 我这次登台演唱也不是为了秀 单纯是想避祸的 陈磊愣了一下 避祸 何出此言啊 他有点费解 张元能有什么祸 DGE俱乐部可是国内最能赚钱的俱乐部 因为别的俱乐部为了求成绩得不断的花钱买人 开销巨大 但DGE是纯卖人 而且各种周边也卖到手软 至于电竞事业部 更是把GPL连赛办得风生水起 张元从墨语网咖转型到电竞这边明明就很成功 正是长风破浪 顺风顺水往上走的时候 避祸是什么情况 而且 怎么避祸 为什么登台唱个歌就避祸了 张元看看四下无人 陈磊又是信得过的好兄弟 于是压低声音 苦恼地倾诉到 还不是因为包续搞的那个什么受苦旅行 第一批负责人已经去神农架了 掐指一算 大概也就还剩一两周时间 第二批就要上路了 第一批名单 全都是腾达核心部门的重要负责人 像什么黄思博 胡显斌 肖鹏等等 一个都没跑了 全被逮进去了 我觉得 肖鹏这是替我挡枪了 我要是还在墨语网咖 肖鹏的名字就得换成我 但是躲得过初一 躲不过十五啊 现在Dog世界总决赛这么一打 我怕是逃不过裴总的视线了 张元简直是悲从中来 早在第一批名单出来的时候 他就已经后背发凉 深感不妙 为了自救 张元绞尽脑汁 苦思冥想 现在眼瞅着受苦旅行的闸刀 就要落下来了 这能不急吗 陈磊震惊了 啊 还有这回事 可是 上台唱个歌 就能不去受苦旅行了吗 你确定 张元摇了摇头 不确定 但值得一试 其实 这是人力资源部 那边同事的最新理论研究成果 我这算是试验一下先锋理念 不敢说肯定成功 但万一成功了呢 陈磊来兴趣了 最新理论研究成果 好家伙 你们人力资源部 还负责搞理论研究呢 张元点头 那当然了 腾达精神 就是人力资源部那边总结出来的 不得不说 还是挺有用的 这次人力资源部那边总结出来的内容又有变化 我一看 这不是正好负责裴总搞受苦旅行的初衷吗 这多半 就是标准答案了 于是我立刻决定抄过来 试一试 陈磊更感兴趣了 追问道 张哥你快说 我很好奇 你说裴总搞受苦旅行 其实不是心血来潮 而是有深层的目的 张元点点头 对 人力资源部那边的吴斌 也是在招聘的时候 看到有人发取解腾达精神测试的小册子 于是去找裴总 结果反而被裴总教训了一读 于是他才想到 重新总结腾达精神 尤其是探究工作与娱乐的关系 他这个理论讲起来还有点深奥 有什么劳动的异化之类的观点 我莫记住 也莫理解透彻 但听吴斌解释之后 我也记住了一个比较简单 通俗的解释 之前我们都认为 工作和娱乐 是精卫分明的两种东西 工作就该是辛苦的 劳累的 痛苦的 而努力工作 是为了更好的娱乐 娱乐则是工作的调剂和助力 但显然在裴总看来 这是错误的 工作和娱乐 应该是一体两面的 工作应该是快乐的 而娱乐也可以是工作本身 而裴总的目标 就是改变劳动的异化状态 让他变回最原本的形态 让工作变得不再是一件痛苦的 消耗的事情 而是变得充满乐趣 吴斌说 这两种观点看似差不多 都是在鼓励娱乐 但实际上却有着本质的不同 思想境界更可谓是云泥之别 陈磊听得一愣一愣的 好家伙 我一直觉得 腾达上班打游戏 就够离谱的了 结果上班打游戏 竟然都能上升到哲学高度了 你们这人力资源部 也是卧虎藏龙啊 裴总的思想 真的这么高深 嗯 也对 要是别人我不信 但要是裴总 那还是很有可信度的 但是 这跟你避祸 又有什么关系呢 张元解释道 我听了吴斌的这番理论研究成果之后 很受启发 我之前一直在找 找受苦旅行 第一批负责人 有没有什么共性 想研究出来一个普遍规律 看到底 是什么样的人 会被裴总送去受苦 结果研究了半天 除了发现 他们都在重要部门担任负责人 都做出过不错的成绩之外 莫找到其他的共同点 我有点费解 按理说 其他部门赚钱也不少 为时摩裴总忧先选择了他们呢 后来结合吴斌说的 我明白了 是因为他们这群人 把工作和娱乐分的最开 最不符合裴总的理念 你看 飞黄工作室的黄思博 游戏部门的胡显斌 摸鱼网咖的肖鹏 摸鱼外卖的瑞宇辰 商阳游戏的夜之舟 努马人工智能实验室的沈仁杰 终点中文网的马一群 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 他们对本职工作尽职尽责 全都是一门心思的 铺在本部门的工作上 很少有娱乐活动 工作完成的一板一眼 只知道闷头挣钱 很少整活 这显然不符合 陪总对他们的期待 再看看 莫被选上的负责人 经济旅社那边 陈康拓隔三差五的 自己就到鬼屋里去玩 逆风物流那边 吕明亮虽然本职工作完成得不错 但为人自由洒脱 从不一门心思地想着赚钱 直到近期才决定拓展市场 开始收发快递 小赤集市那边 张亚辉一边经营小赤集市 一边也自己亲自上手 卖卖烤冷面 乐在其中 还有我 之前也经常现场看看比赛 或者跟马总一起 和DGE的队员们开开飞 这样一对比 区别就非常明显了 裴总选出来的 全都是一门心思铺在工作上 娱乐活动 很少甚至于没有的 工作和娱乐精卫分明 而没选上的 全都是快乐工作 将工作和娱乐结合得比较好 充满创造精神的 所以说 裴总这个受苦旅行 显然是有深意的 明显是在敦促这些负责人们 要尽快转变这种不正确的工作态度 不要继续纳膜严肃下去 而是要让劳动回归到原本那重充满乐趣的状态 在工作中更多的享受乐趣 才能更好的创造价值 陈磊的表情 宛如听到了天方夜谈 好家伙 乍一听这个理论 可是够离谱的 裴总竟然嫌弃负责人们 工作太认真了 可还行 但听张元这模仪分析 尤其是结合实力 把去了受苦旅行的负责人 和默去受苦旅行的负责人这模仪对比 还挺有说服力的 陈磊沉默片刻 说道 也就是说 裴总认为 这些负责人表面上认真工作 对公司有益 但实际上 他们这种僵化的工作观念 会限制他们的上限 抑制他们在工作中迸发的灵感 所以需要矫正一下 张元点点头 我觉得 这是唯一合理的解释 所以 为了下一期受苦旅行的名单上没有我 我必须得做出更多改变 毕竟第一批最需要矫正的人 已经受苦归来了 下一批就得选问题相对小一点 但仍旧需要矫正的人了 我很有可能 还是会在第二批的名单上 因为我显然也没达到裴总所期待的那种 在工作中尽情娱乐 在娱乐中快乐创造的工作状态 所以 我得趁着Gog比赛的这个关键节点 多刷一刷存在感 向裴总展示我的变化 这样才有可能免于受苦 陈磊完全信了 不由自主地点头 在腾达当负责人可真不容易 一般脑子不好使的还当不了呢 像裴总这种思想深度 一般人确实是理解不到 张元说道 所以还是得靠各部门的负责人 联合起来解读啊 一个人的力量终究是有限的 要不是吴斌提醒 我就算想破脑壳 也不可能想到 裴总竟然会是这个意思 哎 不说了 暖场赛快结束了 准备上台了 咱俩再合唱一首 然后我再给观众抽个奖 今天这存在感应该就刷够了 明天比赛开始前再继续刷 张元站起身来 整理了一下演出服 再次做好登台的准备 此时 裴谦正在家里 一边美美地吃着薯片 一边在大电视上看比赛 看到张元登台现场 裴谦不由地愣了一下 张元这是唱的哪一出 放飞自我了 频繁的工作 已经让他感到厌倦 所以 为了重新回忆 自己当助唱歌手的那段时光 张总决定 成为偶像 不过这种行为 还是值得提倡和鼓励的嘛 看着直播间里 各种张总唱的真好听 和建一张总元帝出道的谈目 裴谦也不由得有些忍俊不惊 负责人们 应该都向张元学习才对嘛 别整天就想着赚钱 赚钱 赚钱 在自己本职工作的职责范围之内 多整点活 多娱乐娱乐大众 不也挺好的吗 把心思花在这些地方 顺便占用公司资源 完成一下自己的兴趣爱好 那都是值得鼓励的 反正你们 钱点啥都行 别老是想着给我赚钱 那就没问题了 看起来当初 把张元从墨鱼网咖调人到 DGE俱乐部是个非常正确的选择 他要是留在墨鱼网咖 现在多半跟肖鹏一样 到神农家受苦去了 现在他没了墨鱼网咖和 ROF装机的梦想 整个人都闲鱼化了 唯一的乐趣 就只剩下唱歌 只能趁着GOG比赛的时候 上去现场了 嗯 不错不错 看来下一批的名单 可以暂时把它拿掉 换成其他人了 赔钱算了算 受苦旅行的第一次活动 差不多也快结束了 那些负责人们 很快就要回来 重返工作岗位 快乐毕竟是短暂的 但接下来 就可以着手安排第二批负责人了 把之前的那些漏网之鱼 比如各个部门的二把手 那些钱藏起来 一直按出戳稿被刺的人 也全都一网打尽 本来张元也是在这份名单上的 毕竟DGE俱乐部一直在卖选手赚钱 虽然赚的钱不多 但侮辱性极强 要是DGE真的 费了很大的代价和资源培养了选手 那卖个高价也就算了 可现在的情况是 很多选手卖高价 完全是因为 他们本身就很有天赋 到DGE俱乐部只是度了一层金而已 就光是度了这层金 这些选手的身价 就一下子暴涨 进DGE俱乐部之前 作为清训生 也就年薪几十万 离开DGE俱乐部被其他俱乐部买走 一下子翻十倍 再加上DGE俱乐部的各种队服 周边等等 这钱赚的 简直让赔钱想吐血 至于电竞事业部那边 各种赛是搞得红红火火的 这锅显然也有张元的一份 所以 说什么下期受苦旅行都不能让他跑了 但是一看今天这情况 看到张元在舞台上放飞自我 娱乐观众的状态 裴谦又觉得他的病症还不算重 还能再缓刑一下 也许 DGE俱乐部和电竞事业部搞成现在这样 不全是张元的锅呢 毕竟这两个部门 岂不就很高 从张元的工作态度来看 还是值得再观察一下的 只要他继续保持下去 站着负责人的位置 追求当歌手的梦想 那就应该留着他 继续当负责人 因为就算是给部门赚钱 肯定也比提拔的新人赚得少 提拔新人这个事情 裴谦是不敢乱尝试了 每次提拔的新人 都比老人赚钱更狠 正好把张元从名单里抠出来 换一些更需要去受苦的负责人 有一个微信公众号 书有大本营 可以领红包和点币 先到先得 裴谦打定主意 决定周一上班 就重新敲定一下名单 如果名额允许的话 乔老师和软光剑的优先级 也可以提前 当然 前提是想好说辞 能忽悠得他们心甘情愿的参加才行 11月12日 周一上午 裴谦照常来到办公室 开始新一周的工作 上周末宅在家里看GAC和IOI的世界赛 热闹是挺热闹的 但其实深究起来 也没什么特别值得记忆的内容 毕竟这两个比赛 都还处于小组赛的阶段 为了照顾全球各个赛区 有很多新队伍 新面孔 水平参差不齐的 竞技水平难免有些下滑 当然 话又说回来 虽然小组赛在竞技水平上 可能还不如国内联赛的GPL和ICL 但毕竟是不同赛区之间的碰撞 看看自家队伍虐菜 也未免不是一种乐趣 本来裴谦还担心 指头公司该不会为了省钱 连世界赛都搞得很寒酸吧 看完比赛之后 裴谦发现自己多虑了 他们倒是还没蠢到那种程度 显然达亚克集团和指头公司 也深知世界赛是门面问题 绝对不能含糊 所以 这次的规格 跟Gog全球邀请赛 几乎对标持平 甚至去年相对拉胯的时速条件 也补齐了 总之 现在才刚开赛不久 除了线下观赛活动 比赛时间安排等方面 Gog有明显优势以外 其他地方 两个比赛暂时还 没有拉开太大差距 赔钱也不求 IOI那边能反超了 维持住现在的状态 一直到比赛结束 那就万事大吉 可以烧高香了 赔钱上班之后的第一件事 就是开始盘算 受苦旅行第二期的名单 眼瞅着第一期就要结束了 负责人们都要受苦归来了 被抓紧时间 把第二期名单彻底敲定下来 虽说难以做到无缝衔接 毕竟包序的休息 其他的负责人们 交接工作 集合也需要时间 但总体而言 还是越快越好 受苦旅行这种好地方 一定得随时有人在受苦 那才是资源最大化利用 电脑上已经有一份名单了 是赔钱上周定的出稿 不过现在看来 这个出稿 可以再进行一些小的调整和改动 受苦旅行第一期名单是 胡显斌 肖鹏 锐宇晨 叶之舟 沈仁杰 果立成 贺德胜 陈宇峰 马一群 第二期名单原本定为 朱小册 张元 王小冰 欧图科技的常友和江元 有用APP的于平安 吐尾直播的陈宇峰 冷面姑娘的齐妍 人力资源部的好云 脱管健身的李亚玲 跟第一期的名单相比 这一期名单最大的特点 是多了三位女负责人 女性也能顶半边天 为食膜 不能去受苦旅行 得男女平等吗 当然了 考虑到男女天生的身体条件差异 还是得在一定程度上 稍微照顾一下的 所以特意安排了李亚玲一起去 按理来说 李亚玲只是在DGE当个教练 隔三差五给其他俱乐部的选手们上上课 不会给公司赚什么钱 危害性不大 但她毕竟是专业健身教练出身 这次跟着去受苦旅行转一转 如果适应的比较好 就直接给她 吊岗到受苦旅行那边 专门安排女负责人们 毕竟DGE俱乐部那边 其实已经不太需要她了 亚玲这样的人才 得安排到最需要的地方 男女负责人的训练内容 可以不完全一样 但受苦的精神 还是得一视同仁的 不久之后 齐岩和郝云应该会庆幸自己 在第二期的名单上 因为这是第一次 带女负责人去受苦 肯定会收着点 等过段时间 包绪和李亚玲 摸索出女性受苦的合适难度 恐怕就更遭罪了 这两位女中豪杰 也是让裴谦非常警惕的 齐岩的冷面姑娘 因为一系列的事件洗白之后 现在已经进入到一个高速发展期 尤其是跟墨鱼外卖联动的不亦乐乎 外卖小哥共享 菜单也共享 再加上不错的口味和宣传 分店开得飞快 裴谦似乎已经看到了 墨鱼外卖惨案 再度发生的可能性 但看到了也没办法 只能是希望齐岩受苦之后 能收敛一点吧 至于好云的人力资源部 裴谦总感觉 这个部门有点不对劲 跟自己预想中的 有一点点差别 尤其是在对自己精神的曲解上 人力资源部可以说是罪魁祸首 关于具体的人选 裴谦在好云和吴冰这两个人身上 纠结了许久 但转念一想 谁让好云是负责人呢 吴冰身上的锅 也得有一些分到你身上 你这是欲下不言 这次 你就先去受苦吧 下次再安排吴冰 此外 朱小册 王小冰 是裴谦一直以来都想要送去的 在名单上的优先级很靠前 朱小册是一直躲在黄思伯背后 能苟到现在就离谱 王小冰也是差不多的情况 叶之洲已经去过了 下面肯定该轮到他了 欧图科技那边 常有和江源破坏力都挺强 正好打包一起去吧 路上还能有个照应 至于有用A比的于平安 本来裴谦对他是挺满意的 但最近感觉他的路子也有点跑偏 得送去受苦旅行警醒一下 有则改之 无则加免 陈玉峰嘛 虽说兔尾直播目前的状态不错 但那主要是因为 裴谦自己的英明神武 以及老马的坐镇 跟陈玉峰真没关系 反而陈玉峰是个巨大的不稳定因素 需要去受苦旅行致一致 这里边有个特殊情况 就是张元 本来张元是DGE俱乐部 和电竞事业部的负责人 借着GOG全球邀请赛的这个风口 说什么都跑不掉 所以 裴谦一早就把他安排在了名单的第二位 仅次于朱小策 可见对他的重视程度 但昨天 看完张元唱歌之后 裴谦又改变了主意 突然觉得 虽说这哥们有点不干人事吧 但这种娱乐大众的态度 似乎比其他的负责人要强一点 可以先给他从名单上拿掉 延后一点 观察观察 当然 除了张元之外 还有一些负责人 是压根没有出现在这个名单上的 比如 经济旅社的陈康拓 郝琼 逆风物流的吕明亮 树揽公寓的梁清帆 还有因为种种原因 主动或被动变成外围人员的 比如邱红 敏靖超 李雅达等人 这些人 要模式给赔钱的亏钱大计 立下过汉马功劳 要模式职位重要难以替代 还有些都已经发配出去了 不在眼前碍事 优先级也可以往后推迟 当然 这份名单是有强烈的主观因素的 就比如经济旅社的陈康拓 裴谦觉得他 天天在鬼屋晃悠 已经挺惨的了 虽然多多少少也赚了点 但送去受苦的优先级 可以不要那么高 裴谦把大致的情况捋了一下 发现自己要安排的人太多了 光是安排负责人 竟然两期都没完成 这要是在算上各个部门的核心成员 骨干成员 中间阶层呢 好家伙 难以想象 这受苦旅行 看来必须的常态化 否则根本就赶不上 腾达人才涌现的速度 裴谦考虑一番之后 决定从这个名单上 把张元 于平安 李亚林这三个人拿下来 张元是心态值得鼓励 而于平安的危害性 还没那么大 李亚林人还是要去的 只不过不再作为成员 而是作为工作人员随行 主要是负责训练 照顾女负责人 根据女性的身体条件 安排训练量 这样一来 就空出来了三个位置 陪谦琢磨着 可以从外界忽悠几个人进去 像乔良 软光剑 李时 林长 薛哲斌 这都是老仇人了 还有金鼎集团的那个姚波 当初体验店的事 他也没少帮到忙 有一个微信公众号 书有大本营 可以领红包和点币 先到先得 这些人全都可以安排到名单上 当然 他们上当的可能性不大 但能忽悠几个是几个 把剩下的三个名额给填上就行了 裴谦把名单整理了一番 满意地点了点头 现在就可以开始准备了 争取受苦履行的第一批人回来之后 就立刻无风衔接第二批 反正第一个月是在荆州 进行室内训练 对包序来说 泪点是泪点 但他显然是乐在其中的 刚把名单保存好 办公室外就传来了敲门声 裴谦抬头一看 来的人竟然是李亚达 怎么了 招路游戏平台那边 有什么事情吗 裴谦瞬间警觉 但转念一想 就算是游戏平台那边有什么事情 来的人也该是唐一书才对吧 李亚达解释道 裴总 我这次来不是为了游戏平台的事情 而是想汇报一个游戏项目的投资方案 本来应该喝得胜来汇报的 但我去圆梦创投那边找过之后 才想起来 他还在神农架 裴谦有些诧异 游戏的投资方案 我看看 李亚达递过来一份投资计划书 还有自己写的 关于这款游戏的风险分析报告 鼠离 裴谦看到 这个游戏的标题 感觉还是有点小生僻的 看起来不太像是会爆火的类型 不过 对于李亚达推荐的游戏 裴谦本能地就有些警惕 毕竟也是腾达游戏的三代目 李亚达的眼光 裴谦其实不太信得过 随便翻了翻这些资料之后 裴谦感觉有点头大 这资料写的 也是够杂的呀 看起来像是一款跟 回头是暗 差不多的游戏 然后系统 又改了个面目全非 如是盗兵四种辅助系统 乱世战争 妖怪横行的故事背景 再加上这排列组合之后 多达几十个的结局 看得有点云山雾罩的 更为关键的是 不论是这份计划书 还是李亚达写的风险分析报告 用词都比较精炼 内容是挺全 但莫纳摩详细 很多内容都是一笔带过的 裴谦看得有点晕 摸不着头脑 主要是因为 李亚达在写内容的时候 压根就没打算写得很详细 很多内容 都是挑着核心内容来写的 裴总那是什么人 游戏设计大师啊 写那摩啰嗦 干实摩 简单一句话 裴总应该就懂了 写多了 还容易招人烦 所以 只知内容上 写得都比较简略 裴谦一眼扫过去 第一印象就是 这游戏杂扰了好多内容 有点臃肿 重点 还是放到了 这游戏的风险上面 反正只要 李亚达能论证 这游戏的风险足够高 那裴谦觉得 就可以考虑 你先简单 说说你的看法吧 裴谦看向李亚达 李亚达稍微整理了一下思路 裴总让我汇报 显然是有不了解的地方 裴总很快地看完了方案 想来是对这游戏的内容 已经大体上了然于凶了 毕竟作为游戏设计大师 看到一个框架 就能挠补出游戏的全貌 这应该属于基本能力 那么 现在应该汇报什么呢 应该汇报方案上默写 裴总也挠补不出来的 想到这里 李亚达说到 提出这个方案的 是一家小工作室 之前的游戏叫 帝国之刃 上了招路游戏平台 成绩尚可 主设计师叫延祺 入行时间不算短 之前的设计经验 主要在手游领域 这款游戏 是延祺灵光一闪设计出来的 我觉得内容方面 还是比较有亮点的 不过正如我在风险评估报告里写的 这款游戏的体量太大 已经完全超出了延祺 和他工作室的承受能力 预估的研发资金 至少是一个亿起步 而且 这游戏也存在很高的风险 风险主要是来自于 以下几个方面 延祺和他工作室的开发经验 都很难胜任这种超大型项目 开发期间 可能会遇到很多 预期之外的问题 因为投入巨大 国内游戏市场的购买力 可能会有些不足 虽然在偏好这个游戏类型的 小众玩家群体中 口碑会很好 但很有可能会收不回 研发和宣传成本 而且 相比于回头是暗 较为纯粹的游戏内容 鼠离中柔和的内容比较多 这是一种创新 但也是一种冒险 至于具体是否可行 要不要投钱 还是得陪总您自己判断一下了 关键是这个点子和创意 值不值得冒这些风险 李雅达的介绍 主要侧重在 延祺和他工作室的背景上 毕竟这游戏的玩法 方案上都已经写清楚了 无非是灵感来源于 回头是暗 但融合进了许多玩法 加入了各种官方鼓励的逃课机制 打造出来 这么一个自成一派的游戏 陪总看一眼 这方案上的极点 应该就能脑补出 这游戏的全貌 如实介绍一下 这游戏存在的风险 陪总应该就能给出一个 比较全面的评价 陪迁一听风险 当时就不困了 听起来 这项目挺靠谱的呀 主设计师 跟整个开发团队之前 都是做手游的 完全没有单机游戏的 开发经验 而且最多就做过 几百万的小项目 这次一下子就要 闹到上亿 关键是这游戏本身 听起来像是个大杂烩 要是它能复制 回头是暗的成功吧 这俩游戏 差得又有点太远了 有一个微信公众号 书有大本营 可以领红包和点币 先到先得 表面上看起来 都带点受苦的元素 但实际深究一下 这区别大了去了 而且 故事背景是架空 什么IP都没有 原型取材 也是历史上相对冷门的朝代 这个故事背景 对玩家来说 应该是毫无任何加分项的 感觉不错呀 赔签又重新拿过方案 看了看 这个前期受苦后期刷的玩法 似乎倒也不是完全行不通 但考虑到两点 一是类似游戏 很少有做成大众游戏的 二是游戏本身的投资巨大 而且开发团队经验不足 所以综合起来 赚钱的可能性 其实很低 游戏赚不赚钱 都是相对的 投入越高 赚钱的难度也就越高 因为玩家群体就这么多 游戏定价的上限也很难突破 投资越多 就意味着保底销量也越高 而销量每提升一个数量级 难度都会指数级增加 总而言之就是一句话 值得一试 赔签考虑片刻之后说到 投钱是可以投的 李亚达不由的心中一喜 赔总答应了 那就说明 这款游戏的玩法莫问题 能火 但等了一会儿 也莫等到下文 李亚达犹豫了一下问道 赔总你有没有什么意见或者建议 这游戏的玩法 还有没有什么能够改进的地方 赔签看了看方案 又看了看李亚达 改进的地方 其实他倒是挺想指挥一番的 但是转念一想 就自己之前指点腾达游戏 和商阳游戏的战果来看 还是奶量快哪些这去吧 万一随意的一个指点 又起到了画龙点睛的效果 给这款游戏代飞了呢 那得气死 所以 赔钱摇了摇头 作为投资人 不要总是乱干涉 游戏这东西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想法 这毕竟不是腾达的游戏 再说了 我觉得这游戏还可以 没石磨大问题 唯一就是担心 一个亿够不够 要是能再加点 可能更好 想象力是无价的 怎么能让钱限制一个设计师的想象力呢 按理说一个亿已经挺多了 但对于这种游戏来说 显然是投入越大越难以收回成本 也就是说 一亿之后 每多加一笔钱 都会让这款游戏的盈利难度 指数级上升 但赔钱又不能直接说要多给钱 那不太合理 毕竟人家也只要了一亿 而且 系统那边也还在盯着 得想个办法糊弄一下 像这种项目有个好处 就是 系统不会拿它来卡结算 对于赔钱而言 这钱花出去 就是花出去了 很涨时间都不用再操心 但具体用什么样的理由多掏钱 赔钱暂时想不出来了 就只能让这个游戏的设计师自己想了 李雅达点点头 是吗 赔总也这么觉得 确实 这种游戏还是得研发经费充足一些 做出来的效果才好 那这样 我回去让言其那边把方案再细化细化 之前砍掉的内容再加回来 游戏的流程 关卡设计也再多加一些 装备 道具 NPC 怪物等等 也再多做点 赔钱补充道 招人的事情也尽早安排 反正迟早都要招人 不要做到一半 发现进度太慢 发现进度太慢才招 那就不敢烫了 对于游戏公司来说 人力成本是开发成本的大头 招的人越多 日常的开销就越大 早招人早花钱 多招人多花钱 反正像这么大的项目 又是个新团队需要磨合 开发的时间短不了 早招人也不会让开发进度快多少 反而能花钱更多 李亚达有点小感动 虽然他已经预料到了 裴总有可能会投资这款游戏 支持延期的梦想 但莫想到 裴总竟然这么敞亮 一个亿也就罢了 还要加钱 但实话实说 类似的游戏效果 确实是靠钱砸出来的 当初腾达座 回头是暗的时候 底子还不是很厚 所以游戏的内容比较纯粹 游戏流程也不算很长 最后游戏的售价也不高 但现在 腾达的体量 已然今非昔比 也许裴总正是看到了 延期这家小工作室 现在窘境 想到了腾达初创时的状态 所以才决定伸出援手呢 不能让 鼠离 这个项目 留下任何的遗憾 果然 裴总在投资这个问题的理解上 跟其他的投资人就不一样 其他投资人都是想着 怎么抠成本 怎么寻求用最低的成本 博取最大的回报 所以 在遇到这种项目的时候 第一反应肯定是 怎么去压低成本 第二反应 就是去干涉项目 干扰创作 但裴总就不一样了 遇到这种问题 第一反应 是考虑钱够不够 人要不要尽快招 而且 即使裴总是游戏设计大师 也充分尊重了原设计者的想法 完全没有任何 要干涉创作的意思 只能说 裴总的第一身份 还是设计师 之后才是投资人 或者说 就算裴总是投资人 也是跟其他投资人 性质完全不同的投资人 好的裴总 那我这就去转告 让设计师再把方案重新捋一遍 把之前砍掉的点子 也全都补上 把这游戏给做完整 啊 或者等赫德胜回来 让赫德胜去说 我还是得保证 身份不要泄露 李亚达之前跟延期说的是 他认识原梦创头这边的人 能说上话 但如果直接由他来官方传话的话 未免有点超出朋友的范畴了 容易引起怀疑 所以 还是等赫德胜回来之后 以原梦创头负责人的身份去谈 这样会 比较好一些 裴千点点头 嗯 可以 保密工作 还是要做一下的 话说回来 招路游戏平台的身份 还瞒得住吗 李亚达想了想 还可以 目前还安全 裴千稍微放心了一点 行 继续瞒着 能瞒多久是多久 这个很重要 继续瞒着 才好继续烧钱 短期内别暴露 还能再多烧一笔 等招路游戏平台 跟腾达的关系一旦曝光 那就只能被迫 进入下一阶段了 李亚达离开之后 裴千把新助理叫了过来 然后把受苦旅行第二期的名单交给他 发一个内部通知 公布一下这份名单 让名单上的负责人们 不管现在在哪 一周之内 立刻交接手头的工作赶回来 另外 一些工作调动 也趁此机会 一并讲清楚 比如 把胡显斌 调任到兔尾直播去 新助理接过名单看了一下 裴总 朱小策应该还在米国拍剧 言外之意是 这魔快赶回来 是不是有点仓促了 裴千呵呵一笑 这个通知主要就是给他发的 否则请回其他人 需要这魔大费周章吗 新助理又问道 这次的名单只有七个人 裴千点头 剩下的三个人 从公司外边选 人员暂时还没定 新助理全都搞清楚之后 莫再多问 点了点头去发通知了 敲定了名单 裴千心里安稳多了 他稍微休息了一下 继续开始盘算 这是 应该怎么跟乔老师和软光剑说 让他们心甘情愿地加入受苦旅行 补上专门给他们留出来的缺 与此同时 神农架 一处山崖顶上 负责人们歪七扭八地躺成一团 看向天空的眼神 充满了迷茫 有句诗叫做 会当临绝顶 一览众山小 但是现在此时 他们并没有这种心情 只是分外想念荆州 想念已经开打的 Gaart全球总决赛 想念部门的工作 包续看了一眼时间 好了 今天的训练到此结束 收队吧 休息一下 明天咱们 就启程返回荆州了 说完这番话之后 包续转身离开安排下山的事情 给这些负责人们 留下了充足的私人空间 毕竟包续现在身份特殊 有他在 这些负责人们连 趴在石头上喘气 都喘得有点紧张 此言一出 负责人们瞬间精神了 恢复了神采 之前这几个人摊成一团 感觉就像是黑白色调 跟周围的景色格格不入 但现在 他们的喜悦溢于言表 终于结束了 鬼知道这一个多月 我们是怎么熬过来的 眼瞅着包续走远了 黄思博差点激动地哭出声 自由了 终于自由了 当初说好的一个月 怎么就多加了一周 也不知道是哪个王八蛋 把包续在荆州多留了一周 害得我们多受了一个月的苦 要是让我逮到了 我非得跟他玩命 胡显斌倾咳两声 嗨嗨 黄哥 手机 黄思博赶忙伸手接过 好的 谢谢小胡 其他负责人也纷纷拿到手机 恨不得现在就拍一张山顶的照片 向全世界宣告自己正式出狱 在受苦旅行期间 手机都是统一保管的 不能随便玩 当然 在来受苦旅行之前 这些负责人们也早已经跟家人 朋友打过招呼 如果有急事的话 打电话会有人接 然后转告 在发过朋友圈之后 负责人们的第一件事 就是点开本部门的内部群 看看自己部门的工作 有没有受到影响 结果 也不知道是该欣慰 还是该失落 部门的工作一切正常 虽说没失魔意外发生是好事 但是 这莫不是意味着 部门有他们 莫他们一个样 这就让负责人们 有点小尴尬 山顶上陷入了暂时的沉默 疲劳和喜悦 充斥着这些负责人们的身体 让他们只愿意动动手指 刷刷手机 身体的其他地方 一动也不想动 突然 黄思博打破了沉默 咦 你们快看内部通知 新议器名单已经出来了 众人闻言 立刻光速打开内部通知查看 并兴高采烈地讨论了起来 朱小策 我就说 这个货 怎么可能一直这么幸运 这就叫苍天有眼啊 躲得过初一 躲不过十五 黄思博早就看朱小策 心里不平衡了 他这个做负责人的 三天两头顶雷 结果朱小策这个导演 却一直毫发无损 这合理吗 这不合理 好在受苦旅行第二期 安排上了 肖鹏有些诧异 朱小策不是在米国吗 他要不回来咋办 黄思博黑黑一笑 他赶不回来 我自然会亲自去米国 跟他工作交接 众人先是哆嗦了一下 有些不寒而栗 随即又觉得黄思博 做得完全没毛病 甚至非常合理 受苦旅行就得一视同仁才行 这么有意义的活动 怎么能只有我们几个独享呢 必须大家一起 独乐乐 不如众乐乐 仔细看过名单之后 有人对名单上的名字 表示喜闻乐见 但也有人表示难以理解 众人态度各异 王小冰也来了 很好 商量游戏那边 我会替他看好的 叶之洲 一脸忍俊不惊的表情 沈人杰表情严肃 欧图科技 这是被一网打尽了呀 常有和江源都来了 嗯 这才对嘛 我到现在也还不太懂 为什么我是第一批 他们两个是第二批 瑞宇辰有些意外 怎么还有妹子 奇岩的冷面姑娘 在帝都 也要被抓来荆州 果立成的状态还不错 就是这几天掉的 肌肉让他有点心疼 我回去一定得跟亚琳说 让他多带点吃的 马一群看着名单直皱眉 怎么才七个人 剩下的三个空位 什么意思 从外界选拔 不对吧 公司内的负责人 不是还有好多 都没安排到呢吗 他这么一说 很多人也注意到了这个盲点 肖鹏第一个就不服了 对啊 张元凭什么莫来啊 嘿嘿 张总可是我职业的领路人啊 我这个荡小弟的都来了 他这个领路人不来 这项话吗 黄思博表示赞同 是啊 吕明亮凭什么莫来 胡显斌也不服 名单上也莫名经超啊 总不能游戏部门 就逮着我一个人安排吧 嗯 后边怎么还有工作调动安排 我 我不在游戏部门了 胡显斌刚开始 还在纠结敏静超为什么 不来受苦的问题 但看着看着 突然发现 通知下面还有内容 是关于自己的工作调动安排 从游戏部门 调人到兔尾直播去了 这简直是如同晴天霹雳一般 让他许久都说不出话来 造孽啊 本来胡显斌感觉 自己在神农价受苦的这一个月 积累了很多灵感 也积累了很多工作的动力 现在就想着 赶紧回到腾达游戏 去接手新游戏的开发 而且 于飞那边 也是三天两头的问胡显斌 什么时候能回来 他快顶不住了 胡显斌虽然平时不能玩手机 但偶尔赢得奖励 或者包序定期大发善心的时候 大家还是可以晚上在帐篷里 窝着玩那么一小时的 虽然这边山里信号很差 断断续续的 而且晚上停冷 但这也丝毫无法阻挡大家 把手从睡袋里抽出来玩手机的热情 胡显斌就等着受苦回去 踏踏实实地继续开发游戏呢 结果现在倒好 人还没回去呢 职位先调走了 赫德胜研究了一下之后说道 感觉像是无缝衔接 你看 这个兔尾直播的 负责人陈宇峰被安排来受苦了 你去了正好接他的班 两不耽误 胡显斌简直是醉了 神特魔两不耽误 明明是两头都耽误 直播平台有啥好的 我不感兴趣啊 我想做游戏啊 肖鹏拍了拍他的肩膀 转岗说明 裴总对你工作能力的认可 是觉得你在游戏部门 这么长时间了 业绩卓著 再继续做下去 也没有什么更大的进步了 还不如转转岗 全面培养一下其他的能力 争取早日成为多面手 作为一个腾达人 就是要随遇而安 干一行 爱一行 在直播平台那边 你也是大有可为吗 胡显斌嘴角微微抽动 神特魔多面手 既然你这魔喜欢转岗 那我回去跟裴总汇报一下 就说你觉得墨语网咖的工作 已经没有挑战性了 让裴总把你调任去墨语外卖 送外卖吧 瑞宇辰轻渴两声 哎你这话我就不爱听了呀 怎么你对我们外卖部门 有什么偏见吗 负责人们 在经过了这一个月的 共同受苦之后 莫名感觉到 大家的关系拉近了许多 感情升华了 说起来 一起受苦 也是一种情谊吗 现在唯一的问题 就是希望这种受苦 能赶紧普及开来 让更多的人 拥有这样的情谊 与此同时 裴谦正在苦思冥想 应该如何把乔老师 骗尽受苦旅行 办公室外传来了敲门声 抬头一看 于飞正站在门口 满脸都写着 怀疑人生 裴总 新的内部通知 是怎么回事 我看胡显兵 被调人到兔尾直播去了 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于飞是崩溃的 这都递几回了 一月之后又一月 他这个代班主 策划从八月份就开始代班 说好了只代一个月的 结果硬是代到十一月中旬了 整整三个半月 第一个月 说是胡显兵 拿到最佳员工 要去旅游 送福利 去微信公众号 书有大本营 可以领888红包 第二个月 胡显兵被无缝衔接拉走 去了受苦旅行 第三个月 才知道 原来受苦旅行 还是分两个阶段的 第二阶段 要去神农架 刚开始说得好好的 于飞只要按照胡显兵 留下来的设计方案 盯着 永舵轮回的开发就行了 工作很简单 后来 永舵轮回 开发完了 又说不能耽误开发工期 让于飞把 鬼将二的设计方案给做了 现在好了 直接不装了 把胡显兵调人到兔尾直播了 这是几个意思 裴谦脸上 带着和善的微笑 于飞呀 来 坐 先喝茶 早就料到了 于飞肯定会找上门来 毕竟总是各种理由搪塞 于飞又不傻 总该意识到 情况不对了 但裴谦也没办法 那还不是因为 你对游戏部门太重要了 不能放你走吗 现在而言 游戏部门的负责人 还真就是飞于飞莫属 其他人裴谦都不放心 所以 裴谦也已经想好了说辞 还是得想办法 继续忽悠于飞留下来 于飞很是不情愿地在沙发上坐下 非常敷衍地喝了口茶水 之前几次 好歹还有个盼头 觉得最多再有一周多 就能离开游戏部门 回去踏实写书了 结果现在好了 胡显斌直接就调走了 自己这个游戏 部门主设计师 到底是得干到啥时候 完全没个准谱了呀 于飞看了看裴总 准备摊牌了 不能再怎么下去了 裴总 我是真的不能再代班下去了 我读者天天骂我是鸽子精 新书三个月之前就说开 结果现在连个影子也没见到 我之前因为刚接手游戏部门 很多工作都不熟悉 所以每天工作都很忙 然后我就在读者群里说 我现在 在游戏部门当代班主策划 正在设计新游戏 末时间写新书 结果我的读者们全都不信 还说我这个人非蠢极坏 编理由都不会编 整天就想着摸鱼糊弄读者 裴总 我冤死了 我这个月 已经给读者们都定死了 必须得开新书了 真不能再拖了 而且 鬼将二的设计稿 都已经完成了 您就随便从游戏部门 提拔个人做执行主策继续推进呗 这都没实摸难度了 于飞是真的很冤 之前他在做 永舵轮回的时候 说自己在腾达游戏部门帮忙 也参与了游戏的设计 读者群里 还都纷纷给他点赞 说他真牛逼 同人写成官方证实 结果等到了 鬼将二的时候 情况就有点不对了 因为读者们都觉得 你一个写小说的 去参与一下自己创作的 永舵轮回 还算说得过去 合情合理 但开发新游戏这种事情 跟你有什么关系 腾达游戏部门人才挤挤 轮得到你去帮忙吗 哦 懂了 肯定是这个狗作者之前蹭 永舵轮回 蹭舒服了 咸鱼成习惯了 所以才骗读者们说 自己还要继续帮忙 游戏部门那边不让走 说白了 就是懒得动笔 还想再闲鱼几个月 这怎么能行 生产队的驴 也不敢这么些啊 于是 读者群里的气氛 越来越不对劲了 大家纷纷怀疑于飞嘴上 说着帮忙 实际上就是在摸鱼 于飞很无奈 关键是 鬼将二的内容 他又不能在读者群里乱说 新游戏是要保密的 说自己在腾达 做代班主策划 读者们也根本不信啊 所以 于飞现在跟裴总把话说开了 意思很明确 反正 鬼将二 设计已经完成了 游戏部门的主设计师 裴总你 随便找个人顶上就行 我是说 什么都不干了 裴谦表情立刻变得严肃起来 还有这种事呢 那这样 我让新助理给你出一个委任状 或者聘书之类的 盖个章 正式委任 你做游戏部门的负责人 到时候 你把这个委任状 拿给读者们看 相信他们肯定就无话可说了 于飞点点头 嗯 如果有官方的委任状的话 那确实 但他很快就反应过来 不对啊 裴总 我不是在说委任状的事啊 好家伙 差点被裴总忽悠 生米煮成熟饭了 可还行 于飞努力让话题回到正轨 裴总 我新书真要开了 不能失信于人啊 裴千想了想 你刚才不是说 鬼将二的设计稿 已经完成了吗 剩下的工作 只要随便找个人盯着开发就行了 既然如此 你就可以腾出手来开新书了吗 两不耽误 还能发动游戏部门的人 哦不 乃至全腾达的负责人们 给你新书打赏去 干脆让买一群 把你的新书 在终点中文网上 挂上十天半个月的 你看怎么样 于飞一时语色 这 虽然这个提议很有诱惑力 但是 总感觉哪里不对 于飞有点转不过弯来 按理说 自己如果是游戏部门负责人的话 跑到终点中文网发书 然后占着首页的推荐资源 这算不是以权谋私 但是自己的主要身份 又是终点中文网的作者 这推荐资源给的 倒是也没石磨毛病 裴谦看到于飞明显有点心动了 决定趁热打铁 还有 你原先只是终点中文网的作者 是不是干石磨都得看马一群的脸色 但你要是有了游戏部门负责人这层身份 那这可不得了 你不仅在职位上 跟马一群评级 都是负责人 而且部门还比他更核心 这他不得反过来巴结你 以后你的书想开就开 想切就切 再也不用看编辑的脸色 保留游戏部门负责人的身份 对你来说好处很多吗 而且 你都已经忙了三个多月了 对游戏部门的工作都已经适应了 熟悉了 现在干得正式顺手的时候 就这么走了多亏 平时你上班的时候 也就是开新项目的时候 需要忙几天 设计一下 平时有其他的设计师盯着进度 你上班时间就可以码字吗 效率还更高 隔三差五都不想写了 就跟读者请个假 说裴总给我安排了新任务 新游戏马上就快上线了 我觉得你的读者 应该也不会有什么意见 于飞嘴巴微张 明显是心态 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不得不说 裴总的这番话里面 有不少内容都非常打动他 裴谦继续说道 而且 你现在 也算是腾达游戏的五代目了 五代目 这是个不错的位置啊 于飞有些不明 所以 啊 为什么 裴谦 这个 主要是因为 大 嗨嗨 不重要 总之五代目 是一个城上起下的位置 是一个既往开来的位置 相信你一定能再创辉煌 而且 现在确实也还没有找到 合适的人接替你 你还是先干着 一边做游戏 一边写书 先试试 万一莫问题呢 回头我就让新助理 给你出一个委任状 跟读者们澄清一下 于飞默默地点了点头 好吧 不得不说 裴总说的 还挺有道理的 于飞进来之前 本来是一种破釜沉舟的心态 心想 今天不管用什么办法 必须得让裴总把自己给放了 但是临走的时候 他突然又觉得 似乎一边盯着游戏开发 一边写书 也不是那么不能接受的事情 那就再干一段时间看看吧 毕竟对他而言 鬼将二 工作最繁忙的时候 就是出设计稿的时候 设计稿都已经出来了 接下来的工作 已经不那么忙了 之前没走 现在走 是不是有点亏 而且 裴总说的也有道理 有游戏部门负责人的这个身份 挺多事情都好办多了 比如请假 不想马字了 就把过往裴总身上一推 多完美 硬和请假 保证没有读者挑毛病 看着于飞离开的背影 裴千不由地露出微笑 小样 来了腾达还想走 门都没有 能够让于飞顺利地融入腾达 这是很不错的一个开始 说不定 以后腾达负责人的选拔 也可以更加不拘一格 万一能多找到像于飞一样的人才 那不是雪传 与此同时 Dog项目组 我进来的微信公众号 书有大本营 给大家发年终福利 可以去看看 艾瑞克已经远赴欧洲 赵旭明最近 也经常为了安排线下官赛的事情 往全国各地到处跑 还带走了一些下属 所以 项目组这边 看起来清静了许多 张员照常过来 跟现在的 Dog负责人 张南对一下Dog的版本更新计划 结果刚见到张南 还没来得及说版本更新的事情 就已经被张南偷偷摸摸地拉到了一边 这次受苦旅行 竟然真没你啊 这怎么做到的 张南的表情满是震惊 新一期受苦旅行的名单出来之后 已经在负责人群里引发了轩然大波 有人五雷轰顶 有人暗自庆幸 还有人像受苦旅行第一期的成员们一样 纳闷为什么某几个人没有入选 而张员显然是最扎眼的一个 都搞出这么大的阵仗了 竟然还没入选受苦旅行 这是什么情况 难不成是跟裴总达成了某种PY交易 那不能裴总是个客观公正的人 只能说 张员身上一定有秘密 而张南之前刚接任负责人的时候 张员就跟他聊起了自己的苦恼 说感觉下一期受苦旅行肯定跑不了 正在想办法避免这种恶遇 结果现在竟然真让他成功了 张南瞬间变得特别好奇 因为这也是关自己的安危 他发现了 这七受苦旅行里边 除了有李亚林作为工作人员随行之外 还有两个女负责人 作为Galq项目组负责人的张南 瞬间压力山大 他毕竟才刚接任负责人莫多久 现在还莫上受苦旅行的名单 可按照现在的趋势发展下去 以Galq项目组在腾达内部重要地位 怕是第三期 第四期名单上 少不了他的名字 现在张员对他来说 就是一根救命稻草 张员意味深长地微微一笑 我自救成功 当然是有窍门的 张员用一种小得意的口吻 跟张南把自己的心得给详细地讲述了一遍 而且用了三步走的办法 第一步 向张南介绍人力资源部吴斌研究出来的最新理论成果 第二步 结合受苦旅行的名单 从被选中去受苦旅行的负责人们和默去受苦旅行的负责人们身上寻找共性 第三步 综合分析找到应对之法 如果说之前他还不是特别确定的话 那么现在 第二期受苦旅行的名单已经出来了 张员的推测已经得到了全面的验证 一方面 他之前就确认安全的那几个人 比如经济旅社的陈康拓 仍旧安全 另一方面 他之前觉得比较危险的负责人们 无疑幸免 而他自己则是成功地凭借Gauck全球邀请赛期间 在线下观赛活动中的整活 极限地逃过一简 如此多方验证 张员已经对自己的这套理论极为笃定 甚至可以说是深信不疑 裴总的深层意图 就是希望引导大家摆脱劳动的异化状态 快乐工作 有创造性的劳动 从而发挥出最大的潜力 张难听得一愣一愣的 乍一听 这个理论是挺离谱的 完全没道理啊 但是 在张员把这个理论的推论过程给讲述一遍 尤其是每一部全都严丝合缝地对上了之后 张难又觉得 这个理论实在太全面 太完善了 根本就是无懈可击啊 张难考虑片刻之后说道 听你这么一说 确实很有道理 这应该是最接近裴总原本想法的一种解释了 不过 我还是有一点不太明白 前边的逻辑都很顺畅 比如劳动的异化 工作和娱乐的割裂 还有负责人们的划分都很清晰 但是 这些理论 是如何跟受苦旅行联系起来的呢 为什么纠正劳动异化的方式 是去受苦呢 张员似乎也早就考虑过这个问题 微笑说道 这个其实很好理解 我刚开始也不懂 我刚开始也不懂 但在第二批名单出来之后 我又找吴斌仔细探讨了一番 了解了一下他最新的理论成果 而后 我才忽然开朗 原来这一切都是 有联系的 其实受苦旅行本身 就是劳动异化的一个标准模板 张南错愕道 为什么 张员耐心解释 旅行本身 是不是快乐的 当然是快乐的 当人们主动去旅行的时候 可以自己选择时间 地点 旅行的方式 在这种状态下 旅行当然是一件快乐的事情 到了新地方 看到了新的风景 哪怕你走了很远的距离 一路颠簸 舟车劳顿 也一样 是乐在其中的 而受苦旅行 则是完全改变了旅行的性质 从主动的旅行 变成了被迫的旅行 变成了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 不能自己选择时间 地点 旅行的方式 而是由别人来选 旅行的过程中 规划了严格的行程和目标 必须做到 旅行的目的 不再是快乐 而是完成既定任务 你对比一下 是不是跟劳动的异化 有很多的共通之处 张南若有所思的点头 嗯 确实 共性还是很明显的 劳动和旅行 原本都是一种主观的 自由的 有一定创造性的活动 但在异化之后 都变成了被动的 受迫的 痛苦的活动 这个转变的过程 还有转变的结果 都相当类似 张元继续说到 这一点其实很难发觉 因为长久以来的惯性思维 大部分人天然地认为 工作和娱乐 就是分开的 精畏分明的 性质完全不同 而在惯性思维中 我们认为工作就是劳累的 痛苦的 而旅行就是自由的 放松的 娱乐的 所以 很难想到工作和旅行 这二者之间的共同点 但其实 二者在最原本的状态下 他们的性质是高度相似的 这一点其实很难领悟到 但一旦领悟 就会有一种 豁然开朗的感觉 张楠认真思考 所以说 裴总安排 受苦旅行 是想让这些负责人们 能够明白这个道理 转变心态 但这似乎有一点牵强吧 毕竟这些负责人们 虽然可以说都是工作狂 但工作确实给他们 带来了一些乐趣 而受苦旅行 却毫无乐趣可言啊 张元微微摇头 乐趣虽然有 但性质不同 工作狂在工作中 获得的乐趣 并不是工作最原本的乐趣 催动着工作狂工作的 往往是责任感 是从小到大养成的习惯 是升职加薪的目标 是各种各样复杂因素的刺激 而劳动最原本的乐趣 是创造的快乐 是聪明才智 得到发挥的快乐 这两种乐趣 有本质上的不同 不能混为一谈 如果混同 很容易陷入创造力 被压抑而不自知的状态 也正是因为 劳动的异化状态 已经深入人心 习以为常 所以 裴总才要换成 履行这种载体 这样才更容易理解 劳动异化的不合理性 张元又稍微展开解释了一下 这些内容 显然绝大多数的理论知识 都是来自于吴斌 张元只是结合自己的理解 复数一番 从表面上来看 工作狂也能从工作中获取快乐 但它获取的并不是劳动最原本的快乐 工作狂在完成工作之后也会有一种满足感 但这种满足感是来源于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 责任感 因为工作和娱乐被严格区分开 所以 工作被视为是正当的 合理的 高尚的 而娱乐被视为不正当的 违密的 消磨时间的 看到此消息的 都能领现金 方法 关注微信公众号 书友大本营 所以 在工作狂看来 工作有很降的正当性 花费大量时间工作时 虽然无法感受到 工作原本的快乐 但会获得一种我一直在干正事 没有虚度时间的满足感 其次 这是一种习惯 大部分人从小接受的教育 就是 你不可以玩 你要学习 你要认真工作 要努力赚钱 学习和工作 本身就是痛苦的 但你要承受 忍耐这种痛苦 因为优秀的人都是 这样做的 久而久之 忍受痛苦 就变成了一种习惯 甚至自然而然的适应了 改变这种痛苦的状态 反而会让人变得不习惯 最后 就是目标的刺激 很多人工作的目标 是为了完成KPI 完成绩效 在考核中平优 升职加薪 一步步在职场中 获得提升 而这种目标 让他们 就像吊着胡萝卜的驴子一样 不断地闷头拉磨 当然 不是说追求升职加薪 或者强调认真工作 强调责任感 是错误的 认真工作 这是一种职业精神 应当鼓励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强调工作的痛苦 强调工作的正当性 实际上将劳动的快乐割裂了 让人们自然而然地 接受了劳动的异化状态 张男有些费解 但是 这样不都是达到了 最终的目标吗 如果说最终的目标 是员工认真工作 升职加薪 而公司快速发展 纳摩这个目标 腾达已经达到了 为什么还要纠结于他的性质呢 张元再度摇头 当然不是 这两种状态 实际上是有本质区别的 人可以忍受痛苦 甚至可以忽略痛苦 但这些痛苦 迟早都会反噬 只不过是或多或少的问题 有些人甚至完全感受不到后果 但这并不代表后果不存在 如果认为工作本身是一件痛苦的事情 而完成工作是源自于一种责任感 是为了完成KPI和既定的目标 那摩表面上确实也把工作做得很好 但实际上却根本不会有向更高处迈进的动力 因为创新精神需要的是沉静 是乐趣 是无我两望的状态 如果认为工作是痛苦的 纳摩在工作中 这种痛苦就会不断地积累 如果认为工作的目标就是赚钱 纳摩到一定程度之后 你就会厌恶工作 有些人说 赚够钱了就享受人生 归根结底 还是因为他把工作和生活对立起来了 把工作当成了一种痛苦的谋生手段 而不是生活中一部分有乐趣的内容 只有真正感受到劳动的快乐 才能在不损耗自身的情况下 充分发挥想象力和创造性 裴总需要的不是眼中只有KPI 一心想着业绩的工具人 而是充满想象力和创造力 能独当一面的负责人 张男恍然大悟 原来如此 也就是说 受苦旅行 实际上是劳动异化状态的一个缩影 负责人们感受到这种痛苦之后 更能理解自己在工作中的错误方向 从而主动进行矫正 张元点点头 没错 其实我已经感受到了这种变化 之前为了整活 我上台唱了两首歌 突然发现 效果竟然不错 当然 我唱歌什么水平 我自己心里清楚 但观众们 为什么还这么喜闻乐见呢 显然是这种与网友同乐的态度 还有娱乐大众的精神 得到了大家的肯定 无形中拉近了我和大家的距离 这对于我接下来的工作 很有启发 电竞事业部 这样一个相对不太需要创造性的部门 尚且如此 那魔 对于游戏 电影等部门而言 创造性的发掘 对负责人们 又会有多大的提升呢 这一通解释下来 张男已经是心悦诚服 太有道理了 顺着张元的思路 他继续往下捋 也就是说 受苦旅行本质上 是为了纠正不正确的工作观和劳动观 对于那些目标驱动的负责人来说 受苦旅行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这会让他们反思 这种异化状态 真正明白这个道理之后 就会走上快乐工作的正路 这时候受苦旅行 自然也就找不到他们了 所以 如果不想去受苦旅行 达到裴总对我们的期望 就得 努力整活 至少要向裴总展现出 我们的思想观念已经转变 已经进入了快乐工作的状态 张元点点头 没错 肯定是这样 但具体应该如何整活 这就得靠负责人们根据本部门的实际 制定出更适合自己的方案了 张男微微点头 陷入了沉思 他原本的目的很简单 只是想向张元请教一下 逃避受苦旅行而已 没想到这一问 不仅问出了标准答案 还有意外收获 关键是明确了一种更正确 更高明的工作状态 与之相比 避开受苦旅行 反而变成了相对次要的事情 张男问道 这个办法 可以跟别的负责人共享吗 张元点了点头 当然了 裴总如此大费周章地提醒我们 不就是想让我们自行领悟之后 互相提醒 互相监督吗 而且 这个办法又不是我的独创 是吴斌先构建了理论基础 我又结合工作中的实际情况 进行了验证 功劳不是我一个人的 既然是腾达精神的重要补充 当然要尽快普及开来 不能让裴总的一片苦心白费啊 当然 让大家都能少受苦 也是很重要的 第一批去受苦的负责人们 都在幸灾乐祸 我跟他们可不一样 这些人别看现在笑得欢 如果他们再不纠正自己的工作态度 迟早还要二进攻 张男深表赞同 两个人怀着大公无私的精神 准备配合吴斌 将最新的理论研究成果 向所有负责人分享 当然 这种分享肯定不能大张旗鼓 不能做得太明显 否则不是浪费了裴总的一片苦心吗 一定得潜移默化 润物无声 11月14日 周三 广告营销部 孟畅把已经剪辑好的宣传片 认真看了一遍 对于这个宣传片 孟畅非常满意 完全拍出了他想要的效果 宣传片并不算很长 取景也比较简单 全都是一些中介的工作日常 丁夕瑶本身就做过很长时间的中介 这些场景对他来说 简直是再熟悉不过 所以在现场完全就是本色出演 既不会过分浮夸 也不会表现不足 当然 跟那些专业的演员是没法比 但孟畅要的 就是这种效果 不能让观众真的被感动到了 得让这片子 有一种似是而非的感觉 戏品之后 感觉味道不对 那才行 嗯 没问题了 安排一下 立刻开始宣传计划吧 整个广告营销部再度忙碌了起来 按照既定的宣传方案 稳步推进 当然 按照孟畅的一贯风格 宣传经费也是毫不吝啬 下午 住家集团市场部 总监办公室 高总 您快看这个片子 市场部总监高明 从下属手中接过手机 把视频从头到尾看了一遍 这 这是哪家公司做的宣传片 高明的第一反应 是如临大敌 因为这宣传片看起来 拍得不错 而且 从视频热度上来看 这个视频背后一定有推手 否则不可能在短期内就获得着磨膏的热度 而事实也证明了 在很多视频网站和线下广告中 也都出现了类似的宣传内容 足以证明这是一整套宣传方案 不是某些个人出于兴趣拍着玩的 宣伏利 去微信公众号 书友大本营 可以领888红包 宣传片的内容 其实很简单 就是在拍摄一名房产中介的日常 拍摄它比较辛苦 比较不被人理解的一面 但整个片子的长短适中 节奏流畅 尤其是这位演员演得相当真实 比较能让人共情 虽然不算绝对完美 达不到影地影后程度的表演 但作为一个宣传片来说 已经算是达到要求了 那魔问题来了 是谁拍了这样一个宣传片 又如此大费周章帝花钱推广 多半是竞争对手吧 住家集团 虽然在国内的市场占有率很高 但也不是全无竞争对手的 不少新模式的中介公司 都对它有威胁 而且 也不排除有新的资本入场的可能 拍这样一个宣传片造势 然后趁机打响自家公司的品牌 这是很正常的流程 对于住家集团来说 当然是不可不防 来汇报的下属解释道 高总 奇怪就奇怪在这了 不是竞争对手拍的 发布这个视频的 是持行工作室的官方账号 这是个做游戏的工作室 据说有神华和腾达两家公司的注资 但这家工作室确实跟神华地产 以及树篮公寓 毫无关系 而这个视频 据说是给他们的新游戏 拍的宣传视频 我稍微做了一些调查 可信度还是很高的 他们在做的游戏确实 跟中介有关 叫 房产中介模拟器 都已经快开发完成了 高明也茫然了 显然 如果这个广告是神华地产 或者树篮公寓发的 那高明肯定会觉得 他们要进军地产中介这个行业 跟住家集团目前的主营业务 产生直接的竞争关系 可现在竟然是一家游戏公司发的 而且 应该也不存在障眼法的可能 因为持行工作室 确实是做VR游戏的 游戏本身就是跟中介有关 都快开发完成了 用这样一个宣传片 让观众更能对房产中介这个身份 产生代入感 进而给自家的新游戏做宣传 合情合理 那可以谈一下合作吗 作为市场部总监 高明在这方面 还是很敏锐的 虽说持行工作室 有神华集团和腾达集团 这两家公司的投资背景 但从调查上来看 它本质上还是高度独立的 这次的宣传片上 莫挂神华地产 或者树懒公寓的logo 也没有任何的其他公司进行转发 足以限的 这个宣传片 就是持行工作室 纯粹为自家游戏宣传 而做的宣传片 这样一来 岂不是 有合作的可能了 高明说道 持行工作室 也算是国内比较有名气的 VR工作室了 而且 VR跟看房 这本身就是存在一定联动可能性的 我们可以出一笔营销经费 把我们跟持行工作室的这款游戏 进行捆绑宣传 到时候 既可以针对游戏玩家群体 进行一次营销 又可以互相提升热度 进一步提升我们公司的品牌形象 快 立刻去问持行工作室那边 愿不愿意跟我们合作 条件开得高一点 下数点点头 不过他没有立刻去做 而是稍微迟疑了 一下之后说道 不过高总 这个视频下边有些评论并不是很有善 高明愣了一下 嗯 他再度拿过手机 扫了一眼视频下方的评论 确实有一些评论在表示 对中介辛苦的体谅和支持 但也有相当多的一部分评论在骂 而且还骂得听难听的 当然 也不全是在发泄情绪的 也有一些人摆事实 讲道理 说自己遇到的中介多磨黑 完全不赞同视频中 这重装成 楚楚可怜片同情的导向 不过大家的争议 并不是纠结于这个视频本身 而是现实中中介这个行业 甚至还有机条评论 点名了住家集团 高明不以为意 这很正常 网上喷子多 什么样的宣传片 都能找到喷点 不用在意 我们正常宣传我们的 只要有热度就可以了 我们的营销方案 有明确的目标群体 至于这些喷子 本来就对我们有成见 他们接不接受无所谓 再说了 别看这些人骂得欢 等他们租房子的时候 不还是得乖乖地 到我们的店里去 下数点点头 好的高总 我这就去联系 持行工作室那边 高明靠在椅子上 心想 天底下竟然还有这种好事 这不是送上门来的业绩吗 持行工作室 要给新游戏做宣传 舍得砸钱 这热度迟早都要吵起来 住家集团怎么说 也是国内也有三分薄面 跟持行工作室一连动 这不就是妥妥的双赢 想来 只要价码开得够高 持行工作室那边 应该没有拒绝的理由 然而 他刚美滋滋地想了莫多久 下属又敲门回来了 高总 那边拒绝了 而且还是工作室的老板 林总亲自拒绝的 甚至都默谈条件 直接就说 说我们会错意了 没有任何合作的可能性 高明不由的皱眉 啊 这未免也太干脆了吧 这才过去几分钟啊 他高度怀疑 是不是这电话刚打过去 转接到林总那边 这投刚 自爆家门 那边就给拒了 这种双赢的好事 拒绝得这魔干脆 下属是探着问道 高总 怎么办 咱们是放弃呢 还是说我再打几个电话 谈一谈 高明摆了摆手 不用 热度已经起来了 就算不合作 咱们也能趁着这个热度 自己宣传啊 我们也拍一个宣传片 趁着这段时间发出去 这热度不就自然地来了吗 11月15日 周四下午 参加受苦旅行的负责人们 再度回到荆州 全都有一种恍如隔世之感 众人很快各自道别 迫不及待地回到各自的工作岗位上 胡显斌看着众人离去的背影 心情有些复杂 你说 大家全都好好的 怎么就我一个人连工作都给折磨了呢 默默地叹了口气之后 胡显斌坐车回到神华好景大楼 打算去看看游戏部门的情况 收拾收拾东西 然后去吐尾直播报道 与此同时 于飞才刚刚从新助理那里 拿到自己的委任状 立刻第一时间 发到了自己的读者群里 又发在自己书的书评区 最后不放心 还是担心有读者看不到 特意发了的单章说明 一通操作之后 于飞打开读者群 想要看一下读者们的反应 果不其然 在于飞发出这张图之后 群里被问号刷屏了 黑人问号 什么玩意 操 狗作者为了摸鱼不开新书 为了骗我们这些老读者 都不惜造假了 假的 一看就是假的 没听说过 腾达还有伪认状这种东西 一个写小说的 去游戏部门帮忙帮了三个月 就帮成了主策划 草 这不是离谱吗 小说 也不敢这么写啊 伪造公章是犯法的 狗作者我劝你赶紧去自首 争取从轻发落 看到群友们的反馈 于飞无语了 好家伙 合着不管给 你们看什么样的证据 你们都硬是不信呗 这真是腾达的伪认状啊 真是腾达的章啊 于飞只好非常无奈地又解释了一遍 我知道 伪造公章违法 我犯得着吗 这是真的 而且还是裴总亲自批的 在公司内部也发了通告 不信你们找在腾达工作的朋友问问 内部通告上的游戏部门人事变动里 也有这一条 为师摩帮忙三个月帮成了主策划 我特摩也想知道 你们问裴总去 掰扯了半天 群里的读者们才好不容易接受了这个事实 主要是腾达内部确实发通告了 所有的内部员工都能看见 可以佐证于飞的说法 给大家发红包 现在到微信公众号 书有大本营 可以领红包 这下 群里众人的态度 发生180度的大转弯 终于没人 再催新书的事了 狗作者牛逼了呀 卧槽 一个小作者硬是写书 写成了腾达游戏的主策划 这尼玛比爽文选爽文啊 建议狗作者 把自己之前的那个垃圾创意作废 不要再写了 墨前途 新书就写 关于我帮忙三个月成为腾达游戏主策划这件事 这个题材好 我强烈支持 狗作者快说说 腾达游戏内部是啥样的 有没有照片 平时是什么工作状态 据说所有员工电脑都是顶配ROF 而且都装满了游戏 是不是真的 新游戏什么类型 给透露一点呗 新游戏啥时候上线 完成度多少了 回头是按二 什么时候开发 球球跟高跟那边说一声 加强一下快乐软男吧 他现在真的应不起来了 胡说 快乐软男学能上比赛呢 只是路人局不行了 再说了 这个英雄就该直接一刀砍进下水道 毕竟玩这英雄的人已经收获了极致的快乐 赢不赢又有什么关系呢 狗作者 球跟内推 我的终极梦想 就是可以去腾达游戏部门工作 之前所有人都在催于飞开新书 但现在 不催了 甚至很多人觉得 这新书开不开的 也都无所谓了 现在有更值得关心的事情 于飞有些无奈 一一解释 内部可以给你们拍两张照片 总之跟网上拍的照片差不多 空位 哦 那不是请加莫来上班的 那都是从游戏部门 调人到其他部门 去的负责人留下的衣冠中 回头是按二 暂时没有开发计划 这得看裴总的意思 新游戏的内容和上线时间不能透露啊 这是秘密 我只能说 新游戏目前还处于紧张的开发阶段 要做的后续工作还有很多 乐观估计 最快也得两个多月吧 大家再耐心等等 毕竟要保证游戏质量 听说还得再等两个多月 大家还都挺乐观的 觉得这效率已经很高了 可以不就是两个多月吗 完全可以等 我再去把永舵轮回通关十遍 所以既然目前还处于紧张的开发阶段 狗作者你为神魔还在水群 快点滚去开发游戏啊 就是 快点去好好工作 腾达游戏部门的负责人 上班可不能摸鱼啊 上班摸鱼 我们这些玩家第一个不答应 游戏开发很辛苦 但新书也不能不开 顶多是允许你少写点 嗯 也不跟你多要 以前一天一万 现在一天就九千九吧 游戏没做完 新书也莫开 你怎么好意思水群呢 赶紧去工作 看到这些莫良心的读者 竟然这魔术话 鱼飞差点一口老血喷出来 好家伙 之前只是催更新书 现在好了 连游戏也一块催了 这跟想象中的剧本不一样啊 大家不应该体谅我的辛苦 非常宽容地表示 新书什么的 随便写写 每天更新个一两千字就行了吗 果然 人都是靠不住的 这群黑心读者 就默一点同情性 鱼飞默默地下线了 刚打算开始工作 一抬头 正好看到胡显斌 胡显斌跟上个月刚来的时候相比 黑了一些 也瘦了一些 精神倒是挺饱满 有一种众祸新生的感觉 胡哥回来了 鱼飞面露惊喜之色 但是转念一想 还惊喜个屁啊 之前盼星星 盼月亮地盼着胡显斌回来 想的是能完成工作交接 自己回去踏实写书 结果现在好了 胡显斌已经被调人到兔尾直播去了 而自己的伟人书也已经下来了 现在根本不是代班 就是编制内的腾达游戏主设计师了 腾达游戏的其他人也注意到了胡显斌 老胡 看起来精神不错啊 晚上一起去吃个散伙饭吧 我现在去订位子 民府家业那边应该还能订得到 受苦旅行的体验怎么样 跟我们讲讲呗 毕竟是要转岗了 这顿散伙饭还是要吃的 这是部门传统 严格来说 这个传统应该是从裴总那传下来的 不论大事小情 只要有理有据 那就必须得吃一读 每个部门都有专门的经费 专门用于类似的活动 游戏部门当然也不例外 胡显斌差点就想跟大家哭诉自己 在受苦旅行那边 受到了多么非人的折磨和虐待 但转念一想 不对劲 如实相告以后谁还去 他沉默片刻之后说道 受苦旅行的事 等晚上吃饭的时候 再跟你们想聊 我先收拾东西到兔尾直播那边报道去 跟众人简单地叙了叙旧之后 胡显斌拿上水杯 笔记本电脑等私人物品 准备到兔尾直播报道 虽说公司的电脑都是高配 ROF 但毕竟偶尔也需要再加办公一下 或者处理一些重要的事情 所以大部分员工都另有一台笔记本 按照先前的惯例 一些不纳膜重要的私人物品就保留在工位上 工位上电脑的使用 痕迹也不变 算是在游戏部门留个念想 说是报道 但神华好景和兔尾直播所在的大楼里的并不远 坐车时几分钟就到了 胡显斌的心情 还有点小忐忑 因为他莫太跟这位马总打过交道 据他所知 这位马总是裴总的左膀右臂 地位相当之高 最初的时候 似乎也在腾达游戏干过一小段时间 但在胡显斌入职之前 马阳就已经被调到摸鱼网咖去了 后来 这位马总分别负责过摸鱼网咖 圆梦创投 兔尾直播等多个部门 而且在每一阶段都有重大贡献 尤其是在圆梦创投时 那比对IOI的投资给腾打血赚五个亿 一直是让人津津乐道的事情 不知道这位马总会对自己有什么样的要求 胡显斌抱着自己的笔记本电脑 穿过兔尾直播的腾达同款稀疏工位 来到马总的办公室前轻轻敲门 隐约能听到办公室里面传来似乎是比赛直播的声音 请进 在一声洪亮的应答声之后 胡显斌推门而入 只见宽敞的办公室内有一个尺寸颇为巨大的投影仪 上面正在播放今天GOG全球邀请赛的最新比赛 双方激战震撼 而马总则是坐在单人沙发上非常兴奋的观赛 胡显斌不由得感慨 马总果然是干一行 爱一行 之前负责投资工作 大笔资金说投就投 毫不含糊 现在负责吐尾直播 在繁忙的工作中还不忘时刻观看赛事直播 足以见得对工作相当认真负责 看到胡显斌 马阳的大长脸上露出笑容 立刻站起身来 你可算来了 把我等得望眼欲穿 来 先坐下看会儿比赛 那边有饮料 想喝什么自己拿 当时我跟千哥抱怨 说图尾直播现在缺人 急需一个得力助手 结果千哥二话不说 就把你安排过来了 你来了 我就放心了 马总的热情让胡显斌有点受宠若惊 之前 他对于这次的工作调动 还是有很多怀疑的 感觉有点像是发配 胡显斌自问 他在腾达游戏 也工作挺长时间了 做个游戏成绩也还可以 但先是被安排到受苦旅行 又被从游戏部门调走 怎么都感觉 像是裴总的故意针对 胡显斌很费解 是裴总对我不满意 可是 我这个负责人再怎么不行 也不至于让于飞来替代我吧 现在听马总这么一说 明白了 这显然不是发配 而是让我来一个新岗位 发光发热 原来事情的起因是 马总向裴总抱怨 说兔尾直播缺少人才 所以裴总才把我安排到这边来的 也就是说 裴总高度认可 我在腾达游戏的工作 觉得我已经成长到一定程度了 可以不要一直拘束在游戏部门 而是要来到一个崭新的环境 施展自己的才华了 想到这里 胡显斌之前有些失落的情绪 一扫而空 甚至突然感觉到充满干净 于是在旁边的沙发上坐下来 跟马总一起看比赛 看得出来 马总看比赛的时候 还是相当投入的 时而拍手较好 时而扼腕叹息 还经常对整场比赛的局势 进行一些点评 完全没有副总的架子 相当的接地气 只不过 就是他针对比赛发表的内容 似乎是一点都不对啊 虽说 GAG是敏京超主要负责的 胡显兵末太多地参与 但相对而言 也是有一些专业理解的 如果不客气地说 马总这游戏理解 跟挺多谈目大神 基本上是一个水平 马总嚷嚷着这怎么都不打 太耸了的时候 基本上都是对方提前站位 而且几方英雄 摸到强势期的时候 确实是不能打 马总嚷嚷着中路 为什么不支援 其实是因为 中路被针对了一波 导致兵线 恰好被压在几方塔下 马总说 看好某一边的阵容 正确率基本上 在50%上下浮动 这连毒奶都不像 似乎就是纯随机 总之 马总对比赛局势发表的意见 基本上毫无任何参考价值 不过胡显兵并没有因此而轻视马总 毕竟树叶有专攻嘛 作为一个经营管理者 一个投资天才 看不懂游戏比赛 也是很正常的 马总有这种积极参与的态度 有这种接地气的观赛行为 这已经非常难能可贵了 胡显兵想着想着 突然灵光一闪 咦 这会不会是裴总安排 我来突尾直播的原因之一 马总显然不太懂游戏啊 而且 从突尾直播被抓去受苦旅行的陈宇峰 也不是游戏行业的专业人士 这是不是裴总的某种暗示 暗示我的职位调动 实际上是为了补齐突尾直播的短板 在游戏领域上发力 胡显兵越想越对劲 如果马总特别懂游戏的话 那胡显兵还真不懂自己来突尾直播干啥了 毕竟他也没实摩特长 也就是在裴总手下工作了这么久了 对游戏设计有一点点心得和理解 现在 这是不是一种暗示 毫无疑问是指明料突尾直播未来发展的方向 很快 一举比赛结束了 马阳抱起旁边的1600毫升的大杯子 蹲蹲蹲的一顿猛喝 没办法 刚才比赛喊得有点太投入了 水分消耗有点大 口干舌燥的 看到这个跟小暖水瓶差不多的杯子 胡显兵不由的感慨 马总果然是性情中人 喝水都喝得这模有个性 裴总和马总 真就是性格完全不同的两面 裴总属于那种云淡风轻 运筹帷幄的 这要是放到古代 那妥妥的应该算是个至江 谈笑兼强武灰飞烟灭的感觉 我见了个微信公众号 书有大本营 给大家发年终福利 可以去看看 而马总就属于特别帅直 特别真性情 放到古代 多半是那种猛事 虽然形势鲁莽 但也能成就一番事业 要不怎么说裴总 跟马总这两个人是好搭档呢 比赛间隙 马阳问道 对了 趁着比赛还末开始 咱们先简单聊聊正事 上次我跟千哥一起吃饭的时候 他简单说了一下 兔尾直播未来的发展方向 我都记下来了 之前陈宇峰说想把兔尾直播 打造成一个真正的知识平台 结果被千哥给否了 然后我建议 跟歪歪直播 和狼牙直播死客 烧钱挖他们的主播 千哥说 与其挖主播 不如挖掘主播 还是找一些新人 逐渐吸纳到我们的平台 最后就是 多烧钱开发平台功能 但不能跟学术沾边 你领会领会精神 考虑一下具体该怎么做 当时吃自助餐的时候 马阳把裴千的话 全都记下来了 一直记到现在 但是一直到现在 他也没想清楚 具体要做什么功能 挖掘主播的事情 倒是安排给了陈宇峰 一直在干 但这种事情短时间内 也不会有什么太明显的效果 而且 兔尾直播最近还在 Mangogog全球邀请赛等比赛的转播 马阳自己看比赛 看得相当上头 有时候也就忘了去想 具体要开发什么功能 于是就拖了一段时间 现在正好 胡显斌到了 工作就可以顺理成章地 继续推动下去了 胡显斌眼前一亮 裴总这是民事了呀 马总你不用说了 我明白 裴总说 烧钱开发平台功能 但不能跟学术沾边 我觉得 有两方面的理由 第一 在学术内容方面 深挖平台功能 再怎么努力 也很难挖出花来 因为通过视频直播 制造一种学生 跟讲师面对面交流的效果 已经是学术内容最直观 最有效的传播方式了 再做其他花里胡哨的功能 也不会对实际的体验 有更大的提升 目前兔尾直播的直播内容 以及讲课的录像 这些功能 已经足够满足 学术方面的需求 接下来只需要等内容 逐渐充实就可以了 第二 裴总显然不像 把兔尾直播的定位给 限制死了 局限在学术平台 这一个点上 虽说凸显这一点 更有利于打造标签 让观众们印象深刻 但过分强调的话 也会天然地劝退 很多潜在用户 如果把兔尾直播 和学习平台联系起来的话 很多人下意识地就不想来看 这怎么能行呢 我们最终的目的是 让大家知道 兔尾直播上 有一些学术的内容 能学到知识 同时 我们在其他的方面 比如娱乐和游戏方面 也一点都不差 这才行 综合这两点进行分析 裴总显然是在暗示 兔尾直播要开发的新功能 一定是投入大 见效明显 有独特竞争力的娱乐内容 而借助这方面的新内容 要进一步拓宽观众们 对兔尾直播的认识 在学术内容 电竞赛事直播 这两大主体内容之外 再开拓新的支点 马阳听得平平扁投 嗯 有道理 没错 我也觉得 谦歌肯定是这么想的 得到马总的认可 胡显斌非常得意 继续说道 而且 裴总把大致的方向都定下了 其实我这个人 也没什么特别的才能 跟其他负责人相比 也就是跟游戏部门的关系近一点 对游戏的理解深一点 所以我觉得 裴总应该是在暗示我 要加强兔尾直播 和游戏部门的联动 针对游戏内容 为兔尾直播设计一些新的功能 马阳听得更认真了 比如呢 胡显斌想了想 比如 可以找游戏部门配合 开发游戏内直播的功能 把游戏客户端和直播平台给打通 我记得很久之前一些 RTS游戏 就已经实现了 用几百K的录像文件 来记录一整局几十分钟的游戏 因为直播平台传输的是高码率的画面 而游戏内记录的是一连串的数据 在玩家有客户端的情况下 只要用少量的游戏数据 调动游戏的画面资源 在本地电脑上进行显示 就可以达到极佳的效果 当然 这个办法不能替代目前的主流直播方式 毕竟大部分人都是用手机或者网页看直播 但它可以作为一种补充 一方面是给观众另一种选择 让他们选择用自己的电脑跑游戏 自由OB 看到更多的细节 画质上必然也有所提升 另一方面则是相对减轻平台的带宽压力 承载更大的用户量 胡显斌说完之后 着重观察了一下马总的反应 嗯 马总看起来相当感兴趣 说明这个想法可行 于是他又稍微详细地阐述了一下自己的构想 这个功能 说白了就是努力打通游戏客户端和直播平台之间的壁垒 形成资源整合的效果 就拿GOG来说 我们将兔尾直播的直播软件内置到GOG这款游戏中 用兔尾直播读取GOG游戏内数据 再将这些数据与主播的摄像头画面 麦克风采集声音结合起来 观众在自己的GOG客户端里面接收这些数据 其中游戏内数据用GOG客户端给播放出来 用的都是游戏内原版资源 而且还可以自由切换 查看各项游戏数据 而在游戏画面内 可以自由开启或关闭主播的摄像头画面和麦克风声音 这就相当于直接砍掉了 原本需要用原画码率传输的游戏画面 只需要传输声音和摄像头画面 大大减轻了带宽压力 看到此消息的都能领现金 方法 关注微信公众号 书友大本营 对于玩家来说 游戏内传输的数据量 是更大的 如果是传统的直播模式 观众只能看到屏幕上正在发生的事情 但在这种新模式下 观众可以自由查看游戏对局内的所有信息 包括对手的出装 属性信息 具体的操作等 我们还可以在额外制作一些功能 比如实时显示按键操作 将主播在操作时的按键显示在特定区域 回看功能 可以拖动进度条回看精彩片段 还有更丰富的OB功能 观众想看主播第一视角 就看第一视角 如果想看全局视角或者对手的视角 也可以进行切换 当然 与正常直播一样 也需要做延时功能 防止亏评或者爆点之类的情况出现 在Dialdi观赛方面 这个功能会更加实用 因为比赛中发生的事情更多 观众们希望了解的细节也更多 对兔尾直播而言 许多游戏内置兔尾直播 这相当于是一次完美的推广 而对于这些游戏来说 加入直播功能 也可以为玩家挂着客户端的时候 提供更多事情做 而且这样的做法 也不止局限于GOG 其他的游戏像 回头是暗 使命与抉择 这种游戏 也都可以 甚至玩家可以通过打MOD 和个性化设置 让自己客户端显示的游戏画面 更符合自己的喜好 比如回头是暗 玩家打了外观MOD之后 再去看主播直播 看到的也是自己打了MOD之后的游戏画面 这就提供了更加丰富的选择 此外 游戏客户端也可以作为主播推荐的入口 回头是暗的玩家可以在客户端上寻找专精于回头是暗的主播 很多主播因为默人气 所以在直播平台上排名很靠后 根本没有流量 但细分到每一款游戏中 被发现的可能性就大幅提升了 而这不正好跟裴总的要求 也就是挖掘主播 完美契合吗 马阳越听越有道理 不过他还是有疑问 听起来很完美啊 但其他的游戏公司或直播平台 有没有可能模仿或者抄袭我们 胡显斌笑了笑 马总你对游戏可能了解不多 这个办法只有腾达能做 因为只有在腾达 游戏部门和直播部门才可以不分彼此 没有任何的利益纠葛 要做到这一点 必须打通直播平台和游戏客户端 这个工作量不小 而且有一定的技术含量 但工作量和技术含量并不是最大的问题 毕竟他们都可以用烧钱来解决 最大的问题在于 游戏商也直播平台的利益根本就不一致 怎么合作 目前国内的这些公司 做游戏的就是单纯做游戏 做直播平台的就是单纯做直播平台 像腾达这种把两个都做起来的 没有 我们假设 IOI如果想跟狼牙直播合作 也搞类似的功能 他们会遇到这某几个问题 首先 对IOI来说 改动客户端需要很大的工作量 我凭什么给你直播平台开发这样一个功能 我有这个时间去开发新版本 新英雄不好吗 做这个功能 能给我带来多少实际的好处 直播平台你得给我多少好处 才能让我在客户端添加这么多没用的东西 还客观上给你平台形成了导流的效果 龙语集团能同意吗 就算龙语集团同意 指头公司和达亚客集团能同意吗 其次 对直播平台来说 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观众的体验 也减轻了带宽的压力 但问题在于付出多少代价才能让游戏商愿意去这样做 而且 这相当于是把自己的观众分流到了各个游戏的客户端 把这些人掌握在自己手里不好吗 完全是吃力不讨好 所以 如果将游戏商和直播平台看成是两个利益高度分离的个体 这个功能对他们来说都是投入远大于回报的 而且彼此都会觉得自己亏了 可如果像腾达一样 游戏部门和直播平台是高度统一的整体 用整体的利益来看问题 那么 这个功能从长远来看 确实有助于提升观众的体验 起步时的效果可能不甚明显 但越往后功能越丰富体验就会越好 到时候 这就是兔尾直播相比于其他游戏平台的核心竞争力 更何况像腾达这样坐拥如此多成功游戏的公司 放眼世界都并不多见 更何况是在国内 如果只是一两款游戏 这样搞可能效果不会很明显 但腾达有GOG 有海上堡垒 还有很多销量极佳的单机游戏 可以说 直播平台的游戏内容方面 腾达占了很大一部分 这个丰厚的家底 就是我们搞这个功能的最大底气 马阳立刻点头 可以 很有道理 那就按这个搞 不过 我们平台有必须学习一小时的规定 影响这个功能吗 胡显斌当然也知道 兔尾直播的这个规定 他想了想之后说到 肯定有影响 这毕竟是个门槛 但我们也可以在客户端里内嵌直播平台 通过弹窗的方式观看学习方面的视频一小时 也就是说 玩家在游戏客户端中可以对两种模式自由切换 一种是用游戏资源显示 一种是直播画面显示 在学习模式的时候 当然只能用后者 但只要一小时的时间到了以后 就可以自由使用全部功能了 马阳有些惋惜地说道 这个一小时的限制 还是有点多余了 要不我去问问千哥 把我们的计划跟他汇报一下 让他拿个主意 看看能不能在这个功能里 把一小时的限制给去掉了 胡显斌赶忙摇头 那肯定不行 如果用客户端看直播 可以绕开这个一小时的门槛 岂不是跟裴总的要求 完全背道而驰了 裴总是绝对不会同意的 而且我觉得裴总的这个规定 肯定是有深层含义 在我们没有完全参透之前 可不能乱改动 会影响裴总的全面布局的 马阳 深层含义 胡显斌点点头 对 虽然我现在还想不出 具体是什么深层含义 但可以这样想 现在学习一小时 已经成了兔尾直播的标签 而这个标签的形成 是付出了很大代价的 如果要把这个标签给撕掉 会给兔尾直播带来很大的损失 不仅难以挽回之前失去的用户 反而有可能造成现有的用户 进一步流失 已经走到这一步了 兔尾直播的观众们 好不容易适应了 习惯了 接受了 万万不可乱改 在诸多的直播平台中 兔尾直播特立独行的印象 是逐渐形成的 而学习一小时这个要求 在真正选择留下来 并已经习惯了的观众看起来 反而是兔尾直播 不同于其他平台的 最有辨识度的一个点 同样是玩三个小时直播 至少觉得 自己有一个小时 是有所收获的 而这种感觉 就是他们对兔尾直播的 归属感所在 兔尾直播 为了打造这种标签 实际上放弃了快速扩张的机会 也损失了一大批用户群体 但这些损失的用户群体 未来还是有可能回来的 如果贸然取消 或者绕开这一规定 纳摩对于那些 已经走了的观众来说 这就是兔尾直播 在自己打自己的脸 全盘推翻了之前的决定 更加证明了 这个决定的错误 而对于留下来 已经习惯了 这一规定的观众来说 这也让兔尾直播 丧失了他的独特性 总之 现在这种情况 说什么都不能改 改了真就前功尽弃了 马阳点点头 嗯 有道理 其实 我也就是随口一说 我还是完全拥护千歌的决断的 千歌莫说错 你确实是个大才啊 把你派过来 真是解了我的燃眉至极 那你准备准备 做个方案 事不宜迟 咱们下周就开始安排 晚上 胡贤兵来到民府家宴 和游戏部门的众人 一起吃散伙饭 下午的时候 他跟马总聊得非常好 原本对于自己被调任到直播部门 还有点小不满 但现在 已经完全没有这种感觉了 感觉马总是个非常民事理的人 对自己的看法非常认同 而且执行力非常强 有马总跟裴总的这层关系 要资源估计也是很方便的 这样一来 胡贤兵觉得自己在直播平台 同样可以大展拳脚 今天晚上 这顿饭人可不少 除了游戏部门的老朋友之外 Gog项目组那边也来了一些老熟人 包括张楠在内 毕竟之前 Gog项目组和游戏部门是不分家的 彼此都很熟悉 大家一边吃着菜 一边讨论近期发生的事情 从Gog全球邀请赛说到新游戏 最后不可避免的说到了受苦旅行 有人好奇地问道 老胡 受苦旅行到底有多受苦 那个记录片拍的 到底是有夸张成分啊 还是说 那就是你们的真实状态 听他这么一问 包括鱼飞在内的很多人 也不由得竖起耳朵听着 谁敢保证 以后受苦旅行的范围 不会扩展到部门内的骨干成员 而且 受苦旅行的内容实在太过神秘 确实让人心生好奇 胡显斌放下筷子 颇为郑重地清了清爽 受苦旅行啊 确实是有点受苦 但也是有重要意义的 你们看到的纪录片 有一点点夸张的成分 毕竟是节目效果嘛 但回过头来细细品味 其实在受苦之外 还是有很多收获的 众人有些诧异 有很多收获 对啊 胡显斌点点头 首先 到外面走走 确实有助于强健体魄 放松精神 这种完全放空自我 与大自然亲密接触的机会 可是不常有的 你们想想 这种经历 可能一辈子都不会有一次 现在可以带心体验 这不好吗 其次 说是受苦 其实是磨练 在完成目标之后 还是很有成就感的 最后就是负责人们 共患难之后 感情提升了许多 这对于以后各个部门之间的联动 和互相帮助 也有很大的提升作用 我觉得 这是裴总 对于优秀员工的一次选拔 只有经过受苦旅行的洗礼 通过了身体和精神上的考验 才能拥有钢铁一般的意志 真正成为裴总信赖的人才 所以说 如果有人想尽快被裴总注意到的话 又想要挑战一下自我的话 不妨主动参加受苦旅行 其实那些项目也并没有多难 攀岩比赛 我还经常拿第一呢 胡显斌也是满嘴跑火车 没办法 说得真难摩惨 以后谁还去啊 总不能他成了少数 去受苦旅行受苦的人吧 那可太惨了 像这种有意义的活动 当然是大家 人人有份才好啊 所以 从受苦旅行归来之前 第一批去的负责人们 已经提前对好了口风 回去之后 谁也不能说受苦旅行的坏话 当然 也不能太假 在保证能让人性的前提下 能忽悠几个是几个 听完胡显斌的这番话 现场的众人反应各异 别说 还真有幸呢 因为胡显斌说的这番话 确实 还是有几分道理 除了张员等少数负责人之外 其他的核心员工 其实并没有接触到 吴斌的最新理论研究成果 对于受苦旅行的深层意义 也都是众说纷纭 但有一点大家能看得出来 去受苦旅行的 全都是腾达各部门的负责人 而且是核心部门 做出过重大贡献的负责人 裴总宁可耽误他们的工作时间 也要安排他们去受苦 为食魔 显然按照胡显斌的说法 这次对优秀员工的 一次选拔和考验 是一次自我挑战 而且换位思考一下 如果参加受苦旅行的 全都是负责人 而其中混了一个普通员工进去 这不就是在裴总面前 有了露脸的机会吗 到时候 如果腾达要开新项目 或者部门负责人 因为种种原因调走了 肯定是给裴总留下过印象的人 更有机会得到提拔和升迁啊 有些人觉得 做普通员工就挺好 但也有些人 还是希望到更高的岗位上 去发挥自己的才能的 所以 胡显斌的这番话 明显还是有一些道理的 而另一部分人 则是无动于衷 休想骗我去受苦 这些人不想当负责人 觉得目前这个岗位就挺好 福利待遇拉满 工作量也正正好 至于张楠 则是暗自发笑 因为从张元那里 听到过吴斌的理论之后 再听胡显斌的这通说辞 就知道错得离谱 完全是曲解了裴总的意思 这批负责人为了骗其他人去受苦 也是煞费苦心 看到张楠有些忍俊不禁 胡显斌嘴角微微抽动 正义于言表的嘲讽 是怎么回事 别幸灾乐祸呀 你现在也是负责人 就凭你现在负责告个部门 这受苦旅行你也跑不了 胡显斌倾咳两声 怎么 难道你觉得 我说的不对吗 张楠微微一笑 当然不对了 其实验证的办法很简单 只要你们主动申请去受苦旅行 看看裴总会不会批准就知道了 宋福利 去微信公众号 书友大本营 可以领888红包 按照吴斌的理论 受苦旅行 是为了纠正那些工作 狂负责人的错误观念的 如果主动申请参加受苦旅行 那就证明已经病如膏肓了 工作狂已经到一众无可救药的状态了 到时候别说去受苦旅行了 被穿小鞋都不奇怪 胡显斌非常不服气 确实有可能不被批准 但那是因为受苦旅行是精英选拔制 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去的 报名了 如果履历不够 能力不够 也不一定会被选上 这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 俩人各执一词 都觉得自己的解读莫问题 其他人面面相去 一时之间不知道该听谁的了 因为在对裴总意图的解读上面 负责人们还真的很少出现 这种巨大分歧的情况 以往都是一个负责人提出解读 另一个负责人点头赞同 并补充一番之后 很快就能达成一致意见 但这次 显然两个人说的似乎都有道理 而且谁都说服不了谁 张南本来想把吴斌的理论给胡显斌解释一番的 但一来这个场合人太多 这种涉及到腾达精神内核的内容 不宜过度张扬 只能在负责人的小圈子里传播 二来他觉得胡显斌这魔说 显然是不怀好意 仗着自己短期内 不会再去受苦旅行 就想坑别人 也不想跟他分享正确答案 所以 张南也莫多解释 俩人谁都说服不了谁 也就没再继续争执 很快翻篇了 只不过对于受苦旅行的解读 却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声音 让在场的所有人都默默地记下了这个事情 11月16日 周五 招录游戏平台 言其对吧 你好 我是贺德胜 圆梦创投的负责人 会客室内 贺德胜跟言其亲切握手 言其颇有众受宠若惊的感觉 因为他的计划输给过去才刚一周多点的时间 竟然这模块就有了回复 其实之前李雅达已经跟他简单通过气了 说那边过段时间会有回复 而且已经跟言其说了 让他把设计搞改一改 把之前因为预算问题砍掉的设计全都补上 李雅达也莫说得太满 就只是说往详细理解 最后如果预算不够可以再看 关键是让投资人能看到这款游戏的最佳状态 虽说提前打过了招呼 但言其也莫想到竟然来得这么快 更关键的是 竟然是圆梦创投那边的负责人亲自上门 而不是让言其过去 虽说这里头可能也存在考察言其这个工作室的想法 但依旧可以说是相当给面子了 是自己的计划书写得太好了 言其不正魔爵的 只是再度刷新了自己对李雅达的认知 觉得这个人真是太可怕了 背后的能量简直是超乎想象 其实他不知道 之所以拖了这魔酒 主要是因为贺德圣当时还在神农架 如果早回来积天的话 可能早就过来了 我来简单讲讲补全的这些内容 言其把自己对 属离设计方案的改动 给简单讲述了一遍 主要就是新增了一些内容 贺德圣点点头 好的 根据圆梦创投的规定 要向你们公司派遣财务 一些运营方面的问题 要过问一下 不过你放心 对游戏的设计方面 我们肯定不会插手的 如果没问题的话 就可以正式签约了 一亿资金分两笔打过来 后续是项目的开发情况 还可以在家 主要是派遣财务的这些要求 需要提前说明 你考虑一下 言其愣了一下 赶忙说道 当然没问题啊 我们这小工作室 本来这方面做得也不太好 如果能有专业的人 帮忙把官当然求之不得呀 我就可以把主要的精力 放到开发游戏上了 不过 这就没问题了 您不再研究一下 这个设计方案了吗 这膜一大笔投资 竟然这膜 简单的就拉到了 让言其感觉很意外 甚至有点不真实 赫德胜笑了笑 没石膜可看的 我又不懂游戏 这笔投资 早就已经敲定了 我只是过来走个程序 其实 你的方案裴总 已经看过了 并且相当认可 你什么都不用管 踏踏实实的 把这款游戏做出来就可以了 赫德胜轻描淡写的一番话 让言其瞠目结舌 什么 裴总看过了 而且还高度认可 原本言其震惊于李亚达的能量 但转念一想 这可能跟李亚达关系并不大 就算李亚达跟赫德胜私下里有交情 但这磨大的一笔投资 涉及到上亿的资金 赫德胜也是做不了主的 肯定得请示裴总 也就是说 李亚达跟赫德胜都算是传声筒 他们什么都决定不了 最终还是靠裴总一锤定音 圆梦创头背后的老板是裴总 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所以裴总看到这份设计稿并不稀奇 让言其感到震惊的是 裴总竟然没有一笑置之 反而还认真的看了 不仅高度认可 还主动提出要加预算 这是一种怎么样的信任 毕竟颜奇跟裴总压根都没有见过面 彼此也根本不了解 光是凭着一份游戏的设计稿 就如此信任 这样颜奇感觉 到了一种浪漫主义的精神 就像古代 两位诗人虽然相隔千里 互不相识 但读了彼此的诗句 就会自然而然地产生惺惺相惜之感 而在这件事情上 显然是游戏设计师的浪漫 可以说 给出这笔投资的裴总 此时真正的身份 并不是一个投资人 而是一个对后背充满关爱的大佬设计师 有一种达责兼济天下的情怀 这笔钱 裴总自己拿来开发游戏 不香吗 以裴总开发游戏的超高成功率而言 怎么也比咱给一个小工作室更划算 但裴总偏偏没有这么做 而是非常慷慨地把钱交给延期 表现出了充分的信任和期待 虽然延期没有看到 裴总在做出这个决定时的样子 但他能大致挠不出来 裴总一定是脸上带着温暖的微笑 就像是神在俯瞰世人 对国内的游戏圈来说 裴总就是救世主啊 延期不由得备受鼓舞 立刻表决心说道 贺总你放心 我就算豁出这条命也 一定把这款游戏给做好 绝对不会辜负裴总的信任和期待 下午 广告营销部 梦畅继续翻看 网上对宣传片的反应 三天过去了 网上对这个宣传片的争议 基本上定型 算是勉强达到了梦畅想要的效果 但距离最佳效果 还差得远 首先 这个宣传片表面上看起来 是宣传中介工作人员多么辛苦 多么不容易 但大部分人 其实很难对这一点做到共情 其次 因为梦畅故意在拍摄这个片子的时候 用了一些特殊的手法 所以 观众们在戏品之后 总会觉得有点不适滋味 目前网络上的舆论可以说是 小骂 很多人都在分析 所以这个片子 为什么让人觉得不对劲 继而引申到中介行业的种种乱象 但真要说骂的狗血淋头 也还没到那种程度 毕竟这个片子拍的内容中规中矩 也还没到引起众怒的程度 但梦畅也没有太好的办法 现在这种微妙的平衡 不能由他这边来打破 因为那样就搞得太刻意了 很容易适得其反 就在这时 于耀突然说到 梦哥你快看 住家集团也发了个宣传视频 梦畅愣了一下 嗯 他刚忙点开于要发过来的链接 发现住家集团确实发了一个视频 而且比他做的那个视频还要更长 住家集团 致力于为年轻人 提供高品质的租住生活 住家集团打造的专业中介团队 时刻待命 分析租客实际需求 提供海量真房源 让无数来到大城市打拼的年轻人 找到安居之所 伴随着宣传片一贯的干净 整洁的背景画面 一个低沉 优雅的男生 娓娓到来 送福利 据微信公众号 书有大本营 可以领888红包 整个视频在宣传视频中 算是比较长的了 有七分多中 大致分成了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 是讲述住家集团的增长率 市场占有率 与多少租客和房东签约等数据 作为业界数一数二的大集团 这方面的数据 显然是非常好看的 第二部分 是讲年轻人在住家集团 尤其是安心房 项目中的租住体验 从选房 看房到签订合约 申明自家是真实房源 耐心服务 不论是中介和管家 都是受过专业训练的团队 让年轻人 能毫无后顾之忧的在外打拼 第三部分 则是跟梦唱拍的宣传片类似 主打感情牌 着重拍了住家集团的中介和管家们 在日常工作中的一些琐事 辛苦工作之后 不被人理解 但仍旧保持正能量的这种昂扬向上的态度 之前住家集团看到孟唱拍的宣传片之后 直接把电话打到了持行工作室林婉那里 被拒绝之后也没有再纠缠 而是选择了自己拍宣传片 显然住家集团那边也非常清楚 热度稍纵即逝 必须得抓住机会 所以昼夜赶工 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把这个宣传片给做了出来 但孟唱并不知道 住家集团曾经找持行工作室寻求合作 所以此时看到这个宣传片有些意外 孟唱微微皱眉 巧合 不对 这显然是有倍儿来啊 孟唱多聪明 瞬间就领会到了住家集团的用意 这段时间 孟唱已经为自己拍的宣传视频 砸下了海量的宣传资金 在网友面前刷足了存在感 但这个宣传片并没有直接宣传 房产中介模拟器 或者树揽公寓这些租房公司 表面上看起来跟任何品牌都没关系 单纯是反映中介生活的 所以 这个热度相当于是无人认领的热度 住家集团显然看到了这个机会 在这种热度爆棚的状态下 如果也趁机一起宣传 不就可以顺理成章的 把这些热度吸纳到自己身上了吗 毕竟梦唱拍的这个宣传片 看起来就相当纯粹 人畜无害的样子 看不出什么危险 至于被骂 住家集团被骂的太多了 他们其实并不怕被骂 只要大把的宣传经费砸下去 引发热度 总会给住家集团提升知名度 果然 视频发出来之后没多久 下面就炒成了一团 而且远比梦唱发的那个宣传片炒得更加激烈 靠 整个一个诈骗广告 真的不是在反讽自己 真是房源 耐心服 你们门心自问 跟哪个战变 呵呵 住家集团 打造专业坑人中介团队 时刻待命坑人 扭曲租客实际需求 用好看的照片欺骗租客 用海量的垃圾房源凑数 垄断租房市场 电话骚扰房东 让无数来到大城市打拼的年轻人上了第一课 感受到了社会的险恶 假全房的事情 这么快就翻篇了 要我看 还是罚款太少 惩罚力度不够 这样无视租客生命安全的公司 就该当场倒闭 但评论区也并不是一边倒 也还是有很多人 在为住家集团说话的 差不多得了 都说了假全房的事情 是地方分公司搞出来的 现在罚也罚了 整改也整改过了 至少现在安心房的服务提上来了 还抓着一只黑是不是过分了 说真的 在我遇到的租房公司里 住家集团算是还不错的了 至少中介还算是认真负责 那些小的中介公司 真是坑人莫商量 恨不得把你连骨头一起 吃干抹镜 正常的宣传片而已 不至于那磨大力气吧 键盘侠们对天对地 你也可以直接去买房 或者找房东啊 谁逼着你租住家集团的房子了 有个平台给你提供服务 还挑三减四起来了 能看出来 这里边有空评和水军活动的迹象 不少点赞很高 骂声很大的评论 一转眼就不见了 但不管怎样 这视频的热度 是增长得很快 之前梦常发的那个视频 很多人觉得味道不对 但看待小姐姐很可爱 视频又没有特别过火内容的份上 也没有权力输出 但这次发视频的 是住家集团 那就不一样了 之前积压的怒火 全都被引了出来 但住家集团显然也不在乎 热度越高越好 反正我一手空评加水军引导风向 负面热度 那也是给我加知名度的 几个网友在网上骂两句 能成什么气候 梦畅看着视频下面的留言 眼神突然亮了起来 好配合啊 正愁热度不够 话题度不够的时候 住家集团这一插手 解了燃眉至极啊 在梦常看来 住家集团的这个决定 其实算不上错 如果是之前的他 站在住家集团的位置上 也会这么选择 毕竟那时候他认为 所谓营销 就是不惜一切代价的 用最少的钱 获取最大的热度 但现在 在梦常深入学习了 陪氏宣传法之后 已经不这么认为了 甚至梦常突然意识到 陪氏宣传法 似乎就是专制这种 死命蹭热度的营销方式 不仅在最后 会将所有的热度全部收回 还会从更高的维度上 形成降维打击 让自己名利双收的同时 还让对方血本无归 此时的梦常突然有种感觉 现在的他 就像是曾经的陪总 而现在的住家集团 就像是曾经的他 原来过去的我 在陪总眼前 是这模的不堪一击 甚至都没有主动出击 只是不下一个 非常简单的陷阱 对方就一头扎了进来 梦常突然精神了 因为他意识到 这不仅是对 本次宣传方案的 一次重大利好 对他自己而言 也是一次实践陪氏宣传法 赶尽杀绝 这一技巧的绝佳机会 现在住家集团已经上钩了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 就是如何在收钩的时候 足够稳 准 很 尽可能钓上一条大鱼 11月20日 周二 上周末 裴谦还是宅在家里 看了两天的比赛 Gog和IOI的两个比赛连着看 着实看得有点上头 看完比赛 再刷刷论坛 双倍快乐 到目前为止 IOI全球总决赛 办得可以说是还不错 完全达到了赔签的预期 虽说 Gog开局就占据了巨大的优势 直播平台的推荐资源全部拉满 把IOI挤到了各种边边角角 线下观赛活动 也办得如火如蹄 但毕竟IOI那边 也不是毫无准备 这次从比赛现场的观感来看 达亚克集团和指头公司 为了保住脸面比上次还要更加不惜血本 所以跟Gog的全球邀请赛并没有明显差距 对于IOI的玩家们来说 观赛是个刚需 所以 虽说直播平台和现场观赛等方面 跟Gog存在一定差距 但他们该看还是要看 顶多也就是一些两边都看得路人 受到的影响比较大 裴谦也不指望着 IOI那边能智能的多高 前期先顶住Gog这波犀利的攻势就行了 等总决赛进入后半程 IOI那边应该还有发力的机会 昨天周一 裴谦到公司转了一圈 并没有发生什么特别值得关注的事情 各个部门的工作都在稳步推进之中 工作汇报末看出什么异常 他倒是也注意到了 住家集团发的宣传片 但并没有太过关注 虽说对住家集团没实摩好感 但人家发个宣传片 又不违法 也不会跟树懒公寓 或者腾达的产业产生什么实质的联系 发就发呗 裴谦现在还有一些更紧要的事情要考虑 比如 受苦旅行第二期的安排 第一批成员回来之后 受苦旅行暂时也处于休整阶段 朱小策已经订好了回国的机票 这周之内就能赶回来 裴谦很满意 看起来自己的十二道金牌照回 还是挺好使的 自己仍旧保持着对腾达的完美掌控 除了个别时候 天宫不作美 发生一些阴差阳错的问题之外 整体而言 腾达的负责人们 还是可以被自己拿捏的 等朱小策回来之后 受苦旅行第二批名单上的负责人 也就都到齐了 还剩下三个空缺 人齐了之后 马上就安排特训 不能浪费任何的时间 毕竟这一期的受苦旅行 多拖一天 下一期的受苦旅行 就晚开始一天 时间嘛 都是挤出来的 现在裴谦考虑的问题是 如何把这三个空缺给补上 而且补上的名单中 有桥梁和软光剑 本来裴谦是打算 自己亲自去跟桥梁说 发挥自己的大忽悠之数 但是转念一想 这样做的成功率 肯定会非常低 毕竟受苦旅行 已经出过一期的宣传片了 受苦旅行具体是干石膜 是什么尿性 大家基本上也都清楚了 乔梁是个什么人 资深游戏宅啊 在宅家的这方面 他顶多也就比包须弱一点 但也弱不到哪去 这种人 想要纯靠忽悠 把他忽悠到受苦旅行去 难度太大了 而且最近还有一个不利因素 就是房产中介模拟器 这款VR游戏就快正式上线了 其他的玩家可能还不知道这个消息 但桥梁跟持行工作室关系密切 不可能不知道 桥梁肯定是希望自己能第一时间玩到这款游戏 再出个视频什么的 在这个节骨眼上断往两个月 去外面受苦受累 桥梁100%会拒绝 任由裴谦再怎么巧舌如簧 说动他的可能性也都会很低 软光剑那边还相对好说 但这个受苦旅行到底能不能让软光剑受苦 这还是个未知数 所以对于裴谦来说 把桥梁忽悠来是必须的 首先是让桥梁受苦 其次就是让桥梁莫办法做 房产中介模拟器的视频 让这款游戏活起来的可能性大幅降低 怎么做才能让桥梁或自愿 或被迫不得已的来参加受苦旅行呢 最好是能做到两点 一方面是让他觉得不来会很亏 另一方面就是用周围的环境 包括他的粉丝和朋友们向他施压 让他不得不来 在什么情况下 会让他觉得不来会亏呢 受苦旅行本身可能是不行的 只能是通过对受苦旅行赋予一种独特的标签和意义 赋予参加这次旅行的人一种独特的身份 有了 裴谦苦思明想了很多天 总算是想出来了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 他立刻把鱼飞叫了过来 立刻搞一个抽奖的活动 抽奖的范围是全体腾达游戏玩家 只要注册了腾达账号 并且在近期内登陆过腾达游戏的玩家 都有机会参与 腾达账号有入V认证的 这些认证账号是其对腾达游戏的贡献大小 设置不同的权重 没有入V认证的那些 根据游戏时长 贡献度等因素 设置不同的权重 根据权重来抽奖 抽到桥梁和软光键为止 抽出来的总数取整 然后根据这些账号 对腾达游戏的贡献程度进行排序 排名靠前的 优先参与受苦旅行 然后你跟包序说一声 将受苦旅行下一阶段的规划公布出来 从第三期开始 受苦旅行将接受外界人员的自由报名 收费标准方面 让包序自己来定 吸纳外界人员之后 受苦旅行的人员上线将增加至20人 配置将变为 5名腾达内部员工 5名抽奖的幸运玩家 10名外界报名人员 其中 腾达内部员工与幸运玩家费用全免 外界报名人员自费 而且要经过筛选 不符合条件的不要 内部员工 幸运玩家和外界报名人员 处于三个不同的队列 分开排队 排到了就可以来参加 上线一个日程表功能随时查询 让大家能大致知道自己具体是哪一期 方便日程规划和安排 这就是裴谦想出来的 安排乔老师的办法 直接据说 乔梁肯定能看出来 这是个陷阱 必然当场拒绝 关键是 受苦旅行本身又没有任何的诱惑力 怎么可能让乔梁放弃完房产中介模拟器首发的机会 跑到山沟沟里吃土呢 所以 搞个抽奖 包装一下 虽然从理论上来说 抽奖的范围是全体腾达玩家 抽到乔老师的概率很低 但可以在规则上稍微改动一下 腾达账号有入V认证 乔梁和软光剑都做了入V认证 以他们两个的身份而言 都对腾达游戏做出了巨大贡献 这权重必然高得突破天际 给大家发红包 现在到微信公众号 书有大本营 可以领红包 在抽奖过程中 因为有权重的原因 会非常容易抽到他们两个人 腾达的玩家数 不算国外玩家 仅仅Gog这一款游戏 在国内的用户量级早就破了千万 这还没算其他那些销量 动辄百万的单机游戏 而在这群人中抽奖 就算抽一万人 那也是千分之一 甚至于万分之一 所以 这就给本次抽奖抽到的人 同时贴上了两个标签 腾达终极资深玩家 还有天令欧皇 到时候 被抽到的人 要么是井里中的井里 要么就是为腾达游戏发展 做出巨大贡献的人 不管怎么说 被抽到之后的这种稀缺性 都足以在朋友圈吹一年的牛逼了 对于乔良而言 他一直非常看重自己的硬核玩家身份 真要是被抽到了 绝对会兴奋不已 而且 这次抽奖的结果 是会公示出来的 到时候 乔良的所有粉丝 都能看到他上榜了 到时候 乔良就算不想来 他的粉丝们 也绝对不会答应 就算榜 也得把他给榜过来 有谁不想看乔老师受苦呢 做到这一步 还需要担心乔良不来 这就是阳谋 虽然乔良可能会感觉到不对劲 但他别无选择 软光剑也是差不多的道理 唯一可惜的是 想把李氏骗来 就不太可能了 因为李总不怎么玩腾达游戏 想要抽奖抽到他 完全不现实 如果暗箱操作了 又会显得过于明显 所以只能无奈放弃 第三个名额 就留给有缘的幸运玩家吧 反正能被抽到 而且排序之后 排名正模靠前的 绝对也是有资格 被赔签记在小本本上的人 抽出来的人数取整的意思是说 如果抽第一千五百次的时候 抽出了乔良和软光剑 那模就取整到两千 抽取两千个名额 这样就更加自然一点 不会让乔良察觉到 其实是在针对他 这些幸运玩家 当然也是费用全免的 系统那边并未警告 因为这可以看成 是对腾达游戏玩家的一次回馈 毕竟被抽到的人 要么给腾达游戏 贡献过大量热度 要么贡献过大量的钱 而且被抽到的概率又很低 给这点福利回馈一下 很合理 剩下的那十名外界报名人员 是需要掏钱的 而且费用不会低 这就保证了受苦旅行有盈利的渠道 符合系统要求 随着这个抽奖活动的正式公布 受苦旅行对外界的报名 必然也要开放了 价格肯定也要确定了 高昂的价格一公布 多半是默认会来报名的 谁闲得没事干 花钱找罪受 但也不排除个别的人脑子突然一抽 来报个名啥的 凑那么几十个人 应该是不成问题 所以裴谦也提前跟包序交代清楚了 把相关的规则在网站上写清楚 日程安排也随时都可以查询 就算受苦旅行是拿来亏钱的 这些必要的步骤还是不能省略 上午安排完了受苦旅行 裴谦吃过午饭 在办公室裹着小毯子 美美地睡了一觉 然后起床追了话剧 下午零下班之前 他开始琢磨 I.O.I.全球总决赛的事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I.O.I.全球总决赛 算是基本挺住了 没出什么大问题 但由于直播平台和线下官赛活动等一系列原因 目前I.O.I.比赛的热度 还是远不如GOG 指头公司和龙羽集团那边 似乎暂时也还没有找到太好的办法 又或者 他们正在酝酿 还没有付诸行动 但再不做点什么 这热度显然是不敢烫了 因为电竞比赛这个东西 虽说是半决赛 决赛热度最高 可那也是靠前边小组赛热度不断积累的 如果前边热度一直比较惨淡 那到了半决赛 决赛 热度也不可能一下子就爆了 裴谦琢磨着 能不能想办法帮他们一下 虽说他没办法干预I.O.I.全球总决赛的具体安排 也不可能明目张胆的给他们送钱 但他手上还有一张牌 那就是FV战队 这次FV战队同样作为ICL联赛的代表队伍去参加了 而且从这几天小组赛的表现来看 依旧有着不错的统治力 是本次比赛冠军的有力竞争者 当然 指头公司为了不让FV战队连贯也是煞费苦心 把FV战队擅长的英雄全都砍了一个遍 又加强了欧美那边战队擅长的英雄 让FV战队很难达到去年那种一个小场都不输的水平了 但FV还是凭着选手的努力 英雄池以及战术执行力 仍旧维持着作为一支强队的统治力 这倒是也让今年I.O.I.的全球总决赛更加充满悬念 裴谦决定给FV俱乐部的老板吴越打的电话 问问他FV战队目前的情况 看了看时间现在欧洲那边应该是上午 吴越多半已经起床了 于是发了一个语音请求 过了末多久吴越接了起来 裴总 吴越显然有些意外 莫想到裴总竟然亲自打了过来 裴谦问道 FV战队在欧洲那边情况如何 吴越赶忙回答道 感谢裴总的关心 FV战队在这边的后勤保障完全没问题 队员们一个个都生龙活虎 状态很好 虽说世界赛的版本变动 砍了很多队员的拿手英雄 目前还在调整中 不过裴总您放心 队员们调整得很快 又有专门的数据分析团队 在日以继夜地研究I.O.I.的新版本 这次我们一定努力 争取再次把I.O.I.全球总决赛的奖杯给捧回去 裴谦沉默片刻 行吧 虽说 FV战队再拿一个冠军 肯定会让俱乐部的价值再度水涨船高 又不知道要赚多少钱 但一来这种事情 裴谦就算想拦也拦不住 二来打赢世界赛 也算是为国争光 所以裴谦也就没什么好说的 就看FV战队自己的发挥吧 也不要给队员们太大压力 赢得了就赢 赢不了就算了 电子经济嘛 输赢都是尝试 不要因为去年是冠军 今年就给自己强行提高目标 一定要如何如何 还是保持一个放松的心态 吴越赶忙说道 好的裴总 我明白 裴谦心中呵呵 你明白个锤子 你明白 算了 不纠结这个了 这不是主要问题 裴谦决定进入正题 这次给你打电话 主要是想给FV战队 安排一个任务 尽可能得在比赛前 比赛中 比赛后 制造点节目效果 整点活 当然 稍带着搞一下就行了 也没有硬性目标 一听整活 吴越当时就来精神了 裴总 不用你说 我们也打算这么干啊 毕竟去年我们 就已经整过了 而且效果还不错 整活可是我们 FV战队的优良传统 怎么能舍弃呢 只不过今年世界赛 版本变动比较大 我们俱乐部 上上下下都在备战 所以 整活的事情 暂时搁置了 裴总你放心 现在小组赛 也已经打了一段时间 我们这边 应该也能腾出手来了 一定会继续发扬 整活的传统 继续保持好 FV战队 反派大魔王的人设 裴谦点了点头 好 那我就放心了 去年 IOI全球总决赛的时候 FV战队 就疯狂整活 给全球总决赛 带来了不少的热度 虽说 FV战队夺冠之后 把这些热度 给抢了得七七八八 但那毕竟是去年 今年 指头公司 卯足了劲的针对 FV战队 版本变化如此巨大 欧美的几支老牌强队 获得史诗极加强 FV战队连贯的可能性 已经大大下降 所以 裴谦让 FV战队继续整活 主要是给IOI全球总决赛 制造热度 免得被GOG全球邀请赛 给压得抬不起头来 只要 FV战队最后拿不到冠军 而是由欧美队伍拿到 那摩热度 就会跑到欧美队伍身上 对于IOI扩展欧美市场 有很大的帮助作用 到时候 就可以继续在欧美市场 跟IOI比着烧钱 岂不美哉 至于具体怎么整活 裴谦就不会过问了 因为去年 FV战队已经试过一次了 整活的套路都熟 而且效果非常不错 值得信赖 目前两个比赛的小组赛 都已经进入尾声 淘汰赛即将开打 现在整活正是绝佳时机 至于整活的具体效果 到底如何 这周末就可以看到了 11月22日 周四 临近中午 乔梁仍旧在床上呼呼大睡 主要是昨天晚上 一边看比赛 一边打游戏 熬夜休闲有点太晚了 今天天气不错 阳光正好 睡得相当踏实 突然 放在床边的手机震了一下 弹出一条消息提示 乔梁睁开心松的睡眼 瞟了一下 中奖信息 哪来的骗子 无聊 一看是中奖短信 乔梁都没仔细看 就把手机扔到一边 继续睡 结果他根本没能再睡着 因为隔三差五 就有更多的聊天信息来了 谁呀 这是 大早上的不睡觉 一个劲的给我发消息 是干嘛呢 乔梁狠气 拿过手机来看了一眼 发现发消息的不是一个人 而是好几个好友都发了消息 宋福利 去微信公众号 书友大本营 可以领888红包 牛逼啊 老乔 欧皇啊 你 这都能中奖 快给我蹭一下 沾沾喜气 到那边一定要全程录像 能开直播就更好了 没有设备的话 现在 就赶紧埋起来吧 推荐那种防水的 可以直接挂在身上的设备 直接展示第一视角 这几条消息 把乔梁看得一头雾水 什么情况 我中什么奖了 等等 难道刚才那条中奖信息是真的 乔梁赶忙点开短信 顺着短信的地址 点进了受苦旅行的官方网站 看到了上面最新发布的公告 腾达集团 在所有活跃玩家中 根据权重进行了抽奖 而乔梁的名字赫然在列 这次抽奖 一共抽了3000人 按照知名度和贡献度等权重算法排序之后 乔梁和软光剑的名字 分列第一和第二位 虽说3000人的名额看起来很多 但架不住腾达游戏的玩家 总数也多啊 真要是严格的算一算 这中奖概率跟彩票也差不多少了 当然 官方已经明确说明了 这里边有权重 贡献比较大的玩家 有更大概率被抽中 抽中之后的排序 是按照贡献值排序的 所以乔梁排在第一个 并不是说他第一个被抽中了 而是抽完之后的名单 按贡献度来排 他排第一个 所以可以优先参加受苦旅行 但玩家们并不会 对此有所不满 毕竟抽奖又不花钱 是个纯粹的福利 给这些优秀玩家 一些概率上的倾斜 也不是不能接受 海上堡垒 当初抽史诗武器的时候 也是这么个规则 玩家们基本都认可了 更何况 奖品本身 也不那么让人眼馋 乔梁先是狂喜 然后一看具体的奖励 又尾了 狂喜是因为他觉得 自己飞了这么多年 总算是欧了一次 可喜可贺 同时 自己排名正模靠前 说明自己确实 对腾达游戏的贡献巨大 无愧于核心玩家的身份 可是 奖品为什么是 受苦旅行的免费体验 之前受苦旅行的那个 宣传片 仍旧让乔梁记忆犹新 他压根就不想去 而且 眼瞅着月底 房产中介模拟器 就要发售了 他还得玩游戏呢 所以 乔梁的第一反应 就是拒绝 把这个机会 让给更需要他的人 点开粉丝群 果然粉丝群里也炸锅了 都在讨论这个事情 甚至还有不少粉丝 都在期待着乔梁 受苦时的直播 恨不得现在就让 乔梁启程 乔梁赶忙在群里发言 大家别说了 我压根就不打算去 我这就发一条微博 声明自己退出 这个活动 让名额顺眼给下一个人 然而群里的粉丝们 立刻就不干了 不去 怎么能不去 靠 老乔 有句话叫 天鱼不取反授 其救你知道不 你好不容易 人品爆发一次抽到了 结果不去 那以后好运气 就再也不会 眷顾你了 你就等着吃方便面 没有调料包吧 你怎么能不去呢 我第一个不答应 必须得去 就是 只要你去了 两个月不发视频也没关系 我们原谅你 现场开直播呀 回来再做个视频 这热度 恰得不舒服吗 你一直借口 说莫素材莫素材 不做视频 现在素材 自己找上门来了 你又不要 我看出来了 你单纯就是想闲鱼 你个骗子 乔梁万万没想到 粉丝群里的这些人 反应竟然会这么强烈 根本就没有一个人支持他 全都是在催他赶紧动身的 而且 大家的理由也相当充分 你之前一直哥 说不出视频 是因为没时抹好素材 是在等腾达的新游戏 现在 素材来了 免费的受苦旅行 这是多抹好的素材 大家都可关注了 结果你倒是怂了 可见一直说没有素材 根本就是个借口 这就是你鸽子精的本性 乔梁哑口无言 因为这些人说的 确实挺对的 无法反驳 作为一个知名UP主 去受苦旅行 确实是一个 收集素材的好机会 而且 这视频做出来 播放量肯定很高 可问题在于 得去受苦啊 这可不同于 回头是岸 这种游戏中的受苦 是实打实的身体受苦啊 回头是岸 这种游戏 虽然死得多 但毕竟只是游戏 精神上受苦 但身体 还是留在空调房里 舒舒服服地窝着 还能喝肥宅快乐水 要是去了受苦旅行 那就得风吹日晒雨淋 到外边攀岩 生火 甚至吃了上顿墨下毒 吃什么 自己也完全说了不算 乔梁赶忙解释道 你们也知道 我就是一个游戏宅 身子骨不太行 受苦旅行 这模高难度的事情 我倒是很想挑战 可身体条件 不知是怎么办呢 万一真累出个好歹来 送去医院了 那就彻底更新不了视频了 粉丝群里的人 纷纷发出滑稽的表情 哈哈 官方显然早就料到 你会是这种说辞 在公告上都写清楚了 你自己去看看吧 你也知道 自己是游戏宅 缺乏锻炼 那不更应该趁这个机会 好好加强锻炼吗 放心 这次参加受苦旅行的有女性 而且都是专业人士带队 去野外之前会 先在室内进行体能训练 保证给你安排得妥妥当当的 除了吃点苦以外 不会让你生病 也不会影响你的健康 甚至 你会发现 回来之后 身体变强壮了 老乔你别装了 你现在天天吃墨浴外卖 隔三差五的就完健身大作战 之前还发动态炫耀你在游戏里的成就和减重的成果 你早就不是以前那个一步三船的肥宅了 现在的你要应对受苦旅行 绝对没问题 乔良又看了一遍受苦旅行官网的公告 发现这公告上还真写了 关于安全性的问题 受苦旅行第一个月是室内训练 室外训练的选址都是精挑细选的 有强大的后勤保障和支持 可以免除所有的后顾之忧 不必担心坚持不下来 而且 这次会有女性参加 作为一个大老爷们 总不能在体能上连妹子都不如吧 而且 乔良之前确实一直在玩健身大作战 他家里就有一台智能健身晾衣架 隔三差五的 就去游戏里给妹子刷新的小裙子 倒不是他喜爱锻炼 主要是给妹子穿小裙子的诱惑 难以拒绝 再加上饮食方面的改善 久而久之 乔良的身体健康了不少 体重减下来了 经常得意地在裙里炫耀自己的成果 结果 现在炫出问题了 大家都知道他身体挺好 去参加受苦旅行 完全没问题 乔良也是无语了 当初在群里炫自己减肥成果的时候 哪能想到 还有现在这一处啊 现在好了 根本没退路了 找不到不去的借口 甚至想要蒙混过关 都不好使了 因为公告已经发出来了 全国所有的玩家 都在眼巴巴地盯着这几个幸运 乔老师毕竟是个知名UP主 要是此时退缩了 这面子往哪个 不过乔良仔细看了一下公告 发现这次去的 有三名幸运 再一看另外两个人的名字 分别是阮光剑和姚波 咦 阮大佬也去 那岂不是有人陪我一起受苦了 不对不对 我在想什么 姚波又是谁 哦 金鼎集团的那个太子爷啊 他怎么也被抽中了 是在腾达游戏里 消费太高了 乔良本来还庆幸 可以跟阮大佬一起受苦 但转念意想不对劲 阮大佬到底会不会受苦 这可不好说 他还记得 当初跟阮光剑一起闯鬼屋的事情 阮光剑一边 大声尖叫 一边兴奋地逛完了全城 倒是把乔良自己下的脸色煞白 魂不附体 这次受苦旅行 搞不好阮光剑 还是会乐在其中 不过这个姚波 毕竟是个养尊处优的富二代 他应该不会像阮光剑那模变态吧 而且 听说腾达那边的内部员工 还有两个妹子参加呢 有妹子给垫底 只要自己不是表现最差的 那乔良就觉得还可以接受 纠结许久之后 眼瞅着群里众人仍旧是不依不饶 乔良只好表态 行吧 那我决定去了 但丑话说在前头 实行工作室的新游戏 就别指望我第一时间出视频了 粉丝群里的众人 纷纷表示不在意 没事 不就是新游戏的视频吗 早几天晚几天又有什么区别 还是这个受苦旅行比较重要 就是 反正总会有其他游戏区 UP主出视频的 但去受苦旅行直播 你可是读一份 这群人的发言 把乔良看得牙根直痒痒 好家伙 自己这群粉丝 真是太善解人意了 这就相当于在飞机上 硬塞给自己一个伞包就要 把自己往下踹啊 但又能怎么办呢 这抽奖一出来 全国的玩家都眼巴巴地看着 乔良不能怂 他只好登陆官方网站 开始填表 确认参加 11月23日 周五 裴千刚到办公室末多久 包续就到了 跟他分享了一个好消息 裴总 抽奖抽到的三个幸运玩家 都已经填好了确认书 跟我们沟通好了行程 朱小册也已经回到国内了 黄思博很早就已经飞到米国 跟他交接完了所有的工作 我的想法是下个月一号正式开始集训 为期两个月也就是12月和1月 朱小册说他想简单汇报一下在米国那边的拍摄工作 所以我专门给他留出一周的时间 考虑到现在天气比较冷了 我们的野外训练地点要找个暖和一点的地方 比如去穷州找个无人的海岛 好消息 一个接着一个 让裴千有点喜出望外 哦 三个人都已经填好确认书了 让我看看 桥梁 软光剑 还有摇波 摇波给我们充了这么多钱 看完名单之后 裴千算是知道 摇波为什么会无故中枪了 这祸在海上堡垒 Gog 健身大作战 等游戏中 简直就是 刻得丧心病狂 其他腾达的单机游戏 也是一个不辣 能花钱的地方 基本上都花了 虽说这些游戏 他没有多玩 但明显是每进一款游戏 全都无脑客穿 就算腾达游戏收费都比较良心 但这摩哥克法 刻到最后 也是个对一般玩家而言 相当吓人的数字 可以 看起来这次的选拔大获成功 选出的人都 非常符合标准 裴千一边咬牙切齿 一边为 自己想出来的这个天才般的计划 感到沾沾自喜 连乔良这种人都签了确认书 显然是这种抽奖的方式 直击他的软肋 让他根本没办法拒绝 集训的事情 事不宜迟 就不要再等一周了 马上开始 没必要给朱小册留一周的汇报时间 那边的工作 有黄思博盯着我很放心 告诉他 不用汇报 即刻收拾东西 准备开始特训 让他们多训一周 加量不加价 毕竟上一期也多训了一周嘛 至于选址方面 穷州的无人岛 确实是个不错的选择 不过 我有两点担心 第一 岛上有没有适合攀岩的地方 现在训练的一个重头戏 就是攀岩 可别练了半天 到那边没有用武之地啊 第二 这次受苦旅行 相比于神冬架那次 会不会太轻松了 去海岛晒太阳 吹海风摸鱼 是不是不够受苦 包续笑了笑 回答道 这个仅可放心 我肯定安排得妥妥的 那边的海岛很多 我肯定选一个岛上条件 比较复杂 适合受苦旅行 所有训练项目 都能用上的岛屿 攀岩这种传统项目 肯定是要保留的 在受苦方面 只能说是各有千秋 神冬架那边 虽然野外生存环节 比较受苦 但毕竟还有两周的旅游环节 可以吃住在酒店 还可以去景区玩 但到了无人岛上 就只有野外生存环节 和休息环节了 不再有旅游环节 当然 无人岛上整体的环境 可能会比神冬架那边好一点 毕竟有阳光 沙滩 不像是深山老林 而且 听说穷州近两年刚出了一个 无居民海岛开发利用审批办法 是允许单位或个人 申请开发利用无居民海岛的 我打算借此机会 顺便考察一番 如果条件合适的话 可以向有关部门申请一下 看看能不能包下一座岛 作为受苦旅行固定的训练场所 一听这个 赔一千瞬间来精神了 嗯 包下一座岛 这想法不错 你好好考察 回头给我详细汇报一下 记住 一定要包个大的 给大家发红包 现在到微信公众号 书有大本营 可以领红包 11月24日 周六 今天是休息日 孟畅手头上 也没失魔工作 毕竟对于 房产中介模拟器的宣传已经是万事俱备 只欠东风就等着临门一脚了 不过这个周末他默在家待着 而是出门准备去献一个刚从国外回来 已经有两年默献的老同学 俩人在附近的一家摸鱼网咖碰头 范晓东 这边 看到老同学进来了 孟畅举手打招呼 范晓东个子挺高 穿着长款风衣 看起来还颇有点英伦范 他看到孟畅 脸上也立刻露出了笑容 不过在笑容之后 很快又流露出一丝诧异的表情 在摸鱼网咖的咖啡区坐下之后 范晓东有些疑惑 兄弟 两年不限 你怎么混成这样了 我之前听说 你不是拉到了投资 自己搞了个快餐品牌 做得风生谁起吗 现在这是什么情况 范晓东跟孟畅是大学同学 俩人上下铺 关系极好 而且 两个人都属于脑子非常聪明的人 不论做什么都非常同调 在学校里边 也都是荡之无愧的佼佼者 毕业以后 俩人的诡计就完全不同 孟畅选择留在国内 入职了一家大公司 准备鸡肋经验 伺机创业 而范晓东则是出国留学 目前在美国的一家金融公司 在范晓东的印象中 孟畅一直是十分注重自己形象的 从里到外 都散发着一种精英的气质 而且 之前听说他在国内创办了快餐品牌 做得风生谁起 还让范晓东很是羡慕 毕竟他虽然在金融公司工作 收入颇丰 但跟孟畅这种创业成功的预期收入 还是没法比的 但之后的情况 范晓东就不太清楚了 一来他自己工作很忙 二来孟畅在创业失败之后 就默默地与大多数朋友和同学都断了联系 在腾达更是闭关苦修 所以 俩人的情况并没有及时共享 直到范晓东要回国 这才跟孟畅联系上 特意绕到荆州来见一面 结果见面之后 范晓东很诧异 孟畅这是怎么了 虽说精神还是很饱满 但明显变得不修边幅了许多 不再像以前那么精致了 而且从其至上来说 给人的感觉 似乎也有所变化 不论创业成功 还是创业失败 孟畅都没理由是 现在的这种状态才对 按照范晓东对孟畅的了解 如果创业成功 那孟畅绝对是大张旗鼓 尾巴能敲到天上去 如果创业失败 那孟畅多半是心灰意冷 一蹶不振 但现在这种状态 就感觉平和了许多 淡然了许多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孟畅笑了笑 把服务员喊过来 点了两杯咖啡 然后说道 冷面姑娘失败了 我背了一屁股债 不过 也有个好事 范晓东问了一下 还能有好事 什么好事 他很意外 毕竟国内创业的风险 他也知道 孟畅说 背了一屁股债 那绝对不是什么小数字 孟畅顿了毒 说道 遇上高人了 腾达的裴总知道吧 虽然我创业栽在他手上了 但他也教了我很多东西 我觉得 我就快出师了 等我出师 别说 是还玩这些债轻轻松松 肯定还能东山再起 范晓东 沉默片刻 你能保持这种乐观的心态 倒是挺好的 给大家发红包 现在到微信公众号 书有大本营 可以领红包 不过 我还是不太理解 我也是模拟创业 被赔总算计了 还要谢他 还说从他身上学到了东西 你这听起来很像是 扑爱或者斯德哥耳膜综合纸啊 孟畅的嘴角微微抽动 别扯淡 我像是那种蠢人吗 到底是洗脑 还是学到了真东西 我自己能分辨出来 算了 这里边太复杂 我学的东西太深奥 跟你三言两语也解释不清 还是说说你吧 最近工作怎么样 范晓冬喝了口咖啡 就那样吧 在国外飘着 活不好也饿不死 收入还行 但就我所在的这个环境 挣多少都不够 平时工作至于我偶尔 也自己玩玩弥谷 反正多少能赚点小钱 以孟畅对范晓冬的理解 知道他这肯定是谦虚 他所谓的小钱 可能是某些工薪阶层 好纪年的工资 不过孟畅 孟畅也不会觉得范晓冬装逼 毕竟他俩都是这样的人 真赚的多了之后 对钱的数量级概念 就不那么敏感了 可能这些钱在范晓冬眼里 确实只是小钱 说到弥谷 孟畅突然想到一件事情 咦 对了 朱家集团 是不是在米肯上市的 范晓冬点了点头 对啊 最近涨势还不错 你要不要买点 我可以帮忙 孟畅立刻摇头 买 当然不能买 如果你信得过我的话 建议是做空 范晓冬愣了 做空 朱家集团 可是这个月的月初 才刚发了第三季度的财报 发展情况良好 包括市场占有率之内的 各项数据还都有小涨 就目前朱家集团 在市场上的占有率而言 其他同类公司 想对它构成威胁 还言之过早 之前贾全房的风波 已经基本平息了 算不上伤筋动股 前面跌下去的股价 也开始往回涨了 近期似乎也不会出 什么大的舆情事件 反倒是他们近期的宣传 制造了不错的热度 这怎么看 都像是要小涨一波 怎么能做空呢 所谓的做空 通俗一点就是 买跌 股票跌了才赚钱 涨了就赔钱 而且 做空风险极高 理论上亏损是无上限的 在这重情况下 做空住家集团 这是嫌自己命长 孟畅喝了口咖啡 具体的情况 很难三言两语解释清楚 我只能说 我现在做的这个项目 有可能直接对住家集团的口碑 造成毁灭性打击 制造一次针对他们的巨大舆论危机 当然 具体能做到什么程度 这不好说 毕竟住家集团家大业大 很难伤筋动骨 但我有一定把握 这次的风波不会小 范晓冬眨了眨眼睛 你现在做的项目 有多少经费 才能对住家集团 造成巨大舆论危机 是抓到了他们的什么把柄 梦畅摇了摇头 没有他们违法的直接把柄 也没有太大的丑闻 经费方面我不能透露 只能说很多 但这都不是重点 要引发足够的关注度 制造舆论危机 有更高明的办法 现在不能给你详细解释 也很难解释得清楚 我只能说 如果你信我 可以考虑拿一笔不太重要的钱 去做空一下住家集团 赔了别怪我 赚了请我吃顿饭就行 我也就是 现在手头墨钱 有钱我肯定砸上 全部身家去做空 范晓冬有些难以置信 震摩自信 梦畅点点头 没错 你这自信从哪来的 范晓冬又问道 梦畅笃定地说道 来自于更高维度的视角 诸家集团表面上 是个庞然大物 实际上从根子上 就有致命弱点 只不过一般人抓不到 也没能力去抓 因为他们要模式 没这个声量和影响力 要模式自己屁股也不干净 但裴总恰好有这个能力 也有这个想法 这是一个 只有腾达能用的办法 我恰好是个执行者 范晓冬默在多问 陷入了短暂的沉默 片刻之后 他点了点头 行 那我就拿出一笔钱去 稍微做空一下 我信你 到时候赔了 我也不怪你 要是赚了 我跟你分钱 咱俩这关系 也不用见外 以后只要再有这 重准确的消息 你都可以跟我说 咱们一起 赚这些大公司的钱不相吗 要是别人跟范晓冬说 做空住家集团 那他肯定不信 但他跟孟昌毕竟是老同学 彼此都很信任 而且也知道 孟昌很聪明 做的事情 虽然有实惠冒险 但风险和收益 都是成正比的 这次说的这抹赌定 肯定是有原因的 而且像他这种人 对机会的渴求 本来也比一般人 要强烈得多 孟昌点点头 也没多说实摩 反正到这个月底 差不多也就能见分晓了 范晓冬又问道 咦 你说是裴总有这个想法 而你 恰好是个执行者 那该不会裴总 也早就做空了吧 孟昌没想到 他会这摩问 愣了一下说道 那我就不知道了 不过 好像没听说过 裴总去碰过股市 如果他想的话 完全可以自己 开一家证券 或者基金公司玩玩 我相信会有很多人 抢着给他送钱 可能是段位太高 不稀罕 这些低级把戏了吧 他把钱拿来做游戏 拍电影 做实体产业 或者做投资 哪个赚钱都不见得 比玩股市挣得少 而且还没石磨风险 因为他做这些成功率太高了 范晓冬点了点头 也对 如果创业和风投 这种九死一生的事情 都能百分之一百成功的话 谁还玩股市 也就我们这重穷人 指着股市赚点快钱 那 你说的这个舆论危机 什么时候汇报出来 孟畅想了想 这个月底 或者下个月初 很难精确到一个具体的日期 但不会晚于下个月的15号 因为 房产中介模拟器 发售之后 还有一定的舆论发酵时间 孟畅自己 也不确定 这个时间具体会有多长 快的话 可能两三天 就能报 慢的话 也可能会需要一周 但再怎么说 不会拖得太久 范晓东赶忙说道 已经够精确了 那我马上去安排 此时 裴迁才刚刚起床 随便刷了一下新闻 发现最近的股票和基金又跌了 网上有不少人都在哀嚎 说一下子跌掉了大几千 上万块 还好我完全不懂 从来不买这些 人呐 就是得有自知之明 不要贸然进入 自己不了解的领域 要不然一下跌上万块 那得多肉疼啊 比我给公司赚一百万都难受 裴迁不由得为自己的聪明和机智 点了个赞 洗漱过后 一边等外卖 一边到各大论坛查看 IOI那边世界总决赛的情况 论坛上有很多玩家都在讨论 有些帖子 是前两天比赛期间发的 也有些是今天中午的星铁 不过数量相对少一些 FV战队又开始整活了 国外的那些战队 也都开始纷纷互动了 毕竟现在 FV战队人气高嘛 人气高确实是没错 上周小组赛翻车了一场 结果国内国外的热度直接爆表 欧美那边的赛事转播赛后 分析节目 几乎用了七成以上的篇幅 在讨论这场比赛 讨论FV战队的弱点 没办法 去年世界赛给大家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 一直是个大魔王人设 其他队伍能赢一场 可不是得好好吹一下 FV战队还是尽快调整吧 指头公司真的太不要脸了 这版本更新太针对了 现在整活 真的让人很担心啊 嗨 不整活哪来的热度 大家都低调 比赛之前莫点火药味 也精彩不起来了 赛事方和其他俱乐部显然也在配合啊 莫发现俱乐部之间的互动越来越多了莫 而且赛事方的宣传片也能看出来 似乎在努力给FV战队营造一种大魔王的人设 他们能对ICL的战队这么偏爱 偏爱 别闹 这是先把反派抬得很高 这样一来 打赢反派的主角才会足够风光 明白吗 懂了 官方套路深啊 自从裴谦打了那个电话之后 FV战队就开始继续发挥整活的优良传统 不仅是点评其他战队的比赛 也在自己比赛的前后 跟对手或者其他热门队伍疯狂互动 赛事方和其他俱乐部也都很配合 显然在围绕FV战队炒热度 在国内 微博和各大论坛上 也明显能够看出这种趋势 但国内的观众也都很聪明 都能看出来 这并不是官方在捧FV战队 目前这种情况只能说是没办法 因为FV战队 因为是去年冠军的关系 本身就自带很高的关注度和流量 而且 FV战队又很擅长整活 在国外论坛的影响力 也很强 想避开FV战队 应服其他的欧美队伍 有点难 这样做 一方面是效果很差 另一方面 动机会暴露得过于明显 所以 IOI的主办方 实际上采取了另外一种更加稳妥的方式 表面上看起来大大方方的对 FV战队表示认可 也给了很多的露脸机会 但实际上 一旦FV战队输了 赢他的那支战队 就可以瞬间把热度全都给抢走 到时候 赛事主办方就可以利用这些热度造神 制造足够的话题性 将这些热度全都转移到自己身上 没办法 目前 IOI世界赛的讨论度 有点太低了 被GOG全球邀请赛的热度 压得有点难受 再不吵一吵热度的话 真要不声不响的 进入到淘汰赛阶段了 事实证明 这样做也确实有一定效果 最后关键是看 哪支队伍能最终夺冠了 看到这种情况 裴谦稍微松了口气 谁夺冠先不用说 至少 IOI世界赛的热度是起来了 裴谦最怕的不是 FV战队夺冠 而是 IOI世界赛那边的热度 始终不温不火 根本对GOG构不成威胁 两害相权取其轻 如果 FV再次夺冠能把IOI世界赛代飞的话 那倒也不失为一种可以接受的结果 又翻了几页之后 没看到什么新帖子 毕竟IOI的比赛都是晚上才开打 关于昨天的比赛已经讨论的差不多了 现在论坛的热度明显下滑了一大截 然而裴谦刚打算退出 就刷到一个新帖子 这个新帖子并不是在讨论IOI的比赛 而是在讨论GOG 裴谦瞬间有了一丝不祥的预感 赶忙点进去看 GOG那边版本更新 出了个新的观赛系统 直接打通游戏和直播平台的 虽说现在还是测试版 但玩家们都已经玩嗨了 都在等着今天的比赛 唉 IOI这边 真是什么都不行 这种事情 永远比别人慢一步 也难怪一直被GOG骑在头上 我见了个微信公众号 书有大本营 给大家发年终福利 可以去看看 很快就有不少人纷纷留言 慢一步 你确定只是慢一步 我觉得这个功能 IOI能在半年之内做出来就不错 打通游戏客户端和直播平台 那有什么用 不一样 还是看比赛吗 当然不是了 比赛的细节一览无余 可讨论的内容多太多了 就不说别的 IOI比赛也就是最后放一个伤害面板而已 其他的数据 像承伤 治疗 插眼 选手技能加点 和当前经验值之类的 你都看不到 或者得到网站上去搜吧 甚至有些数据到网站上都搜不到 但 GOG这个系统 是允许你在客户端直接 OB对局的 自由切换镜头 点英雄查看属性 什么都能看 那岂不是听不到解说了 你以为你能想到的人家想不到 里头自带功能 可以换员听 不同的解说 也可以直接弹窗 打开官方直播间 简直是两不耽误 听起来有点黑科技啊 哪有什么黑科技 据说都不是特别高深的技术 只不过 这里头的利益纠葛比较复杂 游戏公司和直播平台 很难达成合作而已 我觉得跟GOG本身的观战系统很完善 也有关系吧 IOI在这方面 似乎就不太重视 多少玩家提过意见了 就是不改 还是那么难用 这个帖子很快就有了大量的回复 IOI的玩家们 在表示羡慕极度恨的同时 也对IOI 有点恨铁不成钢的意思 这种情绪很复杂 明明早就应该习惯了 但还是酸得不行 这个功能对比赛的观赏性 有没有提升 肯定是有的 在直播平台上正常观赛 只能跟着官方OB的镜头走 很多细节难以避免地被忽略 很多观众想要复盘 也只能一遍一遍地看官方录像 该看不到的细节 还是看不到 包括很多插眼的时间和技巧 对线的细节 每个选手做出决断时受到的影响因素 想要通过官方录像挖出这些信息 需要付出很多耐心 但现在GOG的观众可以自由OB 想看哪就看 整场游戏对局中的所有信息 全都无所遁形 更多的信息 必然带来更多的话题和更高的讨论度 观众里面从来都不缺猎文虎客 他们最擅长的就是在十分细微的地方 找到影响比赛走势的关键点 而GOG的这个新功能 毫无疑问就是给猎文虎客们 又配上了一副更高清的显微镜 还有不少人都在讨论 这个功能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发的 有人说这个功能肯定是早就开发了 至少筹备了好几个月 就为了世界赛登场 也有人说这个功能 以现在的技术水平而言 其实并不难 更何况 GOG早就在游戏内 做了非常完善的OB系统 留好了接口 突击一下就能很快做出来 还有人说 这个功能本身的开发不是关键 关键在于要跟直播平台配合好 两边得同心同力 不能互相扯皮 否则也是不可能做出来的 陪谦也纳闷 是啊 这功能到底啥时候做的 看样子 应该准备了挺长时间 难道是陈宇峰偷偷摸摸钱呢 那这受苦旅行 可莫冤枉他 甚至还得给他加量 结果正刷着帖子 帖子消失了 被删了 明显是版主看到 这个帖子的热度越来越高 活腰位也越来越重 所以进行了删帖处理 因为随着讨论人数的增多 很多人自然而然地 开始拿GOG和IOI进行比较 并对IOI进行痛骂 两拨人很容易就吵起来了 搞得乌烟瘴气 版主也是知道 这是睁眼默意义 关键是骂了指头公司 也不可能把这个功能给骂出来 还不如删帖 让大家继续讨论游戏 讨论比赛 这也是默办法的办法 任由大家这么讨论下去 那这论坛到底是IOI的论坛 还是GOG的论坛啊 结果这显然没石磨意义 因为大家都跑到别的地方 去讨论了 陪亲人晕了 他感觉到情况似乎有些不对劲 这可不是一个简单的观战系统的事情 这个观战系统 让观众们能够看到的 比赛内细节信息成倍增长了 也就是说 这会给他们提供大量的讨论素材 这必然会大幅提升 某些关键场次比赛的讨论热度 因为真要拿显微镜看 每个选手的表现都能水好几个帖子 比赛里的对线表现 关键团战等等 又能水好几个帖子 再加上很多UP主制作赛后分析视频 可以自己OB 也会大大促进赛事二次传播的热度 还有很关键的一点 就是这个功能跟兔尾直播直接绑定 相当于所有GOG客户端都内置了一个兔尾直播的平台 如果GOG全球邀请赛赛前 赛中赛后的热度全都暴涨 那IOI刚辛苦吵起来的热度 岂不是又要被按下去了 下午 龙宇集团 克雷蒂安 金勇和IOI运营合作部的人 召开了紧急会议 众人各自落座 会议室内的气氛相当凝重 金勇莫名的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这场景 之前似乎时常发生啊 只不过那时候坐在主位的是艾瑞克 坐在旁边的是赵旭明 而金勇只是参会 不发表意见 现在艾瑞克和赵旭明这对好搭档 已经不在了 换成了克雷蒂安和他 这站位还是一模一样的 不过有一点和之前不同 之前经常是在家休息 被紧急喊到公司开会 因为腾达似乎总喜欢在节假日 搞这种大节奏 但这次 大家周六本来就在加班盯着IOI全球总决赛的事 所以 这回开得倒是挺方便 也不知道 这应该算是幸运 还是不幸 此时此刻 恰如彼时彼刻 就连克雷蒂安皱眉苦思 满脸愁云的样子 都彭扶 是跟艾瑞克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许久之后 克雷蒂安常叹一声 这一招可是真绝啊 他看向金勇 我们后续的营销方案 怎么安排的 金勇如实回答 目前的安排没有变动 还是围绕着FV战队的话题热度 炒热他们跟其他战队的关系 进而带动整个赛事在网上的讨论度 怎么办 要改吗 克雷蒂安有些烦躁 关键是怎么改 给FV战队带热度 对他们而言也是没办法的办法 FV战队是上届未免冠军 擅长整活 在国内外都有极高的关注度 如果跳过FV战队去营销其他战队 那就太明显了 好像是在刻意针对 而且效果也不一定会好 所以指头公司研究之后 才决定采用目前的这种营销方式 围绕FV战队做营销 带动其他战队的热度 再通过版本变动 削弱FV战队的实力 这样一来 新任冠军 就能把热度从FV战队身上 完全继承过来 这样营销一番 只要FV战队拿不了冠军 就会变成最优秀的配角 只会衬托的主角更加传奇 打个比方 如果说IOI全球总决赛是一片群山 那FV战队已经是群山中最高的一座山头 现在想要把这片群山集体拔高 那么不管FV另拔一座山头 其实是很愚蠢的事情 反倒不如尽力拔高 FV战队 这样就能连带着把群山一起拔高 其他山头也能分到热度 可让人默想到的是 意外情况出现了 GARG新推出的这个功能 从根本上大幅提升了 GARG全球邀请赛的讨论度和热度 而网络上的热度是有限的 你多拿一点 我就少拿一点 这就相当于一场大洪水淹了过来 山头拔得很慢 但水位上涨得很快 慢慢的 这些矮一点的山头 就都被谁给淹没了 只剩下最高的山头 还浮在水面上 这岂不是意味着 只剩下FV战队的热度了魔 现在克雷蒂安召开这个会 这是程序问题 必须召开 总不能问题都摆到眼前了 还无动于衷吧 可要说想办法解决问题 这怎么解决 撤掉FV战队的热度 不让FV战队从中得力 那整个IOI世界赛的热度 都会受到影响 之前投入的那些营销经费 就全都打水漂了 这边也开发一个类似的观战功能 可关键是 这个功能的问题不在于技术 而在于有没有合作的平台 以克雷蒂安对指头公司的了解 想要在IOI世界赛期间 把方案出来 找平台谈合作 把这个功能给开发出来 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别说世界赛期间了 这个功能在半年内完成 那都可以烧高香了 别说是类似的功能了 甚至想不出一个类似的 能全面提升IOI比赛热度的办法 继续保持现在的状态 那即使获得了一些热度 热度也都会便宜 FV战队 除非最后是除了FV战队的 其他战队夺冠 那对于指头公司来说 才是一个比较能接受的结果 众人面面相觑 再度进入了熟悉的节奏 意思是别看我们啊 我们能干啥 克雷蒂安也想说 那我也干不了啥啊 众人相视无言 金勇提议道 算了 还是打电话上报吧 只能是希望其他战队 能稍微给点力 把FV战队打赢 那就一切好说了 克雷蒂安有些无奈地点点头 好吧 也只能这样了 11月26日 周一 受苦旅行特训基地 乔良看着面前这颇为气派的场馆 突然打起了退堂鼓 感觉有点不对劲 之前做好了思想准备是一回事 可看到这场馆好几层楼高的室内 攀岩墙 那就又是另一回事了 乔良现在大脑里充斥着各种问号 我是谁 我在哪 我为什么要来这个地方 这磨高的攀岩墙 竟然是我要去爬的 我配吗 我不配 而且 这还只是室内训练 正式的受苦旅行 比这还难 现在乔良特别理解 为什么有很多逃兵 上战场之前有那么多机会去不逃 偏偏到了战场上才逃 结果被当场击毙 因为有些事情 他在怎么做思想准备 到了现场 也依旧准备不好啊 乔良的大脑中 不由自主地出现了临阵脱逃的想法 同时 两条腿也开始不受控制的后退 老乔 你也到了呀 这么早 能看得出来 你也是迫不及待呀 乔良回头一看 软光剑笑容满面地从车上下来 跟乔良一样 他也没带很多的行李 只背了一个小包 按照受苦旅行的规定 参加受苦旅行的人 只要人到了就行 什么都不用带 从穿的衣服 吃的食物 到训练所需的设备 都是由受苦旅行来提供的 乔良嘴角微微抽动 神特魔迫不及待 我之所以比说好的时间 早来了一小话 主要是来提前观察情况 如果情况不对 要及时开溜的 虽说这样做有点不地道 但毕竟还是狗命要紧 大不了到时候给裴总 给粉丝们道个歉 哪怕赔点钱呢 相信大家都会理解的 嘿嘿 你先进去吧 我觉得自己 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 乔良不由自主地 又往后退了退 软光剑有些意外 莫做好心理准备 没事 我也没做好心理准备 其实我跟你一样 也根本不想来的 我这个人 除了比较怕鬼以外 从小娇生惯养 也莫吃过什么苦 但是我觉得抽都抽到了 不来怪可惜的 来 咱们两个互相扶持 互相打气 一起坚持下去 软光剑说着 就要过来拽着乔良往里走 乔良嘴都快气歪了 你特模还有脸提自己怕鬼的事 你那是怕鬼吗 给大家发红包 现在到微信公众号 书有大本营 可以领红包 明明兴奋得不得了 这次估计也是一样的尿性 嘴上说着自己 莫吃过苦 实际上真搞个攀岩 求度 估计上得比谁都快 骗子 再也不会相信你了 乔良不为所动 求生的欲望 让他顶住了 软光剑的拉扯 仍旧努力地往外 就在这时 又是一辆车停在门口 姚波从车上下来了 咦 你们也是来参加受苦旅行的吧 我是姚波 两位是 软光剑和桥梁暂停了拉扯 简单自我介绍了一下 三人一见如故 姚波很高兴 早就听说过二位的大名 姓慧 姓慧 没想到这么凑巧 唉 我从小就养尊处幼 莫吃过什么苦 听说二位都是受过腾达的经济旅舍磨练的人 在这方面还希望能多多帮我渡过难关啊 那咱们就进去吧 软光剑点点头 好啊 走着 两个人不由分说地把桥梁给拖了进去 桥梁本来挺抗拒的 但是看到姚波也来了 内心又发生了动摇 半推半就地被两个人推了进来 因为他之前已经大致了解过名单上的这些人 知道姚波是金鼎集团的公子哥 他说自己养尊处优 莫吃过什么苦 这可信度比软光剑高多了 乔梁还是信的 尤其是姚波这一句 听说你们都受过经济旅舍磨练 让乔梁有点迈不开腿 前脚人家才刚夸完 结果自己一溜烟跑了 这项话吗 而且 看看这团队构成 有养尊处优的公子哥 还有妹子 乔梁想了想 如果自己成了这个团队里唯一跑路的 那说出去得多丢人啊 所以羞耻心又短暂地战胜了理智 被拖到了大厅中 包绪 撒子然和李亚林等工作人员 已经等候多时了 有专门的工作人员负责接待 登记 分发衣物和设备 并且向他们讲述 训练中的各种注意事项 乔梁有些疑惑 怎么救我们三个人 其他人呢 该不会有人不来吧 包绪呵呵一笑 马上到 一个都不会少的 听完包绪这自信满满的话语 乔梁不由得有点小羞愧 是啊 腾达的员工们 在裴总的带领下 估计都已经锻炼出了钢铁般的意志 怎么会跟我一样 想当逃兵呢 自己这个想法 是有点以小人之心夺 君子之父了 话音刚落 只见一辆小巴车停在外面 参加受苦旅行的腾达员工们 纷纷下车 一个个全都满脸写着开心 彷復被押送刑场的犯人 眼瞅着所有人都下车了 司机也下车 跟包绪握了个手 一共七人 全部到齐 交接完毕 包绪点点头 辛苦了 俩人无逢衔接 宛如换岗 乔梁 原来是理解错了 他以为包绪这模自信 这模笃定 是因为对腾达的员工们 都特别信任 相信他们的勇气和胆量 但现在看来 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单纯是因为一辆小巴车拉来的 谁都跑不了 所以包绪才说 一个都不会少 很快 十个人换上训练服 穿戴好攀岩的设备 来 大家先跟我做一下热身运动 活动一下筋骨 李亚玲开始带着这些人热身 乔梁不由地默默一挑大拇指 这受苦旅行可以啊 有好看的妹子带队 应该不会那么辛苦了 而且看样子 似乎是男女混恋 不是分开的 这样一来 乔梁就不用担心 自己是最后一名了 不管怎么说 因为天生的生理差距 总得比妹子们稍微强点吧 乔梁这次来 到底是带了可以直播的设备 但他不打算 现在拿出来用 一来他得先确定 这边到底让不让直播 什么时候允许直播 二来也是先确定情况 不能把自己最丢脸的一面 给直播出去 到目前为止 一切倒是都还好 就是包续看人的眼神 似乎透着一股杀气 让人心里毛毛的 乔梁所不知道的是 包续扫尸她的眼神 确实透着一股杀意 这不是她的错觉 因为裴总早就 私下里叮嘱过 有几个人 一定得给我重点安排 其中排在第一位的 就是乔梁 排在后边的 还有软光剑 陈宇峰 朱小策 莫办法 谁让他们是如此的出众 让人比较记仇呢 其实对于裴妻而言 最招人恨的负责人 已经在第一批 全都安排完了 第二批的这些负责人 相对来说莫 纳膜严重 主要还是希望 多收拾一下乔梁 和软光剑 可是软光剑 很有可能折磨不到 这个人不管干石膜 都有可能乐在其中 所以 还是折磨一下桥梁 比较有效果 至于陈宇峰 主要是因为 最近Gaug的观赛系统 导致赛事的热度暴涨 同时拖累了 Gaug和兔尾直播 这两个部门 在裴谦面前 刷了太多的存在感 所以 裴谦觉得 这个人 也应该重点安排一下 至于包序 他当然没有任何意见 对包序而言 腾达的所有员工 全都拉到受苦旅行 肯定有冤枉的 但隔一个拉一个 肯定有漏网的 既然如此 那还跟他们客气什么 安排 很快 李亚达带众人 做好了热身运动 包序向前一步 清了清爽 将受苦旅行的相关注意事项 又再次强调了一遍 接下来 我们正式开始训练 就从攀岩开始 考虑到你们很多人 没有攀岩的基础 就先上个简单的 你们依次去爬这面墙 我们会记录你们的表现 并针对性地制定 相应的训练计划 包序说着 指了指旁边最矮的一个人工 攀岩墙 这个特训基地 本来就是用攀岩管改造的 所以 有几个不同尺寸的攀岩墙 矮一点的 是给大家训练用的 练得差不多了 才能去爬那个最高的 仿天然岩壁 当然 攀岩墙不一定是越高越难 这取决于具体的造型和路线 这块给新手用的攀岩墙 恰好是最矮的 听到这个 桥梁眼前一亮 记录表现 并针对性地制定相应的训练计划 那是不是意味着 我如果表现得很弱机 训练量也会相应地减少 似乎是看穿了桥梁的想法 包序补充道 成绩差的 我们会给他补课 争取让他早日赶上大部队 桥梁 多损呐 表现差的选补课 那就只能全力以赴了呀 要是全力以赴还垫底 那怎么办 桥梁感觉自己的前途一片暗淡 包序目光扫过众人 桥梁 你低个上 桥梁愣了一下 啊 众人已经纷纷投来鼓励的眼神 桥老师 加油 你可以的 桥梁想了想 早死早超生 第一个上了之后 就可以休息了 倒是也不错 于是他一咬牙 来到人工岩壁前 在工作人员的保护下 开始攀爬 这一上手 才发现 这玩意看似简单 实在真的难 作为一个没有任何基础的人 感觉怎么爬都不得静 静也没处使 手脚也没地方放 在平地上站一小时都没问题 爬上去挂了几分钟 就感觉自己有点喘了 桥梁也是为了不被补课豁出去了 手脚并用的使劲往上爬 下边观看的人也在不断地给他加油鼓劲 终于乔梁感觉自己实在是爬不动了 抬头看了看 这个人工岩壁不高 也还差一些就爬到顶了 这应该已经算是不错了吧 于是他开始在工作人员 帮助调节绳索的情况下 笨拙地下降 好不容易再度脚踏实地 乔梁感觉自己的双腿有点发软 筋疲力尽 场内立刻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乔老师好样的 乔梁都有些不好意思了 但又有些飘飘然 有种我真牛逼的感觉 包续扫了众人一眼 陈宇峰 你第二个 陈宇峰不由得一哆嗦 心想我何德何能 排在乔老师后边啊 要是论资历 论业绩 这里有不少人 都比自己强多了吧 他还觉得 自己在兔尾直播一事无成呢 按理说不该 这魔兽重视啊 但已经点明了也没办法 只好来到人工岩壁前开始攀爬 乔梁虽然身体是疲惫的 但内心是愉悦的 这就像老师抽查被古文一样 第一个被抽到固然很绝望 但被玩之后坐下 瞬间就有一种风轻云淡 超然事外的感觉 然而看着陈宇峰越爬越高 乔梁的表情僵住了 什么情况 看到此消息的都能领现金 方法 关注微信公众号 书友大本营 不对吧 腾达的员工 不应该都是很普通的上班族吗 我虽然是个UP主 但好歹是自由职业 在家里没事干的时候 还能用智能健身量一架锻炼一下的 凭什么他比我爬得快 显然陈宇峰也是第一次攀岩 很多动作也都不标准 但他的体能明显要更好一些 最后顺利地爬到了最顶端 又顺利地降了下来 桥梁有点无语 我忘了腾达的员工们 都是托管健身房的会员 有强制日程安排的健身 确实比我这种三天打鱼 两天晒网的二把刀 要好得多 没事 我的目标是不垫底就行了 不管怎么说 姚伯和那俩妹子 莫里游超过我吧 包序什么都没说 继续点名下一个 软光剑 软光剑来到人工岩壁下面 仰头望着 面露难色 似乎完全不知道该如何下手 然后就身形矫健地爬了上去 桥梁 哼 就知道会是这样 男人 对软光剑是完全不能指望了 桥梁高度怀疑 这个吊人到底是不是探机生物 这世界上到底还有没有他不擅长的事情 不过还好 还有别人兜底 终于 到了姚伯 桥梁再度打起精神 认真看着 从外表上来看 姚伯各自不算很高 也比较瘦弱 不太像是那种特别擅长运动的类型 然而 姚伯刚一爬上人工岩壁 桥梁的心 就凉了半截 从这标准的身体姿势来看 这特模明显就是爬过很多次的老手了 果不其然 这个小人工岩壁 对姚伯来说 简直就是小菜一碟 轻轻松松地就拿下了 攀爬的感觉 就像是某些冒险类游戏一样 似乎只要动动手指 按一按X键 就能让主角抠着石头缝 轻而易举地爬到最顶端 桥梁简直是备受打击 因为到目前为止 整个团队中所有人都爬到顶了 就他没爬到 不过还有希望 毕竟还有两个妹子 然而 在郝云和齐岩 也轻盈地爬上人工岩壁 并成功爬到最顶端之后 桥梁彻底无语了 我真是脑子进水了 腾达的员工 都是一群什么样的怪物 桥梁彻底绝望了 本来他以为自己再怎么说 都不会是垫底的 总得有纳摩一两只哈士旗 跟自己差不多 但现在才发现 这就是个名副其实的狼群 哈士旗只有自己一个 转念一想 这道也很合理 腾达的所有员工 都是托管健身房的会员 都是有强制健身任务的 人家妹子 虽然力量不如男生 但身体轻 协调力 平衡性 在经过锻炼之后 只会比桥梁更强 至于软光健和摇波 一个是天赋异禀 一个是因为人家有钱 免不了玩过攀岩这种运动 这可咋整 接下来还有两个月 要熬呢 桥梁表情呆滞 感觉整个人都不好了 看到桥梁的表情 包续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 不用担心 虽然你的起步条件是最差的 但这一个月 我们会针对你展开特训 一定让你能跟上大部队 桥梁缓缓转过头看着包续 一时间无语宁耶 在桥梁前往受苦旅行的第二天 房产中介模拟器 正式发售 持行工作室 包括蔡家洞在内的设计师们 都在忙碌着 宋福利 去微信公众号 书有大本营 可以领888红包 虽说游戏的开发工作 和前期宣传工作 都已经完成了 但大家还是感觉 相当没有底气 因为不论是发售的时间节点 还是目前的舆论环境 严格来说都不咋地 原本蔡家洞是想等 下个月的一号才发售的 那天正好是周六 感觉时间最合适 但在梦畅的强烈要求下 还是在今天 也就是11月27号的这个周二发售了 这个时间就卡得非常冷门 又是月末 又是工作日 数据天然的短了一节 而且 从前期宣传和舆论环境上来说 热度倒是有了 但实在谈不上是什么好的热度 梦畅虽然砸了不少的宣传资源 但来来回回 只是在折腾那一个宣传片而已 这个片子李莫 直接提房产中介模拟器的事情 从表面上看 他只不过是在向所有人展示一个普通房产 中介工作的不易 而住家集团蹭热度的宣传 更是让舆论环境急剧混乱 对 是混乱 而不是急剧恶化 因为住家集团 因为其庞大的体量 实际上对舆论有一种引导和控制的作用 虽然住家集团拍的宣传片 以及由此展开的一系列宣传挨骂了 但在这种引导和控制的作用下 也确实抢走了很多的热度 现在网上大家讨论的焦点 不论是正面的评价 还是负面的评价 十有八九都转移到了住家集团身上 至于原本那个宣传片 反倒因为展现的不够极端 而渐渐被人们给忽略了 甚至有些人误以为 这个宣传片也是住家集团拍的 还捎带上一起骂了 至于一直藏在背后的 房产中介模拟器 只有小部分一直在关注着的核心玩家 才知道他今天要发售 而那些路人玩家 甚至有很多人对此一无所知 毕竟大部分路人玩家 平时有自己的工作 日常接收的新游戏资讯也太多了 在持行工作室这种宣传方案下 不知道房产中介模拟器 这款游戏是很正常的事情 但不管怎么说 大家对梦唱还是信任的 所以房产中介模拟器 还是如梦唱希望的一样 在月底这个相对冷门的时间点 默默地上了DeltVR眼镜的游戏商店 和首页推荐 晚上 丁熙遥回到自己租住的树栏公寓之后 没多久 外面就传来了敲门声 腾达的员工们大部分都安置在树栏公寓中 当然 也有很多人已经自己买了房子 丁熙遥作为新员工 也分到了树栏公寓作为员工宿舍 跟之前他租的地方相比 树栏公寓的条件显然好多了 所以丁熙遥二话没说就搬了进来 您好 您的快递 轮口是一个逆风物流的小哥 丁熙遥有些诧异 因为他印象中这两天并没有买过东西 更何况快递小哥背后 还拖着两个大箱子和若干的小箱子 丁熙遥有些迷糊 在确认了这些东西确实是给自己的之后 他把快递小哥给让了进来 快递小哥先是把一个小盒子递给丁熙遥 就开始拆这些大箱子 大箱子里面是整套的ROF主机 以及配套的显示器和键鼠等外设 由快递小哥组装后 安置在书桌上调试完毕 丁熙遥打开手上的小盒子 发现里面有一张卡片 和一台未拆封的DOT VR眼镜 卡片是梦唱写的 大意是感谢丁熙遥 在拍摄宣传片时的帮助 今天 房产中介模拟器正式上线 所以送了一套电脑和VR设备 让他感兴趣的话可以体验一下 哎呀 这也太客气了 明明都给过片酬了 丁熙遥都有点不好意思了 给的实在太多了 他觉得 自己在宣传片里面也莫做什么 也没有演技可言 只是按照梦唱的要求摆了几个动作 做了几个表情而已 更何况 这宣传片到现在为止 也莫起到什么效果 以至于丁熙遥还有点自责 是不是自己莫演好 毕竟他是这宣传片里的唯一主演 难保是因为 大家不喜欢他这张脸 所以 宣传片才莫起到应有的效果呢 快递小哥很快就完成任务走了 丁熙遥调试好了VR眼镜 准备去体验一下这款游戏 毕竟跟自己有关 而且人家全套设备都送上门了 怎么说都该去捧个场 游戏的入口 可以在DeltVR眼镜的主界面上找到 非常方便 毕竟是持行工作室的亲儿子游戏 这点待遇肯定还是有的 推开一扇门 就正式开始了游戏 在载入游戏的过程中 先播放了一段开场CG 严格来说这不是CG 而是真实拍摄的宣传片 丁熙遥有点诧异 啊 这不就是我拍的那个宣传片吗 跟网上放出来的版本相比 这个宣传片并没有太大的变化 只是最后一幕出现了 房产中介模拟器的游戏标题 和持行工作室的logo 而之前放到网上的那个宣传片 是没有游戏标题和工作室logo的 看到自己的表演 丁熙遥觉得有点小尴尬 尤其是看到在家里暗自抹泪的场景时 总觉得演技不太到位 这也没办法 毕竟他也不是专业演员 即使按照真实的情况来演 也很难把情绪给深刻 有层次的表现出来 自然会出现 难以感染观众的情况 不过好在这个 宣传片也不长 很快就进入了游戏场景 丁熙遥发现 自己置身于一家小的中介门店之中 门店的空间不大 结构也相当简单 只有一个类似于前台的办公区域 一个茶几和两个单人沙发的咨询区域 还有一些简单的陈设 这些场景 显然跟丁熙遥之前做房产中介时的工作场景 完全不同 不过想想也合理 这毕竟是游戏 要对工作环境进行一些美化 如果按照真实的中介门店来制作 那说不定一开场 就把玩家们给劝退了 游戏中有一些基础的操作指引 因为这本身是一款休闲经营类游戏 所以 游戏中的操作都非常简单 丁熙遥这样很少玩VR游戏的人 也可以很快上手 接下来 就是来到前台上的电脑前 通过点按 打开电脑屏幕上的文件和程序 查看房源 接受委托 给房子和租客牵线搭桥 去房子那边实地考察 了解情况 等租客上门之后 给租客介绍房子特点 促成交易 最后抽取提成 可能是担心一些新手玩家不知所措 游戏中还非常贴心 用流程图的形式 表现了整个流程 还可以实时显示 玩家进展到哪一步了 有一个专门的界面 可以随时查看 对于曾经的职业 就是房产中介的丁锡窑而言 这一整套的流程简直太好理解了 熟的不能再熟了 根本不需要这些提示 也能很顺畅地玩下来 丁锡窑用手柄模拟自己的双手 拖动了一下游戏中的电脑屏幕 很快就确定了房型和目标客户 因为是游戏初期的缘故 所以丁锡窑所掌握的房源非常有限 只有三套 而且这些房型都存在着一些硬伤 一套面积过于狭小 一套不潮难缺少光照 还有一套不够通透 丁锡窑考虑了一下之后 选了最后一套 至少这个缺陷是相对可以接受的 不得不说这游戏还是挺仁慈的 玩家只需要在三套里面 选一套自己最满意的就可以了 另外两套可以不用管 按照游戏中的设定 这个房源库是共享的 就相当于是另两套房被安排给了别的中介 而在现实中 丁锡窑时常遇到那种长时间也租不出去 哪哪都是问题的老房子 而这种情况下 门店还是要想尽办法把它给租出去 降价也好 忽悠也罢 总之这个时候就全靠各显神通 一些中介迫于业绩的压力 难免也就开始动歪脑筋 用一些不纳膜光彩的手段了 确定了房型只是第一步 接下来还要选择客户 并提前实地考察 游戏的电脑中有许多客户可供选择 有自己住的 也有朋友或情侣合租的 年龄 收入等因素各不相同 客户不同 对房子的挑剔程度和具体看重的 点也不一样 比如某些年轻人几乎不会自己做饭 全都是点外卖 那模房子的厨房 小就完全算不上什么缺点 反正也用不到 但对于一些喜欢做菜 做饭的人来说 厨房小或者破 那就很难接受了 丁熙瑶考虑过后 选了三组客户 这也是游戏机制的硬性规定 每套房子 最多可以选三组客户 全都莫谈成 那就算任务失败 如果有多于一组的客户谈成了 两边还会互相加价 提高中介的提成 这一点也跟现实中不一样 显然是出于游戏性方面的考虑 当然 这也有可能是因为 目前处于游戏的初期 新手体验阶段 所以各项系统和玩法 都做出了一定的简化 便于新手也能快速上手 以后随着游戏进程的推进 可能会出现一些更高难度的任务 相应的限制 应该也会逐渐解除 丁熙瑶选的这三组客户 分别是一对刚毕业不久 开始找工作的年轻的情侣 一个工作好几年 收入相对较高的工薪阶层 还有两个工作一年多 正常换房子的女生 当然 除此之外 系统内也备注了 他们的一些细节要求 比如 这对年轻的情侣 有做饭的需要 而那两个女生 则是养了一只猫 这三组人都是丁熙瑶下意识地选出来的一些相对优质的组客 这样成交的可能性会更高一些 当然 这三组客户对房子关注的侧重点也不一样 需要一些临场发挥 选好这些内容之后 就可以动身去实地考察房子了 之前只是在电脑上简单地看了一下房子的平面图 看出了一些房型上的问题 但很多细节问题 还是得实地考察才能知道 实地考察之后 就是现客户 介绍房子 回答客户的问题 促成交易 丁熙瑶推开中介门店的门 镜头快速拉升 转移到了目标所在的小区 镜头切换完毕之后 丁熙瑶已经来到了这套房子的门厅 在约顾客看房之前 作为中介的玩家 可以先对房子进行一番考察 做到心中有数 在游戏刚开始的时候 考察房子是没有时间限制的 而且游戏内还会有一些提示 便于对这方面之实匮乏的玩家 也能了解这个户型的优缺点 而随着游戏进程的不断推进 考察房子这一阶段会有时间限制 提示也会变少 相当于是为玩家提升了难度 甚至玩家也可以选择挑战自我 压根不进行这个环节 第一次到房子这里 就接待客户 没有事前准备 全靠临场发挥 难度越高 奖励就越丰厚 丁熙瑶曾经做过房产中介 在这方面的专业知识储备 比一般玩家要丰厚得多 不过这款游戏的内容 对他来说 毕竟还是相对陌生的 所以决定 先按照标准流程来一遍 如果能很快适应游戏的玩法 那就可以尝试着提升难度 按照之前已经联系过的最基础的移动方式 丁熙瑶把各个房间转了一遍 只能说 比想象中的情况 还要更加糟糕一点 之前在门店里的那个电脑上 有这些房型的平面图和照片 但真正到了 现场才发现 照片往往可能是照片 完全不能相信 宋福利 去微信公众号 书友大本营 可以领888红包 拍照的时候 显然是个中午 阳光明媚 整个房间都沐浴在温暖的阳光下 只要稍微掉掉光 找好角度 拍出来的照片 就非常具有迷惑性 但现在外面恰好是个阴天 光线莫纳摩墙 所以 整个房间给人的观感 一下子降了好几个档次 除此之外 很多细节问题 也自然而然地暴露了出来 比如 墙壁上有一些钉子 和双面胶的痕迹 多半是上一任租客留下来的 厨房里的灶台 柜子满是陈年油屋 有一个次卧的窗户 看起来观不太严实 肯定会漏风 等等 这些照片中 不会展现出来的细节 在现场看房的过程中 都会暴露出来 不过顾客具体 能不能看出这些问题 也是因人而异的 丁细瑶抬手用手柄 指向一些区域之后 就有一定概率出现可提示的图标 此时可以消耗提示次数 获得官方提示 比如在厨房里面 一些热衷用厨房做饭 且对卫生条件要求比较高的租客 会对这些陈年油屋 有较大的意见 而压根不用厨房的租客 则很可能都不会进来仔细看 但这个功能并不是万能的 就像很多侦探游戏 或密室逃脱游戏中 寻找线索的玩法一样 如果玩家压根默意识到这里可能有问题 没有用手柄指向关键区域的话 是不会有提示出现的 当然 一些极端玩家可以用手柄 把所有房间全都指一遍 如果不嫌累的话 在察觉到这些问题之后 为了更好的促成交易 中介可以选择解决这些问题 也可以选择忽视 解决的方式就是自掏腰包 从自己的资金里面拿出一部分钱 请保洁或者修复家居 从根本上改善这一问题 选择忽视的话 有可能会被来看房的租客现场拆穿 导致交易无法达成 也有可能不被发现 当然 被现场拆穿也有补救的办法 可以尝试忽悠 也可以通过降房租的方式来解决 在这方面 游戏中的主角比现实中的中介权限要大得多 毕竟在设定中 主角的身份并不是打工人 而是同时兼任老板和员工的双重身份 自负盈亏 丁熙遥很快就把这套房子里里外外全都看了一遍 并找到了几个比较关键的问题 这毕竟是他的老本行 完全是轻车熟路 都不需要太多的系统提示 甚至他还有了一些奇思妙想 丁熙遥先是把房间中的灯全都打开 然后大致感受了一下房间内的亮度 而后 他抬起头 把手柄指向客厅的灯泡 果然 灯泡变成了高亮状态 还弹出了一个界面 这意味着 灯泡是可以更换的 简单的挑选之后 丁熙遥选了一个价格相对低廉 但非常明亮的吊顶灯 选取之后 就很轻易的换上了 其实不仅仅是灯 房间内的所有家具家电 都是可以更换的 问题是 沙发 电视机 墙纸这些东西都太贵了 丁熙遥现在没多少资金 换不起 这是丁熙遥之前做中介的时候 学会的一个小套路 如果房间本身采光不好 照明不足 或者通风不畅有异味 那摩顾客来看房之前 就把所有的灯都打开 把窗户也提前打开散位 这样一来 租客就会一定程度上 忽略采光和通风不畅的问题 即使发现 那也是签合同之后的事情了 到时候 大部分租客就算有点不满意 合同已经签了也没办法 只能将救着住 丁熙遥不确定游戏 到底有没有 做的这模智能 提升照明度 会不会提升顾客的成交概率 但值得一试 毕竟这种自由度极高的经营模拟类游戏 玩的不就是骚操作和自由度模 具体到这个房子 由于原本的灯比较昏暗 即使打开也没有实质性的改善 所以 丁熙遥自掏腰包 换了客厅的灯 尽可能地把亮度提到最高 厨房的问题 没有太好的办法 秦宝杰是请不起的 但游戏内也有自己动手的选项 拿着手柄在油屋的地方 比划比划 就相当于是亲自动手擦了擦 虽然一些陈年的顽固屋 自难以彻底去除 但看起来比 最开始好多了 当然 并不是所有问题 都可以自己动手解决 有些问题想要改善 就必须花大价钱 就这样 丁熙遥把房间中能处理的地方 全都在资金允许的范围内 简单处理了一下 对房间的一些缺陷问题 努力做到了然于凶 而后 就可以请租客来看房了 虽然 已经算是老油条了 但丁熙遥在等待租客过来的过程中 还是有点小紧张 毕竟在游戏里带人看房 他还是第一次 过了末多久 门铃响了 最早来的是工作好几年 收入比较高的那个工薪阶层的哥们 这三组人来的先后顺序 是丁熙遥自主安排的 之所以让这哥们先来 主要是因为 丁熙遥觉得 最有希望跟他谈成最高价 另外的两组人 分别是一对刚毕业没多久的情侣 和刚刚工作一年多的两个女生 经济条件都不会太好 而且 年轻情侣对做饭的问题比较看重 恰恰这个房子的厨房卫生问题不太好 综合考虑 工作好几年 工薪阶层的这哥们 经济条件最好 对厨房的要求也不高 最有可能高价达成交易 当然 也正是因为这哥们 已经工作好几年 所以在挑毛病方面的能力 可能也不弱 不好忽悠 这就需要看丁熙遥的本事了 使用VR手柄拉开房门 丁熙遥不由地愣了一下 这哥们 好真实 因为这还是丁熙遥 在这个游戏中第一次看到人 虽说DOT VR眼镜 跟所有VR眼镜一样 受限于技术原因 目前还难以达到 以假乱真的清晰度 甚至还存在轻微的格扎化效果 但在不同游戏中 场景和人物的清晰度 还是有明显区别的 房产中介模拟器 显然已经在技术水平允许的范围内 把人物建模的清晰度 做到了相当极致的水平 在进入看房模式之后 玩家默认会 跟随来看房的租客移动 解答他的问题 租客 也就是游戏中的 NPC 行动是有一定规律的 去看不同房间的时候 有相对固定的路线 但先看哪个房间 后看哪个房间 在房间中关注的重点是什么 会提出什么样的问题 对玩家的解答会 如何回应 这些都取决于人物的设定 展现出极强的随机性 在这一过程中 玩家当然不需要真的说话 而是用手柄 选取屏幕上的选项 来进行介绍和解答 先是简单介绍一下这套房子的基本情况 然后顾客会对一些细节提出疑问 这一阶段的玩法 有点类似于文字冒险类游戏 玩家可选的对话选项 取决于之前在房间中的观察 提前做好的准备 以及玩家的等级 经验等综合因素 同时 很多后续对话 也必须是前置对话 选过相应的选项之后 才可以触发 让丁夕遥感到非常惊讶的是 这个NPC的一举一动 都相当真实 行动自然 说话也很流畅 非常口语化 NPC和玩家对话的语音 显然是提前录制好的 因为自动合成的语音 必然会有声音 拼接的感觉 一下子就能听出来 而游戏中的NPC 并不会给人这种感觉 丁夕遥稍微有些好奇 这款游戏 难道是给所有NPC的语音 都进行了配音和动作捕捉 未免也太奢侈了吧 以后会不会出现 重负的情况 比如 来来回回都是差不多的问题 他正在考虑着 就听到这个 攻心阶层的哥们问道 这个房间 看起来采光还不错 是吧 不是直接的质疑 听起来更像是随口一问 丁夕遥面前 出现了三个选项 分别是三种不同的态度 第一种是积极态度 无脑夸 第二种是中立态度 说得比较含糊 但也不会否定 第三种就是如实相告 丁夕遥不由地犹豫了 显然 第一种态度 更有助于促成交易 但这哥们入住之后 肯定会发现问题 第三种态度的话 良心上倒是踏实了 但很可能 会失去这个客户 为了挽回 多半要降低房租 丁夕遥有些难以抉择 但眼瞅着对话进度条 已经快到头了 他只好选择了第二种态度 这重处是方式 也是丁夕遥之前 在中介门店时的一贯态度 做中介 毕竟是一份这儿八经的职业 难度和压力 都不是一款游戏 可以比拟的 如果把所有房子的问题 都向顾客据实相告 那丁夕遥肯定早就被辞退了 也不可能在门店里干纳磨酒 甚至还有余力 把单子分给填末 可如果为了业绩 一味地欺骗客户 凡事都挑好话来说 而且丝毫感觉不到愧疚的话 那丁夕遥也不会 最终放弃在中介门店的工作 选择辞职 他在做中介时的大部分情况 都是选择一个折中的方案 在尽可能促成交易的前提下 最大限度地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而在进入到这款游戏之后 他也下意识地把之前的工作习惯带了过来 工薪阶层的这个闷病没有多问 也没有纠结于这个话题 而是继续去看房子的其他地方了 显然 这是丁夕遥之前换灯泡的准备工作起了作用 租客虽然对房子的采光问题提出了一些疑问 但因为灯光明亮 所以整体看起来 采光还过得去 丁夕遥又给了一个相对正面的肯定回答 所以 租客下意识地认为这里的采光没什么大问题 转而去关注其他方面了 紧接着 工薪阶层的这个哥们 又提出了几个小问题 丁夕遥也全都妥善地做出了回应 在回答租客问题的时候 玩家可选的选项很多 但这并不意味着很好选择 因为许多选项都是带有迷惑性的 而且丁夕遥怀疑 租客是否会买账 多半跟租客的身份有关 简单来说 就是得看人下菜碟 比如 有些年轻的租客会比较容易忽悠 选择忽悠的选项可以促成交易 但一些经验丰富的租客 能够识破这些套路 强行忽悠 只会适得其反 给对方留下坏印象 至于对房子缺点的回应 哪怕是忽悠 也是好几个不同的选项 选出最正确的选项 需要一定的专业之时 比如 租客说 房子的过道太长 太窄 浪费面积 在回应时 也会有几个不同的选项 可以从房子的结构布局入手 说作为通透设计 有过道是不可避免的 可以从实用性入手 说这个过道 能够增加卧室的私密性和实用性 可以从艺术性的角度入手 说过道 放一些壁画 或者照片墙 可以很好的提升氛围 当然 也可以对租客提出的问题 矢口否认 说大多数房子都这样 或者干脆地承认问题 降价解决 在这一点上 倒是没有唯一的正确答案 甚至玩家可以选择最无脑的方式 全程糊弄 选择比较忽悠的选项 忽悠过去就过去了 被拆穿就降租金 只要不是错得特别离谱 也能保证把房子给租出去 无非是少赚点钱而已 很快 第一位租客看完了房子 基本满意 表示回去再考虑考虑 在现实中也是如此 现场成交的情况并不多 大部分租客 都是货比三家之后 才选择一个最满意的房子来租 毕竟租房子不是什么小事 关系到未来几个月的居住环境问题 会影响自己四分之一 甚至三分之一的工资支配 做出选择钱 肯定要慎重 在现实中 可能租客在好几天之后 才会最终做出决定 除非某套房子时 在太稀缺 太抢手 游戏中也还原了这个情况 只不过将时间大幅缩短了 几分钟之后 租客就会做出决定 并在门店的电脑系统上 发来签约申请 丁细瑶也正好趁着这个机会去接待剩下的两组租客 在游戏的玩法上大同小异 但在内容上却有很大的变化 角色不同 他们的动作和语气也不同 而且在看房子石棺柱的重点也不同 比如这对有做饭需求的情侣就着重看了厨房的问题 并反复纠结于厨房中的油污 丁细瑶费了好大的劲 才用三寸不烂之蛇摆平 而那两位女生 则是对漏封的窗户十分在意 丁细瑶没有太好的解决办法 只能承诺 降低一些租金 因为找人来修理的话 需要花的钱太多了 相比之下降低租金 反而是个比较经济划算的选择 当然 在所有租客看完房子之后 他们会各自己一个出价 丁细瑶可以选择出价最高的租客成交 除此之外 这些租客进入到房子中参观的路线 提出的问题 对丁细瑶解释的回应 这些内容都有一定的随机性 是概率事件 比如丁细瑶给出一种解释之后 会根据租客的人设和其他因素 给出质疑的概率 再由系统按照概率随机选择 决定租客的最终行动 玩家有可能蒙混过关 也有可能被租客对得哑口无言 送走了这三组租客之后 丁细瑶回到自己的中介门店 查看这三组租客 最终给出的租金价格 果不其然 工作好几年的那个工薪阶层的哥们 出价最高 这和丁细瑶预期中的一致 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同意 完成了第一单交易 然后开始马不停蹄地去看下一套房子 随着游戏的进行 丁细瑶开始了解到更多的游戏机制 每谈成一笔交易 都可以拿到一定数量的抽成作为用金 而这些用金可以自由支配 可以去对房子做出一些改善 比如更换家居 修补窗户 刷墙 添置家电等等 提升房子的居住环境后 就可以顺理成章地涨租金 也可以选择在网上拓展房源渠道 或者给自家中介公司打广告 前者可以提升房源的数量和质量 而后者则是有更多租客可供挑选 还可以去网上学习一些课程 虽说这些课程都比较贵 但学了之后 可以让游戏中的角色 获得一些专业知识 在向租客介绍房子 或者跟租客讨价还价的时候 可以解锁一些 之前没见到过的对话选项 除此之外 每到月底 玩家也可以将中介公司利润的一部分 转换成自己的合法收入 但必须按照一定比例进行缴税 而且比例方面有所限制 这部分钱 可以用来装修自己的房子 已经成交的房子 也不是直接消失了 而是会在系统的档案库中存储起来 玩家可以随时查看自己 已经签单的房子 这些房子有一定的期限 比如 某套房子的租期是一年 租客可能会选择中途退租 也有可能会续租 如果玩家愿意的话 可以一直保留某一套户型的房子 对它不断地改造 提高租金 如果玩家觉得 这个房型太破了 也可以选择把它让出去 游戏上的说法是交给其他中介公司 实际上就是从游戏内 永久删除这一房型 之后再随机生成新的房型 玩家手上同一时间掌握的房型数量是有限的 随着中介门店规模的提升 这个数量也会不断提升 同时 刷到好房型和高收入租客的概率 也会不断提升 丁熙瑶一口气玩了两个多小时 直到Delt VR眼镜提示电量不足了 他才依依不舍地把眼镜摘下来充电 其实街上线还能继续玩 但VR游戏玩久了 毕竟会有点晕 确实应该休息一下了 丁熙瑶看了一眼时间 有些诧异 本来他只是打算稍微玩一玩 捧个场的 但他也莫想到 这一玩竟然完全停不下来了 这游戏有毒 丁熙瑶不懂专业的游戏设计之时 游戏经历也不算多 但他从自己的主观感受出发 也能大致总结出 这款游戏的 之所以让人上头的击个突出优点 首先 这款游戏有不错的升级性 和可重玩的特性 玩家最开始只负责一个小门店 手上掌握的房型不多 遇到的租客也都比较穷 而且资金不多 也很难对这些房型 进行深入的改造 这都意味着 玩家的选择比较受限 但玩家谈成的单子越来越多 门店逐渐扩张 开始接触到新房型 新客人 自己促成交易的手段 也逐渐变多 这种成长性 就像很多种田游戏一样 会给人带来很强烈的成就感 而在可重玩的方面 这款游戏 显然也下了很多功夫 每个房型都有它的优缺点 每个顾客也都有自己的喜好 每一次签单子 对玩家来说 都是不同的挑战 有一个微信公众号 书有大本营 可以领红包和点币 先到先得 显然游戏设计者在这方面 有大量的数据作为支撑 再加上内部的特殊算法 和一些暂时无法说清楚的黑科技 让这款游戏完全发挥了 经营模拟类游戏的一贯强项 其次 这款游戏 有着极强的专业性 作为前中介行业从业人员 丁熙遥对于这款游戏的专业性 本来是莫抱太大希望的 因为中介这个行业 看起来很简单 谁都能干 但想要干明白 还是有很多门道的 比如在顾客看房时开灯增加照明度 又比如在面对租客质疑时的一些回应的话术 当然 这都是一些小伎俩 可往往真实性就藏在这些细节中 如果游戏制作者 自己不懂这些内容 又如何做到游戏里呢 但很显然 游戏制作组肯定有人懂 或者至少是有专业人士 给他们提供了专业知识 作为参考 丁熙遥把现实中的套路 拿到这款游戏中 发现依旧可以生效 甚至游戏中某些可选的话术 是他自己现实中都没听过 没用过的 这就厉害了 所谓的模拟 肯定是越真实越好 甚至终极目的 是符合真实 又超越真实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这款游戏 显然做到了这一点 我进来的微信公众号 书友大本营 给大家发年终福利 可以去看看 最后就是 VR游戏的特性 给这款游戏额外加分了 同样的题材 如果做成PC游戏 或者手机游戏 代入感将会大打折扣 毕竟在PC端 玩家们玩游戏时 对着的是一块屏幕 移动 对话 交互 都会有一种 不真实的隔阂感 但拿到VR平台之后 这款游戏 将VR的沉浸感和代入感 发挥得淋漓尽致 玩家可以在虚拟的房间中 来回行走 自由地观察房间的各个角落 还可以和 NPC面对面的交流 相比于其他的模拟类游戏而言 会显得更加真实 很多放在PC端 可能是很无聊的玩法 在VR端 反而变得乐趣十足 比如擦厨房的油污 这一动作 如果是在PC端 玩家只能是甩动鼠标 完成擦拭的动作 而在VR端 玩家则是可以真实地 做出擦拭的动作 其他的包括开窗 开门 移动房间中 类似花瓶的陈设等动作 也都要由玩家亲自完成 只有在VR端 这些动作才能获得乐趣 就连丁熙瑶这样 不常玩游戏的玩家 都能体会到他的乐趣 并且 为玩的乐此不疲 足以见得制作组的功力 只是越是深入了解 这游戏的乐趣 丁熙瑶就越是 对一个问题感到疑惑 这么好的游戏 怎么宣传工作这么拉胯 原本丁熙瑶压根就不知道 这款游戏的具体内容 所以 对这套宣传方案 也不好评价 但现在看来 想宣传这款游戏 明明可用很多其他的方式嘛 比如 放一小段游戏内的视频 展现一下 某个房子改造前 到改造后的巨大变化 或者开一个发布会 让一些知名主播 现场试玩一下 最不记得 哪怕是做个精美的宣传CG呢 可偏偏梦唱的宣传方案 是拍了个真人的宣传片 侧重点也完全不在游戏内容上 而是用了很多的篇幅 表现中介工作的辛苦 最后甚至连游戏的名字 提都莫提 直到现在 还有很多人以为 这是住家集团拍的宣传片 游戏是好游戏 宣传经费也莫少花 结果最后 就搞了个战 虽说丁熙遥能荡上 这个宣传片的女主角 孟唱功不可没 但这也并不影响 丁熙遥觉得 孟唱的宣传方案很失败 算了 这不是我应该操心的事情 腾达各个部门的负责人 都是很专业的 说不定是有什么特殊的计划 丁熙遥也莫太纠结这个事情 毕竟他说了又不算 与其担心这些 还不如等VR眼镜充完电之后 再多推一推游戏进度 只能说 这游戏真好玩 11月28日 周三 房产中介模拟器 已经发售了一天多 实行工作室的众人 也在一直关注着 这款游戏的情况 许多游戏论坛上 都可以看到 玩家们对 房产中介模拟器的讨论 这游戏太好玩了 简直有毒 我昨天买了之后 就一口气完了四个多小时 眼镜都没电了 插着电玩的 根本停不下来 别说了 我这就去买货干片了 玩起来真的挺上瘾的 我五次三番地跟自己说 干完这一单就去休息 结果这单弹成了之后 又看到了新户型的房子 又解锁了新家具 赚的钱又够 我去学习新知识 不知不觉几个小时就过去了 爆干一整天之后 我对这游戏的套路 也基本上摸清了 我觉得 这游戏就应该叫 黑星中介模拟器才对 想要多赚钱 最好的办法 就是选对房型 选对顾客 然后想办法 让租客忽略掉 房子的硬伤 找对推销的话术 这样赚钱才快 你这就好意思 叫自己黑星中介了 这才哪道啊 你应该学一学我 其实这些房型中的家具 也都是可以自由更换的 可以拖到库房里存着 或者给其他户型用 我的办法 就是把这些家具给抠出来 每个户型只保留最少量的家具 把家具稍微匀一匀 这样就不用自己 买新家具了 可以省下一大笔钱 我选出了一些 优质租客的职业和身份 大家可以按照这个名单对照一下 这些人预期的心理价位比较高 选他们即使被砍了架 也依旧是有赚头的 有些是逼租客千万别选 完全就是浪费自己的时间 我总结出来一份房型问题表 上面有一些房型的常见问题 虽然游戏里的房型 都是从数据库里随机抽取自动生成的 但也存在一定的共性 这个表格应该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参考 有没有大佬能开发个MOD 自动高亮显示一下房间中的可交互选项 比如漏风的窗户 脏兮兮的灶台 这种可以修补的地方 省得我满屋子 转优去找了 强迫症伤不起啊 不得不说 这游戏的效果有点出人意料 尤其是这么多 不同的人物和语音都不重负 是怎么做到的 有一些角色是附用的 毕竟同一片区域的租客 也相对固定 有些老顾客会重新上门吗 至于不同顾客 我猜是制作商针对同一个意思 请了很多人给了不同的配音 比如窗户漏风这个事情 不同NPC至少有十几种 甚至几十种不同的说法 听起来不像是系统自动生成的 我唯一纳闷的是 找很多人配音不难 但怎么在游戏中给他们对口型呢 还真没想到 这个题材的游戏 竟然也做得挺好玩的 所以说 生活中不是缺少美 而是缺少发现 游戏行业不是缺少题材 而是缺少懂得妥善 利用题材的设计师 从目前论坛上的情况来看 大部分玩家对 房产中介模拟器 这款游戏的评价都相当正面 因为第一批入手的玩家 基本上要么是 持行工作室的粉丝 要么是VR游戏的爱好者 要么就是 模拟经营类游戏的核心玩家 房产中介模拟器 这款游戏 显然很符合他们的口味 然而 蔡家栋看着这些对 房产中介模拟器 褒奖有加的评价 脸上却并没有太多喜色 反而有些惆怅 这讨论度 还是不太够啊 首日销量 也只能说中规中矩 算不上乐观 果然还是曝光度不够 即使有DeltVR眼镜的平台 作为加持 也还是差了些 对于一款普通的游戏而言 倒是够了 但 房产中介模拟器的投入太大了 除非火到一定程度 否则很难收回成本 更何况 这游戏可是用了裴总的点子 不大火就等同于失败 裴总的金字招牌 可不能砸在我们手里吧 否则到时候别人说起来 我们就是连裴总都带不动的团队 这可太丢人了 他作为主设计师 对这款游戏的现状 当然是非常关切 只是从发售到现在 情况也确实不太乐观 游戏的评分倒是很高 从发售之后 就没跌下过8.5分 但让蔡家洞担忧的是 这游戏到目前为止 还只是在少数玩家群体中 圈地自萌的存在 之所以分高 那是因为 买了游戏的 都是爱这一口的 可蔡家洞很清楚 作为一款投入巨大的VR游戏而言 房产中介模拟器 想要成功 想要爆火 就一定得破圈 不能光指望着这些热衷于 模拟经营类游戏的玩家们 而且 破圈这种事情 光是游戏厂商自己努力没用 还得靠路人玩家们喜欢玩 甘愿做自来水才行啊 在游戏机制方面 蔡家洞和持行工作室的 设计师们倒是留了一个坑 只是目前玩家们还没有发现 现在很多玩家考虑问题 还停留在如何多挣钱上面 使劲地抠成本 忽悠租客 固然在短期内 可以获得很多利益 但游戏里有个隐藏设定 叫信任度 游戏中的租客系统 是相对固定 但又会流动的 这与现实中的情况相似 也就是说 这一片区域内的租客就这么多 老房子的租客之后 可能还会续租 玩家可能会跟同一个租客 多次打交道 当然 也会有一些新的租客出现 如果玩家总是想办法坑租客 第一次可以坑成功 但代价是信任度降低 第二次 租客给出的各项条件 就会发生变化 甚至租客自己就跑了 不会再出现在玩家门店的系统中 除此之外 玩家还有隐藏的口碑度 它取决于所有跟玩家合作过的 租客信任度 虽然单一租客信任度 对玩家口碑的影响微乎其微 但如果积累起来的话 也会对游戏内容造成一定影响 不容忽视 这个设定 一方面是为了丰富游戏的玩法 不让游戏有唯一的标准答案 另一方面也是顺应腾达精神 倡导一种正确的价值导向 只不过 这是一个隐藏设定 所以短期内 玩家们根本发现不了 蔡家栋隐约觉得 如果这个隐藏设定 可以作为一个爆点展现出来 或许可以在某种程度上 推动游戏的破圈 可具体怎么做呢 他也说不清楚 只能是和之前的项目一样 把希望寄托在孟畅身上 耐心等待了 与丁熙瑶和蔡家栋的 稍显急躁不同 孟畅现在可谓是 稳坐钓鱼台 一点都不慌 因为他早就已经安排好了后手 包括以田公子的名义录制的视频 也全都完成了 之所以没出手 不是对住家集团还有所怜悯 孟畅这个人 基本上不存在那种情绪 更何况是对住家集团这样的大公司 孟畅巴不得这种大公司快点死 顺便死之前 让自己吃一大口肉 宋福利 去微信公众号 书友大本营 可以领888红包 等这两天 主要是因为 提成还莫拿到手 孟畅看了看日期 今天是28号 忍到30号的周五 等下午去陪总那队玩的提成 差不多就可以出手了 到了周末 就可以在家里一边开心的数钱 一边看住家集团如何为了应对负面舆论 而焦头烂额 当然 孟畅也不是一味的等待 他也在时刻关注网上的消息和舆论动向 不论是房产中介模拟器这款游戏的 还是住家集团的 因为他深知陪适宣传法的关键就在于对热度和舆论的精确把握 是一种四两拨千斤的技巧 这些热度如何引爆 什么时候引爆 引爆时 怎样才能巧妙而又不露痕迹 这是一门学问 早了或者晚了 动作生硬了 都会让宣传的效果大打折扣 孟畅是一个完美主义者 做什么都要努力做到最好 像陪适宣传法这样精妙的招式 当然更要做到完美 房产中介模拟器的情况 一切正常 果然 这游戏的内容比较丰富 虽然埋了一些东西 但玩家们不太可能在两三天之内就全都挖出来 让玩家们意识到有问题 但又说不清问题在哪 这个状态是最好的 最有利于田公子来发挥 再看看祝家集团那边 他们近期应该也没有什么大动作吧 嗯 这是什么 孟畅在网上简单地翻找了一下 祝家集团那边的新消息 原本以为祝家集团多半还是和以前一样 继续吵那些老话题 然而 他却惊讶地发现 祝家集团在今天上午 又发布了新的官方公告和宣传视频 孟畅立刻敏锐地意识到 这里面有问题 赶忙点进去查看 贴心管家业务 祝家集团竟然在这个节骨眼上 又推出了新业务 看完了祝家集团的官方公告和宣传片 梦畅不由的眉头微醋 这是在他意料之外的 这个所谓的贴心管家业务 显然是祝家集团未来一段时间的宣传重点 也是为了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市场地位 压制其他中介公司而推出的新业务 用祝家集团自己的话来说 这个贴心管家业务是为了进一步加强中介与租客的互信 建立长久稳定的合作关系 针对租客需求 量身打造贴心服务 提升团队专业性 落实责任制服务等等 而抛开这些官方套话 用通俗一点的方式来理解 就是祝家集团希望从中介团队的宣传上入手 为自己的业务打开新的突破口 按照祝家集团的宣传 贴心管家业务是对传统中介模式的一次改造升级 首先是对现有的中介团队进行筛选 淘汰 培训 提升中介团队的业务能力和素养 其次中介团队的业务能力提升以后 可以为租客精选更加合适的房源 综合分析需求 找到最佳的租房选择 最后中介团队将对顾客进行一对一的服务 责任到人 租客签约前后 都有这位中介 现在叫管家 负责 这样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 避免中介想尽办法签单 后续不负责的情况出现 梦畅不由的恍然大悟 为什么住家集团如此急迫的来蹭 房产中介模拟器的热度 甚至不惜血本的 自己拍宣传片 在网上造势 显然 这都是有目的的 如果住家集团 没有相关业务要推进的话 哪怕是蹭热度 也不会蹭得这么急 显然 住家集团的这个贴心管家业务 已经筹划很长一段时间了 房产中介模拟器的宣传片 在网上引发的热烈讨论 可以说是郑重下怀 完全满足了住家集团的需求 他们正好搭上了这波热度 为自己的新业务做宣传 梦畅推测 住家集团之所以推出这样一个新业务 主要有两个目的 第一是为了挽回安心房时期的损失 提升公司形象和口碑 第二是探索新模式 进一步提升住家集团 在中介市场的竞争力 其实 安心房这个业务刚推出的时候 也是出于这样的目的 住家集团看到了 目前市场上出租的房子 大多都是老破小 年久失修 年轻人都不爱住 所以用安心房模式搞长租 自己把房子给简单装修一遍 租给租客 既提升了房子的居住条件 又从中赚到了利润 这是个不错的商业模式 本来安心房的口碑也是不错的 奈何住家集团为了追求利润 把安心房搞成了假全房 这才造成口碑的崩塌 但不管怎么说 安心房的这种商业模式 如果没有变质的话 在租房领域倒也算得上 是一种商业上的创新和突破 是可以成功的 现在 安心房的名声已经臭了 住家集团内部都在酝酿着改名 肯定是不能作为重点宣传了 所以 住家集团才想出贴心管家 这个新的宣传点 房子没法做文章 那就只能在人身上做文章了吗 住家集团的小算盘 打得很精明 房子确实有假权 被扒出来 只能自认倒霉 那人总不会有假权了吧 况且 这个贴心管家的商业模式 也算是解决了 目前租房市场上的一大痛点 由于许多小中介 非中介的存在 房产中介的这个身份 确实是不纳摩光彩 如果住家集团能扭转人们的这种看法 让租客们觉得 住家集团的中介不是中介 而是具有即将业务能力 认真负责的管家 纳摩对住家集团而言 肯定算是一个巨大的优势 所以 住家集团才一直在宣传片中 表现中介工作的辛苦 不被理解 就是为了给这个新业务造势 当然 口号喊的响亮 不代表实际真的能做到 这种熟悉的营销味道 孟畅简直不要太了解 孟畅很清楚 住家集团压根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中介这一职业的工作状态 顶多就是做一座表面文章 也许是换一下制服 也许是强调一下礼貌用语 也许是调整一下人员架构 最好的结果 也无非是推行一个表面的责任制 什么叫做表面责任制 就是说 房子如果真出了问题 你确实可以找到中介 中介也会想办法帮忙解决 但这种解决 只能浮于表面 根本不可能触及实质内容 比如 签订房租合同之后 租客才发现窗户漏封 于是去找到了自己的管家 管家肯定会向你真挚道歉 承诺解决问题 但最好的办法 也无非是找人上门 给你找一些材料 把窗子简单封一下 换窗子 甚至于换房子 退租金 那肯定是不可能的 因为这个事情的根不在中介身上 在住家集团身上 住家集团作为一家上市公司 追求利润 那么中介们不论用什么方式 跟租客签了合同 这钱已经拿到手了 那就别想让住家集团再吐出来 住家集团必然会想办法 把矛盾转移到租客和中介身上 比如 涨租金 把责任制服务卖给租客 告诉租客 你有很大的权利 如果对管家不满意就投诉 我们一定严肃处理 等真出了问题 租客投诉了 住家集团就扣中介 管家 的钱 但中介也没办法完全满足租客的要求 于是只能自己动手 给租客部分解决这个问题 或者苦苦哀求 房子的问题 虽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 比如漏风的地方 大部分堵住了 但还是小范围漏风 但租客 看中介这磨惨 考虑到再闹下去 也很难有更好的结果 于是只能妥协 凑合着住 这一凑合 住家集团的目的 也就达到了 既在租客面前 表现出自己的铁面无私 以顾客为上 又保全了贴心管家服务的口碑 最后还赚到了利润 这些套路 孟畅门清得很 甚至这业务刚一推出来 他就已经想到了 后面可能的展开 但孟畅也很清楚 不是所有人都像他这么鸡贼 住家集团的这个贴心管家业务 确实具备很降的迷惑性 尤其是跟其他的租房公司相比 是很有竞争力的 更何况 之前住家集团 已经做足了铺垫和宣传 很多人对中介的印象 确实有所改观 不出意外的话 这个消息一宣布 住家集团的股票就要大涨 孟畅坐不住了 两天多的时间看似不长 但陪式宣传法 有他最适合的节点 早了或者晚了 可能都达不到最佳效果 如果住家集团的活动 出了很久之后 孟畅才出刀 那会不会被住家集团反咬一口 说这是针对贴心管家业务 有组织的抹黑 会不会让原本单方面的屠杀 变成两边全都沾上一身泥的口水栈 孟畅站起身来 在房间内快速夺了几步 不能再拖了 迟则生变 孟畅不断地权衡利弊 时机稍纵即逝 如果强行等到周五晚上再发 纳摩算上之后舆论发酵的时间 很难在最合适的节点 对住家集团进行拆卸和打击 可能会引发连锁反应 导致范小冬那边 做空住家集团股票的事情 出现很大的风险 我这点提升不算什么 两天时间内 就算热度暴涨 造成我的提升血崩 也不过是损失三五万 但是股票要是出了问题 那可就是大问题了 我还哪来的脸去先犯小冬 不等了 发视频 孟畅很快打定主意 登陆田公子的账号发布视频 同时 后续的安排 也第一时间推进 热度早两天引爆 必然会对孟畅的提升有影响 清零倒是不至于 但多半会腰斩 或者至少蒸发三分之一 但孟畅没办法 一方面是他要完成一次完美的陪试宣传法流程 这是为了学知识 另一方面 他当初信誓旦旦的跟自己的铁哥们范晓东说做空住家集团股票 绝对没问题 这个时候 说什么也不能掉链子 虽然孟畅还不知道 范晓东具体投了多少钱 晚两天出刀 也不一定会有什么特别致命的影响 但孟畅不想冒这个险 众所周知反派死于话多被反杀的往往是因为贪 所以 孟畅一点都不贪 不整那些花里胡哨的这一刀先砍出去再说 必须抢在住家集团把贴心管家业务给做起来之前 给他当头一棒 直接敲下去 晚上 丁熙瑶下班回家 简单地做了晚餐之后 一边吃饭 一边在爱立岛网站上刷视频 看到此消息的都能领现金 方法 关注微信公众号 书友大本营 这段时间 他都有点中毒了 刷了好多的房产中介模拟器的攻略视频 不得不说 玩家们确实太有才了 甚至想出了很多丁熙瑶这个前从业者都默想出来的骚操作 很多玩家纷纷化身为代资本家 想尽一切办法 抬高租金 忽悠租客 甚至已经有玩家在尝试着挑战自我 如何用最少的成交 单量不断升级 并用赚来的钱 把自己的住处装修得富丽堂皇 一边是把又旧又破 四处漏风的房子租给租客 另一边是把宽敞明亮 家具昂贵的房子给自己住 简直不要太真实 也有玩家注意到了 游戏中的房型和租客刷新是有一定规律的 有些人就经常出好房型 优质租客 有些人就没这种好运气 论坛上甚至出现了初始号运气这种说法 建议运气差的玩家 三号重练 虽然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 但运气差的账号 确实是一直运气差 除了三号之外 没有太好的办法 有人怀疑这是游戏机制 也有人说这可能是bug 不过丁熙瑶目前倒是还没有遇到这种情况 随手一刷 首页上出来了一批 关于房产中介模拟器的视频 丁熙瑶看的类似视频太多了 所以网站一个劲地给他推送 嗯 这个视频 丁熙瑶看到这个视频的标题是 用游戏深入剖析社会现实 减评 房产中介模拟器 这个标题看起来相当正经 严肃 在一众整活的视频中 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点进去一看 这是个新视频 刚发没多久 虽然播放量还不是特别高 但热度 弹幕量 点赞数都很高 看起来像是个高质量的视频 深入剖析社会现实 这有点过了吧 这游戏顶多也就是反映现实 哪剖析了 丁熙瑶觉得有些困惑 因为在他看来 房产中介模拟器 就如同游戏名字一样 主要是对现实的模拟 似乎并不存在剖析的成分 这游戏 也并没有让人有所反思啊 带着好奇 丁熙瑶点进视频观看 视频的作者是田公子 视频的剪辑精良 用的素材主要是 房产中介模拟器的宣传片 以及游戏实际画面 不过 视频作者并没有用自己的声音 而是用ES人工智能 自动生成了全文的音频 整个视频的内容非常精炼 没有开场白 也没有对观众的问候 直接就进入了正题 房产中介模拟器 一款看起来普普通通的VR游戏 它的玩法并不复杂 看起来和其他的模拟经营类游戏 并没有太大的差别 它的前期宣传 让人觉得有些莫名其妙 似乎与游戏内容发生了严重的错误 然而 这款游戏从宣传到内容 实际上是全面复现了国内租房行业的现状 通过潜移默化 深入浅出的方式 让玩家能够带入到中介的身份中 理解原本很难接触到的行业深层秘密 明白诸多行业乱象的症结所在 也许有些人已经感受到了这一点 而另一些人还毫无察觉 这很正常 毕竟一款优秀的游戏 必然拥有即将的游戏性和丰富的乐趣 而这种乐趣 可能会暂时盖过玩家对游戏内涵的思考 愿意开动脑筋思考一下的玩家 不妨一起来探究一下 这款游戏的深层含义 丁细瑶注意到 这个UP主的口吻 跟大部分UP主都不同 其他的UP主们 为了增加自己视频的亲和力 往往会用偏口语话 生活化的语言 先跟观众套近乎 拉近关系 甚至穿插一些有趣的段子和表情包 然后再逐渐引出自己的论点 并展开 但这个田公子的视频 却非常的直来直去 直入正题 他似乎完全不在意观众们的接受能力 不担心开头对观众的劝退 也不在乎观众们 是否会将他的这个视频 看成是喜地或者恰饭 整个视频就像是一种教科书般的方式 把客观事实给写出来 你们爱信不信 不信拉倒 而且 还莫名的有一种我的视频 是做给聪明人看的 蠢人请自觉退出的感觉 按理说 这种态度本身是不太讨喜的 毕竟大部分观众看视频都是为了图一乐 这种UP主似乎自带一种智商上的优越感 谁能看得下去 但出乎丁熙谣意料之外的是 视频上的谈目却并不是这种反应 他们不仅没骂人 反而显得非常期待 哇 大佬终于又发视频了 前排 越更UP主活了 感觉大佬平时应该很忙 搞视频只是个业余爱好 否则也不会如此随性 没关系 只要质量好 那就行了 大佬出的视频都是精品 值得一看 丁熙谣这才发现 原来田公子的这个账号 之前已经有过一个几百万播放量的视频 讲了招录游戏平台的事情 引发了热烈反响 很多人因此而关注了它 而且大部分都是游戏玩家 所以 第二个视频出来之后 大家发现 是关于游戏的视频 自然第一时间过来捧场 丁熙谣还是觉得 这个标题的说法有些牵强 有标题党的嫌疑 但既然是大佬做的视频 那还是值得一看的 再讲 房产中介模拟器 这款游戏之前 先讲宣传片 在宣传片刚出来的时候 大家都不知道 这是 房产中介模拟器的宣传片 并且有不少人都对宣传片的内容 提出了质疑 在很多人看来 这个宣传片与游戏本身格格不入 在宣传上 完全是错位了 但实际上 却并非如此 这个宣传片 其实是有意为之 为了跟游戏中的内容 互相照应 在看完宣传片之后 有些人对辛苦工作的中介产生了同情 而有些人 反而被激发了内心中的厌恶 而这种表层同情 深层厌恶的复杂心理 正是一个影子 有了它 才能在 房产中介模拟器 这款游戏中 更好地 带入到租客和中介的身份 找到这个行业的癥结所在 丁锡窑表情 有些呆滞 这个宣传片 是故意地想要让人再感动之余 又有些反感 不对吧 我是主演 我怎么没感觉出来 我可是非常认真的在演 希望博取大家的同情的 而且 导演孟畅也莫提过这个 他就只是 让我真实地演来着 丁锡窑觉得 这个田公子 多半是有点过度解读了 如果他当时在拍摄现场的话 肯定说不出这种话 但丁锡窑也非常好奇 他具体会如何过度解读 所以还是耐着性子 继续看了下去 相信很多玩家已经注意到了 在自己当租客的时候 总是对中介的坑人行为 憎恨无比 可在扮演房产中介的角色之后 为了利润 却也开始自然而然地 用上了各种骚操作 比如 在租客看房子的时候 努力遮掩房子的问题 甚至不惜欺骗顾客 只为促成交易 在改造房子的时候 想尽一切办法节省成本 完全不考虑租客入住后的实际居住体验 毕竟不是自己住 把租客划分成三六九等 对那些更有可能花高价租房子的人 就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接待 而那些看起来出不起高价的顾客 则敷衍了事 当然 也有很多人能够坚持自我 始终凭借着良心经营 但不可否认的是 每一位玩家 都必然经受过这种诱惑 如果撤掉一个单人沙发 也不会对房租产生太大的影响 那么 为什么不把这个沙发存到库房里 给下一套房子用呢 这就是 房产中介模拟器的第一层内核 让玩家能够带入到中介的身份中 与中介们做出差不多的骚操作 让双方拥有相同的动机 从而更好地互相理解 看到这里 丁熙瑶不由得有点小羞愧 因为视频里说的没错 他确实是这么干的 以前在做房产中介的时候 丁熙瑶或主动 或被动地把中介的套路学了个遍 虽然他一直很努力 很克制地想要寻找一个中间态 但有时候 为了促成交易 也不得不昧一点良心 就像顾客问 这个房子采光好不好 其实只有回答不好 并认真解释 到底如何不好 这才算是诚实的回答 而回答很好 或者还可以 够用 其实都是在糊弄 只不过程度不同而已 丁熙瑶做中介的时候 睁着眼睛骗人的情况不多 但模棱两可 不置可否的情况却很多 这实际上也算得上是一种套路 只不过相对克制很多 而到了游戏中 虽然丁熙瑶心里清楚 这都是游戏 都是假的 全都说实情 也不会让公司倒闭 游戏玩不下去 但还是下意识地 延续了之前的工作方法 甚至可以说 游戏对人的本性 有一种放大作用 可能正是因为玩家们知道 游戏中的租客 都是一连串的数据 并不是真实的人 也感受不到 住破房子的痛苦 所以很难换位思考 因而 才造就了这种 黑心中介模拟器的玩法 门心自问 玩家们为什么会选择 这么玩呢 其实很简单 为了利润 游戏中的利润会 直接影响到 中介公司等级的提升 以及玩家手头的钱 前者会让玩家 解锁更多的房型 接触到更多高等级的租客 而后者则是决定了 玩家可以动用多少资金 改造自己的家 和中介门店 大部分玩家 接触到这款游戏之后 感受到的第一目标 就是赚取利润 发展门店 所以 按照视频中所说的 房产中介模拟器的第一层内核 就是通过模拟房产中介的工作模式 让玩家来扮演房产中介 并自主选择盈利的方式 从而让玩家们意识到 中介行业的乱象 可以归结为一个根本的原因 利益使然 但丁熙瑶的疑问 很快又来了 给大家发红包 现在到微信公众号 书有大本营 可以领红包 从目前来看 房产中介模拟器 确实很好地展现出了这一点 但仅凭这些 依旧说不上什么 剖析社会现实吧 难道这个田公子 还能在游戏中 继续挖出第二点 第三点 而且还能保证 后面的末一点 都比第一点更加深刻 他打起精神 继续认真的看下去 可能有人会说 这是过度解读 否则 房产中介模拟器的宣传片 怎么解释 宣传片明明是在强调 中介的辛苦 强调中介的服务者身份 这是一种美化和赞扬 并不是在揭露和批判 如果你这么想 那就错了 从几个很明显的事实可以看出 这个宣传片 其实并不像大部分人 理解的那么单纯 关键的破局点 就在宣传片的这个女主演身上 事实上 实行工作室 为这个宣传片 投入了巨额的宣传经费 这一点 可以从网上的热度看出来 按理说 如此巨额的宣传经费 想要请来一位比较接地气 比较有观众员的明星 扮演宣传片中的中介 是毫无难度的 或者退一步 请一位相对小众 但演技精湛的戏骨 来演拍出来的效果和感染力 也一定会比现在的这一版更好 但持勤工作室并没有这么做 他们选择了一位真正的前地产 中介从业者来拍这个宣传片 而在此之前 这位女主角从未有过任何表演经历 甚至自己拍视频 拍VLOG都没有过 这是为什么 有性价比更高的推广方案不用 却偏要在最关键主演位置上 节省成本 就连完全不懂营销知识的普通人 也能看出 这个选择并不合理 排除掉其他的可能性之后 答案就呼之欲出了 这就是宣传者有意为之 这个宣传片的目的并不是单纯表现 中介辛苦和积极的一面 而是在表现中介这份工作的 两面性和真实性 宣传片刻意地做出了一种 留白的设计 让观众能够把现实中的 中介形象填入 从而完成了这种塑造 丁熙遥愣住了 因为田公子的这番话 也问出了他当时心中的疑惑 宣传经费这么充足 为什么偏偏要请我来演 而不是请个明星吗 如果宣传片是以表现 中介的辛苦与可敬为主题 那魔情演员 显然是一种性价比更高的选择 找一位有影响力 接地气 有观众员的演员来演 天然的就可以消解 中介这个职业和身份 给观众带来的反感 就像很多电影里 一些影帝会去演小角色 甚至可能演混混 但通过他们精湛的表演 通过剧情的合理安排 观众们会觉得 似乎混混也挺可爱的 有不得已的一面 这样的形象套到中介身上 毫无疑问 是更能拉近与观众距离的 如果说大牌影帝太贵的话 那魔找一个 演技精湛的二三线演员 只要能把这种真挚的感情 给演出来 也能起到差不多的效果 足以打动观众 让大家对这个片子的评价 更正面一些 只是在传播性的方面 会弱一些 不像大牌影帝那样 自带流量和知名度 可梦畅都默着魔选 反而是选了完全没有任何演技的丁熙遥 之后再砸钱去拼命推广 选了效果最差 性价比也最差的一种方案 如果说丁熙遥唯一的优势 可能就是演得比较真实 毕竟他真的做过中介 可真实往往不等于感染力强 甚至有时候二者是背道而驰的 所以这个宣传片才有一种留白的效果 观众们看过之后并没有被完全打动 反而想起了生活中被中介坑的种种经历 不论怎么想 这都是一个性价比很差的选择 普通人也能看得出来 那么 这就是房产中介模拟器的第二层内核 让玩家能够脱离中介的第一视角 用旁观的角度 审视自身对中介这一行业的固有印象 并意识到问题的癥结所在 在宣传片中 很多人都隐约意识到了问题 甚至有一种发自本能的抵触和厌恶 但又说不清楚 这种情绪具体是从何而来 而在游戏的正式内容中 玩家能够亲自体验到中介的日常工作 能够了解到那些现实中存在的套路 同样是跑上跑下 忙前忙后地给租客介绍房子 这样一来 就瞬间消解了宣传片中中介的形象 让玩家体会到了中介这个职业的两面性 在拍摄于现实的宣传片中 着重表现了中介工作的辛苦和忙碌 可在游戏中 又将中介这一行业深层的那些小伎俩 给仙豪毕露地展现了出来 辛苦忙碌 带着客户看房子的是中介 耍小心思 能坑一个是一个的 也是中介 一款模拟类游戏 却用真实拍摄的视频做宣传片 相当于给到玩家一种特殊的心理暗示 打通了游戏与现实的边界 看到这里 丁熙遥也不由得点了点头 虽说他亲历了整个拍摄的流程 本能地觉得 这种解释有点扯淡 但也不得不承认 确实有这种可能性 这个宣传片显然是在暗示 游戏本身是高度 反映现实的 而且不是经过美化 着重表现某一个侧面的现实 而是全面的 整体的 不加过多修饰的现实 将第一层和第二层结合起来 就是房产中介模拟器 这款游戏想要表达的第三层内核 剖析这一现象的根源 可能有人会觉得 根源就是道德的败坏 是诚信精神的缺失 是中介们为了追求个人利益 而置租客利益于不顾 就像游戏中很多玩家的选择一样 我只管把房子租出去 至于租客住的到底怎么样 与我无关 但实际并非如此 游戏中已经给出了答案 只不过大部分人都还没有发现而已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游戏的中介与现实的中介 存在着某些本质上的不同 游戏的中介 实际上自己既是老板 也是员工 是自负盈亏 自己向自己负责的 而现实的中介 单纯只是员工 而且是可替代的 几乎没有任何溢价权的员工 只能贯彻上层的意志 这种区别 才是这款游戏所要表达的重点 机制问题 但听田公子这么一说 似乎是另有深意 在游戏中 玩家扮演了老板和员工的双重身份 在决定以何种方式服务顾客 如何赚取利润的时候 身份是老板 而在贯彻这种服务方式 亲自为顾客解答问题的时候 身份是员工 在现实中 中介们只有一种身份 就是听从老板指示 在一线接触顾客的员工 所以 在现实生活中 出现在中介行业的种种乱象 固然有一小部分原因在于 中介本身的个人素质问题 或者道德问题 但绝大部分原因是在于 背后的公司和老板 因为老板并不在意租客的实际居住体验 而是只看业绩和利润 所以 中介们在业绩的压力下 就只能各显神通 而坑蒙拐骗的小手段 恰恰是在无需扩张时期 最有助于充业绩 赚取利润的 业绩高的中介成为销冠 自然获得老板的高额奖金 与通报表彰 业绩低的人 哪怕与顾客推薪致富 也只能拿到最基本的提成 连生活都难以保障 久而久之 那些不适应这种环境的人 被迫离开 而留下来的大部分中介 都知道自己要如何选择了 丁绩瑶把这段内容 反复地看了两遍 简直想要给这位田公子点赞 说得太对了 很多人单纯把这个锅 扣在中介头上 认为是中介整体 素质低下 道德败坏 所以才有了这么多的乱象 可实际上 根源压根就不在中介 就算个别的中介 确实素质堪忧 但那多半也不是天生的 而是在这个环境下 被逼出来的 被培养 熏陶出来的 真正拍板的是老板 老板要求的是单量 是业绩 至于良心和口碑 如果他们能提升利润的话 倒是可以假惺惺地强调一下 不能提升利润 那这些东西 有什么用 对于中介行业的种种乱象 老板实际上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 甚至是默许 纵容的 嘴上说着要整顿 实际上 哪怕被投诉了 也只是高高举起 轻轻放下 真整顿了 利益下滑了 谁负责 而 房产中介模拟器 这款游戏 有意思的地方在于 它并没有将老板和员工给割裂开 而是塑造了一个类似于个体户的形象 让玩家自负盈亏 同时扮演老板和员工的双重角色 如果将两种身份分开的话 一方面是游戏的乐趣会大大下降 另一方面也会有过重的说教意味 玩家们根本不会接受 而现在的这种处理方法 不仅让玩家们在游戏中获得了乐趣 玩得完全停不下来 还能让玩家在冷静下来之后 有所思考 明白这种乱象的根源所在 但这显然还没到视频的核心部分 这位田公子并没有仅仅将话题 停留在游戏本身的玩法 和与社会现实的联系上 而是继续引申 挖出了更多的内容 如果大家深入研究 会发现游戏中存在一个隐藏机制 在租房的协议达成之后 租客对房子的居住 还是会有满意度的 而如果满意度低于预期 纳摩这位租客之后 在上门的时候 就会挑更多毛病 要求降更多的租金 甚至压根不会再上门 不仅如此 大量租客的满意度 还会影响玩家门店的口碑 短期内可能看不出来 但积累起来之后 这种影响会越来越明显 也就是说 选择利润去坑骗租客 短期内确实可以积累巨大的利润 但代价是口碑的下滑 优质租客越来越少 赚钱越来越难 而以成代人 虽然在前期放弃了利润 但久而久之 门店的口碑逐渐积累 会有更多的优质租客出现 成交也会越来越容易 这显然也符合现实中的规律 大部分租客 都是第一次租房容易上当 被坑一次之后 自然会小心低房 多半不会再找坑过自己的那家 门店去租房子 但这时候 可能就产生了一个新的疑问 为什么很多中介公司 明明一直在 做着坑人的事情 却不断发展壮大 似乎根本没有受到任何惩罚呢 为什么在游戏中 玩家坑了租客 会导致上门的租客变少 发展迟缓 而在现实中 那些坑了租客的中介公司 依旧活得好好的呢 这仅仅是因为游戏对现实做出了美化 给出了一个合情合理 却不符合实际的设定吗 丁锡瑶愣了一下 他还真没想过这个问题 但田公子提出来之后 他深入考虑了 一下之后才意识到 这确实是个问题 按理来说 中介公司坑了租客 之后肯定会没有租客上门才对 可类似于住家集团这样的公司 虽然屡屡坑人 甚至出现了假全房这样的事件 却依旧在中介市场中 占据着主导地位 甚至看不到太多的动摇 宋福利 去微信公众号 书有大本营 可以领888红包 虽说假全房事件 也让住家集团的股票下跌 也被整顿 罚款 但似乎很快就恢复了元气 他的市场占有率仍旧很高 并没有发生本质上的变化 这难道是意味着 现实中的人 还不如游戏中的NPC聪明 田公子很快给出了答案 这个问题 还要归结到游戏中玩家的身份上 在游戏中 玩家既是老板 也是中介 自负盈亏 自担后果 所以 在游戏中玩家 只能负责一小片区域的房源 而且 还要跟其他的中介公司 互相竞争 在这种情况下 租客其实有很多选择 被玩家坑了之后 他们自然会去找其他的中介 玩家接待的客源数量 也就变少了 在这种情况下 调节机制 仍旧在发挥作用 我们不妨隐身一下 假设 游戏中新增了一个 兼并扩张的玩法 玩家不再是一家 小中介门店的老板 而是一家大的集团公司 或者掌握着大量的资本 那么 你还需要遵守现有的这些游戏规则吗 当然没必要 到时候对于玩家来说 最优解 就是把周围所有的门店全都吞并 或者想办法击垮其他的中介公司之后 把自家的分店 开遍整个城市 甚至开遍全国 同时 以这些门店为支点 让手下的中介们 不断地去打电话骚扰房主 把周围所有的房源 都垄断在自己手上 这样一来 租客们根本没有其他的选择 因为所有的房源都在这家公司手上 你不去他们那里租 又能去哪租呢 于是 游戏中看到的这种调节机制 根本不会生效 因为租客无从选择 哪怕被坑了 也只能是换一家门店 不论怎么折腾 也都没有摆脱这家集团公司 这种行业风气的控制 所以 游戏中对玩家的身份设定 显然是精心考虑过的 不仅仅是处于游戏性方面的考虑 更重要的是 构筑了一种特殊的对比 在游戏中 玩家自己兼任老板和员工 但在现实中 类似中介公司的老板和员工 是完全分离的 在游戏中 玩家所从事的中介行业 是这一行业的本来面貌 是存在充分竞争的 提升服务质量 才能成功 但在现实中 真正的中介行业 是异化后的样子 是存在一定程度垄断的行业 是集团公司和大资本 为了利润 可以完全罔顾租客 实际居住体验的一种 不正常状态 换言之 游戏中的中介身份 似乎并不讨人厌 甚至可以自己选择 是否保住自己的良心 而现实中的中介身份 会让人觉得反感 中介们也往往是无从选择 归根结底 是因为源头上发生了变化 导致中介这一身份 也发生了变化 从牵线搭桥的服务商 变成了吃拿卡要的中间商 而通过游戏和现实的对比 我们能够更清楚地 这二者的区别 从而更能精准定位 现实中 中介行业的癥结所在 看到这里 丁细瑶对这位田公子 可以说是佩服的五体投地 虽然不清楚这个田公子具体是什么人 但从视频中的内容来看 他对于中介行业显然有很深刻的理解 充满了真挚拙见 维石魔柱家集团 平平有负面消息爆出 却始终没有伤筋动骨 就是因为 很多人在骂柱家集团的时候 骂的姿势不对 中介出了问题 大部分人骂中介的从业者 道德败坏 没有良心 出了贾全房事件之后 朱家集团 推出相关业务的负责人 来做替罪羊 吸引一下公众的仇恨 转而假惺惺地整改一番 这事情就又过去了 可这一系列事件的癥结 根本就不在公司内部的某个人 而在于整个公司的高层 如果没有高层的默许 支持 甚至是鼓励 这些事情多半不会发生 至少不会闹得沸沸扬扬之后 才装模作样地找替罪羊 整改 丁锡窑突然明白 自己之前决定离开住家集团时的那重无力改 是从何而来的了 因为以住家集团为首的中介公司们 实际上已经垄断 绑架了整个行业 导致小公司们也开始上行下效 中介们和租客们 看似有很多选择 实际上没有选择 他们可以选择这家公司 或者那家公司 但选来选去 结果都是一样的 而这些大公司还可以通过煽动对立的方式转嫁矛盾 让租客仇恨中介 中介仇恨租客 那么大公司的高层就可以轻巧地置身室外 只想着如何扩张规模 不想着如何提升服务质量 一直这样不思进取下去 却还是赚钱赚到手软 但到了这里 视频竟然还没完 后边的进度条大约还有四分之一 所以 我在这里不妨做一个假设 一个推断 只要国内的中介公司性质 不发生根本改变 这些公司高层仍旧一门心思地想着 通过垄断房源占领市场 通过纵容中介 用欺骗手段签订合同 从租客身上榨取利润 通过挑动租客和中介的对立 维持自己的舆论环境 那么 他们推出的任何新业务 都只不过是把吃租客血肉这件事情 换一种包装而已 就像前不久的假全房事件一样 安心房的理念本身是好的 但在无底线追逐利益的过程中 安心房变成了假全房 嘴上说着 要给租客提供更好的居住环境 最后却连居住环境中 最基本的健康和安全都无法保证了 也许未来 这些中介公司 还会有新的业务推出 我无法预言 这具体会是什么业务 但我可以预言 通过这个视频的分析 通过对 房产中介模拟器 这款游戏的感悟 大家可以猜出这种新业务最终的结果 所有嘴上说着服务租客 消除仇视的新模式 最后都会露出追求利润 更好地压榨租客和中介 煽动对立的真实面貌 看到这里 可能很多租客都会感到绝望 当所有中介公司都是差不多的坑 甚至某些搞出假全房的公司 变成各中巧处 变成行夜领投阳的时候 当他们占据了市场上九成九的房源 形成垄断 让租客们毫无选择的时候 租客能怎么办呢 很简单 去寻找跳出这一模式的公司 如果还没有 那就期待它的出现 如果已经有了 只是规模还不大 那就期待它的发展壮大 我是田公子 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 一个有时能看清世界 却又没有能力去改变它的普通人 我将自己观察的浅薄所得 分享给大家 希望能抛砖引玉 引发一些思考 感谢大家 愿意在这种浮躁的环境中 静下心来听我说这么多 我们有缘再现 跟之前的第一期视频相比 这期视频的结尾 显然有所变化 孟畅听从了裴总的建议 给田公子找到了一个人设 就如同乔老师的有点逗逼 很头铁 具备一定专业性的游戏式读解读 UP主 孟畅走了另外一条路线 一个冷漠观察世界 内容可能涉及任何领域的 有些智慧 却自认为微不足道的小人物 之所以给田公子立了阵磨一个人设 显然也是有原因的 孟畅倒是有那么一瞬间 想过用自己的人设作为田公子的人设 但很快就否定掉了这个想法 首先 裴总明确说了 让孟畅挖掘田公子的人设 而不是复制自己的人设 其次 孟畅觉得自己的这个人设 并不讨喜 从功能上来说 田公子这个账号 应该是配合陪式宣传法 揭露一些行业的深层现实的 那么 田公子的人设 就一定得是一个明智 通透的人设 通俗点就是让观众觉得 这是个明白人 不能看完视频之后 觉得这人智力有问题 或者动机有问题 既不能蠢 也不能坏 想要做到这一点 其实是挺有难度的 毕竟沟通是有成本的 人在表达过程中 很容易被曲解 有时候你说的并不是那个意思 但因为表达的方式出了问题 就会有观众觉得 你是不是收黑钱了 或者潜在的三观不正露出来了 从而导致观众的反水 孟畅考虑许久之后觉得 想要做到这一点 田公子的人设一定要谦卑 低调 甚至可以自认为普通 一直高高在上的 做出一副叫花万民的姿态 那迟早是要翻车的 所以 综合各方面因素考虑之后 孟畅给田公子立了一个有些智慧 却自认微不足道的小人物 这样一个人设 而越是刻意的低调 观众们反而越是觉得 这个人有真才实学 愿意听听田公子在说什么 这相比于第一个视频而言 算是一次进步 因为从谈目上来看 很多观众明显还是很喜欢这个人设的 说得太棒了 全都是干货 震聋发聩啊 住家集团 你直接报我身份证就完事了 整那磨多弯弯绕干嘛呢 咦 难道是在影射住家集团新出的那个贴心管家的业务 影射谈不上 准确的说应该是预演吧 你们看视频的发布时间 基本上跟住家集团宣布贴心管家业务 莫差几分钟 这重视频质量怎么也得做个好几天 所以要模式田公子提前掌握了住家集团的内部资料 要模就是凑巧碰上了 如果提前掌握内部资料的话 完全可以说得更清楚一点 我倾向于后者 本来还对贴心管家这个业务有一点期望的 但看完这期视频之后 我明白了 压根不要有任何期待 就像UP主说的一样 任何打着服务租客旗号的新模式 最后都会露出从租客身上榨取更多利润的真实面貌 也不难猜 贴心管家多半是中介费涨价 然后进一步把矛盾转移到租客和中介身上 租客确实都花了钱 但花的钱里边有多少能用来买到更好的服务 那就不好说了 所以就没有一家荡人的中介公司了吗 哎 作为消费者 想用脚投票都很难啊 荡人的中介公司 没有 但荡人的租房公司有 树揽公寓啊 是啊 听说最近树揽公寓 已经在往荆州之外的城市发展了 但愿这个模式能早点推开吧 不太了解树揽公寓的情况 又没有住着的哥们说一下 真有传说中的那摩好 树揽公寓的住户来回答你 其实搬进来之后 我就后悔了 后悔我特模怎么没早点搬 后悔怎么没让朋友多抢一套租 住着简直不要太爽 虽然比一般的租房贵点 但真的特别省心 一切都不用你操心 再加上跟墨鱼外卖 和逆风快递的配合 简直太方便了 视频发出来之后 热度很快就开始暴涨 一部分人在讨论游戏本身的内容 另一部分则是顺着视频的引导 对现实的中介行业展开了讨论 其实之前也有很多人剖析过中介行业和住家集团存在的问题 但影响力不够 没有在网上形成讨论的热点 但现在不一样了 首先是孟畅当初拍完宣传片 花了大笔的宣传经费 一直维持着相关话题的热度 紧接着 住家集团又为了贴心管家业务大把砸钱 关注度进一步水涨船高 而后 房产中介模拟器 这款VR游戏一出 做好了铺垫工作 最后 田公子的视频引爆了全部的热度 相比于声音的说教 灌输 房产中介模拟器 实际上起到了一种引导和缓冲的作用 起到了寓教娱乐的效果 如果孟畅直接发这个视频 那效果肯定很差 因为内容太干燥了 大部分人没这个耐心听到最后 但在很多人玩过房产中介模拟器 体会到其中的各种套路 自己做出不同选择之后 在听到这个视频中的讲解 立刻就一一对照了起来 甚至还能自己有所隐身 11月29日 周四 蔡家栋去水吧间接了杯咖啡 而后在自己的工位上坐下 查看房产中介模拟器的销量变化情况 我建了个微信公众号 书有大本营 给大家发年终福利 可以去看看 昨天下班之前 他看了一眼 当天的销量虽然有小幅上涨 但并没有太大的变化 距离他们所期待的那个数字 还有比较遥远的距离 所以到家之后 蔡家栋也没有再继续关注这个事情 而是早早地休息了 其实蔡家栋自己心里清楚 连持行工作室这边 都没有安排后续的宣传工作 也没有再额外申请宣传经费 事情怎么会突然有所转机呢 虽说是一直盼着梦畅能做点什么 但巧夫难为五米之吹 初期的宣传就不是很顺利 现在游戏都已经发售了 再想扭转乾坤 这难度可不是一般的大 蔡家栋本来莫抱着太大的期待 然而打开后台查看之后发现 房产中介模拟器的销量 似乎有了明显的上涨 将销量数据精确到每个小时 更能清楚地看到这种变化 蔡家栋发现 这种销量上涨的趋势 是从昨晚开始的 一直到今天上午 相比昨天的数据增幅明显 而且销量数据明显还在增加之中 并没有任何会回落的迹象 虽说现在这种情况 仍旧不好断言说游戏大转 但相比于之前那种状态 已经算是有了根本上的改善 这是怎么回事 玩家们终于开窍了 意识到这游戏好玩在哪了 不对 肯定是有什么契机 引发了玩家们的广泛关注和讨论 这才造成了销量的增长 蔡家栋赶忙点进各大论坛 查看关于房产中介模拟器的讨论 很快就定位到了这一切的源头 田公子发的新一期视频 把视频从头到尾看了一遍 又看过观众们的谈目和留言 蔡家栋完全清楚了 田公子的这个视频 将所有的热度全都串联起来 并成功地引导到了 房产中介模拟器和树懒公寓上面 如果仅从结果上来看 这似乎可以说是引军入问 先是持行工作室为了宣传 房产中介模拟器 而进行了包括宣传片在内的一系列宣传 然后住家集团看到热度的变化 正好要为自家的新管家业务预热 于是也加入了进来 投放了大量的宣传资源 一前一后 中介的话题在网上被高度关注 但住家集团多半莫想到 他们辛辛苦苦制造的热度 却并没有被贴心管家的业务用上 反而是被田公子这一个视频 直接从根上瓦解了这一业务的基础 热度全都回流到了房产中介模拟器上 这一切看起来太过巧合了 蔡家栋不由地产生一个想法 这个田公子 该不会就是孟畅的小号吧 这个局中局如此精妙 任何一环出问题 都会导致计划的失败 其他的还好说 关键是如何保证田公子的 视频会在最恰当的时机发出来 时间点卡得如此完美 这多半是孟畅有意为之 也就是说 这个田公子 很有可能是在孟畅的受益之下 发的这个视频 甚至田公子就是孟畅的小号 这也完全符合孟畅师从裴总 学到了宣传营销之法的人设 想到这里蔡家栋决定给孟畅打个电话 表达一下感激之情 从结果上来看 这次的宣传效果堪称完美 宣传经费花得虽多 但每一分钱都可谓是花到了刀刃上 获得如此成功 感谢一下是应该的 很快 电话接通了 蔡家栋满怀欣喜地说道 孟兄 你的那个视频我看了 做得太棒了 真没想到 你在拍宣传片的时候 就已经想到了如此的后手 佩服 佩服 然而电话那头的孟畅沉默了片刻 说道 什么视频 我怎么听不懂 你在说什么 蔡家栋愣了 这是什么意思 孟畅难道是说 他压根不认识田公子 不可能啊 突然 蔡家栋脑海中灵光一闪 明白了 就算孟畅就是田公子 这是也绝对不能宣扬出去 因为有些事情 换个身份来做 就变位了 田公子是站在一个客观 中立 局外人的角度 来发视频分析的 所以 观众们才愿意听 可如果大家知道 田公子就是孟畅 那摩这个视频的立场和动机 就都发生了变化 就算说的每个字都发自肺腑 观众们也不一定会听了 所以 孟畅绝对不会承认 自己田公子的身份 甚至还要千方百计地隐藏 因为这时候 曝光自己的身份 等于是自杀 等于是前功尽弃 想到这里 蔡家栋敢忙改口 哦 对对对 我是说田公子的那个视频 真是太凑巧了 真感谢他出了这样一个视频 梦唱倾咳两声 感谢他就感谢他 给他视频点赞投币充电都行 没必要特意通知我一声 我又不认识他 而且 我只是简单地完成了裴总布置下来的工作而已 行 没什么事我就先挂了 回头还得去给裴总做汇报 蔡家栋动点点头 蔡家栋点点头 好的 我这就去给视频充电 咱们回线 挂了电话 蔡家栋更加笃定 田公子就是孟唱 但是他并不打算跟任何人提起 甚至会帮孟唱隐藏这个事情 毕竟 这对持行工作是未来的业务有利 万一田公子的身份曝光了 梦唱的办法玩不转了 下一款游戏 找谁帮忙宣传 才能达到这磨好的效果呢 那不等于是自断一臂吗 蔡家栋才不会干那种蠢事 看着游戏的讨论度和销量都在快速上涨 蔡家栋感觉自己充满了动力 开始工作 房产中介模拟器 虽然已经获得了初步的成功 但距离火爆 血转 还有很大的距离 蔡家栋开始认真规划后续的版本开发计划 其实在游戏开发完成之后 蔡家栋就已经做了一个初步的新版本开发计划 主要包括一些小的功能优化 以及更丰富的对话内容等等 毕竟是第一版修改 主要还是集中于游戏现有内容的优化 并没有过多地规划新功能 就在这时 林婉发来一条信息 新版本的规划暂时搁置 等明天开个会 有比较重要的事情要讨论 可能会导致新版本的规划全部推翻重作 先别做无用功了 蔡家栋愣了一下 明天开会 可能导致新版本的规划全部推翻重作 蔡家栋第一反应是对游戏的大改 但关键是这游戏也莫铺接啊 一通宣传下来之后 销量明显上扬 形势一片大好啊 那也就是说 所谓的推翻重作并不是推翻游戏的内容 而是推翻原本的新版本规划 之前没有过多规划新功能 现在临时决定要开发更多新功能了 什么新功能呢 蔡家栋有了一些猜想 但他也没多问 只是回复道 明白 11月30日 周五上午 孟畅迈着自信的步伐 来到裴总的办公室门前 昨天他关注了一下美股的情况 发现住家集团的股票已经重错 很显然 是因为舆论起作用了 田公子的那个视频 是一个影子 是导火索 而持行工作室和住家集团之前 对中介的铺天盖地的营销和宣传是燃料 最终引爆的是 国内所有租客 对机型租房市长长久 以来激烈的愤怒 住家集团 本来以为推出的这个贴心管家业务会顺风顺水 备受好评 结果莫想到 被骂了个狗血淋头 甚至遭到普遍的抵制 租客们 根本就对这个贴心管家业务不买账 一分钱都不愿意多讨 因为经过田公子的这一番剖析之后 大家已经有了一种共识 所谓的贴心管家业务 表面上是为了给租客提供更好的服务 实际上无非是巧利明目 多收一份钱 而且最终矛盾 还是转嫁到租客与中介身上 总之 任你花言巧语 也绝对别想骗到我 不仅是玩家愤怒 很多住家集团的竞争对手 也趁机买好了水军 落井下石 虽说他们的屁股也不干净 甚至还不如住家集团 但这并不妨碍他们趁此机会为自己做宣传 一时之间 住家集团成了众矢之地 更糟糕的是 住家集团百口莫辩 到现在 只是发了个不疼不痒的声明 因为这次的贴心管家 业务还真就像田公子说的一样 单纯的只是一门生意 压根不是什么服务升级 即使有所谓的服务升级 也不过是做一座表面文章 住家集团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这一切 因为他们就是指着这个赚钱的 如果真的改变中介的服务方式 对内部展开整顿 推出真正的安心房 或者贴心管家业务 那也绝非一朝一夕能完成的事情 而且必然意味着利润的大幅降低 股价下挫的更厉害 可如果不做出实质性的改变 那么再怎么解释 也都是苍白无力的 住家集团的这种困境 让孟畅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爽感 他之前从没想象过 原来一家看起来体量如此庞大的上市公司 竟然会如此不堪一击 如此的脆弱 当然 以个人的角度看 这种大公司所掌握的能量是不可想象的 孟畅自己的力量 就算是再放大十倍 百倍 也难以撼动这种大公司的一根汗毛 可如果自己手上也掌握着资源 掌握着关注度 通过一些恰当的手段 就可以顺势而为 打得这些大公司 毫无还手之力 这就是裴氏宣传法 这就是裴总的屠龙之术 所以 看到住家集团的骨架重挫 孟畅舒服了 他还不知道 范晓冬那边到底投了多少 钱做空住家集团 但赚的肯定比他损失的提成多 这就够了 而且 这次也是对裴氏宣传法的一次成功实践 从任何角度来说 孟畅的收获都远大于 那点微不足道的提成 想到这里 他轻轻敲门 而后 收敛起脸上的笑容 虽然获得了阶段性的成功 但距离裴总的期待 应该还差得远 最完美的情况 应该是 既把住家集团办了 把游戏宣传好 又能拿到满提成 现在因为住家集团的突发情况 打乱了计划 这说明 我的功夫还莫修炼到家 不能太得意忘形 骄傲自满 给裴总留下不好的印象 在裴总面前 始终都要保持谦卑 请进 裴总的声音从办公室里传来 孟畅已经整理好了自己的表情 推门而入 在孟畅来之前 裴谦正在苦思冥想 甚至有点怀疑人生 特摩的这个田公子 到底是谁 又开始搞事了 本来 房产中介模拟器 这款游戏的情况 算是完美符合赔签的预期 虽然在小圈子里口碑极佳 但影响力不够 无法破圈 再加上游戏本身的投入巨大 所以根本无法回本 而且 乔老师正在受苦 两个月之内 都不可能有什么动作 就算两个月之后 乔老师发视频 那时 房产中介模拟器的热度 也已经过去了 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可千算万算 还是漏算了这个田公子 主要是之前 招录游戏平台的 那个视频发出来之后 这个田公子 就销声匿迹了 没有再发过视频 裴谦还以为 已经摆脱了这个噩梦 现在好了 田公子又回来了 而且 热度比上个视频更高 而且 这次的事情 实在是有些蹊跷 关键是 这个田公子 发视频的时机太好了 正好赶上 住家集团 刚公布贴心管家业务的时候 可以说是完美的 利用了之前热度的余温 给了住家集团 当头一棒 这怎么看 怎么都像是计划好的 而尤其可疑的一点是 田公子在视频中 提到了游戏的隐藏机制 也就是坑租客 会导致口碑下降 裴谦特意在网上 按照日期 搜索了一下玩家们的帖子 发现同一时期 到时也有一些帖子 在讨论这个隐藏机制 但都只是猜测 不像田公子说的这么笃定 毕竟这个隐藏机制 隐藏得很深 如果不是通过 大量的数据比对 其实很难确定 但田公子偏偏说的 非常肯定 似乎早就知道这一点 难不成 田公子 其实是内鬼 就潜伏在自己身边 裴谦上 不能完全确定这一点 但这也不失为 一个突破口 谁会知道 这个隐藏机制呢 持行工作室的所有人都知道 此外 跟持行工作室 有过合作关系的部门 也极有可能知道 甚至与这两批人 有过私下里联系 聊天的人 也有可能知道 持行工作室 在游戏发售前 也让一部分玩家 提前体验了游戏 也说不准是 这里边有人注意到 这这个机制 但一直没在论坛上讨论 而是直接发了视频 这个范围实在是有点大 难以确定 但不管怎么说 算是初步缩小了范围 突然 裴谦有了一个想法 这个田公子 该不会就是孟唱吧 看他解读这宣传片 解读得如此清晰 就好像跟孟唱心意相通 再唱双簧一样 关键是孟唱拍这个宣传片 到底有没有田公子 说的这个意思 如果有 那这俩人绝对脱不开关系 可是裴谦很快又否定了这个想法 觉得不太合理 因为这个视频 是前天就已经发出来了 如果是今天晚上 才发的话 纳摩孟唱能拿到 大约十二三万的提成 早了两天 热度引爆 导致孟唱的提成 直接砍了个大头 只剩下三万多了 十万的提成 对于底薪 只有几千块的孟唱来说 应该是个难以割舍的天文数字 如果孟唱就是田公子 他完全没道理这磨吉啊 要是视频在今天晚上发 那裴谦立刻就可以锁定田公子的身份 绝对跟孟唱脱不了关系 可现在 裴谦疑惑了 这孟唱怎么看都跟自己一样 是个纯纯的受害者 才对 裴谦总觉得 有哪里不对劲 似乎是自己的方向错了 或者遗漏了某些错误信息 正烦恼着 孟唱到了 裴谦也不纠结了 干脆问问当事人 具体是怎么想的 这个月的提成 功亏一篑啊 裴谦一边说着 一边把笔记本电脑递了过去 孟唱一边看着报告 一边微微摇头 那又能怎么办呢 只能怪我学艺不经 他的本意是说 我对裴氏宣传法的掌握 还不够纯熟 导致引爆的时机被迫提前 损失了提成 但在裴谦听起来 孟唱这是再说他也没有预料到 田公子突然杀出来 把他的宣传片给 歪曲解读了 在看到提成数字之后 孟唱的嘴角 猛地抽了一下 虽然已经提前做好了心理准备 但看到如此巨大的损失 孟唱还是不由得肉痛 裴谦一直在关注着孟唱的微表情 看到他一脸嘴角 也感受到了那种痛苦 看样子 孟唱确实是清白的 虽然诸多疑点都指向了他 但只要有提成的这个 约束在 孟唱就是比较值得信赖的 孟唱把电脑递了回来 对提成没有意义 裴谦还是不放心 决定再追问几个问题 田公子的事 有进展了吗 之前 裴谦就让孟唱去调查田公子 上回问的时候 孟唱说 已经有了一点眉目 以孟唱的能力 就算没有完全查明 也总该有些新的内容 浮出水面了吧 孟唱愣了一下 随即回答道 嗯 有一些 现在确定了 田公子应该是一个谦卑 低调 自认为非常普通的人 但是看事情又很通透 这可能是因为 他所站的角度比较特别 这是孟唱反复思考之后 给田公子立的人设 裴谦微微点头 孟唱说的 确实有一定道理 从视频里 大致也能推测出来 但裴谦对此并不满意 因为光靠这点信息 也根本确定不了 田公子到底是谁啊 符合条件的人太多了 仍旧毫无头绪 裴谦又问道 就这些 别的呢 你说的这些 都是从视频里能看出来的 关键是现实中呢 他觉得 以孟唱的能力 调查这么久 该不会只是从视频入手 简单的给田公子 做了的性格特别吧 总得有点其他更具体 指向更明确的收获吧 孟唱眨了眨眼睛 心想 裴总这是什么意思 这样的人设还不够 还要再深挖一下 详细一些 甚至引申到现实中的状态 可田公子是个马甲呀 现实中不就是我吗 哦 明白了 裴总应该是在跟我说 做戏就要做全套 既然是一个马甲 就要把网络形象和现实形象 都明确一下 两个形象互相对照 互相影响 这样才会显得更加真实 更不容易露线 确实 还是裴总想的周到 孟唱考虑了一下之后说道 在现实中 田公子应该是个比较沉默寡言 不显山不露水的人 甚至看到真人之后 完全无法 将他和田公子的形象给联系起来 这是根据之前人设做出的隐身 比较负责孟唱对田公子 这个马甲的人物侧险 裴谦还是不太满意 就这点信息 还是揪不出田公子到底是谁啊 他想了想 又问道 你有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 种种迹象标明 田公子很有可能就在腾达集团内部 或者跟腾达集团有密切的关系 孟唱眨了眨眼睛 一时间莫反应过来 是啊 田公子确实就在腾达集团内部 就是我啊 裴总你不是早就知道了吗 那这话问的到底是什么意思 哦 明白了 裴总是在暗示我 田公子的这个身份 其实很容易暴露 让我更加小心隐藏 裴总说 种种迹象表明 田公子有可能就在腾达内部 这说明 虽然我给田公子这个马甲做好了人设 但过程中 还是留下了一些蛛丝马迹 留下了隐患 这是在暗示我 一定要再接再厉 争取把田公子跟腾达集团给彻底割裂开 千万不要让别人发现 田公子其实就是腾达养的马甲号 否则一旦露线 后果会非常严重 难以收场 想到这里 孟昌立刻点头 目前看起来确实有点 裴总你放心 我会继续努力的 孟昌的意思是说 我会继续努力消除这种联系 让田公子这个人设更加独立 隐藏的更加完美 绝对不让外界发现 裴谦满意的点点头 可以 既然孟昌 发话说 要顺着这个思路继续查下去 那就没问题了 田公子的身份 迟早都会水落石出 那今天就先到这吧 下个月的宣传方案 你可以二选一 一个是经济旅社那边的过山车项目 另一个是飞黄工作室新拍的网剧 继任者 时间还早 你可以把两个项目都考察一番 最后再决定具体做哪个 虽说这次对 房产中介模拟器的宣传又失败了 但裴谦能感觉到 梦唱尽力了 怪只怪这个田公子 混淆黑白 颠倒是非 但是以至此 继续纠结也没石磨意义 还是尽快安排新任务比较好 好的裴总 我下周就去考察这两个项目 有一个微信公众号 书有大本营 可以领红包和点币 先到先得 孟唱接下任务 转身离开 裴谦则是坐在电脑前 继续沉思 孟唱也赞同我的观点 认为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田公子确实有可能就在腾达内部 或者是跟腾达有密切联系的人 而且 根据孟唱的推测 这个人谦卑 低调 自认为很普通 在现实中 多半是沉默寡言 不显山不漏水的人 甚至很难将他在现实中的形象 与田公子这个网络形象联系起来 二者的反差极大 也就是说 现实中的田公子 可能并不像视频中那么聪慧 反而表面 看起来是比较笨的 而且从这七视频来看 田公子对中介行业 似乎也有较为深刻的理解 说不定认识这一行业的从业人员 或者自己就曾经在这一行业工作过 嗯 裴谦突然意识到 腾达内部就有个人 跟这些条件完全符合呀 一连想到田墨 裴谦瞬间淡定不能了 这特喵的 真是所有条件全部符合呀 最关键的是 田墨还姓田 负责人里 就他一个姓田的 之前裴谦在内部找姓田的负责人时 就已经 把田墨列上了高度怀疑名单 但当时觉得 田墨这个人 跟田公子的人物测写差异太大 所以才暂时打消了这个念头 随着第二期视频的出现 随着田公子的形象逐渐完善 田墨的嫌疑越来越重了 裴谦差点就要当场规划 第三期受苦旅行的名单了 不过转念一想 又觉得还有一些疑点 首先 田公子第一期视频 是讲招录游戏平台的 而且似乎对游戏行业 有一定的了解 这只有两重解释 要么田公子本身就有 丰富的游戏阅历 要么他很聪明 一通百通 对各行各业 都有较为深刻的理解 而据裴谦所知 田墨在来到腾达之前 并没有太多的游戏经历 对这方面的了解也不深 从田墨之前 在体验店打游戏的情况 就能看出来 一个玩 回头是岸 好几天都出不去新手村的人 不太像是前者 而从田墨过往 找工作的艰辛来看 也不像是后者 其次 田公子的视频剪辑技术很好 这可不像是一朝一夕 能练出来的 在这方面 田墨似乎也并不擅长 除非 田墨在腾达的这段时间 对游戏行业突然开窍了 而且找到了一个 视频制作技术高超的 合作伙伴 共同打造出了 田公子这个账号 这个视频 制作技术高超的 合作伙伴 会不会也隐藏在腾达内部 如果田公子事件不是个人作案 而是团伙作案的话 那就更要警惕了 现在把田墨安排去受苦旅行简单 可这也会打草惊蛇 让他的同伙警觉 万一他们隐藏得更深了 那怎么办 所以裴谦左思右想 觉得这事还是得从长计议 只不过 以后关于田公子的事情 一定要多盯着田墨 说不定就能顺慢摸瓜 把他背后的这股势力 给连根拔起 田公子的事情 暂时放到一边 裴谦开始继续考虑 住家集团和树揽公寓的事情 没想到这次的事件 竟然会闹得这么大 我刚开始决定 要做房产中介模拟器 压根也没想跟住家集团 扯上关系 现在看来 大家可以说是苦住家集团久矣 原本以为 经过上次的甲全房事件之后 包括住家集团在内的大公司 会有所收敛 有所改变 但现在看来 完全是想多了 指望着资本大发善心 还不如指望着太阳 从西边升起 从东边落下 我真没想到 竟然有这么多人 都在呼唤树揽公寓 可是树揽公寓的扩张速度 还是太慢了 一栋楼一栋楼的买 要开遍全国 怕是等我亏成首付的那天 也难以完成 陪迁考虑片刻之后 给梁清帆打了个电话 让他过来一趟 等梁清帆赶到了 陪迁大致的想法 也已经整理完毕了 树揽公寓下一阶段的发展方向 要稍微做出一些调整了 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 像摸鱼网咖 摸鱼外卖 逆风物流一样 像其他城市扩展 不再距离于买楼这一种形式 也可以跟地产商 或者一般的房东 签订长租协议 改造成树揽公寓 价格方面 只要理论上能保持最低的利润就可以 短期内以扩张规模为主 赚钱与否 不必太过计较 赔钱考虑了一下之后觉得 树揽公寓继续维持现在的状态 已经没石墨意义了 虽说买楼能烧钱 但买来的楼去做其他的生意 不是一样能亏钱磨 给大家发红包 现在到微信公众号 书有大本营 可以领红包 而树揽公寓 经过几次的同藏衬托 俨然已经成为租房市场的良心之选 关注度和知名度都很高了 远超它现在的实际规模 除了荆州之外 其他城市的租客们 可以说是翘首以盼 赔钱很能理解这种心情 既然如此 为什么不改变一下树揽公寓的模式 打破买楼才能扩张的限制 用长租的方式去办呢 当然 相比于买 长租也有不好的地方 比如容易跟原主扯皮 万一人家就是白漂一下 树揽公寓的名声和装修 等开始营业之前 毁约怎么办呢 这也不是没有可能 如果是之前的话 赔钱可能会有点头疼这个问题 但现在不会了 因为梁清帆在跟小吃集市那边的商户签肠租协议的时候 已经摸索出来了一套解决办法 那就是提出更加苛刻的条件 租客跟房东相比肯定是弱势群体 但腾达跟房东 甚至于那些地产商相比 可就不是弱势群体了 由腾达出面 给到相对优渥的租金 签订长租合同 然后对这些房子进行统一改造 最后再以高于市场价的价格租出去 跟住家集团的安心房业务不同 安心房实际上是为了追求更多的利润 所以在装修材料和家具方面会使劲的抠成本 但树懒公寓会严格把利润压到系统所允许的最低限度 就算这个价格比市面上出租的房子都要高出一截 但最终租客们会明白 这都是物有所值的 当然 如此苛刻的条件肯定大多数房东和地产商都不会同意 但没关系 反正腾达也不是为了抢占市场扩张 在这方面没有妥协的理由 现在树懒公寓这个品牌已经足够出名 不愁招不到合作伙伴 而且 长作的条件再怎么苛刻 也总比买楼要方便得多 梁清帆立刻点头 明白 我会安排人认真推进这个事情 在梁清帆看来 裴总这简直就是图穷比线 树懒公寓在荆州深耕沉淀了这么久 终于要以这样高调的方式进军其他城市了 这次网络上掀起了关于租房模式的大讨论 住家集团股价重挫 而这次舆论风暴的最大受益者 毫无疑问是持行工作室的房产中介模拟器 和国内租房行业唯一的良心品牌 树懒公寓 趁着这个机会进军其他城市 毫无疑问是天赐良机 看起来 这一切都是裴总安排好了的 不得不说 裴总的布局果然精妙 一方面是沉得住气 在树懒公寓获得初步成功的时候 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 而是准确地判断出住家集团尚未伤筋动骨 还要继续积蓄力量 另一方面是赶下决断 在这次风波爆发的第一时间 就做出料如此大胆的扩张计划 梁清帆也觉得自己有种热血沸腾的感觉 早就看住家集团不爽很久了 这次树懒公寓 进军其他各大城市 等于是向住家集团全面宣战 肯定要引发他们的激烈反扑 但那又如何 腾达虚过谁吗 达亚克集团听过没有 跨国资本又如何 不还是被裴总给收拾的福福铁蹄的 任你手上的资本再雄厚 也大不过这片土地上的人面 跟达亚克集团相比 住家集团算什么 这种只能在窝里横的公司 在国内榨取租客血汗前 去弥谷上市的公司 看起来像得庞然大物 可在裴总眼里 估计也就是个土鸡娃狗 连亲自动手的欲望都没有 梁清帆很高兴地接下了 这个任务 转身离开 与此同时 持行工作室 临晚 蔡家洞等核心成员正在开会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份方案 很多玩家提出了一些建议和构想 我看了一遍之后 突然有了灵感 就简单 做了这样一份方案 大家觉得 这个方案是否可行 蔡家洞认真翻看面前的方案 果然 这个方案把之前规划好的新版本计划 全部推翻了 原本新版本 只是想对游戏内容 进行小修小补 但这份方案 却规划了一个功能性方面的大改动 事情的起因是 很多玩家把自己现实中的房型 搬到了房产中介模拟器 这款游戏中 毕竟这是一款模拟经营类游戏 本身的游戏机制就能做到 但做出了这模满意的设计 却不能跟其他玩家分享 这就挺难受的 所以 很多人都在网上纷纷求MOD 或者求设计图纸 既然玩家有这个需求 那为什么不做一个官方功能满足他们呢 甚至 林瓦还想到了更深的一层 既然可以通过玩家点赞筛选优秀的房间布局设计 甚至里面有大量真实存在的房型 那是不是可以更进一步 用这款游戏 为玩家提供一个联系 交流的平台呢 大家都知道 现在市面上的大多数房源 都被大的中介公司给控制了 控制的方式也很简单 就是人肉骚扰 房东在网上挂出房源 必须要留自己的电话 而中介们每天都在搜新房源 搜到了就不断给房东打电话 希望能把房子租给他们 这是中介们日常的工作 房东接到的骚扰电话太多了 根本接不到几个真实租客的电话 甚至严重影响了日常的工作和生活 能坚持不租给中介公司的投铁房东 毕竟是少数 大部分房东最后都妥协了 但不管怎么说 房东和租客都希望能跳过中介公司 这个中间商的愿望 一直是存在的 从很多论坛 小组上自发联系租房的帖子 就能看出来 但在这些论坛上淘房子 毕竟还是太难了 很不方便 如果能把房产中介模拟器 这款游戏打造成一个排除中介 能让房东和租客直接联系的平台呢 不仅排除掉了中介公司的干扰 还能让租客在游戏中 直接看到房子的种种细节 省掉了很多麻烦 当然 要做到 这一点并不容易 因为中介们 可以伪装成房东和租客混进来 房东和租客一旦产生矛盾 也需要进行调节 这件事情如果要做 那就不是简单开发一个新版本的事情 而是相当于从头开始 创建一个新产业 以持行工作室 目前的人力和财力 是很困难的 所以 林婉在方案的最后 写了两个预期中的合作伙伴 希望能一起完成这个模式 这两个合作伙伴 分别是神华地产和树缆公寓 蔡家动继续往下看合作的具体方案 首先是为房产中介模拟器 这款游戏开发一个新模块 能够在VR眼镜上独立运行 可以脱离电脑的束缚 原本房产中介模拟器 是需要用电脑运行 投屏到手机上的 因为这款游戏的配置要求比较高 但按照林婉最新的规划 将带NPC看房等多余部分全部砍掉 只保留参观房型的基础功能 当然 要加入一个列表和筛选菜单 让玩家可以筛选不同城市的不同房型 可以预览房型的平面图 便于他们更快地找到 符合自己需求的房子 这样一来 所需要的运算量大大减少 再对画面配置进行一些调整 就可以在VR眼镜上运行这一模块 也就是说 VR眼镜版单纯作为一个房型观察器 里面没有租客 也不能改动房型的具体布置 如果想要体验其他功能 那就得去电脑上体验完整版 这相当于是给有看房需求的人 单独开了一个快捷入口 降低了他们的成本 其次 与腾达集团 神华集团 共同出资 成立一个新的部门 专门用来运营 房产中介模拟器的租房平台这一功能 这个部门 要招聘大量的运营人员和监管员 运营人员负责后续对这一平台进行更新 维护 而监管员则是要对平台上的信息进行监管 审查 定期删除虚假信息 封禁违规账号 而且 所有账号都有交易记录 历次的交易内容都可以查到 让房东或者租客 可以通过这些数据 查询对方过往的一系列交易记录 是诚实守信 还是劣迹斑斑 前任租客或房东 对他的评价如何 都可以清楚地看到 有些租客租房 最怕遇到不讲理的房东 同理 房东也很害怕遇到不爱惜自己房子的租客 在中介公司的把持之下 房东和租客并没有太多互相了解的渠道 因为中介公司害怕二者绕过中介公司 让自己赚不到中介费 所以 只在最后签合同的时候 才让双方见一面 但在房产中介模拟器的 这个新平台上 反而鼓励房东和租客 再不暴露自己联系方式的情况下 互相了解 对那些优质的房东和租客 进行资源倾斜 对不受欢迎的房东和租客 则是予以警告 这些监管员 一方面是要负责审核信息的真实性 另一方面 也在房东和租客产生纠纷时 进行仲裁 维护平台的公正性 最后 就是跟神华地产 和树览公寓的具体合作模式了 神华地产 目前在全国各地 也有一些住宅楼的项目 绝大部分都是拿来卖的 林婉倒是不打算让神华地产 更改运作模式 只是希望能拿出一小部分楼来出租 虽然这部分楼的租金基本上赚不到钱 但关键是树立一种品牌 如果只卖不租 那神华地产跟其他的地产公司相比 就没有任何本质上的区别 就算品质好一点 物业服务周到一点 在这个房价普涨 供小于求的时代 也很难跟其他地产公司 拉开足够大的差距 但如果 拿出一小部分楼来配合 房产中介模拟器 出租 就相当于是起到了一种展示作用 打其他的地产公司 也许没什么优势 但打一打中介公司 那还不是手拿把钻 很轻松的是 只要能在租房市场建立极佳的口碑 纳摩这种口碑 自然会影响到卖房的市场 毕竟很多年轻人 虽然短期内在租房子 但成家立业之后 多半还是要买房子的 假设某个年轻人 在帝都租了神华地产的房子 住了一段时间特别满意 并且跟朋友们口耳向传 都认为神华地产的房子质量不错 服务也不错 纳摩不论他决定留在帝都 还是回到家乡 在买房的时候 都会优先考虑神华地产的房子 至于跟树懒公寓的合作 就更简单了 因为树懒公寓 本来就是个租房品牌 到时候 房产中介模拟器 中会将神华地产 和树懒公寓的房子 在首页单独开辟一个板块 也会给这些房子 打上特殊的高量标志 总之 用这些优质房源支撑平台 再用平台资源 去反补这些优质房源 最终带动其他一般房源 让普通的房东们 也加入到这个新平台 如此一来 房产中介模拟器 根本不需要局限于游戏的市场 而是可以扩展到现实领域 用另一种模式来盈利 游戏的市场 毕竟还是太小了 房产中介模拟器 本身受限于设备 如果只是面向游戏玩家 那么即使算上摸鱼网咖和类似于星鸟健身等大量购入VR眼镜设备的娱乐场所 那最好的结果也无非是小赚而已 但如果真的能迈入租房领域 从住家集团嘴里夺食 那可就不是这点小钱了 不仅如此 房产中介模拟器的模式 如果真能取代为了利润不择手段的住家集团 那对于房东和租客们来说 或许还是一件大好事 看完这个方案 蔡家栋有点被震惊到了 你管这叫游戏的新版本更新计划 这就好像一家作战争模拟类游戏的公司 突然开会说 我们下一个版本的开发计划是 购买一个兵工场并开始武装自己的部队 完成训练之后 开始真实的战争模拟 宋福利 去微信公众号 书有大本营 可以领888红包 就离谱 一家VR游戏公司 做了一款房产中介模拟器 结果现在 竟然要以游戏为跳板 真的杀进租房领域 这跨界 未明也跨得太远了吧 但蔡家栋又不得不承认 这个方案 还是有可行性的 谁让持航工作室 天生就是 含着金汤匙出声 跟腾达集团和神华集团关系密切呢 如果这次的计划 真的能得到神华集团和腾达集团的鼎力支持 那还真有很大的成功可能 毕竟 腾达的树栏公寓 有足够的口碑和知名度 而神华地产 有大量的资金和房子 再加上目前租房市场 房东和租客们对住家集团等中介公司的厌恶 已经达到了临界点 这种情绪会让林婉规划的这个新项目备受关注 当然 唯一的风险在于 这个平台能否始终坚持自己的原则和底线 屠龙的勇士 在未来会不会变成恶龙 如果这个新的平台 真的对住家集团取而代之 纳摩 未来会不会为了获取更多利润 走上住家集团的老路 对于这一点 蔡家冻觉得不会 因为林婉跟裴总有一点类似 他们都是极端的理想主义者 这种人的终极目标 都不是为了赚钱 而是改变这个世界 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 而且 他们的第一职业都是游戏设计师 以设计出最优秀的游戏为最终追求 至于这个租房平台 只是契机到了之后 随便搞搞 并没有作为主业 更何况 如果这个平台真的变位了 那估计也不可能击败住家集团 众人全都看完了这份方案 蔡家冻首先表态 我觉得这个方案很好 我没意见 唯一的问题是 我们什么时候 跟神华和腾达的人谈这个事情 这磨大的事情 光靠我们自己 肯定是无法完成的 林婉说道 我已经给梁清帆打了电话 他随时有时间 至于神华地产那边 今天下午就会过来 所以 上午我们先内部碰一下游戏内的功能 下午就要针对神华地产 和树栏公寓的情况 进行详谈了 今天是周五 我们周末还要休息 时间紧迫 我希望下午能达成一致 尽快发布公告 毕竟冰柜神速 时间不等人 大家对于新版本有什么想法 都可以畅所欲言 毕竟这游戏未来的玩家数会越来越多 我们要提前做好长远规划 众人全都兴奋起来了 开始七嘴八舌的提意见 我觉得 未来可以开发一个多人模式 以现实中的地理位置划分 让玩家们扮演同一区域内的不同中介 以今天为一个周期 玩家每天都可以完成一定数量的单量 大概游戏时间两三个小时就可以完成 周期最后 根据盈利和口碑等综合数据来决出胜负 让那些有些玩腻了的玩家 也能有竞争的感觉 也让游戏后期多一些乐趣 我觉得 可以把目前的大地图更加细化一些 现在的城市总体 是以荆州为原型的 但其他城市并未涉及 我们可以针对其他城市 也开发地图 让玩家更好地确定 自己看的房子所在的位置 也可以做一个排序机制和推送功能 因为有些租客 可能并不急于一两天 再就房子到期 提前一两个月 就再看新房子了 我们可以让租客设定好自己的要求 有合适的房源之后 就推送给他 我觉得 监管员除了审核信息 封禁违规账号之外 也可以跟房东或者租客们 进行语音交流 承担客服的作用 这可以显著提升我们的服务质量 众人纷纷提出意见 林婉则是认真记录 这里边有些意见 可能优先吉莫那么高 短期内做不了 但也都有必要记录下来 毕竟按照林婉现在的规划 房产中介模拟器 未来就不是一款游戏了 而是一个占有率很高的租房APP 肯定是要不断更新迭代的 这些内容未来都可以做到 房产中介模拟器中 让它变得更加方便 快捷 整个会议开了将近三个小时 所有人畅所欲言 不仅是内部达成了一致意见 也积累了很多改进的点子 林婉看了看时间 好了 上午的会就先开到这 大家抓紧时间吃饭 下午我们就跟神华地产 和树揽公寓那边的代表 谈具体的合作方案 下午 实行工作室的几位骨干员工吃过午饭 早早地来到会议室等着 今天的议程稍显仓促 但议题很重大 上午 大家已经研究过林婉的方案 都觉得这个方案大有可为 一方面是顺应了目前的大潮流 直击租客和房东们 在租房过程中的痛点 另一方面 也很好地利用了 房产中介模拟器 这款VR游戏的特性 对线上看房模式 做出了巨大的革新 给大家发红包 现在到微信公众号 书有大本营 可以领红包 现在唯一的问题在于 神华地产和树揽公寓那边 会不会支持这个项目 能支持到什么程度 梁清帆是大家的老熟人了 之前开发房产中介模拟器的时候 实行工作室的众人 就莫少跟他打交道 靠着树揽公寓那边 给过来的各种专业数据 房产中介模拟器 才能做得这么硬核 经受住了很多专业人士的考验 而且 梁清帆运营树揽公寓 是贯彻了裴总的意志 这种对住家集团 重拳出击的事情 裴总多半是会鼎力支持的 让大家不太放心的是 神华地产那边的代表 会怎么想 持行工作室中 有很多人都知道 林婉和神华集团的关系 毕竟工作室成立的时候 林长来过几趟 多有关照 但在商场中 亲兄弟也得明算账 神华地产 是神华集团的三大支柱产业之一 每个决策可都不是儿戏 虽说之前 神华地产 为了给腾达捧场 出资成立了一支 GOG的电竞战队 但那是从玩足球的经费里 随便拨出来的 不是什么大事 但这次的方案 可能需要神华地产 对自身的运营模式 做出一些调整 这可是牵一发而动 全身的大事 可不是看着人情就能胡来的 如果神华地产 只是向征兴的支持一下 或者压根不认可这种模式 那光靠持行工作室 和树揽公寓的话 这个模式 岂不会很慢 毕竟树揽公寓 目前的影响力 主要是在荆州 没办法快速地 辐射到全国 所以 众人都有些紧张 等了没多久 外面传来了脚步声 是林婉和蔡家栋 把人接过来了 请坐 蔡家栋 引导着两人入座 梁清帆就不必说了 大家都认识 而另一个人 并不是大家献过的林长 而是更绵长些 很多人之前 已经在网上看过他的照片 认出来了 这是神华地产的总裁 林舟 亲自来了 众人不由的暗自感慨 真有拍面 刚出了一个简单的方案 就能让神华地产的总裁 推掉其他的工作 跑来荆州开会 确实是实打实的 亲妹妹待遇 林婉表情如常 还是跟上午开会一样 植入正题 把房产中介模拟器 目前取得的成果 给简单讲述了一遍 而后又对当前的租房市场 进行了深入分析 并详细讲解了 实行工作室 神华地产 树懒公寓 三方合作的具体模式 林舟和梁青帆都在认真听着 并未出言打断 对于梁青帆而言 他刚开始还有点小惊讶 但很快就淡然地接受了 之所以惊讶 主要还是没想到 林婉竟然没有拘泥于游戏本身 而是以游戏为跳板 给出了这么大的一个方案 不过转念一想 这不是跟裴总给树懒公寓制定的发展规划 完全契合吗 裴总刚下达了指示 让他把树懒公寓开到其他城市 开始扩张 实行工作室这边的房产中介模拟器 就打好了配合 起到了保驾护航的效果 有可能是裴总在设计这款游戏时 就规划好的 跟林婉提前通过器 也有可能是林婉在腾达工作这么久 耳濡目染之下 又收到裴总的指点 也看到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从而做出了跟裴总相同的决策 但不管怎么说 这都跟裴总的战略方向一致 梁清帆当然是全力支持 至于林州 他的心态也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只不过并未表露出来 林婉有一个姐姐 两个哥哥 再加上林老爷子在内 这一家人里面 林州可以说是对林婉最宠的 不论是当初给腾达降房租 还是后来出自建立 Galget战队给GPL捧场 林州在这种事情上 一向都很大方 林婉要什么就给什么 但其实在最初 林州对于林婉的选择 也并不特别看好 只不过他觉得 不管林婉闹出多大的事来家里 都能给他兜底 所以也没时摸好担心的 就任他到外面瞎折腾了 可没想到 还真折腾出来点名堂 眼瞅着腾达集团 以不可思议的速度飞速发展 以一种匪夷所思的方式 在诸多领域内获得成功 林州也没有再轻视了 当然 林婉的职位也在升 但林州觉得 这只能说是林婉运气好 碰巧在初创期 就加入了一个 未来必将起飞的公司 公司起飞 那是靠裴总的天纵之才 跟林婉应该关系不大 但今天听着林婉在会议上 讲述着他新规划的方案和计划 林州突然意识到 自己可能错了 林婉这些年 在腾达的成长和进步 十分可怕 从游戏引申到现实中 并整合神华地产和树篮公寓的资源 趁机进军租房市场 不得不说这是一个相当大胆的决策 这种眼光和魄力 似乎是得到了裴总的真传 而从这个方案的细节上来看 不论是初期的市场分析 对行业的精确洞见 还是具体的合作方案 都相当高明 而且具有预见性 这说明林婉在腾达 确实获得了不可思议的成长 这种成长 甚至比他到神华集团接班 所获得的成长更加长远 毕竟神华集团的整个模式 大体还是在林老爷子手上定调的 过去当然没问题 但现在看起来 已经有点偏于保守 很多大公司病的症状 也在逐渐浮现 而腾达是新时代的佼佼者 是从最底层在一片腥风血雨中杀出来的 与神华集团相比 更能代表新时代的风向 其实 灵州在几年前接手神华地产之后 就一直在努力谋求转型 推动神华地产向高端转型 同时努力贴近年轻人的生活方式 与那些热衷与搞中老年风格装修的地产商相比 神华地产率先推出了面向年轻人的房型 而且效果不错 但也仅仅是效果不错而已 并未取得本质上的突破 灵州对此一直非常烦恼 因为他也想不出 如何还能更进一步 但今天听灵婉这么一讲 突然有种豁然开朗的感觉 为什么灵州自己 始终找不到太好的破局之法 因为单纯只是从地产的这个角度发力 太单薄了 而一旦灵婉提出的这个方案真能成型 那就相当于是打通了游戏 租房 购房等多个维度 同时将腾达游戏和持行工作室的游戏招牌 树揽公寓 在租房领域的口碑 以及神华地产 在地产业务方面的积累 全部整合了起来 对神华地产而言 要拿出一部分房子来做租房模式 做展示 确实要先放弃一部分利润 但也要考虑到神华地产每年都要花掉天文数字的宣传经费 包括买球队的经费也都计算在内 如果真能借此机会获得不错的宣传效果 那么放弃一些利润又有何妨呢 想到这一层之后 灵州对灵婉有点刮目相看了 没想到 灵婉在腾达学习如何制作游戏 最终也学到了很多其他的东西 虽然灵婉对神华地产相关的业务细节可能并不了解 甚至是一窍不通 但在腾达培养出来的这种思维模式 却是极其宝贵的 对市场的敏锐度 多产业联动 在年轻人群体中有极高的口碑 种种这些 无疑都打着腾达的标签 现在看来 灵婉学到了不少裴总的看家本领 甚至在某些地方都超过了灵州这个做哥哥的 而这正是一个领导者必须的素质 作为一个领导者 可以对具体的业务不那么精通 但一定要能够看清楚大方向 做出正确的决策 当然 现在的灵婉跟裴总相比 还差得远 尤其是在长远布局 知人善任等方面 但也无需着急 以灵婉现在的成长速度 成为裴总那样的全能选手 只是个时间问题 很快 林婉讲解完毕 他看了看灵州和梁青帆 这是初步的方案 后续还会继续细化 两位有什么意见 或者建议吗 梁青帆说道 正好 树懒公寓下一阶段 也有向其他城市扩张的计划 我完全支持 不过有一点可以补充一下 据我所知 圆梦创投投资了星鸟健身 而星鸟健身 一直在围绕DELT VR眼镜开展业务 并且发展很迅速 我觉得可以跟墨鱼网咖 和星鸟健身这些门店 进行深度合作 比如在价格上进行补贴 或者围绕门店进行宣传 应该会事半功倍 林婉点了点头 嗯 有道理 我这就加到方案里面 说完 他又看向灵州 灵州点了点头 可以 我会把这个项目 作为神华地产下一阶段的重点项目 全力推动 希望可以把神华地产 持行工作室 和树懒公寓的品牌整合起来 打通一个全新的渠道 林婉很高兴 好 那我们就抓紧时间 把具体的合作方案做出来 趁着现在的舆论环境 争取一炮打响 灵州和林婉 毕竟是亲兄妹 很多事情不必多说 林婉知道 以灵州的个性 如果这个方案不可行 他肯定不会同意 公事和私事 灵州一向是分得很开的 现在灵州竟然点头答应 而且说是要作为神华地产下一阶段的重点项目 全力推动 就说明他 非常看好这个方案 并且认为 这一方案 跟他一直在推动的神华地产转型 不谋而合 既然如此 那就没必要再多说废话 抓紧时间研究合作的细节 毕竟现在的这种舆论环境可不常有 这是裴总运筹帷幄之下 用树揽公寓 房产中介模拟器 和精妙的宣传方案等一系列布局抢来的热度 互联网上的热度是有实现的 虽说现在 大家都在网上把住家集团给骂得狗血淋头 再加上其他竞争公司也落井下石 导致住家集团的骨架重挫 但如果什么都不做的话 这种热度也有可能很快平息 无法掀起太大的波澜 等住家集团挺过这一波 该怎么样还是怎么样 如果等热度过去了 那再推出这个业务 关注度和热度 就都会严重不足 所以 必须趁着这个节骨眼上 让所有人看到 这个行业有改变的可能 而且是神华集团和腾达集团这种有实力 有口碑的公司出手 这样一来 就等于是烈火烹牛 才能让这些热度 真正的发挥价值 虽然一直都说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 实是造英雄 但也不得不承认 有时候 英雄人物会对历史的趋势 产生一定的引领作用 而在和平年代 大公司是应该承担一定的 引领社会进步的重任 然而很多公司凭借着好的环境 和扶持发展起来 却完全不考虑承担社会责任 反而在不断膨胀的欲望驱使下 只想继续扩张 垄断 躺着捞钱 可以说是完全走上了歪路 住家集团 就是这种大公司的典型代表 林婉一向对这种公司深恶痛绝 甚至他觉得 神华集团也有 这个趋势和倾向 所以 林婉对去神华接班这件事情的排斥 一方面是因为与自己的职业理想冲突 另一方面 也是觉得 神华集团虽然比其他公司做得好一些 但好得有限 他不觉得 自己能从根上改变这一切 但在腾达工作了这么久之后 林婉的观念 也在发生着变化 他觉得 可以在坚持腾达精神的基础上 跟神华集团 开展更多合作 一方面是可以利用神华集团撬动更多的资源 更好地完成自己的目标 另一方面 随着双方的深入合作 腾达精神所不定 也能逐渐影响到神华集团 治疑至他的大公司病 迟行工作室 神华地产 树揽公寓 三方的利益一致 各自都掌握着一定的资源 很快就敲定了初步的合作方案 其中的一些细节 还没有完全敲定 但这些细枝末节的东西 并不影响三方的公告 林州决定 回到神华地产之后 再紧急跟高层开个会 毕竟这么大的事情 还是要知会一声 如果真的遇到问题 纳摩这件事情 可能要稍微推迟 不过遇到问题的可能性 几乎为零 迟行工作室 和树揽公寓这边就不用了 因为这两家的架构 不同于神华地产 传小好掉头 最终 三方决定在周一下午 发布联合声明 将这次的合作方案 正式地公之于众 后续围绕这一方案 还会有一系列的宣传活动 但那就都是后话了 晚上 孟畅结束了一天的工作 开开心心地回家 这个月的工作 算是完美结束了 他看了一下日期 明天周六是12月1号 到了周一 他就要开始为 新一个月的宣传方案忙碌了 虽然忙碌了一个月 才拿了三万多的提成 但孟畅却获得了 前所未有的满足感 在裴总身上学到的知识 岂是区区几万块钱所能比的 结果刚到家末多久 电话就响了 范晓冬打来的 兄弟 你这消息 可真的太灵通了 太牛逼了 这几天的舆论风暴持续发酵 住家集团的股票 已经重挫超过13%了 只可惜 我当初也莫敢做空太多 到现在 也只赚了二十万刀 这二十万刀 咱俩一人一半 孟畅第一反应 是有点惊讶 赚了二十万刀 你投了这么多钱 还是说 上杠赶了 范晓冬笑了笑 嗨 我们这一行不就是这样吗 撑死胆大的 饿死胆小的 赚那点银头小利 莫意思 要玩就玩大的 孟畅也有点小感动 这次虽然赚钱了 但范晓冬 毕竟也承担了很大的风险 想到这里 他摇了摇头 这钱肯定不能对半分 风险是你担的 钱是你出的 我只是 给你透露了的消息而已 值不了这么多钱 你还是请我吃顿饭就行了 范晓冬立刻说道 那怎么能行呢 咱们兄弟的感情 还说这些境外的话 有钱一起赚 只要以后 还有类似发财的机会 区区十万刀算到了什么 怎么 你小子该不会是想把我甩开 自己吃毒食吧 孟畅有些无语 那哪能呢 我想吃毒食 也根本没这个资本啊 范晓冬笑了 这不就接了吗 你出消息 我出钱操作 赚了钱对半分 没食磨不好的 我也不是那种小家子气的人 你可别 把我看扁了 显然 范晓冬之所以这模仗义 一方面是因为他和孟畅原本的关系 另一方面也是着实被孟畅给震惊到了 当时孟畅说得信誓旦旦 说这个月底到下个月初 最晚不超过15号 范晓冬还有点不幸 不是不信孟畅的消息 关键是觉得时间太精确了 结果莫想到这才不到一周 就见效了 而且效果来得如此猛烈 要不是范晓冬很信任孟畅 见面之后回去立刻就安排做空 稍微犹豫一下 耽搁几天的话 这钱多半都赚不着了 这也让范晓冬对孟畅刮目相看 虽然现在孟畅欠了一屁股债 但他真的能举手投足之间 影响到一家上市公司的股价 这就很可怕了 像这种人 他欠债不欠债的 很重要吗 所以 范晓冬直接把钱对半分 也是希望不要跟孟畅产生什么隔阂 这次不分钱的话 孟畅嘴上不会说什么 但回头再有消息 孟畅很可能就自己去找别人了 就为了这点钱 又得罪了朋友 又断了自己财路 范晓冬可没那么蠢 现在孟畅接受了这笔钱 那就说明 俩人的联盟建立起来了 劳不可破 范晓冬很高兴 行 那等我这两天平仓之后 就找个机会 给你把钱打过去 做空的平仓时间并没有限制 但一般而言 证券清算公司收取清算费用 是按日来计算的 借出股票的时间越涨 借出成本就越高 相对而言 获利空间也会减少 显然 范晓冬觉得 近期内 平仓是最完美的时机 他做空的时候 正好赶在住家集团股票的高点 现在股票重挫超过13% 作为一次舆论风波而言 这股票下跌的幅度已经不小了 接下来 住家集团多半也不会坐以待毙 可能会做出一些公关的操作 而且 金融市场上一些散户或机构 可能也会觉得 住家集团的股票触底了 决定购入一些 导致股价回升 继续等下去 就算住家集团的股价维持平稳 但考虑到借出成本 也不见得能赚得更多了 万一出现意外情况 住家集团的股票再上涨一点 这20万刀反而要缩水了 孟畅沉默片刻 说道 先不急 再等等 范晓冬愣了一下 怎么 你还有后手 还能让住家集团的股票再跌 孟畅摇了摇头 我这没有后手了 但裴总那边 说不定 根据我对裴总的了解 这不是他第一次针对住家集团了 总觉得 这次不会这么轻易地结束 只是股价下跌了13% 还是太轻了 不像是裴总下手的风格 范晓冬有些疑惑 裴总的风格 孟畅解释道 裴总的风格 就是对待这一类的公司 绝对不会手软 就像寒冬一样冷酷无情 必然要赶尽杀绝 上次安心房发生的时候 裴总手里的筹码不够 所以对住家集团的伤害 谈不上伤筋动骨 但这一次 腾达集团快速发展 实力此消彼长 我觉得裴总不会让这次的事件 这么简单地结束 所以 我建议是在等等 等个两周左右 或者至少一周吧 如果裴总还安排了后手 那一定会趁着现在的热度 再给住家集团致命一击 而这些后手 多半会在两周之内出现 否则热度就过去了 不敢烫了 等一等 可能会有一点小损失 但如果赌对了 那还能更转 给大家发红包 现在到微信公众号 书有大本营 可以领红包 电话那头 范小冬沉默了一下 上次梦唱的决策 好歹还是他真的有一套方案和计划 可这次的决策 直接就是根据对裴总的了解了 以这个为依据 未免有点太不靠谱了 但范小冬转念一想 这钱本来就是靠梦唱的消息赚来的 既然如此 多信他一次 又何妨呢 更何况 只是多等一周而已 也不至于冒什么太大的风险 行 那就听你的 我再观察一周看看 范小冬答应得很干脆 12月1日 周六 又是令人惬意的周末 裴谦一决睡到自然醒 然后起床一边吃着早餐 一边琢磨着 这个美好的假期应该怎么安排 Dog和IOI的世界赛都还在打 但现在这个时间段没有比赛 最早也要等到下午 那么 上午这段时间应该如何度过 就是个问题了 裴谦琢磨了一下 目前似乎没有什么特别想玩的游戏 于是他默默地打开爱立岛网站 刷新了一下动态 结果一刷新吓了一跳 乔老师的账号 竟然发了个新动态 裴谦瞬间有点心惊肉跳 心想乔老师 你该不会在受苦旅行的过程中 还能给我搞事情吧 该不会用手机剪了个视频 还是说定时 发布了以前的存货 你在这样的话 小本本上的威胁程度 又要给你继续掉高了 如果受苦旅行都满足不了你的话 那我只能再想办法 继续开发其他更刺激的项目了 考虑到经济旅社的过山车项目 就快完成了 接下来还可以建设更大规模的奇观 裴谦不介意把经济旅社扩建一番 在终极恐怖这个项目的基础上 再搞一个终极终极恐怖 优化一下乔老师的游玩体验 结果点进去一看 松了一口气 还好 并不是新视频 只是一条简单的文字动态 各位观众爸爸别催了 今天直播 老地方 发文字动态的时间 是今天上午的七点钟 裴谦看了看表 现在已经九点多了 按理说 直播已经开始了吧 但具体是在哪直播的 爱立岛网站上 乔老师的直播头像 明明没有亮起 点开文字动态下边的回复 才顺着乔老师粉丝们的回复 找到直播的地点 终于要直播了 太好了 还以为老乔要放我们鸽子了呢 受苦旅行 都开始将近一周了吧 现在才开直播 适合居心 就是 最受苦的那几天 竟然不给我们看 这是拿我们当外人啊 取关了 所以 到底在哪直播 没在爱立岛啊 新观众 连乔老师直播间 再哪都不知道 敌台的名字不能提 只要知道 是那个最特立独行的平台 就够了 哦 懂了 就是那个必须学习一小时 还能跟Gog比赛 无缝衔接的平台对吧 爱立岛网站自己也在做直播业务 只不过目前的体量跟狼牙直播还有很大的差距 尚处于圈地自萌的状态 而乔老师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吐尾直播 当然 以乔良的知名度 如果要去狼牙直播之类的平台 倒是也可以拿到不错的直播合约 但乔良莫取 因为他是个懒狗 签了大合同意味着直播时间要保证 而且隔三差五的 可能还要PK 打榜 求礼物 乔老师觉得太累 在内心中 他还是把自己当成是一个视频制作者 UP主 做视频才是他的主页 现在这种做视频的效率 都被粉丝们天天骂鸽子惊 再因为直播分散很多经历 那还了得 更没时间做视频了 签合同容易 万一到时候直播时间莫达标 工资都被扣光了 想换平台 还要承担高额违约金 那不是大注了吗 所以乔良觉得 在吐尾直播也挺好的 而且 吐尾直播的氛围也挺好 喷子明显少很多很多 可能是因为 能看直播的人都是 经受住了一小时学习考验的人 没有那么心浮气躁 发起谈目来 也就显得特别礼貌 当然也有一点比较重要 就是 吐尾直播并不绑定主播 乔老师在这随便播一下 混混礼物 想走也随时可以走 没时磨负担 裴谦并不知道 乔老师选择吐尾直播的心路历程 只是感到十分费解 我都把吐尾直播折腾成这样了 你还要在这直播呢 到底是吐尾直播有问题 还是你有问题 行吧 你非要在这波 我也拦不住你 只能是跟包序说一声 让他给你 和陈宇峰多多加恋了 裴谦默默地点开吐尾直播 想要找到乔老师的直播间 却发现 自己必须 先在学习模式 或者专注模式学习一小时 之后才能去看直播内容 尼玛 裴谦无语了 什么叫搬起石头 砸自己的脚啊 没办法 老老实实刷一小时的学习视频吧 其实作为老板 裴谦倒是也可以让吐尾直播 给自己开个后门 跳过这个一小时的限制 但是他没有这么做 主要是难以服众 这个一小时的限制 就是自己提出来的 现在又要绕开 这有点不太合适 俗话说 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裴总自己定下的规矩 自己也得遵守啊 否则 那不是乱套了 好在一个小时的学习时间 其实也还可以接受 现在吐尾直播上 也有不少大佬 会发一些讲新闻 讲时事 讲财经 讲历史故事 讲各领域专业知识的视频 或直播录像 也算在学习区的内容里 这些视频基本上在二十到三十分钟不等 看两三个视频 就够时间了 裴谦随便翻了翻 发现目前吐尾直播的学习区内容 还真是五花八门 甚至出现了不少关于汽车知识的内容 比如驾驶技巧 车辆保养 汽车评测之类的 甚至还有一些车评人入住 只不过播放量不咋样就是了 裴谦对这个不太感兴趣 也没怎么在意 找了个讲财经的视频看了看 很快混够了一个小时 看到倒计时结束 直播区解锁的时候 裴谦莫名的有一种解放了的感觉 这种感觉 有点像是小学生终于做完了作业 可以愉快玩耍时的心情 裴谦立刻锁定了乔梁的直播间 直播间的热度还挺高 显然不仅是乔老师的粉丝们来了 很多吐尾直播的观众也被吸引进来了 毕竟现在是周末的上午 比赛下午才开打 平台上没石膜特别有意思的内容 乔老师的这个直播内容应该算是独一份 既能看到乔老师跟其他的大佬们一起受苦 又能揭开受苦旅行的神秘面纱 这种好事竟然能免费看 试问谁能抗拒这种诱惑 直播间里乔梁正在拍摄特训基地大厅中那个巨大的攀岩墙 只见众人一个接一个的上前攀爬 动作干净利落 伸手矫健 经过一周的特训 众人的身体素质虽然无法在短期内获得巨大提升 但攀岩的技巧却是提升了很多 其实攀岩这项运动并不全靠体能 很多时候是靠发力技巧 腾达的员工们由于常年健身 体能本来就不错 现在又有专业指导 所以进步很快 唯独桥梁 跟大家的差距越来越远了 直播间的谈目 基本上呈现出两极分化的状态 一批人在说 卧槽 大家攀岩都好溜啊 不是说这个训练营里 大部分都是腾达员工吗 竟然个个都深藏不露 还有一批人在说 看起来也不难啊 又没要求爬到顶 就爬这么短的距离 不是有手就行了 毕竟大多数人现实中也莫接触过攀岩 所以对攀岩的具体难度并没有明确的概念 要不就是想得太难 要不就是想得太简单 看到此消息的都能领现金 方法 关注微信公众号 输有大本营 包绪站在一旁监督 宛如铁面无私的邪恶监工 乔梁 到你了 乔梁不情愿地从地上站起身来 把拍摄的设备交给包绪 包绪微微一笑 伸手接过 乔梁来到最高的人工岩壁前 默默地叹了口气 第一天爬完那个入门级的攀爬墙之后 他是唯一一个默爬完的妥妥的队伍短板 然后包绪说一定会针对他做特别训练 让他早日赶上大部队 结果 完全没用啊 他确实进步了 但别人进步更快 这去哪说了呀 眼瞅着大家进步都这么快 训练的项目自然也要往上加难度 一周时间就已经加到这个最高的仿自然人工岩壁了 当然 现在大家都没法一口气爬到最顶端 但按照现在这个速度 爬到顶也就是个时间问题了 反倒是桥梁 其他的攀岩墙都还没爬利索呢 也得咬牙上这个最高的 其实 按照包绪和撒自然的意思 是特许桥梁 可以不要爬这个最高的人工岩壁 可以先在其他的攀岩墙上继续练习 什么时候练好了再来爬也没关系 但桥梁坚决拒绝了这一提议 没办法 他也是个要脸的人 这就好像去游泳馆 其他人全都畅快地去深水去游泳了 结果就你自己还赖在儿童区化水 一般人哪能承受这种羞辱 更何况还得开直播呢 乔老师可丢不起这个人 当然 现在强行上最高的人工岩壁 确实也会丢人 但好歹还能显得自己勇气可嘉 都是丢人 肯定也得选一个丢得少一点的 看到桥梁笨手笨脚地开始爬 谭目统一了 也正常了 啊 原来这才是普通人攀岩的真实情况吗 打扰了 感觉这个受苦旅行有点不对劲啊 为什么似乎只有乔老师一个人在受苦 其他人适应得挺快的呀 也不一定 其他人虽然适应得很快 但看表情明显也是在受苦的 除了软大佬和姚波似乎乐在其中之外 其他人只是身体上适应了受苦旅行 心理上并没有适应 这玩意应该禁止直播才对吧 这直播出来之后 再加上之前的那个纪录片 以后谁还报名参加啊 但是明显没有禁止直播 你看旅行者包序 不是还主动给乔老师举着相机拍吗 好像生怕别人不知道一样 看了一会儿乔老师的直播之后 裴谦感到心情十分愉悦 可以 受苦旅行第二期也是大成功 受苦旅行第一期安排了腾达内部的主要负责人 梦畅砸出去的宣传经费也基本上算是打了水漂 莫见到什么太好的效果 受苦旅行的第二期嘛 成功的范围扩展到了公司外界的仇人 而且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对受苦旅行的广而告知 还起到了劝退一般消费者的效果 现在直播间的观众普遍态度是 你去我为官 反正我不去 而对于受苦旅行来说 只要继续保持这样的势头 后面的人员招不满 那就妥妥的能赔钱 不仅烧了钱 还把小本门上的人给安排了 完美 心满意足的赔钱 吃过午饭之后 睡了一觉 又打了会儿游戏 然后跟GOD全球邀请赛无缝衔接 尤其是一想到乔老师还在受苦 而自己可以窝在沙发上美美地看比赛 一种幸福感就油然而生 很多时候 幸福感确实是比较出来的 正好今天刷够了兔尾直播的学习时间 就在兔尾直播上看一下比赛吧 否则这学习时间 刷的不就亏了吗 赔钱之前 其实并不怎么常用兔尾直播看比赛 他都是逮到哪个直播平台就用哪个 用狼牙直播比较多 一方面是因为兔尾直播需要刷学习时间 他懒得刷 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不想给兔尾直播长热度 一个人的热度 那也是热度啊 虽然影响不大 但那也代表了一种态度 不过今天既然已经刷了学习时间 那就在兔尾直播看一下比赛吧 正好也能看一下之前 陈宇峰规划的那个新功能具体反响如何 目前 Dog和IOI的比赛都已经打到淘汰赛阶段了 相比于小组赛 热度应该会有一次飞跃 其实整个世界赛最好看的 往往也是在八强 四强赛 因为这个时期是强强对决 大家都是准备充分 不太容易出现那种一边倒的碾压情况 甚至强队翻车的戏码 也时有出现 打之前备受瞩目 打之后也仍有期待 但到了决赛 反而很容易出现一边倒的情况 而且尘埃落定之后 难免有一种很降的失落感 所以热度虽高 但不见得好看 比赛开始之前 还是国服观众的特殊福利节目 DGE俱乐部内战 裴谦本来只是打算随便看看的 毕竟DGE俱乐部的内战 从小组赛就开始打 每天一场也都打了很多场 已经不新鲜了 除了听说 有几个表现优异的新人 已经提前被各大俱乐部预定了之外 倒也没有什么更糟糕的消息 然而 看到满屏的谈目 裴谦才意识到 有点不对劲 快看上路 开始折磨了 对线真戏啊 学到了学到了 下边这个 眼位是重点 赶紧记笔记 多半是伏笔 手机躺在床上看比赛 又能看细节 又能听解说 美滋滋 裴谦看的是官方员 所以看到这些谈目会觉得颇为费解 他们到底在说啥呢 下路的眼位 官方 OB并没有 OB什么眼位啊 可能 他们是在用游戏内观战 看这些细节内容的 那怎么又扯到了手机呢 难道说 裴谦突然感觉到有些不妙 他原本是在大电视上看的 看到这些谈目之后 赶忙拿过手机 打开GAUK客户端 因为一直是在电脑上玩GAUK 他都快忘了 GAUK实际上是个双端游戏了 果不其然 手机上的GAUK更新了一个新版本 之前在电脑端上观赛的功能 也一直到手机上了 虽说 PC端和手机端的玩家匹配 是不互通的 排位等级的计算 也是分开算的 但二者的游戏内容 却并没有太大的差异和区别 包括版本更新 也都是一起走的 当然 由于操作方式的不同 PC端和手机端的热门英雄不一样 打法套路也有一定的区别 但在观赛这方面 二者是可以无风衔接的 在GAUK手游客户端 关联兔尾直播账号之后 就可以直接点进直播间 用手机上的资源 来展现游戏对局 而且对局内的自由度很高 可以不听解说 也可以自由切换不同的解说源 这里面有官方解说 也有主播 可以跟随官方 OB视角 也可以用自由视角 自己想看哪就看啊 而且 这个功能明显比PC端更完善了 毕竟 PC端相当于是一次是水 差不多摸问题了 才上手机端 而手机端 才是这个功能真正发力的地方 虽说 GAUK在PC端的配置要求也很低 甚至很多低配的笔记本电脑 也能跑起来无压力 但人手一台笔记本看比赛 确实还是太苛刻了 也就是一些游戏自媒体 或者专业的赛评人 有硬性需求 所以执着于在PC端 用这个功能观赛 大部分人 还是懒得去专门开电脑 在手机或者电视上 看更香一点 但现在 这一功能再度打通了手机端 这就又不一样了 很多之前只玩PC版 不玩手机版GAUK的玩家 也纷纷在手机上 下载了GAUK的客户端 不为别的 就为了方便观赛 相对而言 手机屏幕比较小 想要查看细节的数据点起来 不像PC那模方便 但关键是 随时随地都能看 而且 围绕这个观赛的功能 弹幕上已经发展出来了一种独特的文化 比如 经常有弹幕发言 刘易这个眼 肯定是伏笔或者泉水闪现了之类的 发弹幕的人 本身就是为了博人眼球 引起大家的注意 在其他平台上 由于大家看到的内容和信息都差不多 所以很多弹幕就 只能用低端钓鱼的方式来发弹幕 用地域黑或者弱智梗来刷存在感 而兔尾直播那一小时的学习内容和专注模式 劝退了不少这类观众 剩下的观众博人眼球的方式 也随之变成了挖掘游戏内的细节 在这种关键比赛中 也许一波团战 甚至一个眼位就决定着一局游戏的胜负 很多复盘UP主都是举着放大镜观察 不放过任何的细节 而现在很多弹幕也在干着差不多的事情 他们努力观察对局中的每一个小细节 然后迫不及待地发出弹幕 引得其他人也纷纷关注 官方员都是用同一个OB 所以观众看到的信息都是一致的 但在自由OB的情况下 有些观众选择看选手第一视角 有些自己去发掘细节 一旦找到有意思的点 就会立刻发弹幕分享 并引发弹幕的纷纷复读 这样一来 观众所能接受的信息量 就成倍的增长了 这就让兔尾直播上的观赛弹幕 跟其他平台产生了本质上的差别 别的直播间 全都充斥着各种地域黑 弱智钓鱼 无端谩骂 人声攻击 无脑刷666等现象 而兔尾直播这边 虽然也难以完全避免 但情况却好得多 更多的内容是在分析游戏内容 毕竟人也是从重的 环境也会影响人 同一个人 到了一个力气很重的论坛上 可能也会下意识地口吐脏字 跟人对喷 但到了一个平均素质相对比较高的平台上 又会变得温文尔雅 克制许多 而兔尾直播 目前就是这样一个从善如流的状态 经过长时间的适应 留下来的观众 都是经过一小时专注模式 或学习模式锤炼的 本身就不那么急躁 而且比较有礼貌 直播间的环境就比较好 看到此消息的都能领现金 方法 关注微信公众号 书友大本营 直播平台和GAUK打通之后 很多玩家因此来一边观赛 一边分析游戏细节 也让所有谈目 都形成了讨论游戏的一种正面风气 后面进来的人 虽然也难免把其他平台那种浮躁 人身攻击的风格带了过来 但在大环境的影响下 这种情况也在逐渐改善 毕竟满屏幕的谈目 都挺有素质的 你突然发一条钓鱼谈目 默认离你还转头 就把你举报了 那对于发谈目钓鱼的人来说 也是挺难受的 如果发谈目钓鱼没有收益 那很快钓鱼的人 也就索然无畏 不再钓了 而且 兔尾直播的这个新功能 是逐渐开放的 先开PC端 再开手机端 逐渐扩张观众群体 这就保证了 新观众不会对原本的氛围 产生太大的冲击 眼瞅着直播间的热度越来越高 赔一千感觉到不妙 不对劲啊 这可是在强制学习一小时的情况下 竟然还有这么高的热度 相比于之前 GPL连赛的直播间人数 世界赛期间的直播间人数 至少翻了三四倍不止啊 而且 这才是八强赛 后边还有半决赛和决赛呢 还有不久后的 GPL春季赛呢 兔尾直播的这个观赛功能 毕竟才刚推出莫多久 从玩家转化过来的观众数 还比较有限 但如果玩家们养成习惯 所有赛事都在兔尾直播上看 而且 人数逐渐增加 这热度还得了 裴千有点淡定不能了 他赶忙打开狼牙直播 想看看狼牙直播的热度变化情况 兔尾直播的观赛人数相比 GPL连赛的人数翻了三四倍 那狼牙直播那边呢 然而 打开狼牙直播的瞬间 裴千想起来了 不对 狼牙直播这边的热度 肯定很难看 因为自己当时跟这些直播平台谈的是 按直播间热度付钱的 这狼牙直播 不得很压直播间的热度 那就看不到真实数据变化了呀 然而裴千发现 自己猜错了 因为狼牙直播的网站首页 最醒目位置 就放着Gog的比赛直播间宣传页面 而且热度极高 反观IOI世界赛的直播间 压根莫办法在首页上找到 还得是按照分类筛选一下 或者到搜索框搜索一下才能看到 再点进直播间一看 谈目完全和吐尾直播 是两种不同的风气 各种无营养的谈目 充斥着直播间也就罢了 更过分的是 竟然有不少谈目 都在讨论直播间的热度问题 热度又涨了 但是怎么感觉 谈目量好像变少了呢 谈目分流了吧 很正常 不对啊 Dog新的观赛功能和新号新号直播打通了之后 有不少人都去新号新号直播看了 我看那边的直播间这两天人数暴涨了两三倍啊 在狼牙直播打不出其他直播平台的名字 有屏蔽字 但所有观众都知道 这是指吐尾直播 但是各家直播平台的热度都没有降 反而还上升了 这就很神奇了 那摩这群观众 到底是从哪个平台流失的呢 反正新号新号直播的人数 是绝对真实的 其他平台吗 据内部小道消息说 这次Guard转播权是按热度收费的 热度收费 那个平台不就可以人为调整吗 这就是Guard官方商业鬼才的地方了 哪家直播平台愿意将自己的热度 都是打肿脸充胖子 宁可改高热度 多掏钱充门面 也绝对不会把热度掉低了 这波难道就是愿者上钩 虽然这个小道消息很有戏剧性 但我不信 还真有可能是这样 因为我注意到几家小直播平台的 Guard比赛热度低得不像话 虽然挂着首页的推荐位 但热度还不如平台上的一些小主播 如果Guard转播权真的按直播间热度收费 那还真解释得通了 这叫什么 腾达不赚穷人的钱 大平台一分不少 小平台一丝一丝就行 不 应该说是就挣个面子钱 你不舍的面子就多套 能不要面子 那就是少套 很仗义了 比赛还在打着 有一小撮人竟然在比赛的间隙 还在讨论直播平台热度的问题 也算是一股清流了 断断续续地看完了这些人的讨论 裴谦陷入了沉默 因为他知道 Dog的转播权确实是按热度收费的 但万万莫想到 竟然会产生这样的后果 不仅是转播权的收入不会降 关键还在于 又给除兔尾直播之外的平台贴了标签 兔尾直播数据真实的印象 已经深入人心了 因为过去不论数据有多低 兔尾直播也从没有美化过 而借着这次总决赛的机会 给其他直播平台都贴上了标签 热度高的就是爱面子 舍得花钱的数据造假平台 热度低的就是抠门 不要脸的数据造假平台 反正来来回回都是造假平台 就只有兔尾直播的数据最真实 观赛功能最先进 这显然是影响深远 即使是在Dog全球邀请赛结束后 也已然会发生作用 赵旭明 你坑我呀 裴谦简直是气不打意出来 这艘主意 就是赵旭明想出来的 亏我还把你当成骨功之臣 让你想个方案 竟然这样坑我 裴谦差点就想给赵旭明 安排到第三期名单去了 然而 他回想着当时的场景 又打消了这个想法 嗯 等等 不对不对 裴谦突然意识到 当初赵旭明提出的说法是 转播费用跟直播平台的 真实人数挂钩 是裴谦一时兴起 觉得平台可以自己改热度 所以才改成了跟热度挂钩 现在想起来 如果是跟实际人数挂钩的话 说不定还真能少赚 因为大批观众都被兔尾直播抢走了 这些大平台的实际人数都下降了 转播全套的钱自然也就少了 可现在 实际人数减少了 但大平台们还是要打肿脸充胖子 继续维持高热度 这就导致兔尾直播转了一次 高奥给转播全又转了一次 裴谦陷入沉思 也就是说 锅其实应该我背 我错怪赵旭明料 赵旭明确实是古弓之臣 给我提出了一个还不错的建议 但是我用错了 这让裴谦备受打击 有一种甩锅之后锅 飞了一圈又回到自己背上的无奈 算了 郭好像确实不是赵总的 那没事了 裴谦无话可说 只能继续捏了八肌的看比赛 感觉手里的薯条都不香了 12月3日 周一 住家集团市场部 总监办公室 高明这几天 忙得焦头烂额 甚至上周末 也完全没能休息 当然 整个住家集团 也不是只有 他在加班 高层也在加班 公关部也在加班 毕竟舆论危机 股价狂跌 让投资人们受损了 住家集团高层的日子 也不会好过 虽说处理这次舆情危机 是公关部的事情 但高明这个市场部总监也跑不了 毕竟这篓子 算是他捅出来的 宋福利 去微信公众号 书友大本营 可以领888红包 如果不是住家集团 强行去蹭 房产中介模拟器 那个宣传片的热度 之后多半也不会 被搞得这么狼狈 可高明 也觉得很冤枉 他哪能猜到 这其实是个诱饵啊 住家集团的贴心管家业务 是高层一早就定下来的 新业务模式 这是高层会议上拍板通过的 高明这个市场部总监 也不过是 为了配合这一业务 做出宣传而已 现在事情闹成这样 网上沸沸扬扬的 全都直指 住家集团的盈利模式 这哪是高明能解决的问题 而公关部那边 也是一头包 背地里 不知道骂了高明多少遍 以旁观者的角度来看 高明这简直 就是把头往别人刀口上 送 但在高明自己看来 这一系列操作 完全是合乎情理 谁能猜到 住家集团跟持行工作室 一向是无冤无仇 却突然被捅了刀子呢 而且还捅得这么深 不讲武德呀 在舆论爆发的第一时间 住家集团的公关部 就紧急响应 发了一篇危机公关稿 大意是对这次的 舆情事件高度关注 公司内部将展开 深刻反省 自查 进一步对相关业务 做出整顿 并承诺 近期给公众一个满意的答复 除此之外 还有一些套话 比如 住家集团 帮助数以万计的租客 解决了居住问题 始终关注租客们的 居住体验等等 这个稿子 虽然莫起到什么太大的作用 但至少没有火上浇油 错上加错 公关部也莫办法 巧妇难为五米之吹啊 在危机公关中 有所谓的5S原则 也就是承担责任原则 真诚沟通原则 速度低原则 系统运行原则 和权威正式原则 简单来说就是 当危机出现时 危机公关主体的公司 不能逃避 或拒不承担责任 应该坦然面对 要真心实意地 与媒体和公众沟通 不能表面沟通 实则排斥糊弄 要尽快做出响应 利用好危机公关的黄金时间 要有计划 全面地展开工作 顾及各个环节 最好能争取相关主管部门 权威机构 或有一定信誉能量的个人 进行背书 一般而言 如果能做好这5点 那么危机公关就算是成功了 甚至有可能扭转危机 变成机遇 而住家集团这次的危机公关 算是不打折扣地 做到了承担责任原则 速度低原则 勉强做到了真诚沟通原则 毕竟在舆论出现的短期内 住家集团的公关部 就已经发表声明 没有死将 而是低头认错 表示会内部自查 整改 在短期内 给公众一个交代 能在短期内 做出这样的反应 已然不容易了 总比那些越抹越黑的危机公关 要强得多 毕竟这次被否定的是 住家集团的盈利模式和价值观 这都是一家公司最根本的东西 住家集团给租客们留下的坏印象 有点击中难返 哪是公告三言两语就能扭转的 所以 危机公关第一时间先承认错误 给内部留出一些时间研究 最后给出整改方案 这已经是短期内能做到的最优解了 至于系统运行原则 和权威正式原则 这就完全超出公关部的能力范畴了 好在周末连续加班两天之后 总算是大概研究出了办法 目前的商业模式 肯定不可能有什么根本上的改变 因为这关系到住家集团 从上到下方方面面的利益 小改不仅无济于事 还会让利润下跌 导致股价雪上加霜 所以 说白了 还是先考虑 如何度过眼前的难关 先做出一种认真悔改的姿态 也轰轰烈烈地做一座表面文章 反正熬过这段舆论 等网上的热度改变了 网友们逐渐淡忘这件事情的时候 住家集团也就能慢慢恢复元气了 这次住家集团决定发布一个整改公告 再搭配一封内部的公开信 前者是提出一些整改的举措 给公众一个解释 后者是给公司内部看的 强调一下价值观 顺便增强一下内部的凝聚力 当然 所谓的内部公开信 归根结底 也是给外面看的 这次的整改措施 包括以下几项 认真整改中介队伍 对各种欺瞒 诱骗租客签订合同的行为 从严处罚 清查内部网络上的虚假房源 确保房源的真实性 在与房东谈合作时 注重方式方法 减少电话骚扰的情况 设立投诉信箱 更多听取租客们的意见 另外就是强调贴心管家业务 也是有助于改变目前这种现状的 希望大家能多一些耐心 多一些理解和支持 毕竟这是住家集团主推的业务 做了那么多准备 花了那么多宣传资源 总不能就干脆直接放弃了吧 这些整改措施 虽然没有触及到根本问题 可关键是 总比其他中介公司要好多了吧 只要到时候 再配合公关部门 制造一种其他中介公司更黑 住家集团 已经是最良心的这种舆论氛围 应该能让这次的舆论 逐渐平息下去 毕竟国内的中介公司 就这磨几家 其他的还不如住家集团 租客们闹来闹去 不还是只能在这里面悬摸 这就像那个故事 被老虎追的时候 不需要跑过老虎 跑过你的同伴就够了 住家集团现在的办法 就是向所有人展示 自己跑赢了其他同行 只要大家全都认可了这一点 纳摩这次的危机 住家集团也就算是安然度过了 看到新的公告发布了 高明也总算是长出了一口气 可以暂时缓一缓了 舆论事件爆发的第一时间 住家集团也发了声明 但那个声明并 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内容 只是一种缓兵之计 先承认错误 让公众的情绪平复一下 再给出解决方案 而现在这个公告发出来 也给出了还过得去的解决方案 虽然还是有人会骂 但整个舆论应该会渐渐的平息了 当然 这也不光是公关部的事 高明这边的市场部 也得打好配合 怎么也得买点水军代代风向 控一下凭什么的吧 高明很清楚 其实网友们的舆论声势 看似很降大 但实际上 往往也很脆弱 因为每个人的力量 都是微不足道的 更何况是在网络上 水军和控平 虽然不至于一下子就扭转舆论 但至少可以搅魂舆论 让不同网友的 关注点发生变化 有些网友看了水军的发言 觉得住家集团算是做出了妥协 斗争取得了进步 也就心满意足了 至于那些还揪着不放的人 因为没有了那摩大的声量 很快也会自觉无趣 掩其息鼓 上午发布视频后的第一时间 高明就在盯着网上的相关舆论 果然如他所料 事件有了平息的势头 虽然还有人在骂 但很显然 不少人都对此失去了兴趣 可能大家也对完全改变现状不抱希望 所以看到住家集团 现在这种程度的让步 也就勉为其难地 接受了 这是个好现象 高明稍微松了口气 虽然还不能完全掉以轻心 但至少短期内 应该不会再出什么问题了吧 下午 高明暂时忙完了其他的工作 再次查看网上对于这次事件的舆论 这两天的舆情危机让高明忙得焦头烂额 也耽误了是场部原本的正常工作流程 接下来的几天 高明还得继续高强度工作 把原本的工作 内容给完成 高明叹了口气 对此 他也没有任何办法 外界都觉得 一家上市公司的高管手握权力 所拥有的社会资源和能量远超普通人 这是事实 但高明心里也很清楚 自己也就是个高级打工人 并没有摆脱社出的范畴 大部分时候 还是身不由己的 他下意识地打开各种社交媒体和论坛 查看了一下网友们对住家集团这个新公告的反应 按理说 上午经过一系列操作之后 情况已经大体控制住了 现在的情况应该更加趋于平稳才对 我建了个微信公众号 书友大本营 给大家发年终福利 可以去看看 然而让高明感到十分错愕的是 之前谩骂的声音确实变少了很多 可阴阳怪气和冷嘲热讽的声音变多了 整个舆论环境不仅没有好转 跟上午相比反而更加恶化了 这是怎么回事 高明很是费解 这些网友不对劲啊 你们怎么不按套路出牌啊 就在这时 总监办公室外传来了急促的敲门声 高总 您快看神华地产 持行工作室和树揽公寓三方的联合声明 高明心里不由地咯噔一下 虽然还不知道声明的具体内容是什么 但光是这三个名字放在一起 也足以让人感觉到情况十分不妙 他赶忙在网上搜了一下 发现这三家公司还真的发布了联合声明 而且就在不久之前 声明的内容比较官方 但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对于持行工作室而言 他们将对房产中介模拟器 现有的功能进行扩展与升级 比如 让看防功能单纯用VR眼镜也可以实现 无需再受到PC的束缚 相当于将游戏拆分为体验版和完全版 性质上也从纯粹的游戏 向游戏间实用性软件进行升级 玩家可以自由上传真实房源 也可以筛查不同城市的不同房型 建立起一个房东和租客 网上看房的虚拟平台 不再受到第三方的干扰 与神华地产 树揽公寓共同出资 成立新的部门 负责该平台的运营和维护工作 确保平台信息真实有效 当然 平台的推荐资源 肯定会对神华地产 和树揽公寓的房子有所倾斜 这很正常 毕竟这些是优质房源 而神华集团和树揽公寓的任务则 相对简单 主要是出钱 出资源 品牌联合背书 除此之外 树揽公寓也公布了下一阶段的计划 将改变以往买楼出租的模式 改为租买结合 更快地向其他城市扩张 也就是说 树揽公寓实际上也开始了转租的生意 虽然树揽公寓并未强调 自己跟其他租房公司的不同 但网友们都自发地认可 树揽公寓跟住家集团这种传统的租房公司 肯定不一样 因为树揽公寓一直以来都有极佳的口碑 深得租客们的信任 最有意思的是三家公司共同成立的 这个新部门的名字 叫做现实服务部 这个部门实际上还是隶属于持行工作室的 因为持行工作室的股权架构里 本来就包含了腾达集团和神华集团的部分 新业务仍就是三家共同出资 所以放在持行工作室这里也说得过去 但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 这个部门的业务跟持行工作室的主业 根本就是格格不入啊 你持行工作室是开发 VR游戏的 新部门是做平台的 这跨界跨得太离谱了 但这个名字就很神奇的 把新部门与持行工作室的关系给讲清楚了 现实服务部 意思就是说 这个部门主要是利用持行工作室的游戏 更好的服务现实的 瞬间就有一众次元必被打破了的感觉 这条公告还莫发出多久 但已经在网上引发了热烈反响 高明和市场部的员工们 甚至有点后知后觉了 这也不能怪他们 一方面是因为 他们最近加班太多 人都快晕了 各种事情忙得焦头烂额 另一方面也是因为 他们压根就没有重点关注这三家公司 因为在他们的概念中 这三家公司并没有直接下场的动机 因为大家的业务模式差得太远了 不直接构成竞争关系啊 神华地产 做商场 写字楼 住宅楼的 持行工作室 做游戏的 树懒公寓虽然也做租房 但他们的租房是买楼整装出租 收入来源除了租金之外 还跟地产商合作样板间 跟一些家具厂商搞合作 跟住家集团这种二房东赚差价的模式 有着本质区别 这里头也就树懒公寓 勉强有插手的理由 但树懒公寓 又一直都是相当佛系的状态 自创立之初 也就在荆州附近的地界 对住家集团 造成了一些影响 刚开始住家集团还挺警惕的 但发现树懒公寓 一直严格遵循先买楼再出租的模式之后 就认为二者的商业模式 存在根本差异 算不上是心腹大患 可谁曾想 这三家直接就图穷笔剑 来了一下很大 这就像一只年迈的老虎 在森林里称王争霸习惯了 陷到另外的几只食肉动物 觉得单挑的话 自己谁都不虚 而且 大家都是各吃各的 所以一直也没有太警惕 可有朝一日 其他的食肉动物突然联合起来把年迈的老虎给团团围住 老虎这才意识到自己要凉 高明自己也处于猛逼状态 甚至有点怀疑这件事情的真实性 网友们显然也猛 但跟高明相比是另一种猛逼 高明是一种大难临头的惊慌 而网友们则是天上掉馅饼的狂喜 我的天 梦幻跨界联动 这部门的名字既然叫现食服务部 就离谱 依我看 干脆叫现实干涉部更霸气一点 游戏干涉现实 这些危机要来了 游戏厂商跟现实中的地产商一起搞租房业务 裴总直呼内行 你比我更会打破次元币 怕你不知道跟你说一下 持行工作室是腾达出资的 骨干人员是商阳游戏前员工 据说游戏点子来源于裴总 再加上树懒公寓的配合 我要说这里头没有裴总的策划 你信吗 太好了 我之前就一直在想 树懒公寓什么时候能开到我这里啊 现在终于看到希望了 神华地产 在一众地产商里面 也算是矮子李拔将军 口碑相对比较好的了 至少没出过什么严重的质量问题 物业的服务水平 也是比较高端的 说实话 我对神华地产不是特别信任 但我相信裴总 相信树懒公寓 只要这个新平台 有裴总的参与 那就肯定是靠谱的 之前田公子的视频还说呢 不要绝望 要期待着打破租房现状的公司出现 发展壮大 这不就有了吗 这次可不再是小打小闹了 而是又一种商业模式的革新 这模一对比 住家集团那个声明 简直是不疼不痒 唉 确实不该对这种公司 抱有太大期待的 其实田公子的视频里 早就剖析清楚了 谁还对住家集团有所期待 无非是一些水军花钱洗地而已 住家集团股价狂跌 坐不住了 对于这个 我只想说四个字 加大力度 我巴不得国内这些中介公司 全都给我死 看完这些评论 高明的心里更凉了 因为这次的情况 跟之前的舆情危机 存在本质上的不同 之前田公子的那个视频被热议 被充分讨论 反复转发 这可以说是一众理论战 他揭露了目前这些中介公司的顾及 阐明了中介公司 不论如何改革 都换汤不换药的根本原因 甚至还对中介公司 未来的发展变化 做出了预测 也就是让租客明白了 这些中介公司 嘴上说着为租客服务 实则都是在想方设法地 赚取更多利润 当然 企业赚取利润 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没有利润 企业就无法发展 但一家公司 也是有价值观的 追求利润的行为 到底有没有底线 如果把利润和责任 放在天平的两端 到底赎轻赎重 目前国内的绝大多数中介公司 都是把利润看得远大于责任 所以 才有各种危害租客生命健康的事件出现 才会有名为 租房实为金融的骚操作出现 即使强调责任 也不过是为了做一座表面文章 更好的扩张市场 形成垄断 归根结底 还是为了更多的利益 在网友们真正形成这种共识之前 他们也许会被 住家集团的整改措施 给胡弄住 毕竟是矮子李拔将军 其他公司做的 还不如住家集团 但在这重理论被广泛传播 广泛认可之后 网友们就意识到 住家集团的这些整改措施 远远不够 但如果仅仅如此的话 住家集团也无非是多挨鸡骏骂而已 毕竟空有理论没有实践 等于是有力莫处使 心里知道什么是好的 但真想掏出真金白银去支持 又找不到地方 但现在的情况不同了 因为一种新的模式出现了 持航工作室的这个现实服务部将 房产中介模拟器 打造成为一个完全不同于住家集团的平台 等于是跳出了传统中介公司的商业模式和评价体系 给了所有人一个全新的选择 而之前在网上被热议的那些内容 自然而然的就全都变成了这个新平台的助力 当然,一个新平台出现以后 光有热度和关注度还不够 手上还得有足够多的资源 毕竟现实社会的商业规律是很严酷的 没有资源注定寸步难行 躲不过既得利益者的层层围剿 但持航工作室的这个现实服务部是有资源的 它整合了神华地产和树揽公寓的资源 资金不缺,口碑不缺,热度也不缺 唯一缺的,可能只有时间 神华地产的项目遍布全国 只要拿出一小部分来做一座租房 就可以形成很好的广告效应 对于他们每年海量的营销经费来说不算什么 说不定还能促进房子的销量 而树揽公寓一旦开启以租代买的模式 扩张速度必然也会骤然加快 就像摸鱼网咖,摸鱼外卖 托管健身,逆风物流等腾达的其他实体产业一样 在荆州扎根,深耕口碑的过程很长 期间完全没有表现出任何的攻击性 可一旦口碑形成,模式成熟,再向外扩张 那就是野火燎原之势 而这次对于住家集团来说 打击将会更加沉重 因为之前股价的重挫 仅仅是因为舆情危机 而现在,是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 直接向他们宣战 而且,这个竞争对手的背后 还有两尊巨人和无数积怨已久的普通租客 当然,单论体量和整个租房市场的占有率 住家集团也没事磨可虚的 但问题就是 这重于论战的环境定型之后 住家集团已经天然地矮了一截 而且,在未来可遇见的很长一段时间 这都是住家集团永远无法弥补的短板 众所周知,裴总最擅长的就是对着竞争对手的软肋重拳出击 当初Gawk和IOI的竞争就是一个鲜活的例子 高明瘫坐在椅子上 大脑一片空白 就在这时 桌上的电话响了 紧急开会 一波未评 一波又起 本以为这次的公告发出去之后 至少可以让这次的舆论风播告一段落 却没想到 这只是暴风雨前的平静 更大的危机正在酝酿之中 高明默默地站起身来 赶往会议室 此时此刻 他突然觉得自己有点像是住家集团的缩影 明明束手无策 却还是要做出一副 在努力改变什么的样子 12月4日 周二 经济旅社办公区的会客室里 孟畅正在一边喝茶 一边跟陈康拓闲聊 昨天一整天和今天上午 孟畅已经把经济旅社过山车的项目给 考察了一遍 这个名为云雀行动的过山车 已经完全建成了 而且已经是运行了一段时间 毕竟是过山车 要确保他的安全性 接下来 就是等到这个月底 正式开放给游客了 陈康拓脸上带着自信的笑容 怎么样 这项目很棒吧 是不是足以成为经济旅社接下来的拳头项目 孟畅点点头 确实 陈康拓脸上的笑意更强烈了 这宣传资源方面 他当然清楚 孟畅是来干嘛的 考察之后 定宣传方案吗 现在腾达集团内部 绝大多数项目的营销宣传 都是孟畅在管 甚至很多不直接隶属于腾达集团的公司 比如持行工作室之类的 新产品宣传 也是孟畅在负责 不得不说 这个权限还是很重要的 宣传经费决定着项目初期的热度和知名度 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项目的成败 对于陈康拓而言 这个云雀行动的过山车可是凝聚着他相当多的心血 不论是最开始的灵感爆发 还是之后长达一年时间的漫长施工 都让他对这个项目倾注了很多感情 所以他当然希望这个项目能得到宣传方面的扶持 资源越多越好 现在看孟畅的样子 似乎对这个过山车相当看好 既然如此 那是不是更应该多给点宣传经费吗 这个逻辑应该没事磨问题吧 然而孟畅喝了口茶水 我不打算给云雀行动这个项目做宣传方案 陈康拓的笑容僵在了脸上 啊 不是刚才还说对这个项目还挺看好的吗 孟畅点点头 对啊 正是因为很看好 所以才不做宣传方案的 陈康拓挠了挠头 眼神中全是迷茫 孟畅解释道 腾达虽然加大业大 但掌握的宣传资源也是有限的 要用到最需要的地方去 看到此消息的都能领现金 方法 关注微信公众号 书友大本营 陈康拓点点头 对啊 云雀行动 可是投了一个多亿 在腾达内部这也算是重点的大项目了 而且经济旅社的运营状况良好 也很久 没有得到过营销方面的帮助了 不更应该照顾一下吗 孟畅淡然地说道 你先别急嘛 听我说完 按照裴总对营销方面的思想 一向是花小钱办大事 用最少的营销 经费达到最好的宣传效果 虽然现在腾达的营销经费多了 也不能铺张浪费嘛 你要知道 腾达的项目分类 不是看投资 而是看更深层的性质 有些项目 什么都不用管 自然而然地就能活起来 而有些项目 初期可能不被人接受 但经过一定方式的运作之后 大家对它的看法会发生完全的反转 从而迎来更大的成功 营销经费 自然不能给到前者 而是要集中用在后者身上 现在云雀行动这个项目 明显就是前者 自然而然地就会火嘛 根本不需要 我再搞个营销方案 多此一举 当然 营销经费也会有的 搞搞常规宣传 但这个就跟我的方案莫关系了 更何况 经济旅设备后 还有其他的投资人呢 这宣传经费 怎么都不会缺的 在我看来 还是 继任者 那边 更需要我 孟昌说的 确实是原因之一 但不是全部的原因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 他觉得云雀行动这个项目 压根就没法用 陪式宣传法来宣传 根本就一不下去啊 过山车这个东西 除开安全性方面的问题之外 好玩就是好玩 不好玩就是不好玩 很难有中间的模糊状态 而云雀行动在孟昌看来 显然是属于非常好玩的那一类 根本没有用陪式宣传法宣传的必要 因为陪式宣传法是屠龙之计 换言之就是 拿来杀鸡宰压 肯定不好使 更何况孟昌 还是想拿提成的 陈康拓本能的有点不乐意 毕竟谁不想 给自己的项目 多争取一点宣传资源呢 但他琢磨了一下 觉得孟昌 说的也挺有道理 孟昌作为广告营销部负责人 得统筹兼顾 现在继任者 那边显然比云雀行动 更需要宣传经费 而且 陈康拓自己 也可以想办法宣传 不管是利用经济旅社 原本的名气也好 还是去找李总他们谈合作 也罢 又或者想办法 跟腾达游戏联动一下 利用海上堡垒 DLC和使命与抉择的热度 这都不是为一种好办法 作为一个腾达人 得雇大局 不能有门户之限 这是裴总一直强调的 想到这里 陈康拓点点头 你说的也有道理 那好吧 你先忙 继任者 那边 云雀行动这边 我先自己想想办法